第五百六十六集 双喜临门 解释?你希望我能给你一个什么解释? 难道猎鹰带人去宾馆绑架刘柔的事情? 我能为补先知吗? 你虽然不能为补先知,但是你肯定知道 猎鹰带人去了宾馆,你应该阻止他们 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冯四,我看你最好冷静一下吧 我已经够冷静了,你还想跟我隐瞒是吧? 那晚猴猪跟我打电话,说你告诉他 我不该跟苏瑶去约会吃西餐,这样可能会害了苏瑶 我和苏瑶约会的事情,你怎么会知道? 你是不是派人跟踪我了? 不错,我确实是派人去跟踪你了 同样的,我也派人去跟踪了刘柔 但是,你得相信我 刘柔出的事情,我真不知情 你想,刘柔可以去宾馆,其他人也可以去宾馆 彼此之间相互没有关系 猎鹰带人进去的时候,他们是男扮女装 他们也不可能将手里的枪亮出来给别人看见 你说是不是? 听了胡庆邦的解释 冯四心里的火气也是消了一大半 点头说道 对不起,海莱,我是真的错怪你了 老胡,你别生气 还有,你什么脾气,我难道还不知道吗? 坐吧 冯四拉开椅子坐下 说吧,你叫我来,有什么事情? 我听傅领东说,这次猎鹰来找你 他嫌弃现在的你太弱了 竟然大方地给了你一个月的时间,让你强化训练 一个月后再来找你 这是真的吗? 确实,从边境回来之后,没有了在边境的紧张气氛和训练强度 我的实力的确推幅了不少 那这一个月的时间,你准备怎么办? 我现在还没打算,不过呀,我肯定会加强训练 要不然,你请一个月的假,每天在家训练怎么样? 你肯给我一个月的假期吗? 如果只是猎鹰,我当然不愿意 你可是我们警局的悬案客星啊 有你在,我想用不了两年 档案库里的那些案子,就可以全部清空了 你用如果,证明你后面还有相反的话,对吧? 不错,考虑到你们三队的警员都很优秀 其中赵大宝,吴传雄,李世海,都是有家事的人 再加上我们现在对老K的了解不深 所以为了避免因为你一个人,而影响所有三队 甚至是所有警局的人 我特批你在家休息一个月 你知道,你跟他们不一样 如果再像上次一样,送来一个蛋糕炸弹啊 我可不敢保证警局还能像上一次一样安全 行吧 我知道了 放心,我会凭借自己的实力解决问题 冯四站起身,刚转身便走 却又停下,嘴角勾起,回头看向胡青帮 如果老K和飞龙一样狡猾 不断地派手下到华夏来暗杀我 那该怎么办 我是不是这辈子都不用归队的 不用 边境特种部队已经注意到了老K 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在准备策划端掉老K的计划了 你放心,我可以给你一个保证 只要你能顺利度过这个月 老K代表的边境军火商集团必然会被彻底瓦解 到时候你就不会有事了 这还不错 对了,我听说这个老K可能跟帝国有关系 这事儿,你知道吧 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 不过你放心 老K的事情边境特种部队会管 你别忘了 咱们以前的部队也是所有特种部队之中 甲级上等的特种部队 冯四感觉自己累了 疲倦地回答了一声 拉开门走了出去 傅领东此时正在外面站着 他正在打电话 看见冯四出来 傅领东急忙跟了上去 冯四 等一下 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 吴传雄的老婆前天晚上生了孩子 下个月十八号办满月酒 到时候传雄的婚礼 以及小孩的满月酒一起办 他希望你能够去参加 诶,怎么好事都挤到下个月去了 行了,我知道了 冯四拿着情帖下楼 上了车 系上安全带 最后看了情帖一眼 拉下手刹 开车冲出了公安局 回想起吴传雄刚来的那一天 正好赶上吴敬离开 如果当初吴敬没有离开 或许自己和吴敬结婚 怀孕生孩子 都会在赵大宝和吴传雄之前 然而世事难料 本该在一起的两个人 现在却彻底地分开了 冯四心中期待和吴敬的再一次相见 可是吴敬呢 或许他根本就不会再想见到自己了吧 离开是他这辈子不可能忘掉的人 离开为他而死 再爱上别人 吴敬是不会原谅自己 那种愧疚和罪恶 深深地烙印在了他的内心 想着 冯四心里一酸 突然有了在和边境一样的感觉 冯四很想忘掉吴敬 就好像在边境时渴望遗忘占有死亡的场景 然而有些东西注定是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了 回到家 冯四先把当晚的体能训练也是全都给做了 累的是精疲力竭 浑身被汗水湿透 冯四洗了个澡 从厕所出来已经是凌晨一点了 然而虽然已经到了深夜 但是冯四却仍旧不能马上睡觉 他必须把这一个月的训练计划弄出来 不能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 弄完计划 已是凌晨一点半了 冯四伸了一个懒腰 正准备睡觉嘛 外面突然传来了咚咚咚的敲门声 冯四豁然站起 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枪 将子弹上膛 脱掉拖鞋 漫步走了出去 外面又传来了敲门声 冯四迅速移动去 躲在了房门后面 通过猫眼往外面看了一下 看在门口站着的人是刘柔 正拿着手机打电话的时候 冯四松了一口气 赶紧打开房门 四目相对 本想说些什么 话到嘴边 却又忘了该说什么 刘柔说道 怎么 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567集 老K出动了 冯四找不到理由拒绝 只能往后退了一步 说道 请进吧 你想喝果汁还是可乐 我给你拿 果汁 冯四打了个直响 掩饰自己的尴尬 拉开冰箱门 取出了两瓶果汁 嘴里吹着口哨走了过去 抬手将一瓶果汁递给刘柔 也是说道 喝吧 冯四说完 拧开盖子 自己肩仰头咕噜咕噜咕噜地喝了两大口 趁着锻炼身体 身上的燥热未消 喝了这一口果汁啊 冯四感觉自己心里很是舒服 刘柔也仰头喝了一口 随即呢 拧紧盖子 冯四摸了摸自己脑袋 不知道如何跟刘柔开口 想了一会儿 眼睛发亮 也是说道 诶 对了 你可能不知道啊 今晚我见过胡副局长 因为我现在的身份特殊 他准了我一个月的假期 所以从明天开始 直到下个月十六号 我都不用上班了 那你 希望我是上班还是不上班呢 我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是我最重点的保护对象 按照胡副局长的指示 我本来的任务就是保护你 所以 我完全有理由不去警局上班 难道不是吗 你真的觉得 你可以保护我吗 你不信 要不咱们比一比 你要是输了呢 我现在立刻就回去 不过我要是赢了 以后 我就是这个房子的女主人 要不 别废话 来吧 刘柔是豁然站起 一记 弹腿 朝着冯四飞踹而来 冯四脚下一滑 躲过刘柔的攻击 刘柔飞身上前 落地一个旋转 踢得冯四 使踹了过来 冯四急忙闪躲 刘柔落地之后 见两次出脚都落空了 飞身跳到沙发上 踩着沙发往前飞冲 随即 一记七百二十度旋转角 从半空压了下来 落在冯四肩膀 冯四脑袋往左一偏 身子往下一跌 躲过了 随即站起身子 也是说道 你还是放弃吧 我承认刚回来那段时间 我的实力下进了很多 可是现在 我每天不停地锻炼 实力已经恢复了八成 你不是我的对手 刘柔身子化作一道虚影 来到冯四面前 脚下不停地左右跳动 一记左勾拳 打在了冯四的侧脸上 冯四挨了一下 脑子里嗡了一声 刘柔心里一软 当下松手 冯四抓住刘柔的手 也是用力一折 将刘柔反手压在桌上 我说过 你不是我的对手 别逼我好吗 好 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马上就走 我和吴静 你爱谁多一点 我不知道 我知道 你心里有我 我也知道今天的行动 可能会让你措手不及 现在 我要亲手把你抢回来 刘柔说完便离开了 冯四回过神时 刘柔已经不见踪影 而他那句话呀 让冯四有些心酸 关上房门 冯四挥屋睡觉 第二天早上 胡庆帮给冯四打了电话 冯四说道 喂 怎么了 改变主意了吗 不 昨晚你跟刘柔见面了是吧 你听我说 从现在开始 不管什么理由 你不要再和刘柔见面 待在家里 专心训练 我昨晚忙了一个晚上 联系了很多人 你训练需要的器材 另外呢 我怀疑老K 会使用速战速决的战术 可能会叫人来强攻你家 所以我特意叫了 安装防弹玻璃的师傅 到你家来 你别惊讶 你只需给我一个上午的时间 我给你一个完备的房间 只听叮咚 外面传来了门铃的响声 冯四走过去 将房门打开 几个工人师傅站在外面 一番简单的交谈之后 冯四放他们进入房间 几个工人师傅开始忙活起来 看过房间之后 直接下楼动手 将东西搬了上来 一个上午之后啊 冯四的家里多了很多 诸如跑步机 哑铃等等的锻炼设备 这让冯四感到很是欣喜 接下来的半个月之内 刘柔没再给冯四打过一个电话 也没再上门来找过一次 外界的所有人 都跟冯四断绝了联系 冯四每天沉浸在疯狂的锻炼之中 因为每天的超强度锻炼 冯四的体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各项实力爆表 最让冯四开心的 还是他的反应时间 成功缩短到了0.7秒 0.7秒 这是冯四以前想都不敢想象的 一个数字啊 可是现在他竟然做到了 冯四并不知道 在胡庆帮叫人送来的训练器材之中 植入了针孔摄像头 冯四每天训练的强度和时间 以及各种身体数据都被记录了下来 传递到了吴勇的监控电脑之中 吴勇看了冯四的变化之后 眼睛也是一亮啊 因为他刚才已经监听到老K的电话 老K的人现在已经来到江城 找到了冯四的住宅位置 他们计划今晚动手 闯入冯四的家 以最快的速度射杀冯四 然后坐直升飞机离开画家 其实老K有一百种方法 玩死冯四 不过呢 谁让他是军火商 武器装备很是齐全 完全不需要刻意地隐藏 偷偷摸摸地暗杀一个人 相反 老K很想轰轰烈烈地杀了冯四 毕竟 John已经死了半个多月了 如果自己再不出手 灭了冯四啊 恐怕以后在边境 就没有地位了 今晚 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568集 躲猫猫 胡勇拿起坐机电话的手 又压了下去 说道 算了 还是不告诉胡庆邦了 胡勇想过 虽然得到了 今晚老K会动手的消息 完全可以先通知胡庆邦 让他告诉冯四 但是如果这样做 冯四就永远不可能 真正成长起来 其实在吴勇看来 冯四在边境取得的成绩 都只能算是片面单向成绩 因为每一次出动 都是事先接到任务 冯四只是按照任务做事罢了 各项条件都已经提前了解 缺少相当的主动性 这样的战术 对于群体作战 确实非常有意义 可是 如果只是依赖情报 只是按照情报 执行任务 那么 它永远也不可能被称之为魔鬼 魔鬼 是魔鬼训练营 对毕业特种兵的称呼 一个魔鬼 拥有各项完善的技能 和灵活的头脑 可以随机应变 逆转局势 有效地处理 任何一件遇到的事 冯四现在的实力 虽然很强 但是 随机应变能力 确实很弱的 吴勇不告诉胡庆邦 老K的人 会动手找冯四的麻烦 就是害怕胡庆邦 害怕自己这位老战友出事 所以故意不说呀 吴勇详细地研究过冯四的资料 发现冯四和豪猪 曾经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误入了一个毒枭的窝点 当时 万分危险的情况之下 冯四和豪猪 仍然安全地撤退了 这足以说明 冯四的反应能力还不错 今晚老K的人突然袭击 未必就能占到便宜 训练是一回事 保护弱者是另一回事 当然 最根本的 就是要保护弱者的安全 吴勇作为江城的魔鬼代理人 这一点 他非常明白 所以 他不可能在毫不了解冯四的情况下 让冯四去冲锋陷阵 时间很快地来到了晚上十二点 冯四坐完一千多个下蹲 洗了澡 穿着睡衣出来 刚从电冰箱里拿出了一瓶果汁 咬开了盖子 咕嘟咕嘟喝了两口 房门外传来一声重重的闷响 那是一种远远超过正常撞击力度 所产生的响声 冯四瞬间反应过来 把腿便往卧室跑去 因为洗了澡 冯四的手枪放在卧室里 来人敢硬创自己的住宅 不用想 一定是老K的人 这些人手里必然有枪 冯四可不想当他们的活靶子 只听咚 就在冯四跑到卧室门口的时候 房门被撞开了 脚下一跃躲进了卧室 砰砰砰 外面的一缩子子弹 打在门框和墙壁上 冯四一看墙上的胆痕 心里一惊啊 顿时一脚将房门踹了过去 只听砰的一声 房门合上来了 冯四赶紧走到床头柜旁 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枪 看了一眼房门 也是深吸了一口气啊 幸好半个月前 老胡想的周到 帮自己把房门给一起换了 不然啊 只是刚才那一缩子子弹 冯四恐怕就已经躲不过去了 不过即便如此呢 冯四也知道 自己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因为自己手枪里 只有六发子弹 床头柜里还有两个弹夹 一共是十八发子弹 冯四只有这十八发子弹 而且中毒换弹夹 也需要时间 可是对方携带的子弹 恐怕至少有上百发吧 而且冯四看一眼墙壁上 深浅不一的弹痕 对方至少有三个人 正想着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一个男人也是说道 老大 冯四就躲在这个房间里 说了一句话之后 外面的人呢 也突然安静下来 冯四躲在床 靠近窗边的一侧 躲在了窗帘后面 偷偷地看着房门 等待着外面的人 踹开房门 冯四精确地计算过了 三个人同时挤到门口 可以朝里面开枪的 最多只有两个人 不过开门之后 外面的人会本能地冲进来 这样一来 那就是三个人 同时朝着自己开枪 冯四有把握打死两个 可是剩下的一个 他至少可以开两枪 自己必死无疑啊 所以冯四只有一个办法 在房门被撞开的一瞬间 引起门外人的注意 一个人在被吸引注意之后 身体会本能地停下来 至少会有两秒钟的时间 如果在房门开启的一瞬间 冯四就开枪 很有希望 让踹在门口的人 也是挡在门口 这样呢 外面的人就进不来了 有两秒的时间僵持在门口 这样一来 冯四就可以在两秒钟之内 只面对两个人 打死这两个人之后 第三个人闯入 冯四完全可以再开一跳 运气好呢 至少有60%的机会 打到对方 保全自己的性命 所以 这其实也是一场赌博 一场赌命的生死游戏 不过冯四虽然已经设计好了 等会儿的开枪步骤 但是在心里 却隐隐有一股不祥的预感 毒 有的时候 也是需要条件的 有的人啊 一辈子连赌场 也没有进过 比如冯四 比如现在 只听喷 房门在腰部的位置 突然爆出了一个洞 冯四条件反射的 以为对方踹开了门 是喷的一强 打在房门上 洞口位置 一双犹如蓝宝石一般的冷酷眼睛 往里面看了一眼 也是兴奋地说道啊 找到他了 外面的一个双管散弹枪的枪管 从外面伸了进来 瞄准了冯四所在的位置 只听喷 外面的人开枪前一秒 冯四趴在地上 用床 作为掩体 而在冯四身后的窗帘上 顿时出现了一个大洞 散弹枪的威力 果然不是盖的呀 外面的人一脚把房门踹开 手里抱着散弹枪冲了进去 三个人鱼灌进入房间 也是说道 雪狼 别藏了 出来吧 冯四脑袋里是嗡的一声啊 糟糕 三个人一起进来了 而且自己现在 处于被动的攻击状态 如果在这个时候站起身 自己顶多开一枪 对方三个人 可以同时开枪打自己 冯四是倒吸一口凉气啊 脑子里飞速打转 忽然 冯四的视线 透过床底的缝隙 注意到了对面的人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596集 手雷爆炸 外面的人说 告诉他 再不出来 咱们就开枪打死他 冯四在心里痴笑一声啊 透过床底的缝隙 往对面看了看 随即 毫不犹豫地 冲着最大的那双皮鞋 开了一枪 一个小弟发出惨叫 冯四心中很是惊讶呀 本来心想 外国佬的体格 比国人的体格要大一些 所以这个穿大皮鞋的 应该就是外国佬 可是没想到啊 竟然出了岔子 不过冯四很快就反应过来 没有时间可以犹豫了 小弟的惨叫声 吸引不了外国佬 多长的时间 冯四迅速从地下站了起来 0.7秒的时间 也是迅速瞄准 扣下扳机 小弟话还没说出口 额头上便挨了一枪 随即冯四转移目标 瞄准外国佬 外国佬反应过来 赶紧将脚上的重枪小弟 给拉了过来 挡住了他的身体 只听喷 冯四一枪打死了 另一个小弟 那人的身子 眼看就要往下倒 外国佬是急忙扶住了 他的身体 用他的身体挡住自己 一步一步地往后退啊 外国佬拖着小弟的尸体 移动着 朝外面走去 因为外国佬的身体 比那小弟要小上一号 他能完全躲在小弟的身后 这也使得冯四根本没有办法 冲着他开枪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用尸体做掩护 逃出了房间 外国佬推倒尸体的一瞬间 拔下一颗手雷的引线 随即将手雷是扔进了房间呢 冯四低头看了一眼 地上正在冒烟的手雷 外面是小区通道 时常有人路过 冯四不可能将手雷扔到窗外去 电光火石之间 冯四脑袋里已经有了主意 冲上去捡起地上手雷 朝着外面 也是冲了出去 此时 外国佬已经退到了玄关 冯四是大喝一声 将手雷炮制了出去 他因为太紧张 心中愤恨 没注意到手雷 直接抱着散弹枪 瞄准冯四 是砰的开了一枪 可惜啊 冯四在他按下扳机的一瞬间 整个人已经退到了房间 他的这一枪呢 并没有打中冯四 外国老师起得直跺脚啊 忽然他感觉自己脚下 似乎是踩到了一个东西 低头看去 也是顿时瞪大的眼睛 只听砰 手雷在这一瞬间爆炸了 狐狸的玻璃一阵猛烈震动 不过还好啊 胡青帮给冯四家安装的是 隔音玻璃 毕竟冯四夜里也要训练 打扰了别人可不好啊 听见爆炸声之后 冯四探头 朝外面看了一眼 玄关位置起了一阵浓烟 过了十几秒 再看的时候 浓烟散去 冯四再看的时候 发现外国老已经倒下 手中的散弹枪 落到了一旁的地上 他的左腿已经被炸断了 脸上插满了手榴弹爆炸之后 飞溅而出的残片 冯四双手握着枪 不敢有丝毫松懈 走过去 先将散弹枪踢到更远的地方 随即 伸手到他的鼻尖 也是试探了一会儿 他呀 已经没有呼吸了 松了一口气 冯四赶紧给胡青帮打了个电话 十几分钟后 两辆警车是安静地停在单元楼的门口 一队的警员上来 将尸体给抬走 剩下的人打扫卫生 一个小时不到啊 冯四的家里已经恢复了大半 只是有些破损或是彻底坏掉的桌椅 已经无法再修补了 周政军放下电话 也是说道 风哥 副队长说 他会把几个死者的详细资料 发到你的电脑上 让你注意看一下 老K的人下次再来 心里呢 也能有个准备 冯四呢 是冲着周政军苦笑啊 说道 老K的人再来 我不会还那么倒霉吧 刚洗完澡 等到所有人离开之后 冯四打开了电脑 接收了胡庆帮传来的资料 死者当中 两个小弟都是本地人 他们以前是大刀会的成员 后来大刀会解散之后 他们就一直隐藏了起来 至于外国老 他和John一样 都是老K 在华夏贩卖枪支的代理人 值得庆幸的是 老K在江城 并没有学飞龙 建立一个完整的 走私枪支的网络 这个外国老和John呢 一般都是自己 在华夏内部找关系联系 然后再去边境 和老K的人接头 收获 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 也让冯四松了一口气啊 飞龙的人贩毒 是直接和当地的 涉黑组织勾结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毒脉 不过老K不是 如果对付飞龙 像是对付一个组织性质的犯罪团伙 那么对付老K 其实就像是对付一个 单一作案的团伙 换句话说 老K在华夏 也就只有外国老和John 这两个代理人 现在他们都死了 老胡也说过 边境那边 会在一个月之内收网 收拾老K 现在已经过去半个月了 老K要是还想派人 偷渡到华夏 来暗杀自己 耗费的精力会比较多 而且老K肯定会对特种部队 要收拾他的事情 有所耳闻 现在老K必然会收敛 甚至是躲藏起来 所以冯四完全不用担心 剩下的半个月呀 老K的人还会再次出现 晃入家门 现在就只有猎鹰一个人了 冯四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 随即调出了电脑里 存放有关猎鹰的资料 再次详细地看了一遍 随即 关上笔记本电脑 回到房间准备睡觉 习惯性地拿起手机正要关机 却突然发现 手机上 多了一条苏瑶发来的短信 冯四想了想 苏瑶给自己打了好几个电话 冯四确实没有回复过苏瑶 他迅速回了一条短信 按下发送键后 冯四直接关机 虽然心里很想知道 苏瑶会不会回复 他会说什么 但是冯四心里更明白呀 自己现在已经很疲惫了 明天还有满满的训练计划 所以不能够再多浪费时间了 冯四将手机扔到床头柜上 一头倒在了柔软的床上 很快进入了梦想 半个月的时间也是过得很快呀 冯四的实力也提升了不少 甚至因为超强度的训练 冯四现在的实力 已经比在边境的时候 还要强上几分 这是冯四想都不曾想到的事情啊 结束了最后一天的训练 晚上 冯四特意给自己放了假 站在阳台处 使吹风喝了两瓶啤酒 这时候 一条来自陌生人的短信 发到了冯四的手机里面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七十集 顶峰作案 冯四将酒瓶放下 拿起手机 点开短信一看 上面只写道 今晚九点 嘉欣酒店302号房间 看完短信 冯四不由是吃笑一声啊 毫无疑问 这个短信就是猎鹰发来的 一个月的时间已经到了 不过让冯四没想到的是 猎鹰约定见面的地点 竟然还是在嘉欣大酒店 302号房间 这让冯四觉得有些幼稚啊 不过转念一想 猎鹰这样的杀人机器 追求完美 脑子里每天研究的 就是如何杀人和逃避追杀 别的事情一概不知 就好像那些犯罪分子的混子一样 大多看上去很凶狠 可是却没有很高的智慧 智慧 这应该是猎鹰的一大短板 看着短信的内容 冯四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决定 还是不要跟警局打电话了 经过这一个月的超强度训练 冯四觉得 自己已经完全可以和猎鹰对抗 而且冯四心里的目标 是超越魔鬼训练营的特种兵 所以啊 如果连一个猎鹰都解决不了 自己又怎么超越魔鬼呢 晚上八点半 冯四开车出门 八点五十来到了嘉欣大酒店 冯四算着时间上楼 来到了三楼 302号房间 敲了敲房门 咔嚓一声 房门打开了 一个画着浓妆的女人 也是探头看了出来 你应该就是雪狼吧 你要见的人 在天台等你 他让你上去 冯四转身正要走 女的突然说道 哎 等一等 还有什么事吗 你们是要单挑吗 这跟你没关系 小哥哥 你别这么急嘛 这是小妹的联系方式 你要是输给了她 还可以来找小妹 发泄发泄情绪 女人冲着冯四 做了一个绯闻 冯四是眉头一条 低头看了一眼 女人给自己的卡片 也是随即一声吃笑啊 推了女人的右肩 走进了302号房间 说道 你今天有空吗 女人愣了两秒钟 随即回过神 冲着冯四抛了一个媚眼 说道 哎哟 小哥哥 看来 你已经等不及了呢 我是等不及了 女人感觉自己右手一凉 低头急忙看去啊 手腕上 多了一双手铐 也是顺时变得紧张起来 说道 你干什么 抱歉 我是警察 顶峰作案 现在啊 我宣布 你被捕了 女人是惊叫一声 冯四没时间跟女人多废话呀 毕竟女人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 真正的大鱼还在后面 将女人锁在了门把手上面 冯四走出302号房间 乘坐电梯 来到了嘉心大酒店的楼顶 剩下到天台一段的距离 就只能走楼梯了 冯四沿着楼梯往上走 到达天台门的后面 意外的发现天台门并没有关闭 而是故意留了一道缝隙 天台上的灯光 透过门缝也是照射进来 冯四知道 猎鹰想要跟自己疯狂地比试一场 因此冯四并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用力将天台门给推开 只听当的一声 天台门撞击在了侧壁之上 冯四走进天台 猎鹰也是突然出现呢 手中的手枪 抵在了冯四的太阳穴上 说道 雪狼 你这么大胆地上来 难道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啊 你不会 给我一个理由 你的想法很好 这也算理由吗 你的想法很好 所以如果你真想杀我 你有的是机会 不用刻意将我叫到这里来 再说 你已经等了我一个月 不是吗 看来我还是太小看你了 猎鹰收起了枪 转身朝着天台边缘 走了十几步 停下之后 转身看向冯四 也是说道 拿出你的手枪 我们再公平地对决一次 等一等 这次有限制子弹的数量吗 这次我还带了两个弹架 三六一十八 我总共有十八颗子弹 猎鹰将手枪瞄准在地上 砰砰砰 连续开了五枪 说道 杀人嘛 只用一颗子弹就行了 冯四没有犹豫 直接从腰间拔出两个弹架 用力朝着楼下扔了下去 随即朝着地上 使砰砰砰开了五枪 两人互相凝视着彼此 现在啊 两人手中的手枪里 都只有一颗子弹 猎鹰嘴角一动 心里对冯四 有了几分敬意 如果冯四 不按照自己说的作样 那么自己根本不会看得起冯四 只要冯四敢先拿枪瞄准自己 猎鹰绝对不会再给冯四第二次机会 不过现在 冯四按照规矩做事 猎鹰反倒是觉得 自己有些欣赏冯四了 好吧 既然呢 你刚来 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观察四周情况 一分钟之后 咱们的游戏正式开始 猎鹰低头看了一眼时间 随即往后退了十几步 冯四跟着 也往后退了十几步 环视一圈 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在猎鹰心里 他始终认为 自己的各项能力 都在冯四之上 当初 自己是输在对战场环境下 既有物品的连贯性利用上 所以猎鹰觉得 从哪里跌倒 就要从哪里站起来 因此今晚比的 还是对战场环境下的 既有物品的连贯性利用 一分钟的时间 也是悄然流逝啊 猎鹰看了一眼时间 也是说道 现在 开始倒计时 三 二 一 开始 话刚说出口 冯四和猎鹰 同时朝着天台入口处的 小型水塔房 是躲了过去 夜风呼呼吹过呀 冯四靠着墙壁 一道脚步声传入耳朵 冯四眼睛一亮 知道猎鹰是个喜欢 速战速决的人 飞速的 往后退了两步 往前一冲 利用跑酷的技能 爬上水塔房的房顶 顺着脚步声 从对应的一侧 也是探头看去 手枪在一瞬间 瞄准了猎鹰 只听砰 冯四开了一枪 如此之近的距离 冯四完全可以一枪打死猎鹰 可是冯四没想到啊 就在自己扣动扳机的前一秒 猎鹰是突得纵身一跃 就在冯四开枪的那一瞬间 也是躲避了过去 只听砰 冯四一枪打在了旁边的铁杆上面 冒出了火花 猎鹰是冷冷地看了冯四一眼 摸出手枪 瞄准了冯四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七十一集 硬汉之危 冯四猛然挥过神 身子往里面一滚 消失在了猎鹰的视线之中 猎鹰的声音响起啊 冯四脑子里是嗡的一声 这才反应过来 猎鹰的跑酷技能远在自己之上 冯四刚起身 猎鹰便已经从下面 踩着水塔房的墙壁也是飞了过来 冯四来不及落墙 当即一个后空翻 从半空室落了下去 站在了地上 稳稳地站在了地上 抬头看啊 猎鹰已经跑到房顶边缘位置 手中的枪也是瞄准了冯四 刹那之间 冯四的脑子里 闪过水塔房的结构图 虽然现在猎鹰是居高零下 可是水塔房屋顶的面积 不算大也不算小 存在边缘位置和中间位置 只要绕着水塔房跑 站在房顶的猎鹰也会跟着跑 就算猎鹰的反应时间只有0.7秒 但是只要换了位置 有了这0.7秒 冯四就有了希望 半秒时间不到 冯四把腿沿着水塔房屋跑了起来 猎鹰收起枪 冯四没有说话呀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冯四知道自己一点也不能马虎 速度决定着自己的命运 生或着死 现在就交给自己这一双腿了 冯四也知道 绝不能匀速跑 必须要变速跑 才能够让猎鹰拿捏不准 只要躲过了猎鹰的子弹 自己就一定还有活下去的机会 经过一个月的超能锻炼 冯四不觉得在拳脚上会输给猎鹰 猎鹰瞄准冯四 可是下一秒啊 冯四却从自己枪口时逃了出去 加上冯四的速度 时快时慢 沿着不同墙壁奔跑 猎鹰也需要转移位置 这样一来 猎鹰很难捕捉到冯四 不过随着时间的延长 五分钟之后 猎鹰掌握了冯四 大概的奔跑习惯 算准冯四会在下一秒 通过自己前面的转角 也是瞄准了转角 嘴里笑声说道 雪狼 再见了 冯四虽然没有听到猎鹰说的到底是什么 但猜到猎鹰一定是瞄准了自己 原来的路线已经不行了 只好当即一脚踹在墙上 整个人旋转着也是飞弹了出去 就是在冯四飞出的一瞬间 猎鹰是扣动了扳机 子弹从冯四的右臂是擦了过去 流出了鲜血 不过这只是擦伤了皮 也是并无大碍 冯四看了一眼 兴奋地笑得起来 抬头看着站在水塔房顶的猎鹰 也是说道 猎鹰 现在咱们都一样了 我没子弹 你也没子弹 没想到啊 竟然被你躲过了 不过这也证明你确实有资格和我一战 来吧 让我见识见识你的拳脚功夫 猎鹰一个助跑 冲了上来 一个飞跳 踹向冯四 冯四脚下微动 躲过猎鹰 猎鹰还在半空之中 右手却已经出动 抓住冯四的肩膀 借助冯四的身子 泻去身上力道 飞出去的身体荡了回来 抬起右脚 按住冯四肩膀的手 用力往上支撑 随即跑 整个人借助冯四 二次腾飞 直接用膝盖 撞向冯四的后脑勺 冯四感觉后背 一阵进风式袭来啊 紧接着 咬紧牙关 从后面 抓住了猎鹰的衣服 用力往下一拉 本来冯四 想要让猎鹰是重重的摔在地上 却没有想到啊 这一拉 直接将猎鹰的衣服 给扯坏了 因为衣服坏掉 冯四手上的力道 也被卸去 半空中的猎鹰身子一震 随即平稳落地 当即一个神龙白尾 踹在了站在身后的冯四 冯四健壮 急忙收住手 也是护在胸前 猎鹰一脚踹在了冯四的手臂上 随即冯四只感觉自己手臂一震 也是倒飞了出去 落在地上 也是快退了两步 这才站稳脚跟 冯四惊讶地看着猎鹰 不敢相信猎鹰的一脚 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不断锻炼吗 我也在训练我自己 现在呀 我的身体如同铜墙铁壁一般 我看你怎么跟我打 冯四咬紧牙关 也是说道 今天你就是硬铁 我也给你掰上两半 冯四和猎鹰同时冲向对方 两人同时起跳 一脚踹向对方 对踢了一脚 同时被震飞了 落在地上 猎鹰眼里露出惊讶神色呀 怎么可能 你在边境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强的体能 你怎么会 猎鹰 你在门缝里看人 把人看遍了 我实话告诉你 那次在边境的时候 我和你单打毒斗 并没有使用权力 因为我的教官告诉我 我的左边 有一股贩毒人员正在靠近 为了能够逃走 我故意省了力气 可惜呀 我并没有想到 我还没出权力 你便已经落荒而逃 这一个月的时间 我每天都在强化训练自己的身体 实力比之前在边境的时候 也是更强的几分了 现在的你 纵然有几分实力 但是若是比拳脚功夫 你恐怕根本就不可能是我的对手啊 我不相信 你以为 你能吓得到我吗 来吧 今晚 我要将你撕成碎片 猎鹰朝着冯四时冲了过来 冯四站在原地 以意带牢 握紧了拳头 刚才摸清了猎鹰的体力状况 冯四已经下定决心 硬扛猎鹰的一击 然后趁着几个宝贵时间 重重地砸猎鹰一拳 猎鹰一把抓住了冯四胸口的衣服 也是呲拉一声 连带着一小块皮肤 给衣服扯了下来 随即 猎鹰发愣地看向冯四 很是惊讶 冯四竟然没有抵抗 不过 也是在这个时候 冯四带着痛呼的吼声 想起面目猙獰的冯四 一拳拳是重重地 砸在猎鹰的侧脸之上 这一拳 力道极大 超乎了猎鹰的想象啊 猎鹰头上的汗水 震动地飞弹出去 整个身体顺着冯四拳头发力的方向 在空中旋转了两圈 七百二十度 重重地摔在地上 冯四是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呀 说道 现在 你服了吧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七十二集 猎鹰之死 冯四等了一会儿 并没有听见猎鹰回答的声音 牛头看去 发现此时的猎鹰 已经昏迷了过去 松了口气 走上前 试探了一下猎鹰的呼吸 冯四发现猎鹰的呼吸很是均匀 松了一口气 甩了甩手臂 走到一旁 掏出手机 翻找出了胡庆邦的电话号码 随即 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拨号键 就在冯四按下拨号键的一瞬间 猎鹰突然睁开眼睛 冰冷的目光 落在了几米之外 冯四的后背上 其实 刚才猎鹰 只是故意装作昏迷 只是刚才的那一拳 猎鹰便知道 自己体能不如冯四 想要通过拳脚功夫战胜冯四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猎鹰心里绝望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 没有办法公平地杀了冯四 而冯四 也注定会成为 自己生命中的一个污点 不过这些跟猎鹰 现在的处境比起来 已经算不了什么了 看着冯四的背影 猎鹰心里 有了打算 喂 胡府局长 我已经抓到猎鹰了 你赶紧派人来吧 把他带回去 严加拷问 我想能够问出一些线索 什么 你要把猎鹰交给特种部队的人 让他们去审问 好吧 你想怎么样 那就怎么样吧 冯四挂掉电话 一回头 猎鹰便用手枪 瞄准冯四 也是说道 别动 冯四看了猎鹰手里的手枪一眼 说道 你醒了 猎鹰强调说道 我让你别动 冯四说道 你用一把空枪瞄准我 你以为有用吗 是吗 猎鹰冷冷说道 冯四 下辈子见吧 画刚出口 只听砰的一道枪声响起 猎鹰瞪大眼睛 身子往前倾 倒在了地上 冯四看了看猎鹰 朝对面的大楼看去 周政军正站在楼顶 手里抱着一把狙击枪 朝着冯四是挥了挥手 冯四是无奈地将双手插在腰上 抿了抿嘴 心里很生气呀 猎鹰死了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他要是活着 多少还能问出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冯四心里暗想 周政军啊周政军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五分钟之后 从对面大楼过来的周政军 站在了冯四的面前 肩上扛着狙击枪 也是说道 冯哥 你没事吧 哎呀 你知道一把手枪里最多能装几发子弹吗 我知道 六发子弹 很好 那你是什么时候埋伏在对面大楼的 二十分钟之前 在冯哥 你到达嘉心大酒店之前 我就先到了这里 在我之前 你怎么会知道 我会到嘉心酒店 胡副局长监控了你的手机 他查到了猎鹰发给你的短信 冯四很难受啊 这个胡青帮 竟然监控自己的手机 他把自己当成什么了 难道是他养在笼子里的鸟吗 周政军看出了冯四的不高兴 也是说道 冯哥 你先别生气 其实 我觉得 胡副局长这是为了保护你 毕竟 如果真让你一个人来 恐怕刚才就有危险了 危险 好 既然你比我还要早一点到 那么你应该看见 我和猎鹰比斗的全过程了 对不对 既然如此 那你说我和猎鹰开始比斗之前 我们各自开了几枪 一个人开了五枪 对了 一把枪只能装六发子弹 猎鹰前面开了五枪 后面又开了一枪 你说他的枪里还有子弹吗 没有 但是也有 周政军 你什么意思 有还是没有啊 没有 但是也有 在刚才冯哥你说的那种情况下 就没有子弹 但是猎鹰的这把手枪 还有子弹 周政军走上前 将地上的手枪也是捡起来 冲着地面 是砰的开了一枪 说道 冯哥 你看 冯四是惊讶呀 怎么会这样 这 刚才打斗之前 我明明看见猎鹰开了五枪 怎么他的手里还有子弹 很简单 周政军取下弹架 扔给冯四 也是说道 因为 猎鹰的这种手枪 能够装八发子弹 冯四拿着弹架 也是研究起来 周政军在一旁说道 这是胡副局长告诉我的 他知道猎鹰败在冯哥手里 就会下黑手 所以 让我来顶手 胡副局长说 冯哥有什么疑问 可以直接去找他 他会告诉你 所有想知道的事情 冯四将弹架 扔还给周政军 准身朝着天台门走去 刚走了几步 停下回头看向周政军 也是自嘲一笑 说道 周队 差点忘了 你又救了我一命 多谢 我呢 也是从边境特整部队那里 得到的消息 他们近期抓到了一个 飞龙的手下 据那名手下交代 飞龙笼络了一批武器专家 现在正在边境区域 制造特殊武器 这种特殊武器的构造 和一般武器没有什么差别 或者说呀 这批二流的武器专家 只有在原武器装备上 对武器进行了升级和改造扩容 比如这把手枪 一般对武器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这种手枪里只能装六发子弹 可是飞龙让武器专家进行扩容之后 里面可以容纳八发子弹 虽然这种鸡类的改造和升级 并不能在真正的战场上 发挥多大作用 但是 用在边境地区 对付特种兵的战斗之中 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边境地区 打击毒枭贩毒的战斗 几乎都是特种兵出击 属于少量精良的兵种作战 甚至一个 两个 三个特种兵 都能单独执行任务 这是让飞龙非常头疼的事情 可能是研究了我们的作战形式 知道特种兵对枪支 有着特别的了解 所以飞龙这才笼络了武器专家 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懂了 飞龙这是在故意利用特种兵 对武器的定型认知 作战之中 可以故意开枪 打完特种兵弹架里的子弹 这样啊 我方人员以为 飞龙的人没了子弹 就会大胆站出来追击 殊不知啊 这正是中了飞龙的拳套啊 不错 前不久啊 C国的浣熊特战队 和飞龙的人 打了一场遭遇战 飞龙的人死了五个 浣熊特战队的队员 竟然死了三个 还有一个重伤 看来呀 咱还真不能小看他呀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573集 吴传熊的婚礼 胡静邦说道 有一点 你得记住 飞龙改造的武器 不仅是手枪 冲锋枪 散弹枪 甚至是机关枪 都有可能改造 因此 以后你绝对不能听子弹的声音 来辨别武器的类型 以及枪之内剩余的子弹量 诶 对了 你上次说 边境特种部队 会在一个月之内 对老K动手 怎么样 抓到老K了吗 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 边境特种部队 确实是动手了 这其实是几个邻国之间的 一场合作 规模不算小 成功端掉了老K的老巢 不过嘛 还是让老K给逃走了 逃到什么地方 暂时不知道 不过就算老K还活着 他也不再是以前的老K 不会对你造成威胁 这一天 你完全可以放心了 诶 对了 豪猪打电话过来 让我告诉你 后天就是吴传雄的婚礼 和孩子的满月酒 你可别忘了 冯四尴尬一笑 呼庆帮不说 冯四差点忘记了 十八号 吴传雄的婚礼 和孩子的满月酒 这家伙平时忙的呀 都没有时间办婚礼了 只能和孩子的满月酒 放在一起去办 真是难为他了 诶 对啊 除了吴传雄 二十号 还是赵大宝和杏儿的结婚日子 一个月前 冯四不知道 自己命运会如何 他也深知赵大宝的担忧 不过现在嘛 危险解除了 冯四完全可以毫无顾忌的 去参加赵大宝的婚礼了 胡庆帮看冯四微笑的愣在原地 心里一酸 那晚呢 赵大宝闹情绪的事情 胡庆帮已经知道了 哎 也是没有办法呀 冯四 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 你本来已经退役了 却还让你 参与这些事情 这恐怕跟你没关系吧 飞龙针对我 那是因为我在边境的时候 杀了一个飞龙的替身 这让飞龙感到极为震撼 那家伙可能一直认为 自己是不败神话 我对他的刺激很大呀 所以呢 才会反复的叫人 来华夏刺杀我 那你后悔吗 不 我不后悔 不管是为了死去的战友 还是为了边境区域的安宁 因为有些事情啊 总得有人去做 回到家 冯四一头倒在床上 沉沉的睡了一觉 一个月来的超强度训练 冯四每天只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杀死猎鹰之前 冯四时刻紧绷着神经 身体不觉得疲倦啊 可是现在一放松下来 顿时感觉身体也是疲惫不堪 冯四需要休息 好好地步一觉 这一觉 冯四睡了一天 直接从十六号的晚上 睡到了十七号的下午 豪猪开门冲进来 拉开窗帘 这才把揽在床上的冯四给叫醒 冯四坐在床上 揉了揉眼睛 说道 哎对了 现在是什么时候 早上了吗 哎呀拜托 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赶紧起来 明天就要参加吴传雄的婚礼 和孩子的满月酒 不管怎么样 你也得买一身好看的西装 赶紧起来 我带你一起买衣服去 哎呀 不是吧 传雄结婚又不是咱俩结婚 我那儿有两套西装呢 穿那么好看干什么 再说了 你什么时候见过两个大男人 一起跑去买衣服的 算了吧 半个小时之后 豪猪拿着一套西装回来了 冯四将西装换上 站在全身镜前是照了照 转了一圈 很无趣的说道 怎么样 好看哪 对 不错 就这件吧 哎呀 我是真不知道啊 你人长得这么帅 穿衣服又这么好看 怎么就谈不到女朋友呢 你说你是不是太挑了 哎 够了 别再干涉我的私生活 再这样下去啊 你就跟我妈一个样了 哎呀 好好好 我不管你了 你把西装脱下来放好 明天 我们一起去参加传雄的婚礼 和孩子的满月酒 你说 咱们的工作量 是不是太大了 结婚和生孩子 都是人一生中的大事啊 本应该是风光大半的 可是现在搞得 传雄将两件大事挤到的一起 也真是苦了他了 咱们的工作量 确实很大 亏待了传雄 虽然是一次酒席 但是嘛 咱得给两份份子钱 我告诉你 大家都是兄弟 不能少 懂了吗 豪猪是故意咳嗽了两声 说道 哎呀 那个 讽刺啊 我欠你的两千块钱 这个月 可能还不了了 只能 等到下个月 你通融一下行吗 没问题 我知道这个月 你肯定没钱 唉 有了家世的男人 真是浑身都不自由啊 哎 我说豪猪 你什么时候跟嫂子 闹一闹不就行了 指不定啊 嫂子大发善心 大开粮仓 她就答应多给你五百块钱 你说是不是 第二天 冯四和豪猪 穿上正式的西装 刘柔 赵大宝 朗里 几个人约在一起 一同来到了 吴传雄包下的酒店 酒店附送了一个小型的婚庆现场 大屏幕前 吴传雄是单膝跪下 手捧戒指 说出了爱的誓言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七十四集 吴敬要结婚了 酒席上 赵大宝因为羞愧 不断地给冯四倒酒 喝的大醉 也是满脸通红 唉 一场休息啊 冯四 豪猪 刘柔 赵大宝 周正军 都喝的大醉 大家都很开心 冯四回到家 睡了一晚 十九号中午才醒过来 二十号呢 又去参加了 赵大宝的婚礼 迎亲回来的路上 赵大宝被豪猪 用皮带绑在电线杆上 鸡蛋打在他身上 脸都被画画了 脑腾了一天 冯四又醉了一场 二十一号早上 豪猪叫醒冯四 两个人是淡定地吃了早饭 豪猪说冯四 可能脑袋还有些糊涂 让他来开车 直到坐上车呀 冯四都有一种错觉 感觉生活没什么变化 自己似乎是在梦里 参加了两场婚礼 冯四换了个姿势 扭头看着 正在认真开车的豪猪 说道 哎不是豪猪 我问你个事啊 你老实回答我 你说吧 什么事 咱们参加过 吴传雄和赵大宝的婚礼吗 我就说你脑子一定还很糊涂 十八号吴传雄 二十号赵大宝 咱们喝躺下两次 哎怎么 你忘了 唉 你忘了 我可没忘 分子钱都花出去了 怎么可能忘了 豪猪的这句话 让冯四的后脑勺是一排黑线呢 结了婚的男人 计较起来 也是绝对比女人有更强悍的杀伤力呀 到了警局 刘柔 吴传雄 李世海 都来了 只有赵大宝一个人的座位空了 冯四低头看了一眼时间 还有十分钟才正式上班 打开电脑 进入系统 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做足了所有应该做的准备 可是 赵大宝的座位上 仍旧是空着的 冯四忧郁的起来 赵大宝去哪儿了呢 刘柔看出冯四的心思啊 他本来还以为冯四张望 是在看自己 所以偷偷观察冯四 后来发现冯四在观察赵大宝的座位 刘柔心里也是一阵失落 说道 冯哥 有件事情 我想你应该很感兴趣 大宝他 他跟副队长请了一个月的假期 陪着他老婆 一起出去度蜜月了 冯四是恍然大悟啊 若有所思的看了赵大宝的座位一眼 豪猪笑道 哎呀 这个赵大宝 他还是真厉害呢 他怎么就不能发扬风格 好好跟传雄学习学习呢 你们看 别人传雄结婚 生孩子一起来 酒席办了 完事还能够安安静静的坐在这里上班 一点也不占用工作时间 多好啊 不说了 李士涵也是激动的说道 请了一个月的长假 我都羡慕 要是我和我老婆再晚结婚二十几年 我得请两个月的长假 那是 谁能跟你老李比啊 工作就跟闲逛似的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老李也是咳嗽两声 只听咚咚咚 这时候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几个人同时扭头看去 傅领东站在门口 环视一圈 夜市说道 都在呀 你们忙 冯四 你跟我出来一下 冯四离开座位 跟着 傅领东来到了外面走廊 傅领东 牛头看了几眼 趁着四周没人 夜市说道 冯四啊 有个不好的消息 要告诉你 你最好有一个心理准备 吴静 要结婚了 冯四眼睛发亮 你说什么 谁要结婚了 吴静 他要结婚了 冯四的脸色 刷得一下 黑了下来 默默地走到走廊尽头 透过窗户 朝外面看了一眼 右手颤抖着 从怀里掏出支烟 抽出一支点燃 也是吸着一口 努力让自己心情平复下来 傅领东走过来 右手按在冯四的肩膀上 冯四 你没事吧 冯四深吸了一口气 吐出烟圈 沉默一分钟 冯四按捺不住 也是说道 吴静现在在哪 他要跟谁结婚 傅领东从自己怀里 掏出一个红色的情帖 也是说道 吴静现在在贡城 他在那里 遇到了一个同样叫李凯 同样救了他一命的男人 吴静觉得遇上李凯 是他这辈子的幸福 给你发了一张情帖 婚期就在这个月二十五号 吴静希望你也能去 橘子里考虑到你最近破案辛苦 所以特别给你了一个 一个星期的假期 从今天开始生效 一直到二十七号 冯四抖着手 接过了傅领东递过来的情帖 低着头 面色阴沉 傅领东也是拍了拍 冯四的肩膀啊 你现在的心情 我能够理解呀 至于去或者是不去 这由你自己来决定 不管你如何选择 这一个星期的时间 都是你的假期 好好想一想吧 豪猪抱怨 哎呀 冯四去了这么久 他怎么还没回来 刘柔说道 我刚才好像看见冯哥下楼了 下楼 哎呀 这上班时间 冯四这小子去哪啊 让他走吧 警局给他批了一个星期的假期 冯四回到家 什么都没做 关上门 关上窗户 蜷缩在角落里 看着情帖 脑子里浮现出了 当初和吴静在一起的欢声笑语 曾经的一切 仿佛都未曾走远 这让冯四有种错觉 就好像自己的女朋友 要嫁人了 不是前女友 不是女同事 而是女朋友 那个人 也是终于要离开了吗 另一边 胡庆帮冲着电话说道 我们这样做 会不会太过分了 电话那边 传来无勇的声音 一个真正的土种病 必须有强悍的心理承受能力 如果冯四无法承受 那么他无法成为魔鬼训练营的一员 胡庆帮有些担忧地说道 那 哎呀 吴静是真要结婚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五百七十五集 前往共城 吴勇是坚定地点点头啊 胡庆确实要结婚了 而且和吴静结婚的人 是救过他一命的离开 一个和离开同名同姓的 另一个离开 吴静帮心里 莫名为冯四感到一阵的难受 说道 这真不是一个好玩的游戏啊 吴勇说道 我再说一次 这不是游戏 吴静这次 是真的要结婚了 二十五号结婚 冯四在想 自己到底要不要去呢 去了之后啊 自己又该如何介绍自己 到了现场 自己会不会忍不住 拉着吴静 强行离开现场呢 冯四有着抢婚的强烈念头 这个念头是越来越强烈 冯四是诺不可恶呀 抓器放在桌子上的杯子 用力也狠狠地砸在地上 只听啪的一声 玻璃杯也是碎裂成渣 冯四说道 唉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跟我没关系 不去工程 对 不去 冯四下定了决心 跑到市场上购买了鱼钩 鱼饵 太阳扇 可以折叠的懒人椅 甚至和老板交流钓鱼的方法和技巧 随后 驾车去罗江钓鱼 然而钓鱼实在是没有趣味啊 冯四买了八宝粥 奶茶 薯片 甚至是辣条 来打发自己无聊的时间 吃完就躺在懒人椅上 用鸭舌帽遮住脸睡觉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号 三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然而到了二十四号的早晨 冯四将钓鱼的鱼具 太阳扇 懒人椅等东西 都带上 准备出发的时候 走到门后 伸出的手 却是悬空停了下来 如果今天再不去啊 明天就没有机会了 一个念头 就这样突兀地出现在冯四的脑子里 那个已经被自己刻意隐藏了三天的想法 此刻又再次冒了出来 放下余句 冯四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双手不停着拨弄着头发 冯四深深地思考啊 吴静在自己心里 到底有着怎样的一个地位呢 他曾是一道风景 一道 凄美如同大雨倾盆之后 显露在天边的夕阳 雨水如同他哭泣的泪水 所有的悲伤和挫折结束之后 透过窗 看见的是他那邂逅人生之后的体面 而又苦涩的笑容 他的眼神是那样罪人 让人留恋 冯四沉浸在对无尽的想象之中 也是无法自拔 冯四想着 或许如果再让自己年轻十岁 年少轻狂的时期 冯四不会爱上吴静 这样有着复杂人生经历 透露出淡雅芳香的女人 可是 现在不同了 时间会折磨一个人 在这个人身上 留下和时间一样深沉的印记 吴静一天身上 带着这样的印记 冯四也是特别喜欢这样的印记 以至于那种深沉而凄美的眼神 同样在冯四脑海深处 也是挥之不去的 下午 冯四收拾了东西 订了机票 豪猪下班回到家 看见冯四也是正在收拾东西 说道 哎呀怎么 还是决定要去贡城了嘛 要不要 我陪你一起去啊 冯四摇头 也是说道 不用了 我呢 只是去参加一个婚礼 完了我就回来 很快 不用担心 作为兄弟 我有句话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你说吧 如果你真喜欢吴静 你不如试一试 看一看吴静 会不会跟你走 这样 事过之后啊 不管结果如何 至少你以后 也不会再后悔了 冯四停下手里 翻找东西的动作 抬头看了豪猪一眼 很想找个理由反对豪猪 可是愣了好一会儿 冯四发现 自己没有办法反驳豪猪 晚上 冯四拉着行李箱出门 打车来到飞机场 本来豪猪说呀 要开车送冯四去机场 冯四并不愿意 他实在是不再愿意 从别人的嘴里 听到吴静的名字 冯四的飞机 是今晚八点起飞到贡城 飞行的时间是两个半小时 冯四到达飞机场的时候 时间还早 不过嘛 才晚上七点 刚到一会儿 冯四在机场站着 突得 电话响了 刘柔打来了电话 冯四想也没想 直接挂断了电话 看了一眼 来电显示上的 刘柔照片 冯四实在不愿意 在自己和吴静的 感情世界里 强行把刘柔塞进来 不过冯四没刚想 刚挂断了电话 身后便传来 刘柔的声音 冯四 刘柔回头 冯四也回头 四目相对 刘柔走了过来 说道 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算了 不用你解释了 我陪你一起去贡城 现在就去买票 你在这里等我 冯四抓住刘柔手 也是说道 不 我一个人去 刘柔说道 我不希望你一个人去 可是 这毕竟是我和吴静之间的事情 冯四知道刘柔的想法 放开皮箱 伸手将刘柔抱在怀里 拍了拍刘柔的后背 也是说道 你放心吧 你在我的心里 只是比吴静差了一点点 吴静结了婚 我和她的这段记忆 也能彻底的放下 以后 或许你在我心里的分量 就是最大的了 这是好事 不是吗 冯四说完 也是放开了刘柔 此时的刘柔 亦是双眼通红 也是啊 哭泣着说 让冯四 无论如何都要回来 冯四冲着刘柔一笑 也是说道 放心吧 我一定会回来 冯四将刘柔抱在怀里 心里因为吴静要结婚的酸楚 在一瞬间都消失了 看着冯四乘坐的飞机起飞 飞向了天空 刘柔抹掉眼泪 走出后车打听 心里已经下定决心了 如果冯四一去不复返 刘柔也会离开江城 虽然呢 这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 有她的太多回忆 甚至是父亲的死 所有的一切 因为爱情 刘柔已经没有心思去在意了 晚上十点四时 飞往贡城的飞机 在晚点十分钟之后 安全而平静地降落在了贡城飞机场 深夜呢 贡城的飞机场也是格外冷清 冯四提着行李箱 从机场里面出来 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打车去了明天 吴静和李凯要举办婚礼的 泰龙大酒店 冯四早已经在网上 订了泰龙大酒店的房间 到了酒店 领了房卡 冯四直接上楼 来到了304号房间 放下东西 冯四平静地洗了一个澡 本来以为很快可以入睡啊 可是冯四没想到来到贡城之后 脑子里面想的都是无尽 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 也是一直睡不着觉 不知不觉 东方已经天明 冯四看着天空亮起的白光 心情也是变得格外沉重啊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576集 人性弱点 突然 手机响了 冯四拿起一看 胡庆帮打来的电话 冯四急忙接了电话 说道 喂老胡 有件事情 我正想问你 胡庆帮抢着说道 你先别说 让我猜一下 你是想让我给你 无尽的电话是不是 冯四点点头 也是说道 对 你也知道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我刚才下去看了一眼 下面呢 已经开始布置了 有些话呢 我想在婚礼之前 跟吴静讲清楚 这样啊 大家都不用尴尬 我知道 你一定有 吴静的联系电话 对不对 你把吴静电话 发给我行吗 胡庆帮是 甘笑了两声 说道 唉 冯四啊 如果我告诉你 我也没有 吴静的电话 你会相信吗 你真的没有 没有 那 那吴静的情帖 是怎么到你手里的呢 他邮寄过来的 地址信息 做了保密处理 我看不到 而且冯四 我想这可能 就是吴静对你的态度 所以你知道 我希望你到时候 也是不要冲动 冯四忍不住了 当他下楼 看见底层大楼 已经拉上了 公主李凯先生 和吴静女士 新婚快乐的时候 冯四心里 涌出了一股 从来都没有过的 强烈念头 无论如何 自己必须要带吴静走 自己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吴静嫁人 现在听了 胡庆帮的话 冯四直接对电话 号道 你让我不冲动 我怎么可能不冲动 我现在恨不得 立马带上吴静走 我不希望他嫁给 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 胡庆帮在电话里 也是愤怒地说道啊 冯四 你别忘了 你现在的身份 虽然你和吴静 曾经有过一段感情 但是现在 他只是你的前女友 人家要自主选择 自己生活的权利 你没有权利干涉别人 是 你说的对 可是 我是军人出身 既然是个军人 那就得敢爱敢恨 我已经决定了 你不必再劝我 再见 胡庆帮放下电话 脸上露出笑容 也是说道啊 这小子 哎 用情太深了 能不能找到你的幸福 那就看你自己的了吧 另一边 冯四挂掉电话 啪的一声 将手机抛在地上砸碎 冯四喘着粗气啊 他很怕别人劝阻 他不想再听到 任何反驳的声音 刚才一通电话 已经让冯四身上 流出了汗水 冯四进入厕所 洗个澡 出来之后 穿上了一身帅气的西装 在镜子前 也是照了照 随后 离开了房间 来到了楼下的 宾客会场 这时候 已经陆去有人 来到会场入座了 入口处 一个迎宾小姐 站在那里 看见冯四走来 也是伸手说道 先生 请出示你的邀请函 冯四拿出了 曾经布置一次 想要撕掉的邀请函 递给了迎宾小姐 迎宾小姐 看过之后 也是伸手说道啊 先生请进 您的座位是一号桌 三号座位 好 谢谢 谢过迎宾小姐之后 冯四朝着九席走去 默默地走到了一号桌 正巧就在舞台的旁边 是最靠近舞台的地方 其他桌的座位上 已经陆续有人入座 可是在一号桌上 却始终只有冯四一个人 人们谈论着 逐渐将视线 移到了冯四身上 冯四本想摸出手机 用假装玩手机 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可是冯四伸手 摸了摸裤包 这才发现呢 手机呢 其实已经被自己 给摔碎在了 宾馆的房间 面对众人投来的目光 冯四呢 也是不由脸色一红 自己啊 是来抢婚的 坐在这里的 大半都是李凯的朋友 冯四不知道 自己这样做对不对 总觉得别人 看自己的目光 像是在谴责自己 唉 人呢 总是这样 自己有个某个想法 然后 也是偷偷摸摸地 做了某件事情 别人随便看他一眼 他便觉得自己的秘密啊 也是被人发现了 人性的弱点 也是根本无法逃避啊 时间很快 就来到了上午十一点 冯四所在的一号桌 这时候 也走来几个身上 有纹身的青年 几人相互认识 也是互相笑着 注意到了冯四 然后 也是从冯四说道 喂兄弟 你是女方的朋友吗 冯四点头 有些尴尬地说道 对 我是女方的朋友 哎呦 李凯说 无尽的朋友少 我本来还不相信呢 这么漂亮的女人 她的朋友 怎么会少呢 看来呀 确实很少啊 众人也是笑了起来 冯四脸上泛红 握紧拳头 也是恨不得收拾他们 可是转念一想 自己此行来的目的 是带走无尽 现在无尽还没有出场 等到无尽一出来呀 马上就跳上舞台 拉着无尽离开 冯四也是这样坚定地想着 等了将近二十分钟的样子 录音的音响里 传来了婚庆主持人的声音 各位来宾 各位亲友 大家好 现在 有请新郎新娘上场 事情真的到了这一步 冯四却不敢抬头 朝舞台方向看去 坐在座位上 也是始终低着头 婚庆主持人的声音 再次响起 现在 我要问新郎 你有什么话 要对新娘说呢 有 嫁给我吧 冯四再也忍不住 猛地抬头朝舞台看去 这时候 胡敬也正好 从舞台上看了下来 目光落到了冯四身上 四目相对 不由让冯四心中 生起一片酸楚啊 婚庆主持人 也是继续说道 我听说 新娘一直为你守身如玉 从你们相识到现在 甚至啊 连嘴都没有亲过 是不是这样 新郎 主持人的话 让冯四心中又是一酸呢 随后呢 冯四转移视线 落到了李凯的身上 那是一个长得很帅 而且呢 似乎是一个混血的男青年 胡敬嫁给他 也是一定很幸福吧 冯四正想着 主持人已经拿出一个苹果 也是说道 瞧 我早有准备 我听说呀 咱们的新郎 一直想亲吻咱们的新娘 今天 我让新郎 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 亲新娘一口 好不好 不好 冯四豁然站起 可惜 他的声音 被人声给淹没了 没人听见他的反对 大家都在欢呼着呀 只有无尽一人 安静地看着冯四 嘴角 也是露出了一丝笑容 冯四直接离席 跳上舞台 说道 懂一懂 主持人看向冯四 也是说道 这位兄弟 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七十七集 狡猾的老K 在全场百人的主持之下 冯四直接大声 说道 吴敬 我爱你 跟我走吧 主持人脸上露出笑容 冯四说的话太过直接 让他觉得很不真实 也是笑着说道啊 这是安排的特殊节目吗 吴敬 吴敬抢过主持人手中的话筒 也是说道 其实 我心里一直都有一个 让我永远也无法忘记的人 这个人 就是你 冯四 吴敬扔掉话筒 朝着冯四跑了过去 两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在场的众人也是哗然啊 冯四拉着吴敬便跑 就在冲出会场的时候 吴敬也是突然拉住冯四 说道 等一下 咱们现在不能走 哎 怎么了 吴敬走到花台跑 摸出两把手枪 递给一把 给冯四 其实 今天这场婚礼 只是一个计谋 李凯是老K的儿子 警方预测 老K会逃到华下来 因为李凯在贡城 所以 我们的人怀疑老K会到贡城 为了引老K出来 故意让我引诱李凯 假扮了这场婚礼 李凯的小弟 都是一些混子 十几桌的人也是全部站了起来 只听拼 别动 我们是警察 全都给我蹲下 不许动 中人听见枪响 全都抱着头吞下 这一次婚礼啊 超过四十个小弟被抓 就连李凯本人也被抓了 李凯从武警身边走过去的时候 痛心的说道 我怎么没想到 你竟然是卧底 抱歉 我就是一个卧底 走 等一等 李凯冲着押送他的那名警察说道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 吴静 你告诉我 从我们认识的第一天到现在 你真心喜欢过我吗 吴静冷冷地看向李凯 说道 对不起 我从未喜欢过你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能够捉住你的父亲 也就是 在边境贩卖枪支弹药的军火商 老K 李凯显得不服气啊 也是说道 他是他 我是我 我们之间没有关系 你二十岁 就在边境开枪杀了一个无辜的村民 我不会喜欢一个杀人魔 希望你能明白 李凯的脑袋也是深深地垂了下去 被旁边的警员带走了 一部分警察带走了犯罪分子 剩下的一部分还留在现场 吴静冲着一个中年胖男人说道 辉哥 找到老K了吗 辉哥摇头 没有啊 不过根据我们的估计啊 今天是李凯的大日子 他必然会回来 可能现在是躲在宾馆的某一个房间 我已经派人去查监控记录去了 咱们有希望 能够在今天抓捕老K啊 吴静是点点头 目光变得茫然起来 辉哥看了一眼 站在吴静旁边的冯四 也是笑着说道 这位就是冯四同志了吧 冯四笑着伸手 也是说道 诶 辉哥 你好 你认识我 认识 我怎么能不认识你呢 你忘了 你的破案资料放在公安系统里 给所有公安局的成员分享 我看过你的资料 知道你是江城的悬案客行 想不到啊 你年纪不大 就能破好几桩大案子 也真是了不起啊 多谢 不过嘛 能够破案 绝非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和我一起破案的 还有跟我一个小队的队员 对 你们都是好样的 你们是我们警戒的楷模呀 这个时候 一个小警员跑了过来 说找到线索了 冯四几人是急忙过去呀 胡静冲着冯四说道 我去换身衣服 等我一会儿 冯四和辉哥 一起去看监控视频 发现老K呢 已经从他所在的412号房间 跑了出来 朝着楼顶跑去 辉哥皱眉说道 去天台了吗 这样也不错呀 上了天台 除非他能飞 不然 他也别想逃走 警员说道 辉哥 这一次 老K可能真的会从天台逃走 你忘了 他从边境偷渡到华夏之后 就是坐直升飞机来到贡城 现在 直升飞机就停在老K在贡城的别墅里 距离这里 也不过几公里 最多十分钟 直升飞机就能够飞过来 而且老K的家里 藏着大量的枪支弹药 如果让他直升机来支援 等于是得到了弹药补充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既然这样 那就不要再等了 召集人马 赶紧上天台 辉哥将人 分成两对 冯四呢 跟着辉哥 正要走 无尽赶了回来 也是说道 老K有消息了吗 找到了 现在老K正在逃往天台 无尽 你没穿防弹衣 你和冯四就一起留下来 也是不用去了 不行 现在 我也是警队的一员 我不能搞特殊 大家一起上了电梯 按下了最高楼层的按钮 半分钟的时间便到了楼顶 随即 大家一起走出电梯 顺着楼梯往天台走 辉哥让两个穿着全副武装的警察走在前面 他走在中间 后面 则是一众警员 走在最前面的警员 刚把天台门给推开 只停砰砰砰 连续竖发子弹啊 打在了天台门上 那两名警员也是急忙退了回来 冯四听了枪声 也是急到 这是机关枪 辉哥 你知道老K是从哪进入酒店的吗 应该是大门吧 不可能 监控我看过了 老K并不是从大门进来的 是 辉哥你忘了 阿杰和小薇在门口盯梢 我们一直就没看见老K进入酒店呢 辉哥也是瞬间反应过来 看着冯四 也是说道 你的意思是 老K是坐直升飞机来的 直接降落在了楼顶天台是吗 冯四说道 对 刚才看监控视频 老K逃向天台的时候 他的手里并没有拿枪 机关枪和手枪不一样 没有办法藏在身上 所以很显然 老K是在到达天台之后 才拿到了机关枪 辉哥也是奇怪呀 你的意思是说 老K来的时候 就叫人将装备带来了 而且 我猜测不仅是装备 老K肯定已经在天台 也是堆起了战壕 形式地形对他有利呀 咱们进去一个 他就能打死一个 辉哥沉思了一会儿 说道 我去跟他谈判 冯四将辉哥拉了回来 也是说道 现在 我们没有跟老K谈判的条件 老K也知道 只有直升机来了 才是他唯一的出路 所以你现在去呀 只能是去送死了 警员也是说道 辉哥 我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578集 小超中枪了 徐明说道 现在 老K的儿子李凯 不是已经被咱们给抓了吗 我想 咱们的人 可能还没有走远 不如我现在打个电话过去 把咱们人再叫回来 咱们用李凯作为筹码 跟老K谈判怎么样 辉哥 我看不用了吧 前面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 回过头来 夜市说道 我们穿着装备 一起冲上去 纵人挨两枪也没事 我们一定可以活捉老K 别 冯四急忙说道 你们这样上去 没用 会受伤的 冯哥 这你就别担心了 他们两个人全副武装 怎么可能受伤呢 不 你们不知道 他们两个人虽然是全副武装 但是啊 我们的对手 可不是只有手枪的一般犯罪分子 刚才他用的 就是机关枪 你们仔细想一想 老K原来在边境区域是个什么身份 他是边境区域的一个军火商 手里各种武器都有 既然来之前 他就在天台搭建了一个战壕 你说 他带来的武器会少吗 辉哥沉默了 他知道冯四说的对 国内一般的 都装备杀伤力小的手枪 所以国内的防弹装备 一般都只是抵御超过手枪猎枪一类的射击 但是对于散弹枪 以及狙击枪之类的枪支射击 防弹装备 是根本就不能抵御 去了也只能是送死 而且冯四甚至有种不祥的预感 老K在战壕里不仅放置了枪支 甚至可能还有小钢炮和手雷 毕竟老K在边境区域待的时间不短 他一边疯狂敛财 一边疯狂地囤积枪支弹药 虽然很多国的特务组织 都对老K的枪支弹药和个人财产 进行过秘密的调查 但是嘛 时至今日 仍旧没有人能够拿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比较保守地说 老K有25亿美金的个人财产 以及10万支各种类型的枪支 这个数字比较保守 而且还是两年前的数字 现在 老K拥有的个人财产和枪支 早已经完全超过这个范围 而且不排除老K在几个国家都囤积了枪支 所以 对于一个有着如此多军火的人来说 他就是扔100条枪支在天台上 那也只是九牛一毛啊 辉哥 你别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 不然 他们就完了 辉哥看了冯四一眼 也是说道 不用听他的 兄弟们 你们立功的时候到了 冲吧 两人说完话 便拉开天台的大门是冲了过去 可惜已经晚了 只听砰砰砰 一阵枪响之后 两名警员同时开枪 他们的声音从天台传了回来 辉哥 风哥说的对啊 老K真的在天台上搭建了一个战壕 话音刚落 两个人的子弹打完了 天台上传来老K的怒骂声 随即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一个警员顿时时飞出去 也是扑通一声 摔倒在地上 另一个警员愿在那里 当场就吓傻了 冯四赶紧一个飞身跳上天台 举起双手 然后也是说道 别开枪 老K看见冯四突然出现 也是愣了一下 随即双眼射出两道胸光 雪狼 好呀 你来得正好 你杀了我的人 搞得我很没面子 老子活了一辈子 流过血 流过泪 还从来没有这么屈辱过 今天 老子让你脑袋开花 诶 等一等 老K 你还想见你儿子吗 你什么意思 我相信今天在楼下发生的事情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现在 你的儿子李凯在我们手上 李凯曾经杀过人 你知道 如果他被抓起来 结果会是怎样 所以如果你想让你儿子活 不如咱们来做一笔交易 交易 什么交易 我让我们的人 马上把你儿子从楼下带上来 咱们做个交换 我们把你的儿子还给你 你放过我们 没问题吧 你以为 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 枪就在你的手里 如果你不愿意啊 你可以马上开枪打死我 不过我还有最后一句话 你听好了 你的儿子杀过人 如果他到了橘子里 他的结果肯定是死 老K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好吧 我可以跟你交易 不过 我要先见到我的儿子 没问题 冯四 冯四回头冲着天台门后面的辉格 也是要他打电话呀 赶紧带着李凯回来 吴敬 吴敬从下面冲了上来 紧张地看着冯四说道 怎么样 你没事吧 冯四抓住吴敬 摸自己脸的手 也是说道 没事 这时候 旁边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员 也是哽咽地说道啊 风哥 小超快不行了 好 我知道了 再坚持一下 冯四回头看了一眼 躺在地上 捂着腹部的警员小超 此时 小超的腹部 已经被鲜血给打湿了 冯四看了一眼 冲着老K说道 让他把小超带下去 行吧 我的话 你没听见吗 让你身边的这个女人 赶紧下去 不然 我现在就开枪打死他 老K 你冷静一点 他是刑警队员 如果他出了什么事 势必会激发警队的情绪 到时候 谈判能不能进行 这就不是你和我说的算了了 你让他下去送医 保证他的安全 咱们的谈判 还能继续下去 那还说什么 赶紧把他拖下去 废物 冯四朝着吴静递个眼色 吴静点点头 急忙跑过去 从后面将两手 从小超的腋下穿过去 拖拽着小超 下了天台 老K用枪指着冯四 也是说道 让他们把天台门关上 冯四举高了手 也是说道 好 没问题 辉哥 把天台门关上 可是 放心吧 没什么可是的 你把天台门关上 辉哥将天台门关上 老K抹掉额头上的汗水 也是说道 我的儿子 还有多久才能来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579集 李凯的忏悔 冯四说道 你别着急 最多五分钟 你儿子必然会来到这里 忽然 天空之中传来直升机 嘟嘟嘟的声音 老K站在站毫里 抬头看了一眼 天上的直升机 双眼之中 燃起希望 也是笑了起来 雪狼 我的人来了 现在 看你怎么跟我斗 直升飞机 平稳地停在地上 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小弟啊 从上面跳了下来 也是说道 K哥 咱们快走吧 阿冯 现在还不能走 我儿子还没来 等我的儿子来了 我们一起走 什么 李凯也被抓了 他怎么会被抓呢 一定是你的手下 出了问题 李凯的身份 我本来已经替他细摆 可是警察却知道 李凯杀人的事情 这 这怎么可能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 等我回去再调查 好吧 阿峰朝着驾驶室里的司机 也是挥了挥手 司机这才赶紧将飞机 给停了下来 螺旋桨停止了旋转 司机正要打开门下来 老K也是喝道 你别下来 你要是受了伤 我们一个人也逃不掉 冯四看了老K一眼 暗想这家伙 还挺聪明啊 旁边的警员小杰 吓得浑身发抖 本来他以为自己穿上了一身装备 应该不会再有危险 可是谁想到对方的散弹枪 竟然能够一枪打穿防弹衣 小杰心里很害怕呀 后悔刚才没有听冯四的话 更后悔自己为什么那么急功近利 冯四看出了小杰很紧张 朝小杰递出一个安慰的眼色 也是说道 放心吧 不会有事 你也不用紧张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 放轻松 我保证你不会有事的 这 真的吗 对 你放心吧 我死 你都不会死 这时候 阿峰冲着笑杰吹了一个口哨 脸上挂着邪笑 警官 哎 怎么了 你怕了 老K瞪了阿峰一眼 也是说道 你干什么 别生事端 阿峰顺手从战壕里拿出一把机关枪 也是说道 反正谈判只需要一个人 不如杀了他 只要咱们有人质啊 难道那些警察就不跟我们谈判了吗 老K是扭头看了阿峰一眼 并没有说话 像是默认了阿峰的建议 阿峰嘴角一勾 瞄准小杰 冯四是毫不犹豫啊 一步将小杰挡在自己身后 也是说道 你要杀他 那就先杀了我吧 阿峰说道 你以为你挡着他 我就不敢杀你了吗 你大可以动手 我没穿防弹衣 只要你开枪就能打死我 不过到时候 你想重新谈判 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你以为你算什么 只要我有个人质在手里 你们所有人还是不敢动 你说的对 不过嘛 这场交易 想要再重新开始 恐怕至少就要推迟五分钟了 老K 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你知道五分钟意味着什么 老K说道 放下枪 别乱来 哎哟 真是无趣 原本想要到你玩会儿 没想到啊 这么快就结束了 阿峰放下枪 老K低头看了一眼手表 也是生气地说道啊 现在过去五分钟了 怎么我儿子还没上来 只听歌之一声 天台门被推开 不禁和穿着防弹衣的灰格 压着李凯 从外面走了进来 吴静喊了一声 李凯红着眼 也是看了吴静一眼 突然地痴笑一声 低下头 一脸失落地 来到冯四和小杰身边 吴静冲着小杰说道 你先下去 让我来跟老K谈 好 全副武装的小杰 跑出天台门 下楼去了 吴静冲着老K说道 人已经带到了 老K的目光在冯四身上是转了两圈呢 若有所思地说道 你们赶紧放人 灰格目光如鹰 也是说道 放人可以 不过 你们不能开枪 老K要求 老K要压说道 好 放人吧 慢着 吴静压着李凯 也是说道 现在放人 会不会太早了 让他们先下去 阿风看向老K说道 K哥 老K是脸色一沉 说道 你的要求 太多了 我只能答应你 让那个胖子下去 血狼 他必须留下 冯四是耸了耸肩膀 捡起小钞落在地上的冲锋枪 也是说道 乐意奉陪 其实冯四早就知道 老K不会放过自己 他心里恨不得杀死自己 所以他必须让自己留下 这样 他才有可能杀了自己 吴静看了辉哥一眼 也是说道 辉哥 快走啊 你 快走啊 好吧 你们小心一点 辉哥转身离开天台 吴静压着李凯 也是慢慢地后退 老K怒道 站住 你们干什么 吴静冷哼说道 老K 你以为我真会把李凯交给你吗 你想太多了 老K举起手中的散弹枪 瞄准吴静 既然 你带走我儿子 他也是死 我不如就在这里开枪打死他 然后再打死你们 这样 就算他死了 我也算替他报仇了 吴静犯了难 不知道该怎么办 李凯使突然大声喊道 爸 放下枪 放他们走 老K 老K轰着眼说道 儿子 你疯了 我放了他们 他们把你带回去 会杀了你 爸 以前 我觉得杀人很威风 可是现在我才明白 杀人不好 你说什么废话 儿子 这世界就是这样 人为财死 鸟为食王 可是 你把我变成了什么 你把我 变成了一个杀人犯 李凯彻底疯狂 也是说道 我最心爱的女人 也不喜欢我 这一切都是因为 我是一个杀人犯 够了 我再也受不了了 爸 我求你放过他们 李凯使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上 吴静松了手 李凯回头冲着吴静厚道 快走啊 多谢 吴静和冯四看了李凯一眼 转身便朝着天台门 是快步走去 两人很快跟李凯 也是拉开距离 阿风在这个时候 抱起手中的机关枪 瞄准冯四 也是说道 想走 没那么容易 风哥 小心 吴静急忙推开冯四 李凯也是喊了一声 急忙从地上爬起来 挡住了无尽 只听突突突 机关枪的枪口 火花闪动 李凯的胸口 瞬间出现六个 红色的血洞 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 儿子 悲愤的声音 在天台上响起 下一秒 老K的散弹枪 瞄准了阿风的脑袋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八十集 三天时间 阿风眼睛是瞪大了呀 也是惊叫了起来 说道老大 别呀 老K没有任何的犹豫 丧止滋痛 让他再次无法冷静 电光火石之间 老K是连开了两枪啊 一枪打在阿风的脑袋上 三弹枪巨大的威力 让阿风四分之一的脑袋 直接被轰掉了 另外一枪啊 打在阿风的左胸口 顿时阿风的左胸口 出现了一个 网口大小的血洞 如同一朵盛开的红色玫瑰呀 血液也是染红了阿风的白衬衫 阿风甚至来不及反应 整个人就已经死透了 一头栽倒在地上 疯狂的老K端起散弹枪 侧身瞄准众人 这个时候 原本躲在天台后面的刑警队员都冲了上来 所有人早就瞄准了老K呀 这会儿老K转过身来想要开枪 为时已晚呐 老K没能扣动扳机 他的胸口和额头便已经中枪了 胸口中枪还能挣扎十几秒 但是脑袋中枪 人的思维在一瞬间就停止 因此 老K中枪之后 也是直接倒了下去 这个时候 直升飞机的螺旋桨突然旋转起来 一股气浪吹拂 无尽是飞冲上前 拉开驾驶舱的舱门 一把将驾驶员从飞机上是拽了下来 扔到地上 驾驶员从包里掏出一把黄金手枪 无尽危险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黑影袭来 驾驶员手中的黄金手枪 也被踢飞了出去 驾驶员扭头看了一眼 说道 雪狼 说完 他朝着黄金手枪也是扑了过去 冯四一记飞腿 揣在他的侧脸 驾驶员的身子 在半空之中旋转了两圈 摔在地上 也是彻底昏了过去 冯过 好身手啊 灰哥忍不住感慨啊 他原本就是一个有英雄主义的人 看见冯四一脚将驾驶员手中的黄金手枪给踹飞 紧跟着一脚将驾驶员踹翻在地 前后不过五秒钟的时间 便将一个罪犯给赤服了 灰哥很是佩服啊 众人由衷地佩服冯四 更是没想到啊 吴靖居然会如此主动 直接给救自己的英雄献问 其实这也是因为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冯四和吴靖的爱情故事 这一点 灰哥是知道的 冯四来之前呢 局长就已经叫灰哥去他的办公室了 局长将吴靖和冯四的资料交给灰哥 同时将一个特别的任务交给灰哥 局长希望灰哥无论如何 也要全力配合冯四 局长心里清楚 灰哥的实力对现场情况的判断能力 也是远不如冯四啊 冯四环视一圈 也是说道 大家都是好样的 今天能够打死老K啊 大家都有功劳啊 众人拍了照片 让法医带走尸体 李凯的尸体被带走的时候 冯四也是看吴靖转过了身 说道 心疼了呀 不 他杀过人 而且曾经疯狂地追求过好几个女人 得到的之前都是一副情深义重的模样 但是得到之后 他会马上抛弃别人 而且半年前 李凯曾经枪杀了一个 他曾经追了一年才得到的女人 这个人 不会是神经分裂吧 所以 我一点也不后悔 这样的人 他就该有这样的下场 吴靖 你的眼睛红了 不是因为李凯 而是因为你 半小时之后 吴靖啊 从贡城公安局走了出来 冯四摘下墨镜 冲吴靖说道 哎怎么样啊 请到假了吗 嗯 我请了三天假期 只有三天吗 那么 三天之后呢 冯四有些不满地说道 吴靖搂住了冯四的脖子 说道 再给我三天时间 我不想回江城了 吴靖连忙说道 不 你必须回去 半小时之后 吴靖打开房门 走进房间 回过头也是笑着 你看 这里就是我的新家 漂亮吧 时间刚好来到下午六点 冯四和吴靖 坐在楼顶的天台上 看西洋 贡城也有一条河 名字叫苍江 西洋 西洋的余灰洒落在 沧江之上 照亮了整条水带 在四周建筑物 黯淡光辉的衬托之下 沧江显得极为美丽啊 冯四和吴靖 各自开了一罐啤酒 碰了碰杯子 迎着半晚吹拂而来的凉风 也是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冰啤酒下肚 那感觉很畅快啊 放下啤酒 逢色看了看 波光淋淋的苍江 也是说道 吴靖 你知道吗 第一次你离开江城的时候 我拿到副队长给我的信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当时 吴传雄发明了一个锡盘 我穿戴上去之后啊 沿着墙壁爬上了楼顶 坐在早晨的楼顶 看着阳光照在罗江上 那种感觉 和现在这种感觉很像 不过早晨的阳光太过明亮了 照在罗江上 没有现在这种感觉 让人更觉得美啊 所以 你触景生情了吗 第一次 你离开之后的好几天里 我都梦见自己 在公安局的大楼顶部 看见阳光照在罗江上的模样 这已经成为我记忆里的 一个噩梦了 如果你能回来 我想 我的这个噩梦 会彻底消失 今天这次落日 会是我们最美的回忆 吴敬 跟我回去 好吗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八十一集 刘柔来共成了 吴敬看着远处的苍江 也是说道 人生 缘起相见 缘灭相散 或许是我们缘分未尽 所以才会让你和我一次又一次的相遇 这 也许就是缘吧 冯四拉起吴敬的手 也是低下头 轻轻在手背上是吻了一口 也是说道 嫁给我吧 好吗 给我三天的时间 如果我想明白了 我就跟你一起回去 冯四和吴敬缠绵了两天 一起看朝阳日升 一起看夕阳日落 匆匆间的像是过了人的一生 生命中曾经出现的幸福与不幸 也是都被放下了 只剩下纯真的浓意和连绵的爱情 吴敬动摇了 他真的很想和冯四回到江城 哪怕让他放弃工作 甘愿去做一个丈夫背后默默无闻的小女人 他也愿意啊 但是中午 吴敬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刘柔打来的 吴敬很意外呀 刘柔在电话里约吴敬出来相见 刘柔在咖啡厅里 将自己喜欢冯四的事情 也是说了出来 也将冯四从开始喜欢就是自己的事情 也说了出来 刘柔的话 让吴敬的想法也是彻底改变了 吴敬心里想自己回到江城 一来未必能够面对李凯的母亲 二来 刘柔的痴情也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事情 吴敬竟然荒唐地想 自己得到冯四只不过是刘柔送给自己的 现在冯四的女人要把她的东西要回去了 这种想法从李凯死后就一直扎根在吴敬的心里 吴敬很自卑呀 不管什么事情 什么东西都觉得是别人让给自己的 无论是感情还是生活 仿佛李凯死后 自己始终都只是一个配角的角色 李凯带来的阴霾笼罩着吴敬的内心 这让他彻底变了一个性格 从以前的大胆 主动 变成了现在的雀弱 被动 原本吴敬觉得冯四如果能够在婚礼上带自己离开 那就证明冯四心里没有忘记自己 自己和冯四还能回到从前 但是刘柔的出现 让吴敬卑微的想法也是再次冒了出来 吴敬试着挣扎了一会儿 可是内心对李凯的愧疚始终让他无法释怀 吴敬毫不犹豫地写了一封信 准备偷偷地请人交给冯四 然后离开贡城 从此 再不要见到冯四 吴敬这样做 他的目的 第一是让冯四忘记自己 第二是不让冯四怨恨刘柔 可是吴敬没有想到啊 刘柔拍了拍胸口 也是直接说 让把信交给他 由他来转交给冯四 因为他说了 如果要来 早晚也会知道 既然如此 那又何必躲藏呢 吴敬见刘柔坚持 于是便把信交给刘柔 当刘柔接过信的那一刻 吴敬心中是莫名地痛了一下 起身结了账 离开了咖啡馆 刘柔看了吴敬的背影一眼 吴敬的背影看起来是很孤寂的 虽然心中隐隐有些愧疚 但是刘柔知道 这就是自己的选择 无论如何 自己不能再失去逢四了 刘柔起身走出咖啡馆 另一边 一个手下赶紧给胡庆邦发取消息 刘柔的出现 并非是刻意安排 胡庆邦接到消息之后 赶紧给共城公安局局长打了电话过去 半个小时之后 吴敬果然到警局辞职 回哥接到了上面的通知 安慰了吴敬一阵 然后呢 吴敬也是说道 辉哥 我必须离开 辉哥没有办法 只好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局长 这次 局长亲自写了一封介绍信 让吴敬去安城 吴敬冲着共城里局长行了一礼 随后便离开警局 刘柔来到吴敬的单位宿舍 见到了冯四 这时候 冯四已经午睡醒来 穿着背心 在沙发上看电视 扭头一看 开门进来的人是刘柔 顿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刘柔淡淡地说了一句 吴敬走了 冯四气得直接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冯四冲到刘柔面前 刘柔将信也是递给冯四 刘柔说话的时候心里很吃醋 因为刘柔并没有想到吴敬会如此轻易地放弃冯四 刘柔不说 其实就是想看看冯四读完信之后 对自己会是什么态度 刘柔本可以拆开信 自己先看一看 但是她觉得狠不下心来呀 她知道自己做得不对 很想冯四看了信之后 给自己一巴掌 这样至少可以证明 吴敬并非是一个看上去和善的女人 刘柔心里也能舒服一些 可是冯四看完信之后 并没有针对刘柔 只是叹了口气 然后感慨地说道 她还是没想明白 明明已经说好了 过去的事情就让她过去吧 为什么 吴敬为什么就放不下离开呢 刘柔 你快说 吴敬是朝着哪个方向走的 这封信你仔细看过了吗 我仔细看过了 你真的仔细看过了吗 我已经仔细看过了 你快说呀 吴敬到底去哪了 你不用问我 我也不知道吴敬去哪了 那你还说什么 快让开 有件事情 我可以告诉你 吴敬是被我气走的 我告诉吴敬 我喜欢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希望他跟你分手 冯四突然愣住了 你再说一次 吴敬又说了一次 只听啪 冯四重重的一记耳光 打在刘柔的脸上 也是红着骂道 他为什么这样 冯四浑身震颤 也是跑了出去 刘柔捂着脸 站在原地 低着头 沉默了一会儿 随即追了出去 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十点 刘柔跟着冯四 先去了警局 随后又找遍了整个共城 不过很可惜 两人找了一天 也没有找到吴敬啊 半夜 胡静帮打电话给吴勇 说道 刘柔不是我安排的 我原本以为 冯四见到吴敬 他们两个人能和好 可是没想到 刘柔突然出现了 胡静帮很想 给自己找个理由 同时也希望 吴勇不要放弃冯四 吴勇平静地说道 计划赶不上变化 这种真实的情感问题 比我们安排的 要更有意义 这正是用来 考验冯四的一点 其实 我也早就分析过了 就算刘柔不到共城 胡静也不可能 跟冯四回到江城 为什么呢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582集 无尽的录音 第二天早上六点的飞机 冯四快步从机场出来 刘柔在后面不断地追呀 一边追 也是一边喊他 冯四对刘柔的话是充耳不闻 继续快步朝着马路上走去 刘柔心里窝火 昨天自己好歹也帮忙找了一天 也是累了一天 冯四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呢 冯四 你站住 我不是故意的 你还敢说你不是故意的 你要是不来 吴静又怎么会走 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喜欢 吴静 冯四拉着行李箱 转身快步朝着刘柔走来 刘柔看着站在眼前的冯四啊 也是愣了两秒 心里觉得很委屈 自己也喜欢冯四 为什么冯四那么爱吴静 却又这样讨厌自己呢 刘柔知道自己理亏呀 但是 冯四也是按住了刘柔 说道 大小姐 你不是吴静 没有一个深爱你的男人 而为你而死 你的生活里只有阳光 没有阴霾 你永远也不懂这种感觉 你的爱情 其实和小孩子过家家 没什么区别 冯四说完 拉着行李箱呢 转身前行 刘柔说道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刘柔放下行李箱 猛地扑上前 抱住冯四的脑袋 凑上去 也是稳住了冯四的嘴唇 冯四一马将刘柔推开 也是仗红了脸 怒骂说道 你干什么 我想用我的实际行动告诉你 我可以 你疯了 刘柔和冯四也是四目相对 两人凝视了对方是十几秒钟啊 冯四也是拉着行李箱转身离开 刘柔看着冯四的背影 又说当初连夜从槟城赶回江城那时 冯四也是猛地回转身子 看着刘柔是说道 当初确实很喜欢她 可是她给了她绝望 她让她知道了 付出没有回报 是什么感觉 她让她觉得她爱错了人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她现在的心里 只有无尽 可是刘柔说她已经离开了呀 冯四说她知道 但是她只爱她一个人 不管这辈子还会不会遇到吴京 她希望 刘柔不要再打扰她的生活 冯四拉着行李箱走了 全然不顾站在原地 哭得像是一个泪人的刘柔 原本这次去贡城 冯四以为可以将吴京带回江城 去的时候心里还很不肯定 但是后来呀 事情按照冯四的想象发展 已经越来越好了 可是现在呢 事情却又一次的 被刘柔的戏剧性给搅黄了 冯四曾经将刘柔和吴京 放在心中做比较 可是当冯四看见吴京的那一刻 冯四明白吴京在自己心里 有多么重要 刘柔根本就没办法跟吴京相比 冯四很生气呀 但却也别无办法 这次的攻城之行 注定如同一场噩梦啊 那个人还是离开了 回到江城的第一天 冯四并没有去警局 反倒是副领东主动打来电话 不过冯四没接 此时的冯四啊 根本就没有办案的心情 买了两箱啤酒 将自己锁在房间里 不停地喝酒 希望借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冯四是一瓶接着一瓶喝酒 直到天昏地暗 直到手中的酒瓶再也拿不起来了 冯四眯着眼 身体滑落到地上 也是醉了过去 睡了一整天 直到下午 豪猪做好饭菜 将冯四叫醒 冯四冷冷看向豪猪 让他先出去 豪猪也是说呀 难道他又要闭关三个月呀 冯四将枕头砸了过来 豪猪急忙将房门拉上 走到外面客厅 扭头看了一眼 桌上丰盛的食品 也是叹了口气呀 拿出手机 拨打傅令东的电话呀 哎呀 副队长 冯四现在是一绝不振了 我看他好像没有三个月呀 也是无法清醒过来 打住 打住 你再去跟冯四说一声 书无尽 有话跟他说 你把电话给他 让他接电话呀 吴静的录音 是这么说的 他说冯四 我的李凯和溜柔无关 你别怪他 这是我自己的原因 我还是忘不掉李凯 不过我相信 我们还有再见面的时候 我答应你 在你拿到一等功的时候 我会回到江城来见你 如果那时也是单身啊 我保证我会回来 录音结束 冯四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第二天 冯四来到警局 走进办公室一看 刘柔的办公桌 现在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副队长果然爽快 直接将刘柔 给调离了刑警大队 这也是冯四 昨天拜托傅令东的 豪猪坐下之后 扭头朝着刘柔的办公桌 也是看了三次啊 哦呀冯四 你这样做 是不是太过分了 刘柔的性格 不适合当刑警 把他调去交情大队 每天可以骑着摩托 也是四处跑 对他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了 吴传雄 昨天已经知道冯四 在贡城遇到的事情 也是尴尬一笑啊 哎呀 每个人 都有他的选择吧 柔姐去交警大队 或许没什么不好 而且 可能只是去一阵子吧 冯四猛的扭头 也是看向吴传雄 不是一阵子 只要我在警局一天 我就让他 在那里待一天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583集 8213河口陈诗案 早上十点 副领东将悬案的资料 发到了冯四的电脑上 冯四选择接收之后 将资料打开 也是仔细地看了起来 这是18年前的一桩案子 时间确实够长的 在警界有一句话 悬案放置的时间越久 就越难查 从冯四第一天进入江城公安局 直到今天 查办的好几起悬案之中 还没有一起悬案的放置时间 超过十年 这一桩18年前的悬案 是头一桩搁置时间 超过十年的悬案 冯四知道 这个案子 也是必定十分困难 因此更需要仔细地查看 认真的分析资料上的每一句话 抓住所有的线索 这桩悬案叫做 821三河口沉湿案 三河口是指罗江 大春河 小春河 三条河流交汇的地方 其实大春河和小春河 都是罗江在上游分支的支流 大春河全长大概有30公里 小春河全长大概在20公里左右 三条河的交汇处 有三河口就在滨江区 滨江区是整个江城 比较繁荣的一个区了 它也是江城建成以来 就有的三个区之一 当初 城市还没扩建的时候 滨江区因为靠近罗江 又有大春河小春河 两条河流交汇 而且那几年呢 公路还不发达的时候 货运主要靠的是水路 滨江区建起了很多码头 而且是江城三个区 最快发展起来的一个区 三河口码头当年 算是滨江区最繁荣 也是最大的一个码头 兴建起来之后 根据江城的文献记载 三河口码头最繁荣的时候 码头上有将近200人规模的搬运工 因为那几年的日子不好过 这些在码头工作的搬运工 为了赚钱 养家 也是为了自己的糊口 他们彼此之间呢 就开始抢货物 后来 一个人的力量 也终究是小了 个头小的 被个头大的欺负 大不过 但也希望能够谋求生活 于是这些个头小的 就聚集在一起 久而久之呢 就有了帮派 有了一个帮派 就有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帮派 后来 帮派混乱 矛盾升级 形成一场 码头内斗 最后呢 七八个帮派被拆的 也只剩下三个了 这三个帮派分别是 青龙帮 大春帮 以及小春帮 三个帮派人数上 青龙帮的人数最多 但是大春帮和小春帮的 两位老大 结拜做了兄弟 因此两个帮派 联系在了一起 人数也不少 在码头上形成了 如同位数 无三足 鼎立的局面 而这次的 8213河口 陈诗案 就是发生在 18年前 三个帮派 鼎立的时代 前前后后被陈诗 扔在河里的 总共是五个人 第一个被陈诗的 是大春帮的一个小弟 这件事情 在当时引起了 大春帮和小春帮的华人 帮派成员都吼叫着 要抓住凶手 替死去的兄弟 掏一个公道 第二个被陈诗的 是青龙帮的一个小弟 第三个被陈诗的 是青龙帮的帮主 王剑成 第四个被陈诗的 是大春帮的帮主 黄虎 第五个被陈诗的 是小春帮的帮主 赵开元 原本18年前 警方在查这个案子的时候 认为这是一个 很明显的帮派之间 相争的报复案子 青龙帮的人先动手 杀了大春帮的小弟 紧接着 大春帮的人 又杀了青龙帮的小弟 后来 再次暗杀了青龙帮的帮主 王剑成 青龙帮的兄弟 为了帮王剑成报仇 反过来杀了 大春帮的帮主 黄虎 以及小春帮的帮主 赵开元 可是当警方 仔细地查看过 现场尸体照片之后 也是发现了 一个奇怪的事情 这五个死者 都是一个死法 而且尸体被捆绑的情况 也都一样 甚至连尘尸的地点 都是在同一个区域 这让警方觉得很奇怪 刚开始呢 警方以为这是凶手作案之后啊 模仿上一个作案者 报复性的方式 如果按照这种推理 好一个人 杀了前一个人 五个人先后死去 最后只有一个凶手 而且这个凶手 必定是青龙帮的人 不过就在警方开始 排查可疑对象的时候 案子有了新一步的发现 法医在五个死者的尸体上 找到了同一个凶手的指纹 通过指纹对比 这个人并不是青龙帮 大春帮 小春帮 三个帮派内的人 而是另有其人 因此 这突然出现的指纹线索 不得不让警方换来一个思路 可能在大春帮的一个小弟子后 三个帮派的帮主 秘密商量过这事 可是并没有找出凶手 直到青龙帮的小弟被沉失之后 青龙帮的帮主王剑成 知道了凶手的身份 不过随即 他也被杀死 紧接着 大春帮小春帮的帮主 也是相继被杀 警方通过分析认为 这次的凶手 本来的意图 可能是想挑起 三个帮派之间的争斗 不过他没想到 三个帮派的帮主会商量 共同调查凶手的下落 所以逼不得已啊 凶手就在杀了 青龙帮的一个小弟之后 将三个帮的帮主 全部都给杀了 警方认为 凶手这样做的目的 可能只有两个 第一个 是凶手曾经和三河头码头的 三大帮派结仇 毕竟三大帮派的帮主 在那个时代 也没少干坏事 三河头码头 几乎成了他们私人的地方 不少人都曾报警说呀 三河头码头 有小偷偷东西 还有人勒索钱财 第二种可能 是有一股新的势力 企图控制三河口 这个人想要将三河口的水搅魂 搅起三大帮派之间的内讧 最后不费吹灰之力 将三大帮派给灭掉 贺邦相征 渔翁得利 等到三大帮派受到重创之后啊 凶手再带着自己的势力 进入三河口 完成对三河口的控制 根据资料上的显示 警方当初断定 三河口的案子 只有这两个可能 后来警方一边调查 一边派人在三河口蹲守 结果发现 三大帮主被沉失之后啊 三个帮派 没有帮主 也就兜散了 不过新的势力 也一直没有出现 而且同时开展的 对三个帮主的调查 最后也因为 他们三个人的关系复杂 并没有调查出 是谁会来找他们报仇 久而久之 这个案子 就变成了一个悬案 随着城市的扩建 三河口码头被拆了 在原来的旧址上 修建了桥梁 滨江区的扩展 使得外来的船只 只能在更外面的 其他区域停靠 现在的三河口 已经成为江城的 一个风景点 原来的人和事啊 也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消失了 冯四看完821三河口 沉失案的资料 发现这个案子 确实有难度 但是却也留着线索 这个线索 就是曾经在三河口码头 当搬运工的工人 当年 码头的搬运工 大多都是20出头的样子 这个案子是发生在18年前 20出头到现在 也就是40多的样子 如果案子发生在40年前 甚至是30年前 恐怕都找不到线索了 冯四笑了 因为在冯四心里 并不觉得这个案子 有多困难 甚至可以说 是冯四经手解决过的 悬案之中 最简单的一个案子 不过事实上 却不同冯四想的那样 很快 冯四便吃到了苦头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584集 四人会议 按照冯四的打算 冯四现在需要去找18年前 在三河口码头 当搬运工的工人 因为有这个目的 冯四打开地图 寻找了一下 沿着罗江的码头 最后发现 码头都集中在江北区 沿着罗江 上上下下总共有五个码头 找到了线索 冯四和豪猪开车来到江北区 先后去调查了这五个码头 按照道理说呀 到一个码头需要找人询问调查 至少也得半小时 可是冯四和豪猪在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就走遍了五个码头 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冯四发现自己的思维 有个错误的地方 那就是没有想到啊 这18年科技飞速发展 原本需要人力卸货的码头 现在都已经变成了机械化操作的卸货码头 人力卸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五个码头全都是大型集装箱 这种集装箱 一个就有十几吨 人力卸货根本就不可能 看完最后一个码头 豪猪和冯四走了出来 豪猪打趣的说道 我要怎么样冯哥 发现你要找到线索了吗 难道你没发现 这里的风景不错吗 哎呀 顶着大太阳跟你一起出来 因为你犯了低级错误 导致一点线索也没有找到 你竟还好意思说 这里的风景好 我也是无语了 那个 你欠我的两千块钱 你准备什么时候还呢 哎呀 这个风景好 真好 刚才呀 我是没注意的 现在看起来 这里的风景 还真不是一般的好啊 舒服够了吗 哎呀 够了够了 回到江城公安局 李士涵已经到了 除去刘柔 和休假的赵大宝 原本就显得人少的三队呀 现在显得人是更少了 六个人 也是变成了四个人 风四将资料推给李士海 让他看了一遍 等他看完之后 风四说道 好了 现在 现在我以三队队长的身份 召开全体全员的会议 大家一起商量一下 对于这件 821三河口陈尸案 有什么看法 胡传雄举手说道 风哥 我知道 这件案子 发生在18年前的8月21日 当时正值夏季 夏季雨水多 大春河小春河也会涨水 而且 我要传修 我也知道夏季雨水多会涨水 可是这根案子 有什么关系呢 好哥 你听我把话说完 河水会涨 是因为暴雨季节 雨水比较多 根据现场拍摄的照片来看 死者身上 有多处伤口 人一受伤就会流血 当初这些搬运工 大多都群居在 距离三河口不远的工房里 凶手杀人 而且还沉湿在三河口 凶手动手的地方 必然就在三河口的码头附近 而且 一定是雨夜 为什么 一定是雨夜呢 暴雨可以很快清洗掉凶手 凶杀现场的血迹 可能大家想到 尸体是被沉在河里的 所以就遗忘了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发现尸体的地方 其实 并不是第一凶暗现场 哎呀 不错呀 分析的这么到位呀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点呢 我猜测凶手 在作案的时候 一定考虑到了码头人来人往比较多 就算留下脚印 也无迹可寻啊 你说的不错呀 不过 这也正是我想的一个问题 18年前 江城的公路比较少 陆路运输能力 比起水路 是差了很多 水路运输 成了江城发展的主力呀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三河口作为江城 较为繁荣的码头 每天都有船只靠岸 白天有 夜里也有 如果凶手真是在三河口 杀死了死者 那么 他又如何躲避众人的视线呢 李世海说道 还有一点啊 这次的八二一三河口 陈氏案的受害者 前后加起来 一共有五位 第一位和第二位 分别是大春帮和青龙帮的小弟 两人急急无名 自然不受关注 不过青龙帮的帮主王建成 大春帮的帮主黄虎 小春帮的帮主赵开元 这三位都是当年三河口码头 鼎鼎有名的人物 他们若是到码头 必然会引起各帮派的瞩目 出行 也是有车和小弟跟随 凶手想要在三河口码头 众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杀了这三位帮主 恐怕根本就不可能 没错 老李说的话也正是我想说的话 三位帮主的影响力可不小啊 他们在自己的地盘被人暗杀 却没有一人看见 这根本不可能 那么 这么说来 三河口码头还不是第一凶杀现场 风哥 我觉得至少第一个大春帮的小弟 以及第二个青龙帮的小弟都可以肯定是死在三河口码头 哎呦 刚才不是说了吗 码头人多是不可能的 传雄说的对 凶手杀人的目的 是为了挑起三个帮派之间的内讧 最终导致三个帮派互相残杀 因为这个原因 凶手肯定会想在什么地方杀人 最能够激怒三个帮派的人 毫无疑问 就是在三河口码头 可是 死者都是被沉湿在三河口的河里 就算是在岸边杀了人 最后装上麻袋 沉湿到水里 这河在别处杀人沉湿 难道不一样吗 传雄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 是连环杀人 这似乎并不成立 因为如果杀死第一个人 就能挑起三个帮派的争斗 那么后面就完全不需要再杀人了 只有第二种可能了 凶手应该是故意在现场留下了血迹 而且必然是相当震撼的残忍场景 这样 引得码头上的人员 主动发现沉湿在水里的兄弟 冯四是继续问道 那你觉得 凶手是用什么办法 来吸引三个帮派的注意的呢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八十五集 不会后悔 吴传雄摇头 冯四又问豪猪 豪猪也摇头 李氏还想了想 也是说道 会不会是 在死者身上 割了很多伤口 然后拖着死者的身体 用血迹染红地面呢 老李 你说对了 凶手应该就是利用了死者的血液 拖拽着死者的身体 在地上流下了血迹 不过嘛 从这张照片上来看 凶手杀人 并不是在死者身上 割了很多的口子 他只是找到了一个 能够让死者大出血的地方 冯四指了指照片上 死者的腹部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 死者死亡的时候 腹部有一个很大的伤口 腹部的动脉 血管不少啊 而且靠近心脏 血液流速较快 凶手是死于流血过多 腹部的伤口是致命伤 而且经过警方的判断 这个伤口 应该是被斧头劈砍出来的 风四说道 凶手知道腹部流血量大 而且快 所以故意啊 在这儿砍了死者一刀 你不说 我还差点忘了 男人失血百分之三十 就会毙命 可是如果没有盾气击打 或者枪烧 让死者一枪毙命 仅仅是靠血液流动 那么死者死亡之前 岂不是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反抗 至少他也可以发出尖叫声 让住在附近工房里的人来帮忙 对吧 死者在被砍伤之前 已经被人用手捂住嘴 昏迷了过去 因此就算被砍伤 他也没有感觉呀 哎呀 就算是 那警方到达现场之后 没有发生血迹 这又怎么说 这很简单呢 从案发到警察到达现场 足足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码头上人来人往 工人们为了生活 肯定早就用水 将血迹给清洗干净了 毕竟他们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呀 而且如果闹大了 三河口码头的名声抽了 以后啊 商船都不在这里停靠 他们还怎么赚钱呢 从报警 到警察到达现场 足足用了半个小时 我看了好几遍 没发现上面 有这段时间的记录啊 上面 只有一个接到报警电话的时间 文字里并没有记录 警方到达现场的时间 但是警方在现场拍摄的照片 上面自带时间 你根据这个时间差算一算 前后差了35分钟 哎呀 这照片上还真有时间呢 可是 就算是有时间差 那也不一定能够证明 凶手杀人之后 在现场留下了血迹 而且就算留下了血迹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这跟查案 似乎没有多大的关系啊 现在看起来 确实是这样 不过你别忘了 凶手杀五个人的手法是一样的 同样都是腹部流血过多而忘 而且根据鉴定 死者肚子上的伤口 都是凶手用斧头皮砍出来的伤口 凶手为什么会这么做 他的目的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过呀 没理由啊 如果说前面两个小弟 是死在码头 凶手希望用他们 来挑起三个帮派的战斗 那么 后面三个帮派的帮主 他们的死亡地点 肯定不是在三河口码头 而且案发之后 也没有找到第一死亡现场 要处理这么多的血迹 凶手这不是 在给自己找事情吗 我知道了 除了那两个小弟之外 剩下的三个帮派的帮主 应该都是在暴雨夜被人暗杀 凶手劈开他们腹部 目的是为了让血水尽快流出来 和雨水融合在一起 这样 利用暴雨冲刷 洗去案发现场的血迹 这么一来 凶手作案就干净利落 不留下一点痕迹了 话又说回来 三个帮主平时身边都有人跟着 凶手要暗杀他们 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并不难啊 有钱能使鬼推磨 凶手很可能事先花钱买通了这三个帮主的手下 密密地杀害了这三个帮主 我要是啊 这么一来 咱们不就找到线索了吗 只要查找当初跟这三个帮主身边的人 不就可以查到凶手了吗 资料上写着 当年这三个帮主各有一个管家 不过案发之前 青龙帮的帮主王健成的管家常委 已经辞别回到老家去了 只剩下另外两个管家 不过资料上明明白白地写着 在警方调查他们之前 两个人在茶馆遇见 两个人呢 都掌管着码头的野心 几句话不对付 就开始开枪射击 打死了对方 哦哟 这么一来 线索不就彻底断了吗 确实断了呀 不过这本来就是一桩悬案 我想啊 咱们先别研究那么深远 咱们的推理 未必就是对的 还是先研究一下 这件案子的几个受害者 以及18年前 三河口码头发生惨案之后 几个月的详细情况 我想啊 这样做是最有利于咱们破案的 众人也是点点头 冯四让豪珠和吴传雄 也是上网查资料 随后将李世海叫到一边 因为李世海的人脉很广 冯四希望李世海能够帮忙 找到一个当年在三河口码头当搬运工的工人 李世海离开之后 冯四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 坐下之后 也是松了一口气呀 不经意间 扭头看向刘柔的办公桌 另一边 刘柔站在十字路口 指挥交通 绿灯亮起 看着人群中一对情侣是拉着手 一路有说有笑的样子 心中意酸啊 慕松这对情侣远去 刘柔收回视线 心里是痛苦不堪 刘柔回想起了昨晚 接到傅领东电话的场景 现在回想起来 就算同样的事情 再发生十次 刘柔也会做相同的选择 不会后悔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586章 老李的心思 一道汽车喇叭的声音传来 刘柔扭头看去 李世海从汽车上探出头 正笑着朝刘柔回首 刘柔笑着跑了过去 老李 你怎么来了 我碰巧 从这经过 现在啊 这天热 我知道你在这直前 正好路过 我就给你买了两瓶水 都是冰的 真的吗 老李 有心了 谢谢你 哎 没事 咱们都是三队的成员 虽然你看我 平时挺不靠谱 但是至少做人 我还是有些人情味的 再见 走了呀 刘柔似乎并没有听见 李世海的后半句话 鼻子一酸 也是低着头啊 可是 我现在 已经不是刑警大队 三队的成员了 哎 别哭 你现在只不过是 暂时被调到交警大队罢了 等过几天啊 风似的气消了 我替你说说话 让他再把你调回来 毕竟啊 咱们在一起工作 也半年多了 你和冯四的关系呢 以前那么好 等这段时间过了 他心里的气消了 肯定会想起你的 到时候啊 再把你调回去 刘柔像是一个 没有社会经验的小女孩一样 也是哭了起来 人都有弱点啊 再坚强的人 也有弱点 只不过这些弱点 始终藏在心底 没有人去触动罢了 刘柔就是这样啊 冯四是他的弱点 刘柔希望 冯四能够原谅自己 而人 对于自己渴望的事情 总希望 何人常谈 不过李世海 似乎觉得再这样谈下去 也没有意思了 他讨好刘柔的目的 已经达到了 再待下去啊 就是吃亏咯 也是匆匆地安慰刘柔一阵 赶紧开车走了 下午 下班之后 吴传雄走了 豪猪收拾完东西 见冯四还在电脑前 也是上网查找信息 拍了拍冯四的肩膀 也是说道 哦呀 熊了 这个案子 不是那么好破的 而且这是悬案 关注度比较低 就算你破了这个案子 估计啊 也拿不到一等功 别那么拼命了 走吧 明天再继续来找案子的线索 冯四听了豪猪的话 抬手将自己的手 从鼠标上拿下来 也是扭头看向豪猪一眼 说道 你说得不错呀 如果一个悬案 就给我立个一等功 那确实太过分了 哎呀 行了 既然你也知道 那咱们就走吧 今晚我做动 我请你搓一顿 不 你提醒我了 你先回去吧 我想 我得去找傅领东 谈一谈立功的事情 哎呀 我在楼下等你 没车 我一个人回不去 你先开车回去 我和副队长啊 可能要谈很久 说着 直接将车钥匙扔给豪猪 豪猪看着冯四的背影 随即也是自嘲笑笑 拿着钥匙下楼去了 豪猪以为冯四是太像秘工 太像早点见到无尽 不过冯四却并不是这样像 昨天 冯四研究过一等功 所有的条件 毕竟是一等功 相比于二等功三等功 一等功的条件 有困难许多 而且一等功是需要申报上面批准 就算是副队长 胡副局长 都没有资格直接给冯四 颁发一等功 军警的荣耀 容不得任何人 在其中做手脚 冯四现在去找傅领东谈条件 其实是希望傅领东和胡庆帮 能够适当地放宽条件 虽然一件案子 不足以让冯四容立一等功 但是 总得有个台阶在那儿 不然冯四心里会很空 也是很没自信 冯四来到傅领东的办公室 也是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傅领东的声音 冯四嘴角一勾 傅领东果然是队长啊 工作时间确实要比一般的警员长 而且用心 冯四推门 进入办公室 冲着傅领东说道 诶 傅队长 我有件事 想跟你商量一下 冯四啊 我也正好有一些事情想问问你 不过我手里还有点资料需要填写 你先坐在那里等一下 等我填完这页资料 我再跟你好好说一说 五分钟之后 傅领东将填写完的资料收起来 放在一旁 夜市说道 冯四啊 这次8213河口沉湿案 你有线索了吗 目前嘛 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不过 我们推理出前面被沉湿的两个帮派小弟 他们极有可能就是在三河口码头被人杀害的 当然 这也只是推理 哦 是吗 说来听听 为什么前面两个帮派小弟 是在三河口码头被杀害 后面三位帮主却不是呢 冯四简单将大家的推论 也是说了一遍 傅领东点头说道啊 对 你们推理的没错 确实是这样 很好 继续查吧 我相信凭借你悬案克星冯四的实力 你完全可以侦破这个案子 哎对了 你刚才说找我有事 有什么事 赶紧说吧 我赶时间回家吃饭呢 傅领东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表 他以为冯四只是在查案的过程之中 遇到了一些小问题 大概用不了几分钟时间 不过他并没有想到啊 冯四来找他 是想跟他谈一等功的事情 副队长 我和吴静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吧 我 你应该知道我 我是一个喜欢做事 有目标的人 如果做事没有目标 我会觉得很空虚 所以 我知道了 你这个小子 就是欠一个目标 我告诉你 这次的陈诗案啊 就是一个目标 你只要把陈诗案查出来就行了 不 副队长 你误会我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吴静说我立一等功 他才会回来见我 我想问一问什么样的条件 可以让我拿到一等功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八十七集 申报一等功的条件 傅领东在听了冯四的话之后啊 脸色顿时是阴沉了下来 挪了挪身子 也是说道 冯四 你这句话 我怎么听起来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呢 你的意思是 你想向我邀功吗 不 我只是问一问 什么条件 可以荣立一等功 你这还不是妖功 副队长 请你不要转移话题好不好 你明明知道 我这不是妖功 你为什么一定要说我是妖功呢 我冯四 像是那样的人吗 傅领东和冯四 也是四目相对 只听扑驰一声 紧绷的脸上 终于有了一丝笑容 说道 我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别生气 看来 无尽在你心里 真的很重要啊 冯四是看了傅领东一眼 他并不想在这件事上 也是多做文章 看来啊 当即也是坐下了 好吧 副队长 刚才我的情绪 有些过头了 对不起 没关系 其实 我们还是直接说正事吧 傅领东是愿意 副领东是愣了一下 民嘴说道 好 既然你有这个要求 那咱们就说正事 关于这个一等宫的办法 我也了解过 这呢 是需要先申报 然后让上级批准 才能够办下来的 而且申报的条件 也不简单 绝不是你查办了一个悬案 就给你资格申报 不过鉴于你前面 已经破了不少的悬案和大案 你确实已经有了初步申报 一等宫的部分条件了 冯四是有些不耐烦 说道 你就直接说 我应该怎么做 才能够申请一等宫 傅领东是点点头 说道 你的心情可以理解 我和胡副局长也商量过了 现在呀 算上这个案子 以及档案库里还剩下的两个案子 总共有三个悬案 如果你能将三个案子全都查办 能够破天荒地把江城的档案库的悬案给清空 那么 我想到了那个时候 我和胡副局长就是不愿意呀 也得给你申报一等宫了 三个悬案 是吧 没错 傅领东犹豫了一会儿 感觉冯四的态度有问题 周梅说道 不过 你可不能抱着功利心 用不端正的态度去看待荣耀啊 我没有 你误会我了 不过 不知道副队长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 什么话 不像当将军的士兵 可不是好士兵啊 丢下一句话 冯四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只听砰 房门关上的一瞬间 傅领东是笑了起来 回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 昨晚呢 在拿到无尽的录音之后 胡敬邦就跟傅领东打电话 商量一等宫的事情 胡敬邦太了解冯四了 他知道冯四肯定会为了一等宫的荣耀来找自己 两人预先就设想过了 冯四已经办了不少大案 而且名声已经传播了出去 胡敬邦想过了 只要冯四能够查办最后三件悬案 他就完全具备了申报一等宫的条件 刚才傅领东其实是故意试探冯四 想要看看冯四在被逼的情况下 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现在看来 冯四心里确实是深爱着无尽的 其实呢 傅领东完全不用干这件事 只是莫名地想到刘柔 想到了刘柔的父亲 当年刘柔父亲的死 傅领东还记得 现在回想起来 傅领东的心情仍旧是很复杂 虽然刘柔父亲的死 看上去很正常 属于意外身亡 并不是被人为杀害 但是整个死亡过程 前后啊 有很多的巧合 仔细一分析 刘柔父亲的死 很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凶手的手段极为高明 当年就没有线索 现在想要再查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冯四走出公安局 在外面马路上 打了一个出租车 回到了家 这会儿啊 豪猪早就到家了 两个人的时间 有半个小时差距的样子 豪猪已经系上了围裙 炒了两个菜 看见冯四回来 冲着冯四说道 哎呀 回来了呀 再等个十几分钟 我还有两个菜 一个汤 弄好啊 咱俩就开饭 二十分钟之后 冯四和豪猪举起啤酒 也是碰了碰 两人仰头便喝 也是咕嘟咕嘟 喝了大半瓶 刚把啤酒瓶放下 豪猪的手机便响了 豪猪抹掉嘴上的水字 笑声说道 我老婆的电话 赶紧把啤酒瓶拿下去 不要被她看见了 冯四急忙 将两瓶啤酒 也是捡到了桌下 豪猪呢 也是按了童话捡 两人聊了一会儿 豪猪的老婆 也是挂掉电话 冯四吃了两口 把筷子扔到桌子上 说道 算了 不吃了 哎 你怎么了 为什么不吃饭了 豪猪啊 你老婆怎么每天 都给你打电话呀 给我的感觉 就像是茶房一样 喝个酒 都得躲躲藏藏的 你也是啊 居然还能忍住 你现在还单身 当然体会不到 我这种 有老婆人的感受了 等你哪天 有了老婆 你就懂我的感受了 冯四时叹了口气 拿起一瓶啤酒 独自走到阳台 一边吹着风 一边喝啤酒 豪猪看了冯四的背影 拿起啤酒 跟着走到阳台上 说道 哎 怎么了 不高兴 被我戳中泪点了吗 冯四抬起脚 一脚踹向豪猪 豪猪是急忙躲闪啊 冯四和豪猪也是碰了封酒瓶 仰头是咕嘟咕嘟地喝了一大口 豪猪抹掉嘴上的水渍 也是说道 其实 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伤心 你喜欢吴静 凭你的实力啊 想要荣立一等功 也不是难事 难道你还害怕 吴静不会回来吗 不是 我只是怕他回来 和我见一面之后 就匆匆离开了 哎呀 不会吧 怎么会呢 算了 不说这个了 豪猪 你知道 刚才我为什么生气吗 你提到结婚 我想到我和吴静 赵大宝和杏儿 吴传雄和他老婆 我们六个人之中啊 本来最先结婚的应该是我和吴静 可是现在啊 赵大宝和杏儿结婚了 吴传雄和他老婆 甚至连孩子都有了 我和吴静的关系 却还没定下来 你说 我苦不苦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八十八集 丰富的感情生活 我要不苦啊 豪猪几乎是没有经过大脑的思考 直接说出这句话 冯四本来已经准备接受豪猪的安慰 忽然听见豪猪说出这句话 刚喝到嘴里的啤酒 又忍不住扑的一声喷了出来 急忙是往后退了两步 抹掉嘴唇上的水 也是说道 哎呀 你说什么 本来就不苦嘛 你忘了以前咱们在边境特种兵营训练的时候 你说的话了吗 你说 你想要丰富的情感生活 老胡也知道 怎么 你忘了 估计是老天爷 听到了你的心声 所以就给你安排了一个丰富的情感生活呀 豪猪是没心没肺地大笑了起来 冯四是握紧了拳头 紧绷了神经 看着豪猪一副毫无所谓的表情 看着他仰头喝酒 恨不得马上冲上去给他两拳呢 这驴蛋简直就是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搞得冯四心里是一阵酸 一阵麻 自己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遇到这样一个孙友 后来 冯四决定单方面原谅豪猪这个孙友 这个神经大条的家伙 估计明天早上醒来 就连今晚自己说过什么话 也是都给忘记了吧 一夜大队 第二天早上 闹钟响了三遍 豪猪才起床 开门一看呢 冯四已经穿好了衣服 坐在桌前 也是吃早餐了 看见豪猪出来 冯四急忙说道 来 快过来吃饭了 完了 你自己打车啊 喂 别呀 打车要钱哪 冯四无语地看了豪猪一眼 好在豪猪吃得快呀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就吃好了早餐 两人喝着牛奶下楼 开车来到了警局 工作了一天 开车去几个码头跑了两圈 最终也没有找到任何可用的线索呀 开车回到家 豪猪倒在沙发上 说累了 冯四却爆出电脑 放在桌上 开始继续上网查找 可能跟当年三河口码头陈诗案 相关的线索 豪猪见了 揉着肚子也是说道 哎哟 累了一天了 下班回家你还查什么案子 别查了 休息吧 不 我一定要查 这个案子一定得破 为了一个吴静 你就值得这么拼命吗 值得 我觉得啊 吴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话音刚落 冯四放在一旁的手机 也是响了起来 赶紧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竟然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难道是飞龙打来的吗 冯四是深吸一口气啊 喂 哪位 电话里传出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哦 请问你是业主冯四吧 冯四一听声音反应了过来 这是小区保安的声音 电头说道 是我 请问 有什么事情吗 哦 是这样的 今天有个叫苏瑶的姑娘 拿了一边支袋的东西来找你 她说是她老家的土特产 想要送给你 我说你出去了 下午才回来 那姑娘就把东西放在保安室 让我们替她代为保管 等到您回来之后再给您 现在 您看您要是有时间拿 就下来拿一下吧 冯四是愣了两秒啊 听见电话里传来保安喊话的声音 冯四回过神 冲着电话说道 好 我马上就下来 挂掉电话 豪猪将一瓶保存在冰箱里的鲜牛奶 递给冯四 然后说道 谁的电话呀 小区保安的门卫 苏瑶给我拿东西过来了 我现在就下去拿 苏瑶 他给你送什么东西来了 哎呀 也对呀 你给他介绍了工作 他肯定得感谢你呀 老胡给他找的工作 铁饭碗中的铁饭碗 他是应该好好的感谢你呀 冯四没有搭理这个结了婚的男人 打开门 利用跑酷下楼 十几秒钟的时间呢 便到了楼下 走出了单元楼 朝着小区保安室走去 来到保安室 保安张大哥满脸带笑地说道 冯警官 您来了 这就是那个叫苏瑶的姑娘 留下的土特产 张大哥指了指地上的编织袋 风刺看了一眼 不有效了 这是那种农村 用来喂猪的猪饲料口袋 虽然上面的心希望三个大字啊 显得很吐气 但是不得不说 这种编织袋 确实要比一番的编织袋 也是大了很多 里面塞的是满满的 正好显示出苏瑶浓浓的情意啊 关于苏瑶 冯四是知道的 这个女孩子啊 没什么心眼 人挺实在 也是乐观积极 冯四冲着张大哥一笑 也是说道 哎 张大哥 麻烦您了 我呢 这就把东西拿走 行 不麻烦冯警官 要不 我给你抱起来 放到背上扛着吗 不用 我自己来就好了 冯四淡然一笑 走上前 伸手抓起地上的编织袋呀 如同拎小鸡一样 回到楼上 冯四将肩膀上的编织袋 也是放了下来 豪主是激动地冲上前呢 他毫不客气 直接将编织袋口子 也是打开 低头一看 也是兴奋地说道 哎呦 香肠 腊肉 土豆红薯 这么大的一个红薯 还有两只风干的野兔 这也太多了吧 冯四 你说 苏瑶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不然干啥给你送这么多土特产呢 可能是工作的事 哎 对了 老胡也有功劳 土特产呢 你分一半 明天给老胡带过去 哎呀 熊棒 咱也不是个抠门的人 我把它分拣一下 然后装起来 明天 咱给老胡带去一半 为了让自己显得不在乎 冯四没有过多的询问土特产的事情 而是走到了客厅 坐在沙发上 本想继续在电脑上 查看当年三河口码头三大帮派的资料 可是冯四的手指 是刚敲了一下键盘 便停了下来 冯四收回手 深吸了一口气 苏瑶的笑脸浮现在脑海之中 这让冯四完全没有办法专心查案啊 竟然不由自主地会将苏瑶和吴静放在一起对比 心里竟然隐隐有些愧疚的感觉 也不知道是因为吴静 还是因为苏瑶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晚上 冯四坐在床边 翻看手机上苏瑶的照片 想了想 点开了电话铺 翻出了苏瑶的电话 冯四很想给苏瑶打个电话过去询问一下 可是转念一想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 苏瑶可能已经睡了 而且就算没有睡 自己打电话过去 又该说些什么呢 难道要很生硬的说几句感谢的话 寒暄几句让双方都觉得尴尬吗 想了想 冯四干脆将手机扔到了床头柜上 关上台灯躺在了床上 脑子里面装着事情 冯四是睡不着觉 辗转反侧 好几次侧身看向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 好几次 冯四的脑子里冒出了起身下床 去将手机给关机的想法 不过每次当冯四快要去实践自己想法的时候 冯四心里一软 又主动放弃了 二十分钟之后 叮的一声 冯四是翻身坐起 扭头看向了床头柜上的手机 急切地将手机拿过来看了一眼 果然 短信是苏瑶发来的 冯四划开锁平一看 苏瑶说道 冰城大侠 不知道你睡了没有 如果睡了 那就算了 不过明天早上起来 你一定要去保安室看一看 我给你送来了一袋土特产 感谢你替我找到一个好工作 我妈妈说 做人不能忘记别人的安静 冯四点了一下输入框 正想打字 想了想 干脆退了出来 直接翻出苏瑶的电话 打了过去 读 电话只是响了一声 苏瑶便接了电话 喂 冰城大侠 你睡了吗 睡了 还能给你打电话吗 那倒也是 对了 最近你忙吗 我最近正在调查一个悬案 对了 上次你给我打电话我没接 其实 因为我有事 希望你能够理解 我知道 你是一个很负责任 尽职尽责的人民警察 冯四听着苏瑶说话呀 脑子里 想起了夕阳下 自己和吴静 坐在天台喝酒的场景 心里忽然生出了一种罪恶感 忍不住说道 哦 时间已经不早了 如果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就挂了 别 我给你打电话 其实是想 为了在饭店的工作 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可能还会在游乐场 受到排挤 冰城大侠 你真是我的幸运星 多谢你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咱们是朋友 对吧 嗯 对了 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息 不要影响你明天的工作 晚安 之后 苏瑶便挂断了电话 听见嘟嘟声的一刹那呀 冯四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心里却又冒出一丝不舍的感觉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可能是因为苏瑶长得漂亮吧 冯四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 不过接了苏瑶的电话之后 冯四的心却是平静了许多 倒在床上没一会儿的功夫 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 冯四和豪猪赶到办公室啊 此时 吴传雄和李世海都还没来 办公室里是空无一人 豪猪发出了一声惊叹 随即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再次发出了惊叹 冯四摸了摸鼻子 也是说道 你惊叹什么 工作了 咱们提前了种种半个小时 现在 甚至连以往来到办公室最早的 吴传雄也没来 咱们真是够早的了 不早了 咱们只是提前了半个小时 我记得传雄最早一次啊 提前了四十分钟 现在他是因为家里有老婆有孩子 所以肯定会来得晚一些 但是咱们三队这种早到的习惯 必须要养成 现在啊 就靠咱们的了 冯四不再搭理豪猪 开始自己认真地工作了起来 在网络上寻找关于当年三河口码头帮派的资料 昨天 冯四虽然没有找到线索 不过却查到了一个帖子 这个帖子 是转帖 是一个曾经在三河口码头当过搬运工的人发布的帖子 现在很多网站呢 上网发帖都需要绑定身份信息 冯四将昨天那个帖子打开 截图发帖人的昵称和头像 随即联系了网站负责人 希望网站负责人能够将帖子主人的身份发给自己 很快 网站负责人就回复了 将对方的身份信息资料也是发了过来 姓名 马绍文 年龄 三十五岁 职业 自由职业 家住江城市 滨江区 西河大道 东段三零一号 旁边的照片位置上 出现了一张 马绍文的二寸照片 冯四是仔细看了两眼 随即 摸出手机 给马绍文打了过去 电话响了两声 马绍文接了电话 冯四听到马绍文四周传来建筑工地嘈杂的响声 也是说道 请问你是马绍文吧 对呀 您哪位 哦 我是江城公安局的 有事情想找你了解一下 请问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方便配合我们调查吗 公 公安局 我 警 警察叔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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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犯错呀 你们不能冤枉好人 这 这是不是搞错了 冯四理解马绍文现在的心情 一般普通的老实人哪 一辈子也不会跟公安局打交道 听见说是公安局打来了电话 心里肯定是害怕呀 冯四安慰他说道 没事 你没犯事 就是现在有个案子 需要你配合一下 你看什么时候方便 我们到工地来找你 还是你到警察局来 聊了将近十分钟 马绍文是终于说出了他工作的地点 冯四是赶紧叫上豪猪 一起来到工地 到了工地呀 冯四询问保安室的人 保安室的老大爷说应该在工地上 马绍文是谁 他也不认识 让冯四自己去找找看 冯四谢过老大爷继续往里面走 抬头就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也是迎面走来 男人嘴里叼着烟 一边走 一边喷着烟雾 虽然距离得远哪 不过冯四还是一下子就认出 这人就是马绍文 马绍文统治 你好 警察统治 我 我 我没犯事 走吧 别怕 我们只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九十几 帮派之战 为了照顾马绍文的情绪呀 冯四并没有将他带回车上 而是将他带到了保安室 马绍文以前也和保安室里看门的老大爷打过话 算是半个熟人 这会儿见了面呢 马绍文是赶紧逃出烟事递了过去 老大爷接过烟 惊讶地说道 原来你就是马绍文 是啊 大爷 我就是马绍文 这两位警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打电话说 找我了解情况 哦 老大爷 你们别误会 马绍文真的没犯事 我来找他呢 就是想问他几件事情 警察说 统治 你们有什么事情 你在网上发的那个帖子 你知道吗 哪个帖子 就是三河口码头那个转帖 那只是我的一个转帖 我不是原帖子的主人 我知道 不过 既然你转载这个帖子 那你应该知道 当年三河口码头的事情吧 哎呀 不不不不 警官 我不知道三河口码头的事情 冯四知道 马绍文会这样回答 头也不翻地 翻开手机上面的资料 说道 关于那个三河口码头的帖子 里面提到了三河口码头 曾经的三个帮派 这个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啊 嘿 既然你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转发 我一时守华 就转发了 转发可不是点赞呢 需要好几部程序 马绍文是个工人出身 没什么心思 直接说道 好吧 我确实知道一些 关于当年三河口码头的事情 不过我发这个帖子 就是 很崇拜当年的青龙帮帮主 王剑成 并没有其他意思 没事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你崇拜谁 只要你不去打架 斗殴欺负别人 这不算什么 这么说 我转发这种帖子 不算犯罪吗 我说过了 帖子本身没什么问题 因此呢 你转发帖子 也没有任何问题 那就好 吓死我了 哎 对了 你说你崇拜当年三河口码头 青龙帮老大的王剑成 我能不能问一下 你崇拜他什么呢 之所以这么问 其实是因为逢死心里清楚 当年的案子 想要查到直接的线索 已经是不太可能了 只能够用间接的办法 先查到一些跟案子相关的人的性格 或是生活环境有关的事情 这样可以方便推理当年的事情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虽然傅领东提供的资料上 也有当年青龙帮王主王剑成的资料 不过资料太少 不足以让人推测出王剑成的性格 马绍文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嘿嘿一笑 因为听了冯四的话 他放轻松了很多 说道 我就是崇拜王剑成讲义气的性格 警官 不瞒您说 三河口码头曾经的事情 我以前也听人说过 这个青龙帮帮助王剑成 确实是个大好人 手底下哪个兄弟家出了事情 需要钱 只要王剑成知道 每次都会慷慨解囊 兄弟们都很尊敬他 而且王剑成为人是豪情万丈 三次帮派之争 他都冲在最前面 确实是个有情有义的热血真汉子 对的 你刚才说三次帮派之争 这是什么情况 哦 我听说 当年三河口码头 三大帮派之间发生过内讧 三个帮派之间 前后发生了三次帮派之争 最后局势才稳定下来 王剑成独自掌控青龙帮 大春帮的帮主黄虎和小春帮的帮主赵开元 拜把子 结尾的兄弟 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三河口码头之争 这才稳定下来 是吗 哪三次帮派之争呢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当初发生过三次帮派之争 不过嘛 当年我也只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 三河口码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也不太清楚 哦哟 这回 算了 我们走吧 回到车上 好主事叹了口气 这回又没找到线索 谁说没有线索 这不是查到了当年三大帮派之间 发生过三次帮派之间的争动吗 是啊 可是难道你没听马少文说吗 三次帮派之争后 三河口码头的局势才稳定下来 也就是说三次帮派之争 唉 大春帮的帮主黄虎和小春帮的帮主赵开元 才结拜成了兄弟 资料上介绍了黄虎和赵开元结拜 是在案发三年前 也就是说 他们结拜之后过了三年 才发生三河口陈氏案 两件事情基本没有什么关系 唉 你太片面了 每一件事情都有背后的原言 我记得公安系统里有个案子 媳妇杀了公公 因为一直不堪公公的骚扰 媳妇忍了十年 终于拿起菜刀杀死了公公 很多作案的都是普通人 他们都是被逼到没有退路 所以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 他们心中的仇恨是一点点积蓄而成的 积蓄仇恨力量的时间也不容忽视 咱们得深挖线索 而且这个案子还有个特点 刚拿到案子的时候 咱们也想过可能是三个帮派之外的人 想要一统三河口码头 所以故意设计杀了三个帮派的帮主 18年前办案的前辈跟咱们想的一样 他们蹲守了两三个月 最后意外发现并没有势力进入三河口 如果不是贪图三河口码头这块淘金的地方 对方为何会杀人呢 因此我猜想 凶手就隐藏在这三个帮派之中 可能祸患就是从三次帮派之中开始的 两个曾经打过架的兄弟 以后就算和好也会心生芥蒂 三大帮派呀 肯定也是一样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591集 三人的密谋 开车回到警局 冯四继续上网调查 这一次 冯四直接跟网站的负责人联系 让他们提供原帖子发帖人的个人身份信息 可是这一次 得到的回复却是 没有原帖子发帖人的详细信息 原因很简单 网站登陆用户的身份绑定 是在这两年才流行起来 而在几年之前 身份绑定并未实现 而原发帖人最后一次登陆网站 是在三年之前 当时创建账号 并不需要绑定身份信息 因此没有办法确认这个人的信息 不过呢 冯四也是收到了一个IP地址 根据这个IP地址 冯四查到当年发帖人登陆网站的地方 正好就是在滨江区 这说明发帖人就是滨江区的人 不过三年来 滨江区的发展很快呀 当年发帖的人是在一个叫热血网咖的网吧里登陆的账号 而现在这个名字叫热血网咖的网吧 早已经因为经营不善而停业了 原来的网吧铺面 已经变成了一家卖饺子的铺面 两者扯不上任何关系 现在啊 冯四知道彻底不可能找到原发铁人 顿时像是一个泄了气的皮球 用手撑着额头 也是哀声叹气呀 哎 怎么了 查不到信息呀 哎 别烦我 让我好好想一想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找到线索 吴传雄停上 手上敲打键盘的动作 也是说道 冯哥 有件事情 我想跟你说一下 冯四愣了一下 平时 吴传雄在办公室里 是最安静的存在 只要别人不叫他 他是不会主动开口 今天主动说有事情 这确实让冯四感到惊讶 也是说道 什么事情 你说吧 其实 我觉得柔姐 行了 刘柔的事情 就这样吧 我不希望再听见谁在提他的名字 认真工作 就这样 别说了 冯四是转动座椅 扭动身子 面向电脑又开始查找起 关于当年三河口码头的线索 吴传雄看向豪猪 这话其实是豪猪让他说的 豪猪知道 吴传雄也是无奈 冲着吴传雄递了一个安慰的眼神 随即拿起线紫质的文档 开始翻看了起来 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 下班之后 冯四回到家 抱起桌上的电脑 也是继续查了起来 豪猪看了一眼冯四 扭头看了一眼窗外 西沉的太阳 抹掉额头上的汗水 打开冰箱 拿出了一瓶可乐 一瓶牛奶 放在冯四的面前 哎呀还查呢 查一天了 休息一会儿吧 多谢 查了一天呢 今天总算有一些收获了 我查阅了很多网站 现在终于查清楚 那三次帮派之争 这第一次啊 第二次 其实都是因为青龙帮里 出了一个叫罗庆林的人 原来当初黄虎和赵开元 很容易得到了大春帮和小春帮帮主之位 帮里没人跟他们争抢帮主之位 不过青龙帮内部就不一样了 青龙帮因为人多的原因 内部逐渐形成了两股势力 一股是以罗庆林为主的势力 一股呢 是以王建成为主的势力 王建成当初一直是罗庆林的小弟 罗庆林这个人也没什么脑筋 有的只是一身江湖气 他也没什么心眼 待人很是诚恳 一直以来 青龙帮里罗庆林的呼声很高 相比之下 王建成的呼声就小了很多 罗庆林这个人没心眼 王建成几次派人想要故意刁难罗庆林 结果罗庆林是全然不顾 甚至还把王建成当成了自己的心腹兄弟 罗庆林曾笑着王建成的肩膀告诉王建成 如果自己成功当上青龙帮的帮主 一定让王建成当副帮主 王建成和罗庆林相比就要阴险多了 他知道帮派里有很多罗庆林的手下 这些人如果不服从自己 那么自己就算当上帮主 也是没用啊 因此呢 王建成也是借颇下驴 当即就跟罗庆林单膝下跪叫大哥 后来 罗庆林被人发现杀死在家中 当时因为罗庆林的身上插着一把斧头 青龙帮的人都认为啊 是大春帮的人干的 因为大春帮的人只用斧头 王建成是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青龙帮的老大 带着青龙帮的人一起去找大春帮的人讨说法 那会儿呢 黄虎和赵开元是关系不错呀 赵开元也知道纯王齿寒的道理 三个帮派就拉开架势打了一场 第一次帮派之战到了最后啊 大春帮也没人站出来承认 谋杀罗庆林的事情 后来半个月之后呢 大春帮的一个小弟突然主动的承认 自己就是谋害罗庆林的人 不过他是受到黄虎指使 青龙帮找上门 黄虎请求赵开元帮忙 赵开元是欣然接受啊 就这样 三个帮派之间的第二次帮派之战就开始了 帮派之战最后的结果是杀人的小弟被杀 这事表面上平息了 但是过了不多久 青龙帮的一个小弟被大春帮的人打了 王建成为了巩固自己在青龙帮的地位 故意以此为借口挑适 第三次帮派之战也就开始了 这次的帮派之战 资料上说王建成的目的是灭掉大春帮 可是结果却适得其反啊 大春帮不仅没被灭掉 因为小春帮赵开元的三次帮忙 黄虎对赵开元是感恩戴德 于是二人也是败把子成了兄弟 青龙帮虽然是三个帮派之中人数最多的帮派 不过大春帮和小春帮联盟之后 青龙帮也拿两个帮派没有办法 局势呢 也就这样慢慢地稳定了下来 这就是冯四花一天时间 在网上查到当年关于三大帮派之战的内容 结合了821三河口陈师案的资料来看 冯四发现这其中有一个惊天密谋 王健成 黄虎 赵开元 三人曾经密谋筹划三次帮派之战 因为资料上显示啊 前两次陈师案发生之后 三大帮派的帮主曾经秘密见过面 三人希望能够找出幕后的真凶 按理来说 如果三人的关系一直很差 他们又怎么可能秘密相见呢 其实这也是一个被封锁的秘密消息 这是当年黄虎的一个贴身小弟 郑杰讲出的话 这其实是三大帮派之间的核心机密 如果三个帮派的帮主都活着 这消息是不可能传出来的 不过三人都死了 警方询问当年情况 郑杰也就说了 因为有了这个线索 冯四结合两个资料来看 发现了当年王剑成 黄虎 赵开元三人的野心 王剑成跟黄虎和赵开元交好 罗庆林和两人关系 则一向僵硬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三个各自有目的的人 自然而然就走到了一起 那么这是否 就是一场帮派仇杀呢 有人看出了三人的秘密呢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592章 大丈夫 根据现在得到的资料 冯四心里推测 三大帮派的帮主 被人杀害陈师 这件事情极有可能是 帮派内部的人所为 有人看出了王剑成 黄虎 赵开元三人的秘密 而且这个人 很可能就是青龙帮的人 毕竟根据资料显示 黄虎和赵开元 当初很容易就取得了 大春帮和小春帮的帮主之位 两个帮派内部 也没有出现内斗的情况 只有青龙帮内部 出现了分支 分别支持罗庆林 和王剑成的两部分人 在支持罗庆林的成员之中 也有不少是青龙帮的元老级成员 罗庆林要是坐上了帮主的位置 这些人以后肯定能够混得顺风顺水 他们当中肯定有不少人 已经在脑海里设像过 关于未来奢华生活的想象 然而 想要过上想象中的生活 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将罗庆林 扶上帮主之位 冯寺查过罗庆林的资料 发现这个人并没有什么脑筋 他有的只是一身江湖气 这种人特别容易被人利用 因此也不排除青龙帮内部 有人想要利用罗庆林的可能 这么一来 这个案子就能够看得很清楚明白了 王剑成和黄虎召开元三人 谋划密谋 杀死了罗庆林 然后将事情的起因 推到大春帮身上 这使得大春帮不得不团结一致啊 大春帮又找小春帮帮忙 这也使得小春帮的成员 不得不团结一致 三次帮派之争 可以帮助三位帮主建立威信 由此一来 三个人都坐稳了帮主之位 笼络了帮派成员 原本各帮派之间互相计较的成员 现在因为帮派之战都团结到了一起 原本的计较也都消失了 人心被三位帮主收买 可以说他们三位帮主 是三河口码头的大赢家 不过他们三人却没有想到啊 秘密被泄露了出去 让曾经想要躲在罗庆林背后的某些人 失去了原本应该属于他们的权利 这使得他们很不舒服 所以想要故意挑起帮派之间的战斗 最终杀死了三个帮派的帮主 冯四觉得自己的推理是合情合理的 也是成立的 凶手应该就是当年在青龙帮中 也能说得上话的元老级人物 这个案子就这么简单 不过豪猪听了之后却并不太赞同 周梅说道 冯四啊 你的推理初看之下确实很有道理 而且也和案子的过程很是贴切 不过你想过没有 如果青龙帮之内真有人杀人陈施 将三个帮派的老大全部做掉 那他为什么不再做掉他们之后 成为三河口码头新的老大呢 据我所知啊 当年三河口码头发生陈施案之后 原本的三个帮派自动解散了 一部分人走了 一部分人留了下来 直到三河口码头被禁止停靠 也没有出现过新的老大 如果真按照你所说 这个青龙帮的元老级人物 既然有本事杀人 那他为什么要在杀人之后 放弃一桶三河口码头的机会呢 逢四哑然 说不出话了 豪猪说的话确实很有道理啊 自己只考虑到了凶手杀人的动机和理由 可是没有考虑到杀人之后 三河口码头并没有出现 新任的老大 如果这位青龙帮元老级的人物真的存在 他杀了三位帮主 无非就是一桶三河口码头 可是他却销声匿迹 再也没有出现 现实情况和动机相互矛盾呢 冯四的推理自然而然不能成立 豪猪拍了拍冯四的肩膀 也是说道 哎哟 你也别失望 这个案子本来就是一个悬案 那么容易就能查出来 他就不叫悬案了 在上面耗费时间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过嘛 你有些太过了 工作和生活不分 这样不行 休息休息吧 豪猪本以为冯四会反驳自己 可是没想到冯四竟然出人意料地 说了一个好字 打开了电视 豪猪不知道 一个失落的人 最容易被别人的话所影响 冯四知道自己一天的努力白费了 心情难免会失落 所以冯四也是听了豪猪的建议 吃饭的时候 豪猪告诉冯四 现在不用太紧张查案 已经派老李出去打探消息了 老李绰号万事通 人脉广 相信很快就能找到线索 到时候再查也不晚啊 大丈夫 能屈能伸 该当缩头乌龟的时候 咱们就得当缩头乌龟 人总有走备孕的时候 谁都一样 豪猪 你说这话 是因为嫂子吗 豪猪哑然 本想借机发泄一下呀 结果没想到被冯四 一下子戳中了内心的痛处 只能低下头 夹菜 爬饭 冯四看豪猪有些反常 也是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 你和嫂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 我很关心 不用你关心我 我好得很 不就是扣了我这个月的零用钱吗 哎 大叔啊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想说的是 我很关心你借我的钱 大丈夫是能借钱能还钱 你不会告诉我 这个月你还不能还钱吧 还 我先给你一千 剩下的一千呢 下个月再还 我就知道你小子会这样 借钱的时候孙子 还钱的时候大爷呀 哎呀 多少年了 你大爷 还是你大爷 第二天早上 冯四和豪猪刚到警局 胡传熊便说老李刚刚打电话给他 说查到了一些线索 等会他就过来 让冯四和豪猪暂时不要离开公安局 冯四和豪猪对视一眼呢 也是笑了 早上九点半 老李来到办公室 四个人拉凳子 也是聚在一起 老李说道 我去调查了一下 当年三河口码头的事情 一个朋友说呀 他以前和一个在三河口码头当搬运工的工人是好朋友 那人是个外地人 他刚来江城的时候没朋友 一次偶然就和我的朋友做了朋友 老李说 这个人叫张城 当年大春帮的帮主黄虎看他体格好 就让他跟着自己干 因此呢 张城有机会接触到黄虎 也知道一些较为内部的消息 黄虎一直将张城当做兄弟 黄虎也没跟别人说过王建成的事情 却在一次喝醉酒之后告诉张城 王建成是他和赵开元一手扶上青龙帮帮主之位的人 三人之间呢 三人之间呢 有着秘密的来往 其实在三大帮派之战后不到两个月 王建成黄虎赵开元三人密谋的事情 便已经被青龙帮帮派内部的两位元老及成员 一位叫贾强 一位叫赵星文的知道了 这两个人原本是竭力要扶持罗庆林坐上帮主的位置 结果遇到了这件事情 两个人心里啊 也是都有祸气 听说后来两人在秘密 在青龙帮内部发展他们的势力 后来被王建成给知道了 结果就买通了杀手 将他们两个人给杀死了 冯四是眉头紧皱啊 也是说道 这么说 亚强和赵星文两人在没有成事的时候 就已经被杀了 倒不对啊 这应该是大事啊 就算两人没成事 他们好歹也是青龙帮元老级别的人物 两人的死按理来说会引起帮派内部的轰动 怎么此事资料上没有呢 这个我当时也好奇 不过我那个朋友也没说 但是我怀疑王建成在派人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将这事啊 推给了走水路运送毒品的贩毒团伙 冯四 冯四也是惊讶呀 那个时期有人走水路贩毒品 冯四只想着码头的事情啊 却忽略了罗江江面上的事情 仔细一想 当年陆路不发达 走水路自然而然成了运输的主要途径 各类的货物 瓷器 盐 烟酒等等 都是从水上进入江城 走水路贩毒也不是不可能 吴传雄说道 我想起来了 我在公安局的资料库里 确实看到过一个16年前侦破的水路贩毒案 当时的几名毒贩挟持了人质 将船悬停在核心拒绝上岸 这样和公安干警僵持了起来 后来毒贩甚至大言不惭的 要求要一辆车 两百万现金 后来警方趁他们注意力分散的时候 将几人击毙了 哎呀 这种人确实该死 不过我很好奇啊 这个贩毒品的人 和我们现在查的这个案子 有什么关系呢 老李摸着下巴想了想 夜市说道 这个案子 会不会本身就是一个找不到凶手的死案 按上三河口码头帮派之争 后来呢 凶手想要联合罗江上走水路的人 一捅三河口码头 结果触怒了走水路的毒贩 因此毒贩杀了他们 哎哟 毒贩杀了密谋 杀死三大帮派帮主的人 然后 毒贩又被打死 也就是说 这个连魂案的最终凶手 已经伏法了 冯四看向吴传雄 也是说道 传雄 你觉得呢 我觉得豪哥的说法不太对 按照豪哥的说法去推 凶手有能力杀死三大帮派的帮主 这证明凶手背后有不小的势力 像是一个帮派的元老 但是凶手在杀人之后却没能力一捅三河口 反倒要去找毒贩联手 感觉像是一个自明得意的帮派小弟 前后两个身份是完全不同 差距太大了 不太可能 没错 我的想法和传雄一样 凶手能够杀死三大帮派的帮主 这本就证明 凶手本身是拥有着很强实力的帮派元老 这样的人啊 不可能需要去找外人来帮忙自己管家的事情 仔细想一想 其实这个逻辑前后是矛盾的 因此不成立啊 豪猪逢死吴传雄三人 再问老李有没有别的线索 老李摇头说没有了 冯四得意的学问道 诶 那张成呢 当年三大帮派的帮主被杀之后 他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吗 这一点我知道 张成是在三大帮派的帮主被杀之前两个月就离开了 应该是回到他的老家去了 他不是在三大帮派的帮主被杀之后离开的吗 不是 陈诗案发生之前 他说收到老家的来信就匆匆回去了 原来如此啊 冯四点头 让老李再去调查当年的情况 老李走出办公室 直接开车去了刘柔直勤的地方 这几天 虽然刘柔被调到了交警大队嘛 不过刘柔却并没有忘记冯四 因为没有这件事 冯四也是没有被刘柔记恨啊 刘柔心里一直将自己当成是刑警大队三小队的一员 每天通过和老李联系 来了解冯四和三队近期的情况 在得知三队最近正在调查一桩悬案之后 刘柔让老李印了一份资料给自己 虽然这个案子跟刘柔没什么关系 不过刘柔却将他当成了一场试炼 毕竟自己跟着冯四也有一段时间了 刘柔想要试一试 看看自己的推理能够和冯四吻合多少 当然 其实办案只是刘柔的想法之一 同时 刘柔还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通过这个案子 故意和老李拉近关系 进而了解冯四现在在公安局的情况 刘柔心里最不舍的 还是亲手把他调离三队的冯四 有些事情真的就是缘分 刘柔现在很后悔当初喜欢上周正军 而对冯四的爱情视若无睹 也恨自己的任性 为什么就是不肯在冯四 为自己从槟城连夜回到江城之后 给他一个机会 生命之中 真正让你觉得值得的那个人 可能正是当初你错过的那个人 这是一个遗憾 不过刘柔不愿意让他变成遗憾 他想要跟冯四在一起 这个愿望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烈 老李把自己查到的情况简单跟刘柔说了一下 刘柔点点头 敏嘴说道 那他呢 他还是老样子 为了能够和吴静相见呢 每天拼命地查案 知道了 谢谢你老李 不客气 不客气 刘柔看着老李开车离开 心中是隐隐作痛啊 吴静的存在对刘柔来说 显然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不过好在现在吴静还没有回来 自己还有机会 刘柔始终觉得自己还有机会 老李也说他还有机会 刘柔满脑子都想着逢死 他甚至不知道 以前和自己关系并不太好的老李 为何会愿意帮助自己 其实 老李在得知刘柔的家庭情况之后 心里一直很怜悯刘柔 他自己的女儿 也和刘柔差不多一般大 出于同情和怜悯 老李决定要尽力帮助刘柔 办公室 冯四在网上找了一天的资料 并没有找到更多 关于当年三河口码头的资料 太阳西沉 下班的时间到了 吴传雄收拾东西离开 冯四贪坐在椅子上 心中是一阵失落呀 豪猪安慰说道 哎呀别回去 只要咱们努力啊 案子早晚能破 回到家 冯四并没有继续在电脑上查找线索 而是打开电视 挑换了几个台 突然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画面 立即引起了冯四的注意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 第594集 张成的尸体被发现 冯四无意中调换的这个电视频道 正是江成的新闻频道 只见电视屏幕上 一个女主持人正在说话 而在她旁边出现了一个照片 这正是三河口码头的照片 女主持人说道啊 今日 三河口码头 原码头的拆除工作出现了惊人一幕 当挖土机将原本水泥地面敞开之后 下面露出了一具被黑布包裹着的尸骸 工作人员在拆解黑布的过程中 发现和死者一起被包裹在黑布之中的 还有一个被封存完好的瓶子 画面切换到案发现场 三河口码头四周 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当地的百姓啊 是纷纷前往观看 站在警戒线之外守候 画面切换到了警方解开黑布的场景 可能是为了不让尸骸曝光 警方即将拆开黑布之前 画面再次发生了切换 一个戴着白手套的警员 手里拿着一个封存完好的瓶子 字幕上显示出 瓶子里存放的东西 疑似死者的资料 里面呢 放的是一张照片 以及死者详细的出生和死亡时间 另外呀 瓶子里还有一个没有万代的电子表 熬猪看封死看电视看得发愣 走过来也是朝电视看去 周梅说道 哎 死者叫张成 这个张成 难道就是老李说的曾经是黄虎心腹手下的张成吗 那个瓶子里装着张成的出生死亡时间 还有一张照片 那不是二队的吴国林吗 瓶子完全没有心情管豪猪在说什么呀 直接摸出电话给老李打了过去 很快老李接了电话 也是说道 我讨论 什么事 老李 今晚的新闻看了吗 没时间呢 我在做饭 什么新闻 三河口码头原本的老旧码头 在拆除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具尸体 在尸体旁边还有一个瓶子 这个瓶子里面装着的资料显示死者叫张成 上面有张成的具体出生时间 死亡时间 疾惯 以及一张黑白照片 张成 不错 你那个朋友能不能提供张成的照片 我想对比一下 看看死者究竟是不是张成 关了电话 冯四脑子里是思绪飘飞 心底暗想 到底是什么人杀了张成 将他封存在地下 而且竟然还将张成的出生死亡时间 集罐等信息一起放到了瓶子里 这个凶手这样做 到底有什么目的 豪猪回道 二队去现场查看了情况 我看这个张成啊 很可能就是老李今早提过的那个张成 你想要知道详细的情况 得给二队的吴国林打个电话问一问啊 冯四想的也跟豪猪一样 赶紧拨打电话给了吴国林 几秒钟之后呢 吴国林接了电话 说道 喂 冯哥 什么事 吴队 有件事情 我想问问你 今天你是不是带着人去三河口码头了 对 今天接到消息 那边动工的时候啊 挖出了一具尸体 当时现场的人报了案 我带着人过去查看 发现黑布下面确实是一具尸体 哎 你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电视台播放新闻了 吴国林说话的时候啊 有几分得意的意思 冯四对吴国林也算是了解 心里很清楚啊 吴国林和豪猪一样 也是都喜欢出风头 不过嘛 查案也是一把好手 这种人不喜欢出别人的风头 喜欢出自己的风头 属于硬汉一类 冯四没时间攻为吴国林 直接说道 吴队 我们三队最近接了一个悬案 我想我和你需要好好沟通一下 不是吧 冯哥 你别说你接的悬案 就是档案库里面那个三河口码头陈诗案吧 十八年前的案子 那可是硬枯头 没这么巧吧 哎 有缘无处不相见呢 碰巧啊 我接的就是这个硬骨头 不好意思啊 吴队 只能让你忍同割爱了 哎呀 为什么好事总是让你们三队摊上呢 冯四和吴国林都知道 一个新的线索 对于一个悬案来说 有多重要 可能曾经的三年五年 一直没破的悬案呢 后来突然找到了一个关键线索 结合案子一分析 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 悬案甚至可能比普通案子还要简单 很快就能侦破了 侦破悬案和侦破一般的案子不一样 悬案本身知名度很高 而且以后对警员的介绍之中 也可以多写一句 曾经侦破叉叉叉大案 好歹也算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不过吴国林呢 还是将案子让给了讽子 详细地说了案发现场 见到尸体和瓶子的情况 毕竟吴国林只是一个 喜欢出自己风头的人 案发现场的情况 和电视报道的基本相同 不过有一些是没播出来的 其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在瓶子里的资料上面 不仅详细地记录了张成的死亡时间 甚至还说明杀害死者的方式 以及杀害死者的原因 凶手在资料上说 自己是用斧头砍死张成的 原因是因为张成知道的事情 也是太多了 吴国林说道 我觉得这个凶手当年杀死张成之后 仍旧有一个变态的心理 凶手当年可能并没有想到 这个案子会变成悬案 凶手一直以为警方会追查到他 因此呢 想要跟警方玩一个捉迷藏地游戏 不 凶手并不是觉得自己会被追查到 凶手应该早就知道 自己不会被查到 凶手是想在若干年之后 水泥地被挖开 故意给这个案子留下线索 冯四的推测是合情合理的 首先 张成是在三河口沉湿案发生前两个月 就离开了三河口码头 凶手在杀了张成之后啊 将他推到了坑里 浇注好水泥 两个月的时间 水泥地面早已凝固了 没人会怀疑 那地下 埋着一个人 更没人会想到 张成就死在里面 所以所有人呢 都以为张成回到了他的老家 凶手主动的交代 杀死张成的手段和原因 其实是因为凶手知道这个案子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警方无法调查 普通人作案 根本就不会考虑警方能不能查出线索 反过来也就是说 所有有计划的犯罪 必然都是事先设计好的 有了这个条件 基本可以肯定 三大帮派帮主的死因 并非是因为他们知道了凶手的信息 他们的死都是秘密的 而且都是同一水域的沉湿 身上的伤口都一样 这些都可以证明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呀 凶手是有计划杀人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595集 计划杀人 计划一件事情 需要对被计划的事情 有着充分的了解 因此 凶手必定是对三大帮派的帮主 都特别了解 这个人 很可能就是某个帮主身边的人 张诚的死 凶手也给了信息 提醒说杀死张诚 是因为他知道了很多不该知道的事情 张诚平时接触最多的人是黄虎 黄虎肯定对张诚说过一些什么 不过单是从这一点来看 也不能断定凶手就是黄虎身边的人 毕竟黄虎 王剑成 赵开元 三人密谋啊 黄虎肯定也知道很多关于王剑成和赵开元的秘密 这些秘密 黄虎喝醉酒之后 都很可能曾经跟张诚提到过 因此凶手不仅可以是黄虎身边的人 同时呢 他也可能是王剑成 赵开元和他们身边的人 想到这里 冯四陷入沉思 按照道理说呀 三个帮派的帮主身边也是都有心腹 这些心腹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关于三个帮主的事情 可是最后死掉的只有张诚一人 另外两个被沉湿到河里的大春帮成员 青龙帮成员都只是平时凶悍 在帮派里并无实权的小弟 因此他们的死可以断定 并不是因为知道了凶手的意图 但很有可能是曾经招惹过凶手 因为帮派内部的摩擦也是不断的 难道凶手就是青龙帮或者大春帮的成员了吗 冯四想着又摇头 也是提醒自己啊 帮派内部有矛盾外部也有矛盾 因此这两个小弟的死并不能断定凶手在哪一个帮派 甚至凶手可能是小春帮的成员 此来想去啊 冯四发现在别的线索里 找不到和凶手直接相关的信息 唯有张诚是个特殊的例外 张诚的特殊就特殊在他的死亡时间上 他是死在陈诗案发生前的两个月 如果说张诚是个无关紧要的人物 只是招惹到了凶手 那么凶手完全可以将张诚 宣众成为陈诗案的第一个受害者 这样一来 自己也算报了仇 张诚也死了 同时也不用提前两个月担心自己的事情暴露 也来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种种原因让冯四不得不猜想 张诚的死因是因为他提前知道了一些 不该知道的事情 突然冯四眼睛一亮 脑子里灵光闪过 想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凶手不可能将自己的计划 告诉三大帮主 因此三大帮主是不知道凶手计划的 按理来说如果张诚也不知道 那他和普通人一样 不可能是被杀的 那么是不是张诚知道了凶手的计划呢 如果是这样 是不是就可以证明 凶手就是大春帮的一员呢 想到这里 冯四急忙拿出资料 详细地翻找了一遍 发现资料上虽然有着对青龙帮 大春帮 小春帮帮派人数的规模描述 但是都不详细 不过过了这么多人 也不可能详细计数啊 青龙帮将近70人的规模 大春帮将近30人 小春帮将近20人 冯四心里算了一下 三大帮派一共加起来呀 至少就有一百二十人 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规模 如果一个人一个人的询问登记 这在当时确实是不太可能 大春帮将近30人 如果自己能够找到 这30人的资料 想要找到这30人的资料啊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码头的人员流动 本来就很频繁 案发之后呢 三大帮派都有一部分离开了江城 18年过去了 现在还想再去找到这部分人 也是根本不可能啊 冯四摇了摇头 拿出一张纸 把已经可以肯定的事情 写在了纸上 第一 张成肯定是知道凶手的杀人计划 所以凶手才会急于先杀死他 第二 凶手要密谋谋杀三大帮主 因此 他不可能将自己的计划 告诉三大帮主中的任意一人 黄虎不知道 张成自然也不知道 可是张成如果知道了 这证明凶手当初应该是潜入了 黄虎的大春帮 暂时 冯四就想到了这两点 写完之后 冯四呼得又疑惑起来 三大帮主都不知道凶手的计划 张成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又是一个问题啊 冯四是百思不得其解 一阵饭菜香味也是飘了过来 冯四扭头看去 豪猪端着一大碗汤 从厨房走了出来 汤放在桌上 也是说道 冯四 哎呀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过来吃饭了 冯四坐在饭桌上 刚拿起筷子啊 豪猪便说道 哎呀呀呀呀 等一下 我先跟我老婆 来一个视频通话 让她看看 咱们今晚吃什么 豪猪向他老婆 发出了视频通话的邀请 很快呢 视频通话连线 就接了过来 豪猪的老婆 也是惊叹说道啊 哎呦 老公 这么多好吃的 你的日子过得还挺滋润呢 那是 你也不看看 你老公是什么人 烧菜可是一流啊 老公 看你吃得这么好 我突然有个恶心的想法 你让我说出来好不好 哎呀 豪猪变得有些难为情 说道 不要了吧 我现在正在吃饭呢 不管 我就要说 你说 一具尸体藏在什么地方 最不容易被发现 一堆尸体里面 这个 你上次已经说了 好 那么 一个罪犯在什么地方 最容易被发现呢 所有人都关注的地方吗 不 其实是在黑夜里 因为罪犯在所有人眼皮子底下出现偷东西 大家都会怀疑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罪犯 可能会觉得自己是猜错了 一个罪犯在黑夜里犯罪 这能让人看得格外听楚 因为人在黑夜之中 本身就会有警惕的想法 你懂了吗 视频通话结束 豪猪夹了一筷子韭菜 放到嘴边 看见冯四坐在那里发呆 也是说道 哦呀 弄什么呢 吃饭了 哦哦 哦 吃饭了 冯四是一个劲的趴饭 菜呀 也不加一筷子 豪猪给冯四夹了一筷子菜 也是说道 哎 怎么了 刚才在想什么 饭都忘记吃了 没什么 不用问了 吃饭吧 其实 冯四刚才也是在听到 豪猪老婆的话之后啊 才开始把冷 冯四很惊讶呀 一个女人 竟然有着如此敏锐的思维 一个罪犯在黑夜里犯罪 才是最容易被发现的 可是这句话 有什么意义呢 这句话总有个意义 而且似乎跟案子有关 可是冯四努力地将这句话和案子联系在一起 却发现根本就联系不起来 难道这只是自己偶然的一个灵感涌现吗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596集 豪猪的女朋友 冯四坐在沙发上 发呆地看着电视 脑子里想着刚才豪猪老婆的那句话 二十分钟之后 豪猪从厨房走了出来 坐在冯四旁边的沙发上 抽出了餐厅纸 擦了擦手 也是说道 哎呀 我说冯四啊 你家的厨房什么时候 能够安装一个全自动洗碗机啊 这人工洗碗是太浪费时间了 豪猪看冯四没搭理自己 试着又喊了两声 冯四啊 也是这才回过神 啊 你说什么 你在想什么呢 我说厨房什么时候 可以弄个洗碗机 洗碗方便 而且可以节约时间 哦 冯四答应了一声 扭头看向别的地方 豪猪的眼角啊 也是剧烈地抽出了两下 哎 你这家伙 吃人不吐骨头 我给你做饭 给你洗碗 你现在啊 理都不理我 冯四将遥控器面板 拿在手里 是不断地上下抛制 视线也从电视 转移到遥控板上 说道 哎 我怎么是那样的人啊 而且 你是个有车有房 有老婆有孩子的 似有幸福男人啊 哎呦 那些都只是表象 其实 你知道我每个月的工资 都是上交给我老婆 现在的日子啊 比单身的时候还要难过 唉 真是的 本来 冯四还要和豪猪抹嘴皮子 可是手机突然响了 冯四也就没再继续接话 拿起手机看了看 老李发来的信息 冯四毫不犹豫地解锁 打开一看啊 里面只有一张照片 因为电视台播放新闻的时候 公布过张成的照片 冯四拿着两张照片是对比了一下 发现果然是同一个人啊 冯四是松了一口气 豪猪将脑袋凑过来也是看了一眼 说道 哎呦 还真是同一个人 这么说 当初张成并没有离开江城 他只是被人给杀了呀 冯四将自己推理出来的资料 递给豪猪 你先看一看 然后说一说你的意见 我一个人可能想不到太多 你正好呢 也可以替我帮帮忙 豪猪看了冯四写下的两个信息 也是点头说道 这两个猜想都是对的 不过嘛 在他们成立之前 还必须要有一个条件 就是杀死张成的人 必须是三河口码头陈尸案的凶手 不然 如果是别人杀了张成 那么这应当 就是两个单独的案子了 有点道理 不过我可以肯定 杀死张成的 就是凶手 你的理由呢 张成是码头搬运工的一员 平时张成接触最多的 也就是码头的搬运工 什么人会愿意去当一个搬运工呢 当然是那些没什么文化 只能靠身上的一把力气 吃饭的农民和穷人 你让一个农民去计划杀人 写下死者的详细资料 藏尸水泥地 这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啊 哎呀 算了 咱们在公安局就已经老累了八个小时 回到家就别太累了 查案查得我都快吐了 你坐着 我去冰箱里拿出两瓶啤酒出来 咱们一人一瓶 喝会儿小酒 两人是走到阳台 外面的夜风也是吹拂而来 成连是随风摆动啊 冯四和豪猪对视一眼 两人同时用牙 咬开啤酒瓶的瓶盖 豪猪呢 也是引着夜风 吼得叫了一声 说道 冯四 你知道吗 我感觉我爱上罗江了 冯四看着罗江两边江岸 严险的灯火 看着江城繁华的夜景 心中很不适滋味啊 是啊 这条罗江 不管你是看他 还是不看他 他始终就在那里 不管你是早上还是下午 亦或是晚上都在那里 不管是开心还是难过 他还是那样平静 如同一个温柔的女子啊 冯四刚喝到嘴里的啤酒 忍不住 也是喷了出来 因为豪猪大汉 让罗江做他的女朋友 冯四也是诧异说道 哎 豪猪 你可是个有家有事的男人 你可不能开这样的玩笑啊 哎呀 我就是高兴 没别的意思 冯四回想起那个傍晚 自己和吴静 坐在天台喝酒 看夕阳的场景 也是笑了 冯四知道豪猪 其实呢 就是一个外表 看起来浪荡 可是内心却是很正直的人 别说罗江了 就是在外面泡一个妹子 他也只是说两句中听的话 你要真让他对妹子做什么事情 他是绝对不可能去做的 属于那种万花丛中过 一片不沾身的人 豪猪之所以会拿罗江来开玩笑 说要泡罗江 其实这只是 每个在江城待久了之后的人 都会有的情感 这种乡吐情恨是奇怪啊 能够让你莫名其妙地爱上罗江 爱上江城 流水无情 整个钢铁城市 也是无情 只不过 人却有情 当一个人在这座城市 尝到了喜怒哀乐之后 他们的记忆和感情 也就融入这座城市了 冯四知道 除了豪猪之外 还有无数的人 深爱着罗江 这些人当中 可能有老人 有中年人 有年轻人 甚至还有小孩 不过不管是什么人 罗江都深深地 应刻在他们的记忆里 成为他们人生之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时候 豪猪高兴了起来 举起手中的啤酒瓶 也是说道 现在呀 我要为我的女朋友 赋诗一首 冯四 你听好了 我的女朋友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597集 凶手的势力 第二天早上 来到公安局 吴国林主动来到三队 找到冯四 抬手将一包资料 也是放到了 冯四的办公桌上 冯四一扭头 看来的人是吴国林 双眼发亮 也是惊讶地说道 诶 这么快 你的资料就都弄完了 这不是你让我给你送过来吗 吴国林接着冯四的肩膀 心中难免有些嫉妒 说道 为啥你们三队的运气 就这么好呢 风哥 资料我给你送过来了呀 我也算对得起你了 以后 要是我们二队 遇到什么情况嘛 你 放心 我们三队一定会全力以赴 配合你查案 吴国林是重重拍了冯四的肩膀两下 专身离开办公室 豪猪和吴传雄过来询问 吴国林给的是什么东西 冯四将资料袋打开 取出了里面拍摄的照片和记录的文档资料 分别给了豪猪和吴传雄 说道 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三河口码头在拆除原本的老旧码头的时候 挖出了一具被黑布包裹着的尸骸 后来 对比了老李发过来的照片 断定这句尸骸 就是章程 用了五分钟时间 冯四简单把昨天的发现 以及自己的猜想都说了一遍 吴传雄连忙对照的照片 也是翻看了一会儿 说道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凶手未免也太过猖狂了 竟然敢在瓶子里故意留下信息 难道他就那么肯定 警方一定查不到他们吗 豪猪说道 我觉得凶手竟然敢这样做 设计计划并且逃脱 证明凶手一定是一个有着高智力的人 凶手这是高智商犯罪呀 冯四看了豪猪一眼 拿起资料中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近距离拍摄的瓶子中的资料卡片 上面写着具体杀人时间 杀人方式 以及死者张成的籍贯 其实籍贯是可以打听到的 所以这应该是凶手设置的一个虚假信息 故意想要将警方的思维 朝着一个跟案子没有关系的方向引导 毕竟案子发生在江城 张成也死在江城 他根本就没能回到他的家乡 他家乡的人也肯定不知道张成已经死掉的消息 所以籍贯这一项 只是起到了一个误导的作用 冯四找到了上面的杀人时间 这是6月18号凌晨4点 冯四是眉头紧皱啊 凶手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间呢 想了一会儿 冯四明白了 凶手可能是为了说明自己是计划杀人 毕竟凌晨4点是睡觉的时间 张成是和工友们一起住在工房里 凌晨4点 凶手不可能在工房里杀人 必然是有计划的将张成给叫了出来 老李说过 18号正是张成离开三河口码头回家乡的那一天 大家都以为张成是坐船离开了 冯四想着 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想法 码头开船渡河也需要等待人多的时候 不可能单独送张成过河 所以张成不可能是上船之后遇难 而且凌晨4点是个睡觉的好时候啊 张成在这个时间点被人杀害 第一不是在工房 第二不是在渡船 这两个地方 一个是张成该待的地方 一个是张成的目的地 也就是说 这两个地方不需要别人提醒 不需要刻意地去找张成 他自己会去 但是偏巧 张成并不是死在这两个地方 这也就可以说明 凌晨4点 张成是被人约出来的 很显然 凶手约出张成之后 将他杀害 然后用黑布包裹尸骸 放入了瓶子 一起掩埋在水泥地面之下 天亮之后 大家见到张成不见了 都以为张成是自己不辞而别 谁也没想到啊 平时劳作的水泥地下 还有这样一个冤魂 吴传雄突然说道 风哥 有件事情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张成早不走晚不走 为什么偏偏在陈诗案发生前两个月 突然提出要回老家的请求呢 你的意思是 张成并非是因为家里有事 应该是无意中知道的凶手的计划 所以想要逃走 躲避凶手的杀害吗 对 我确实是这个意思 我的理由是 凶手是计划杀人 这个计划的时间足够长 张成死后两个月才开始实施 证明凶手对这个杀人计划 一定是做了特别周密的设计 而且凶手是下了决心要杀人 张成无意中得知了凶手的秘密 所以张成必须死 哎呀 传雄 你的话有点绕啊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风哥 你懂吗 我知道 不过这应该是一个硬性条件 不需要再考虑的 我现在比较好奇一点 张成算不算是 凶手杀人计划中的一部分呢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不是 后来张成知道 凶手的秘密之后就是了 当晚 不对 当晚是谁把张成约出去的呢 张成既然都要走了 那他一定知道三河口码头 是个是非之地 大晚上的 别人约他出去 他肯定会怀疑 难道 吴传雄和冯四两个人 眼睛也是同时发亮 依靠统胜的说道 张成和凶手见过面 冯四说道 而且 很有可能是凶手 让张成离开三河口码头 张成也知道自己无法阻止凶手 所以呢 答应了凶手的条件 知道那晚凶手是叫他出去 他不敢反抗 所以就出去了 冯四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凶手的势力 在三河口码头比较大 不然如果凶手只是一两个人 张成完全不用怕他们 直接将他们的计划告诉黄虎 黄虎可以派人去收拾凶手 然而事实上却并不是如此啊 张成害怕凶手 凶手说什么 他就听什么 冯四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胡传雄也是点头说道啊 应该是这样了 那几年找工作并不容易 三河口码头干活 可以赚钱养家糊口 如果不是因为害怕凶手 张成也不可能愿意放弃 这样一份好工作呀 哎呀不对呀 按理说 三河口码头势力最大的 也就是青龙帮 大春帮 小春帮啊 按照道理 三位帮主平日里肯定会在 三河口码头布置眼线 能够在三人的眼皮子底下 发展势力 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对 我刚才想的跟豪猪一样 凶手在这个环境之下 他是怎么培养出 他自己的势力呢 这 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 我知道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598集 境外凶手 敖珠和吴传雄对视了一眼 两人全都惊讶地看着他 说道 风哥 你知道吗 我想 我应该猜得不错 哦哟 那你说说看 凶手是如何在三大帮主的眼皮子底下 发展起来一个让人恐惧的势力的 胡传雄接着说道 而且 这个势力 必定是横跨三个帮派 不然如果只是一个帮派的势力 根本就不能引起张成的恐惧 毕竟 凶手的计划 是要杀死三大帮派的帮主 我想 当年张成在得知这个计划之后 也应该知道这个计划有多大的意义 冯四很是高兴地看着吴传雄一眼 大有一种 遇到知己的感觉 有一种感觉呢 叫做 共同成就感 其实就是看着和自己一样的人 在共同做着同一件事情 胡传雄就是这样 他的聪明 让冯四很是欣赏 冯四也乐于将自己的推测分享给他 于是说道 其实 很简单 三大帮派的手下 都是一些没有文化的普通人 这些人里面相当一部分 是死死效忠三大帮派的人 所以凶手如果要直接在帮派成员 小弟之间发展势力 这根本就不可能 哎呀 这就是你的猜想吗 我和传雄都知道好吧 哎呀 有用吗 哎 你让我先把话说完呢 凶手虽然不能够在帮派成员 小弟之间发展他的势力 不过嘛 他可以在三大帮主身边的人 他们身上做手脚 比如 将三大帮主身边最亲近的人 变成自己的人 这样一来呀 三大帮主被架空 张成就是想要将凶手的计划 告诉三位帮主 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懂我的意思吗 原来如此 我马上查一下 三大帮派的帮主 在遇害之前 身边最有权势的人是谁 有这个记录吗 有 十八年前 老前辈在查这个案子的时候 专门找过那几个人录口供 资料上写得很明白 我看一看就知道了 欧传雄翻查了资料 说道 诶 有了 当时 王剑成身边最有权势的人 叫王明德 他和王剑成是结拜兄弟 黄虎身边最有权势的小弟 名字叫罗霄 他是黄虎的左膀右臂 赵开元身边最有权势的人 名字叫宋大红 他是赵开元的副帮主 他们三个都有记录口供吗 有 给我看看 冯四接过吴传雄递过来的资料 仔细地看了看 发现王明德三人的口供都一样 三大帮主死的时候 他们都在各自家里跟人打麻将 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当时找了很多证人 确实证明三人在案发的时候啊 都在跟家人打麻将 一个帮主被暗杀 他的手下和人打麻将 两件事看起来似乎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仔细想一想啊 三个帮主被暗杀 三个得利的手下都在跟人打麻将 每个帮主的死亡时间不一样 这是一个接着一个死亡 不是同时死亡 三个帮派的得利助手竟然分成三次 每次在帮主死的晚上 这三个人中的一个就在家打麻将 而且居然还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 那么王建成死的时候 他的手下王明德邀请人到家里打了麻将 黄虎死的时候嘛 他的手下罗霄 邀请人到家里打麻将 赵开元死的时候 他的手下宋大红 邀请人到家里打麻将 这种巧合 如果只是出现一次 肯定不会被怀疑 可是偏巧啊 这种巧合出现了三次 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了 冯四继续看资料 在后面的资料 确实有介绍说 当年老前辈在查案的时候啊 查过三人的情况 不过后来因为没有证据 而且有证人可以直接证明 三人没有参与杀人 按照相关规定 警方也不得扣押三人 只能将他们三个给放走了 至于资料上面介绍的 三人的失踪 半个月后啊 王明德晚上喝酒 半路上被人开车意外撞死了 另外的两个人 罗霄和宋大红在三河口码头 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那就走了 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罗霄的家住在春城 宋大红的家 就住在江城外的一个村子里 冯四本来没有关注 这三人的情况啊 快速阅读之后 发现现在三人 都有不在场的证明 也就没有怀疑他们 不过现在看来 三人应该很有可能 参与了凶手的杀人计划呀 有人想要靠近三大帮主 必定要通过这三个人 如果凶手将这三个人 都变成了自己人 确实完全有可能 让张诚感到害怕呀 冯四可以确定 这三人应该就是 张诚惧怕的原因 豪珠和吴传雄都点头啊 不过两人都有 同样的一个问题 凶手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 让三大心腹变成了自己的人呢 胡传雄查看资料之后说道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资料上面提到 王明德和王建成的关系 向来很好 而且王明德 曾经在一次帮派混战之中 替王建成挡过一刀 两人因此结拜成了兄弟 真是奇怪 王明德明明和王建成 是结拜兄弟 按理来说 王明德还曾经 给王建成挡了一刀 两人是有过过命交情的兄弟 王明德靠着王建成 吃香喝辣玩女人玩钱 什么不能做呀 为什么这样的好日子 他不愿意继续享受 反倒是帮助凶手谋害王明德呢 难道是 凶手给三人注射了毒品 让他们三人 成为了自己的傀儡吗 很有可能 不过 应该不是毒品 毕竟 三大帮派赚的钱不少 如果真是注射了毒品呢 他们完全可以 自己花钱去买毒品 这样就不受凶手控制了 你的意思是 凶手使用的是精神控制的药物 不错 华夏向来啊 对药品的管控很是严格 影响精神的药物 除了医院特供之外 外面的市场上 是买不到相关药品的 所以我想啊 这次作案的凶手 应该不是境内的人员 哎呀 最近啊 我看了一份 关于国内十大间谍 潜伏城市排行榜的报告 上面说 咱们江城排名第一 从民国时代到现在啊 每年至少潜伏了八千个间谍 厉害啊 要是真有那么多间谍 都能组成一个旅了 冯四看着豪猪 说道 八千个间谍 很多吗 你知道江城的常住人口 有多少吗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九十九集 间谍案 豪猪想了想 说道 我要估计啊 得有一百万人吧 川雄 你查一下 江城的常住人口 有多少 好 常住人口 有五百三十万人 哎呦 江城竟然有五百三十万的 常住人口啊 你现在还觉得 八千个间谍很多了吗 我还是太天真了 哎呀 行了 咱们得把思绪收回来 现在通过凶手的作案手法 基本可以推理出 这就是一个境外间谍组织 故意制造的案子 看是能看出来 不过如果是外国间谍 那他做这件事情 有什么意义呢 间谍的任务 不应该是测探情报吗 他们做这种事情 难道就不害怕暴露自己吗 最重要的是 做这种事情 对他们来说 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 难道是这三大帮主 知道了他们的计划吗 我想 我大概猜到了 制造这次案子的 应该是东营的间谍 自从二战结束之后啊 东营就一直没有死心 一直在刺探 我国的情报啊 他们一开始 应该就打算 将这次的案子 做成一个没有线索 却又让人能够明显感到奇怪的悬案 目的就是想要试探多年之后 华夏国内刑侦经办的能力 说白了 这也是刺探 我国情报的一种方式啊 这窝寇也够恶心的了 竟然想出这样的办法 他们是欺负我们国内刑警 没有办案实力吗 冯四 这次 咱们就早早破案 给他们一记 响亮的耳光 虽然 冯四一直很想立一等功 因为只要立了一等功 吴静就会回到江城 不过这个案子 涉及到国家机密 冯四必须跟副队长说一下 现在东营人的动机不明 不过 至少可以确定的事情 是三河口码头被挖开之后 见到尸体的事情 肯定已经传回东营了 冯四非常了解东营啊 这是一个平时看上去蓝散 清闲的国家 但是实际上 东营是一个能够 在宣布进入战斗状态之后 马上就集结数十万军人 拥有全民战斗意识的国家 所以虽然这个间谍案 已经过去18年 但是只要消息传回东营 不用三天 他们必然会再次成立 间谍小组 时时刻刻关注华夏内部的情况 如果过快侦破案子 可能会刺激东营间谍 上次的佐藤和阿杰 就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那就是东营特训的士兵 对华夏的认识 仍旧停留在二战期间 这也是佐藤和阿杰 所犯下的一个最大的错误 不然他们绝对不可能 如此容易地就被抓捕 想想也是啊 两个在边境区域呼风唤雨的人 战斗力又怎么会弱呢 冯四现在最担心的事情 是案子破了之后 会不会刺激到东营的间谍 如果是那样啊 他们会不会再来到华夏 再在江城策划一件或是几件案子 来最终确定江城刑警的实力 其实获取情报 未必都是国家严格保密的情报 同时也有可能是一个区域的社会情况 工厂情况 人员情况 可能一般人并不理解 为什么外国间谍要获取这些 看似没用处的情报呢 非常简单 就拿江城来说 他们在边境区域扶持毒销势力 控制别国边境区域的民众 大量种植毒品 然后通过偷渡流通到华夏 一百年前 鸦片给华夏人民带来多大的灾难 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 东营想要再次进华 为了削弱华夏人民的战斗力 传播毒品是一件非常有效的事情 所以很显然 他们需要首先在华夏国内 建立起一条毒脉 江城是华夏的腹地啊 如果在这里建立一个毒品运转站 那么只要建立成功 以后再想要将毒品运送到别的地方 那就容易太多了 因此 江城必然会成为一个重点的监管城市 冯四知道胡庆邦来到这里之后啊 心里大概也知道这里的重要性了 冯四没想过自己会回到江城 在边境的时候 冯四始终觉得自己会战死沙场 跟那些救自己的好兄弟一样 到了那边 大家才聚在一起 可是命运捉弄 冯四还是回到了江城 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 甚至爱上了江城 爱上了罗江 甚至差点啊 一望曾经对战友们的承诺 就好像刘柔曾经为了周正军 忘记他父亲的事情一样 当一个人离开一个环境 再享有当时那个环境的情绪 已经是不太可能了 不过好在 冯四没有完全的闲下来 江城虽然不是边境区域 但是这里和边境区域 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冯四觉得自己在这里 找到了边境时的感觉 心里对老战友的愧疚 也就少了一些 和豪猪无传雄商量一会儿 冯四决定自己去找傅领东 到了傅领东的办公室 冯四将自己的设想 也是说了出来 傅领东是呵呵一笑啊 也是说道 你这样想会不会太儿戏了 一个悬案 你竟然扯到了间谍 我看你是小题大做 想要故意把这个案子说得很难 然后破了这个案子之后啊 希望我直接替你申报一档工 是吧 副队长 你对过去十几年的情况 不太了解 我能够理解 不过 我冯四是个公私分明的人 这次的案子 确实和间谍有关 所以我想这个案子 你可以报上去 让上面的人 也是好好商量一下 看看这个案子 到底该怎么处理 别隐人了导火索 不用报告给上级了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你的推理错了 查案就好好查案 别的事情 你就不要管了 冯四知道傅领东不相信自己的话 可能是他觉得自己是在无理取闹 既然如此 那也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冯四站起身 深吸一口气 也是说道 算了 既然如此 那我直接去找胡副局长吧 哎 冯四 你给我站住 傅领东跟着冯四十一起上楼 来到了胡庆帮的办公室 冯四推开办公室的门 走进去说道 胡副局长 有件重要事 我要找你 冯四 你跟我回去 哎呀 胡副局长 你别理他 他就是无理取闹啊 冯四朝胡庆帮递个眼色 胡庆帮故意咳嗽两声 也是说道 居然来了 那就说说吧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集 新歌往事 冯四和傅领东对视一眼 傅领东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冯四走到胡警帮的办公桌前 拉开椅子 也是坐下说道 胡副局长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要跟你商量 说吧 什么事 最近呢 我接了档案管理的一个悬案 也就是18年前的 巴尔一三河口沉湿案 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以为呢 这只是一桩悬案 并没有特别的地方 可是事情啊 却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在将自己的推理 都说了一遍之后 站在旁边的傅领东是耸了耸肩 无奈地说道 我说了 冯四这是无理取闹 悬案 怎么可能和间谍扯到一起 你看 是吧 胡敬邦是摸了摸下巴 看了傅领东一眼 心里知道傅领东虽然是刑警大队的队长 可是他并不是特种兵 很多机密国情 傅领东是不清楚的 冯四和胡敬邦 因为在边境特种兵的兵营待过 所以两人对18年前国内的情况 是有充分了解 毕竟 了解国情 才能够在关键时刻 决断一件事情该怎么办 这听起来看似很奇怪呀 但也是不无道理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比如毒霄在靠近边境的区域 建立了一个种植毒品的区域 甚至还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窝点 偏巧在这个边境 有一个村庄 而且边境区域的武警防护级别比较弱 如果真的打起来 村庄里的百姓都会遭殃 所以对付这种 在地区扎根的毒霄 只能够想办法在毒霄 离开老巢去往别地方时 采用伏击的办法 消灭毒霄 枪打出头鸟 毒霄势力 小弟之间是内讧不断呢 势力锐减 很容易就断掉 而且不容易出事 另外呀 就是贩毒 以及毒品流入内地的路径 这些都是要根据 大概的国情来判断 偏巧呢 毒品又属于精神控制一类的物品 微量的毒品还可以作为药物使用 所以边境特种兵对这方面有着更为详细的了解 国内什么药物在严格管控 什么药物在什么年份有流通 这些都是有详细资料的 所以胡敬邦和冯四知道 十八年前国内具体是什么情况 胡敬邦想了想 冲着傅领东说道 没事 你就先回办公室吧 冯四的事情 我再跟他单独聊聊 傅领东也觉得 自己再待在这里呀 实在没有任何意思 点头答应一声 也是离开了 房门再次关闭 冯四脸上露出笑意 老胡 还用我再说一遍吗 不用了 这里只有咱们两个人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 不过有一点 我不太清楚啊 你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是东营的间谍 而不是其他国家的间谍 你需要知道其他国家的间谍 也可以同样使用精神药物啊 这种药物 曾经飞龙对星哥使用过 我记得特别清楚 这是一种名为SQ的强效精神药物 而且这种药物正是由东营研发的 18年前 这种药物只在东营出现 别的地方没有 原本是作为东营的一种秘密武器 只是后来呀 研发这种强力精神药物的科学家 山道夫被害了 SQ的配方消失 后来配方便被公开了 胡敬邦其实知道 东营间谍使用的是SQ 强效精神药物 而他之所以要询问讽刺 目的也是很简单 就是想要考考讽刺 唉 星哥的死 所有战友的死 我想这都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事情 他们最后的遗愿 是希望我们当中有人能加入魔鬼训练营 这样 大家都会很开心 星哥是曾经在特种兵训练营的一个战友 冯四和星哥的关系不错 一直执行任务的时候 星哥失踪了两天 后来冯四带着几人 在一处山崖下找到了他 此时的星哥已经被飞龙 利用SQ强效精神药物控制 飞龙的目的很简单 他就是希望星哥和自己人是自相残杀 可是飞龙不曾想到 华夏人都是炎黄子孙 大家彼此是血浓于水 星哥又怎么会为了让自己活命 而害死战友呢 当时飞龙带着手下埋伏在一旁 飞龙原本的目的是让星哥将冯四等人 带回到目标指定区域 然后偷偷地从背后开枪杀死几人 目标区域四面没有掩体 特种兵都熟悉过地形 这种地形是最危险的地方 一般特种兵碰上了也都会绕着走 所以呢才会需要有人 才能将冯四引入目标的定制区域 不过刚走两步 星哥就拉开了一个手雷 朝着飞龙等人藏身的地方 是扔了过去 推了冯四一把 让冯四几人是赶紧走啊 飞龙当时带着十几个人 埋伏在一个大岩石后面 冯四这边只有区区五个人 双方人数悬殊 应战也是只有死路一条 当时是星哥断后 大家才能够逃离 星哥也被飞龙的小弟 是开枪打死了 星哥的最后一句话 兄弟 我对不住你们 快走 这句话一直在冯四的脑子里 几年了 也是一直忘不了 本来 冯四是很抵触魔鬼去连影 不过因为胡庆帮提到了 星哥这个曾经的兄弟 冯四忍了 其实和星哥的最后一句话一让 让冯四无法忘记的 还有星哥当时的背影 冯四也是声音颤抖啊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兄弟们的梦想 不过 我也有自己的生活 我是真的爱上了吴静 所以 后面的话 冯四说不出口了 虽然曾经兄弟们并没有要求活着的人 一定要进入魔鬼去连影 但是冯四却将这个大家的愿望 当成了自己的任务 因为爱情 因为一己私欲 放弃曾经的梦想 这让冯四心里感到深深的自责呀 胡庆帮和冯四是一路走来的 所以 胡庆帮也清楚冯四现在的心情 也是急忙说道 不用冯四 我知道你喜欢吴静 其实我想过了 现在我并没有强求你 加入魔鬼训练营的想法 只是我希望你能记住你的话 你会自己证明行动 不用加入魔鬼训练营 你也一样 可以比加入魔鬼训练营的战友兄弟们更强 让所有兄弟 以你为傲 知道了 既然我说过 我一定会做到 哎对了 咱们现在还是来说说这个案子吧 这个案子现在已经确定了大概的信息 只要能和当年来到华夏的东营间谍对上号啊 这个案子 也就算是破了 后续的查办都很容易 那么现在 这个案子是破 还是不破呢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601集 宝华四仓石案 胡庆邦是摸了摸下巴 眯着眼睛 想了半分钟 说道 不破 东营的间谍 故意留下这个宣案 就是让咱们去查这个案子 试探一下 咱们江城刑警的查办案子的能力 如果咱们表现出了自己的实力 估计啊 他们 就不会再采用老办法 帮助飞龙从边境区域派遣杀手 到江城来建立独卖 而是会考虑咱们的实力 重新制造一个方案 冯四点头 说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如果侦破了这个宣案 东营间谍可能会派人来再做案 以此呢 通过连续几次做案之后 试探出咱们江城刑警的具体办案能力 然后再根据我们的能力 指定新的方案来对付咱们 并且呢 趁机在江城地下建造新的毒麦 这个间谍案 不仅不能查 而且三河口码头挖出尸体的案子 还需要再叫人重新立一个案子 然后派人去查 再搁置一桩假的悬案就行了 好吧 既然事情已经说定了 那就这样吧 我下去了 也好 你再去找傅领东 让他再去档案室一趟 拿一个悬案给你 这个案子就这样了 记住 别跟其他人讲这个案子 诶 对了 我想问一下 这个案子 怎么算 算你破了 档案室里 还剩下最后两个悬案 只要你能够破了那两个悬案 我就替你向上面 沈宝一等宫 冯四点头 欣慰地离开了胡庆帮的办公室 然后便直接去了傅领东的办公室 找到傅领东 拿了一个悬案 回到了办公室 豪猪和吴传雄本来正在降话 两人见冯四回来 豪猪急忙上前 哦呦 冯四 你怎么样 副队长怎么说呀 我正要跟你们说呢 这个案子 因为牵扯的事情比较多 暂时啊 就只查到这里 后面就不用查了 另外呢 这个案子的事情 不能说出去 只能是咱们三个人知道 胡传雄补充说道 冯哥 还有老李 对 我现在啊 给他打个电话 冯四将资料放在桌上 掏出手机 拨打了李世海的电话 很快呢 李世海就接了电话 冯四问李世海在哪 李世海说 他在赶往公安局的路上 冯四呢 让他尽快过来 有件事情 要当面跟李世海说一下 李世海来了之后 说查到了新的资料 当年 河里的毒贩 和码头上的三大帮派 虽然有过接触 但是双方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冯四点点头 算是肯定了李世海的努力 说道 老李 这个案子 现在不用查了 冯四将事情的经过 也是说了一遍 李世海不愧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啊 本来 冯四觉得老李上了岁数 有些事情 需要跟李世海解释 才能明白 可是出乎冯四的意料啊 他说的 老李都懂 不到五分钟 这个事情 老李就OK了 哎呀 太好了 三河口陈氏案 就这样吧 现在呢 我这里又从富领东那里 拿了一个悬案 咱们再看看吧 哎呀 不不不啊 我来呢 是有件事情要说 我老婆住院了 这几天呢 我可能来不了警局 我想冯四 你给我请一个星期的假行吧 哎 前天中午的丝瓜汤 他舍不得倒掉 昨天中午 他随意热了一下就吃 水也没烧开 结果就食物中毒了 身体又不好 到了医院之后 也是查这个查那个 什么血糖 三高 都来了 医生说要住院 这不 我也没办法 昨晚在医院陪了他一晚上 医生说病床前最好要留人 我没办法呀 只能抽空过来请个假了 这是到这儿啊 去吧 我给你准了 你们几个下午 一起去看扫子 哎呀 这怎么好意思呢 对了 你要是准了我一个星期的假期呀 副队长那边问起来 你怎么说 放心吧 身子最重要 你尽管去吧 哎 行行行 那我去了 黎世海匆忙和几人打了招呼 便离开了办公室 下楼开车去了医院 冯四拿起桌上的资料 便翻看起来 这次的悬案 是发生在十二年前的一宗案子 当时江城滨江区 有一座宝华寺正在修剪 就在距离宝华寺十几公里的一处 城中村 有一对青年情侣失踪了 当时 这对情侣的父母并不知道 两个孩子已经好上了 两家人因为爷爷辈的一些琐事 闹了矛盾 后来结下梁子 到了父辈这人的时候 双方更是已经水火不容了 这对青年情侣 男的叫蔡文杰 女的叫罗林 本来呢 蔡爷爷和罗爷爷两家人的矛盾 早就已经有了 到了蔡爸爸和罗爸爸这一代的时候 因为一次打牌 罗爸爸输了两百块钱 死活不认账啊 也是死活不给钱 蔡爸爸就给了罗爸爸两耳光 两家人的矛盾就加剧了 可是 两家人怎么也没想到啊 自己的儿子女儿 居然会走到一起 在得知两人在交往的时候 两家人都极力反对 多次劝阻 甚至蔡爸还将自己的儿子 锁在房间里 不让他出去 按理说 这点小事啊 甚至不能够立案 可是奇怪的还在后面呢 因为蔡文杰和罗林想要在一起 所以两人相约奔走私逃 这一走就是整整三个月 没有任何的音讯 后来 修建宝华寺的工厂 因为不合格 一面墙被迫要拆了重建 因为那面墙 不管工人怎么弄 始终是弄不平 以为是基础的地方 砌墙就砌歪了 打算拆了重新砌 结果拆开一看呢 好家伙 里面竟然有一男一女 两具尸体 因为两人刚离家出走的时候 两家人害怕孩子出事 都报了案 警方的档案库里 有两个孩子的资料 结果 调出来一比对啊 两具尸体虽然已经腐烂 但是身上的衣服裤子是匹配的 而且后来在地上穿缝里 找到了蔡文杰的身份证 这样一来 两个孩子的身份 很快就被确定了 当蔡家和罗家两家人 赶到现场的时候 也是都很惊讶呀 痛哭大哭 互相指责 对方害死了自己的孩子 甚至就在宝华寺现场 是大大出手 蔡爸还被送进了医院 警方劝接两家人 告诉他们案子早晚会破 让他们不要着急 一定会还给孩子一个公道 可是后来 警方一查呀 蔡文杰和罗林 两人是为人和善 从来就没有得罪过谁 根本就不存在被人报复一说呀 这个案子 也被搁置了下来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零二集 看望李婶子 冯四看完了案子的资料 合上文件夹 等待了几分钟 豪猪和吴传雄 也都看完他们手中的资料 冯四说道 怎么样 现在呀 案子大家都看了 有什么意见吗 资料上说 很不错了 当案室里 确实有一桩 摘除肾脏的案件 那是最后一桩悬案 不过冯四并不觉得 这桩案子 会跟摘除肾脏的案子 有直接关系 他也是看向了 吴传雄 说道 传雄 你觉得呢 翁哥 我觉得这个案子 别的我不敢肯定 但是这个案子 跟肾脏丢失案 应该没有任何的关系 为什么呢 很简单 蔡文杰和罗莲两个人 是死后三个月被人发现 根据现场的照片来看 因为两人的尸体 都被嵌入了 宝华寺墙壁的内部 他们的尸体 并没有完全腐烂 从这张照片上 可以看出 尸体腰部的皮肤 保存比较完好 上面并没有明显的伤口 而根据我所知 取肾一般就是 要从腰部下手 切一刀 哎哟 看到了 死者的腰部 确实没有伤口 看来 我是真猜错了 风哥 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呢 有啊 资料上说 并没有在死者的尸骸上 发现骨折和重伤的痕迹 虽然背部的骨头离开了 但是 这也是后来 施工工人砸墙的时候留下的 新旧伤口对比 很容易就能发现 所以 凶手杀死蔡文杰和罗莲的手段 至少不适用顿器重击 应该适用 不会在骨头上留下痕迹的办法 杀死了两人 如果不是用顿器重击 那么 死者遇害的时候 就不会突然死亡 在死之前 会有一个痛苦挣扎的过程 不错 如果死者 是被凶手用绳子勒死 或者用刀割下脖子 那也有一段 瀕临死亡的时间 风哥 我补充说一下 如果受害者 是被凶手用刀割了脖子 脖子上 是比较粗的动脉血管 死者的血液 很快就会流出来 失血过多 会导致头温 浑身乏力 所以受害者 临死的时候 不会有增长 下午 豪猪 冯刺 胡传雄 三人买了水果 大家一起来到医院 看望老李的老婆 聊了半个多小时啊 三人便离开了 他们刚走 刘柔便从外面进来 手里提着水果 老李 沈子 我来看你了 丫头 你来了 李世海的老婆 躺在床上 她仍旧很健谈 这次住院啊 似乎没有给她 带来太多的压抑情绪 可能人老了 对很多事情 也看得比较淡了 也是笑着说道 哎 丫头 你晒黑了 是有点黑 刘柔摸了摸自己的脸 这段时间 刘柔作为交警 一直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 太阳照在身上 很快就将她白皙的皮肤 给晒黑了 李世海的老婆 关切地拉着刘柔的手 刑警三大队的事情 她是知道的 也是劝慰呀 刘柔笑了 虽然回想起当初去贡城的事情 心里隐隐有些后悔 可是如果事情再来一次 刘柔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 那就是 去贡城 婶子呢 想让老李帮她 老李有些为难啊 有些忙呢 也是帮不了 其实 李世海这话 就是故意说给刘柔听的 刘柔也是会议了 说自己现在过得很好 李世海的老婆有些生气啊 她认为女人一辈子最大的事业 就是婚姻 找个好工作 没有嫁个好男人来的妥当 现在呀 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希望李世海 把她调到文职部门 刘柔也是尴尬地笑了笑 没有说话呀 心里却很清楚 自己就是一个坐不住的性格 真要让自己留在文职部门做事 恐怕是待不了两天啊 走出病房 李世海呢 也是急忙跟了上去 对刘柔也是说话 就是说 八二一三河口陈诗案 对理已经不查了 然后又把其他的原因告他了 刘柔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 心中想着 会不会是冯四 知道自己在查三河口陈诗案 所以他不查了 嫌弃自己 就到了这种地步吗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六百零三集 包公投 眼开赋 下午 下班回到家 刘柔坐在沙发上 无聊地打开了电视 因为八二一三河口陈诗案 已经不用查 原本每一天下午回来 刘柔都会上网查相关的资料 忙得是不亦乐乎啊 可是现在 案子不用查了 刘柔空险了下来 心中也觉得空荡荡的 有些失落 刘柔无聊地换着台 突然 跳到了江城电视台 画面上出现了三河口码头 动工发现黑布包裹尸骸的事情 上面有尸骸的照片 以及瓶子里面的资料 照片 电子表 当刘柔看见电子表的时候 心里突然是一咯噔啊 回想起了当年父亲的死 在死亡现场 刘柔也见到过一个 一模一样的电子表 刘柔对父亲的习惯 很是了解 父亲确实会戴表 不过几乎都是戴有纸针的表 而不是电子手表 所以 那个电子手表的出现 明显是一个线索 而且 这种电子手表的造型 有些奇特 它是一个U字形 刘柔啊 也是记得 自己当时跑了很多家商店 想要找到售买U字形电子手表的那商家 然后呢 再通过那商家 找到购买电子手表的人 因为 那可能是目击真人 或许 拥有U字形电子手表的主人 知道父亲的死因 刘柔一定要找到杀死自己父亲的人 可是刘柔惊讶地发现呢 自己跑遍了附近所有的商店 结果却并没有找到一家 售卖这种U字形手表 后来 这段经历变成了记忆 储存在了刘柔的脑海里 随着时间的流逝 也是逐渐的淡忘 如果不是从电视上 看到这个U字形的手表 刘柔几乎都快忘了这个事情了 毕竟呢 当时年幼 想法也很天真 刘柔后来以为 U字形的电子手表 可能是某个小朋友不要 扔在了地上 或是在玩耍的时候放在那里 后来忘了带走 总之 刘柔是忘了 可是这一刻呀 当刘柔看见电视上的新闻之后 刘柔整个人 一下子从沙发上是站了起来 双眼是死死地盯着 电视屏幕上的电子手表 这个U字形的电子手表 和当年出现在现场的U字形手表 也是一模一样啊 回想起曾经和父亲的一件件往事 刘柔的眼睛红了 他坐在地上 也是 无声哭了起来 整整三天的时间 刘柔没有给李世海打电话 催吻关于新悬案资料的事情 而且 刘柔也没有出现在他交通的岗位置上 这让李世海觉得 他也是很奇怪呀 在警局拿到资料之后 李世海主动给刘柔打电话 很快 刘柔接了电话 哎 刘柔啊 这三天 我经过你执勤的十字路口 我都没看见你 你去哪了呀 我请假 在家休息三天 今天开始上班 李叔 你今天过来 就能看见我了 我没事 你放心就好了 整整整三天时间 冯四 胡传雄 豪猪 三人通过网上 查找和实地的资料 查局了几乎所有可以查到 关于当年宝华寺长尸案的资料 不过 因为年代久远 十二年前的互联网 不过才刚刚兴起 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 而且 当年修建宝华寺的 是打造作为江城的一个 风景旅游景点 所以案子发生之后啊 为了不引起轰动 警方呢 也是很快便封锁了消息 这种事情 如果放在当下 第一天出事啊 恐怕不用等到第二天 下午就能传遍全国 互联网也是太发达了 所以呢 这个案子发生在十二年前 互联网并不太发达的时候 冯四等人 也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查案啊 吴传雄说道 找到了 当年修建宝华寺的工程 是一个叫延开赋的人承包的 这个延开赋 是一个大包工头 它的手底下 有七八个小包工头 人脉关系很广 当初修建宝华寺的时候 延开赋一共叫来了四个小包工头 抽掉了三十二人 太好了 冯四一听到 查到了延开赋的信息 顿时感到是一阵的高兴啊 毕竟 这整整三天的时间 大家忙的 也都快炸过了 但是啊 却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这让冯四很是头疼啊 上午 查到了延开赋的详细信息 冯四三人 开车来到了延开赋的建筑公司 见到了延开赋 冯四也是直接说明了来意啊 希望延开赋 能够跟自己走一趟 延开赋请冯四三人坐下 揭示说当年宝华寺的工程 确实是延开赋借的 不过嘛 他只是吃了一个中间差价 他将接下来的工程 转包给了四个小包公头 拿到差价之后 封城那边有新的工程竞标 他也就去了 延开赋 有收集票据的习惯 当年 他就是靠着精打细算 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这个良好的习惯 也就一直伴随着他 延开赋呢 将收藏的票据 也是拿出来看了看 找到当年乘坐的飞机机票 冯四对照着看 修建宝华寺的时候 延开赋啊 也是确实去了封城 并没有留在江城 延开赋说道 警官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 但是 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不是杀人凶手 没人哪 说你是杀人凶手 我只是想核准一下 排除你的嫌疑 如果你没有称分的证据 证明你在案发时 你不在江城 那么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不不不 等一等 我这里还有票据 我到了封城 打车呢 也让人给我开票 那段时间呢 我在封城攒下不少票据 可能会有七号那天的票据 你可以去查查看 从江城飞往封城的飞机 飞行时间是三个小时 根据资料 宝华寺藏尸案墙壁 六号晚上 还没有开始筑器 这也就说 只要能够找到六号晚上 到七号晚上的票据 而且中间最长 间隔时间不超过六个小时 就能证明 颜开赋 当时在封城 那个年代呀 开发票 是要看名字和身份证 因此不用担心 发票是假的 或者是别人帮忙开的 冯四在一堆发票之中 寻找了一遍 终于找到了六号晚上 到七号晚上的票据 总共有十几张 前后的时间间隔 最长不超过四个小时 冯四的心里 也是泻了一口气啊 颜开赋呢 也是看他一眼 他也看了颜开赋一眼 看来呀 这家伙确实没有作案嫌疑 冯四 豪猪啊 也是感觉 唉 这案子查的 有点寂静疯狂了 从颜开赋的公司出来 豪猪拍了拍 冯四的肩膀 偷偷地 朝冯四递了个眼神 冯四扭头看见了 正在柔软静的吴传雄 耳边 响起了豪猪的声音 你朝案子 是为了见吴镜 可我和传雄是为了什么 别太累了 给大家一点休息时间 你已经很努力了 好吗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零四集 老李的电话 冯四心里 也是知道啊 吴传雄和豪猪 完全没有必要 跟着自己这么累啊 但是说到底 自己确实是有些过分了 虽然知道 但是冯四啊 仍旧不太愿意停下来 留头看了豪猪一样 说道 回去之后 要休息 你们休息吧 这个案子 刚有点眉目 我得详细地查一下呀 宝华寺藏尸案 发生的时候 颜开赋 确实没有在现场 因此 直接排除了 他作案的可能 不过嘛 宝华寺的修建工程 也是颜开赋 分包出去 给别人的 颜开赋是大包工头 他手下的四个小包工头 接了这个工程 虽然现在 颜开赋已经没有 跟这几个包工头联系 但是嘛 当年的资料还在 颜开赋按照冯四的要求 整理的资料 也是拿出了一份来 冯四觉得 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资料 毕竟 毕竟当年宝华寺修建 需要人手 不管是大包工头的这个事情 还是小包工头的这个事情 最后 总得有人做这个事情 只要有人 最后嘛 就是能找到线索 剩下的两个案子 冯四心情是更为紧张和复杂呀 他恨不得吴敬立刻就出现在眼前 他对吴敬的思念 已经让他变得极其亢奋 冯四现在的眼睛里 也是只有吴敬 哪儿还顾得上别人呢 喂 冯四 李祝 豪哥 算了 冯哥的心情 我能够理解 他没错 你也别怪他 回到警局 三人呢 也是继续紧张的查案子 下午两点 吴传雄的老婆孙芳来了 手里提着保温筒 里面炖了鸡汤 孙芳说 这几天看吴传雄是没日没夜的工作呀 害怕吴传雄是累坏了身体 所以呢 就炖了一只乌骨鸡 给吴传雄吃 给他补补身子 这话 让冯四听到耳朵里 心中冒出一股极大的愧疚感 偏偏 吴传雄又是个非常懂事的兄弟 他总觉得 自己一个人心里吃着不舒服 于是盛了两碗鸡汤 一碗呢 给豪猪 一碗 给冯四 冯四看着办公桌上的鸡汤 看着里面的鸡腿 闻着鸡肉的香味 冯四很难受啊 站起来 说他去趟洗手间 红着脸走出办公室 冯四从怀里 磨出了一支烟 叼在嘴里 来到厕所 找了一个隔间 进去蹲在马桶上 点人烟尸吸了一口 吐出了烟雾 整整二十分钟 冯四没有回来 豪猪给冯四打了两个电话 冯四都没接 偶然 看了孙芳一眼 豪猪明白过来了 朝吴传雄递了一个眼色 吴传雄会议 冯孙芳说道 老婆 你先回去 晚上回来 我做好吃的给你吃 孙芳走后 冯四回到办公室 一边拿手帕擦手 一边说道 这件事情 是我的错呀 这个悬案 本来大家是可以不查的 这样吧 从现在开始 这个悬案 由我一个人负责 你们两个 都好好休息几天 行吧 豪猪扭头 看向吴传雄 也是说道 传雄 你休息几天 这案子 我和冯四一起查就行了 欧传雄说道 不行 温客 你们都在查 而且 这个案子要是破了 那么是咱们三队的名誉 我也是三队的一员 怎么能休息呢 冯四冲着吴传雄说道 不行 传雄 你必须休息 你老婆刚刚生了孩子 你要在家照顾老婆 照顾孩子 半夜要是孩子哭 你还得起来给孩子充奶粉 你太累了 拖休息 总是好事 可是 我也是三队的一员 风客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拖三队的后腿的 行吗 冯四动了动嘴唇 看着吴传雄 以赴诚恳的模样 冯四下定的决心 又是动摇了 两人是四目相对 久久凝视 要不 这样吧 咱们上午查案 下午休息怎么样 豪猪凑到冯四的耳边 笑声说道 你给传雄一个面子 下午休息 咱俩可以上网查资料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冯四扭头看了豪猪一眼 民嘴点头 也是说道 好吧 那从今天开始 上午查案 下午休息 其实 豪猪的这个主意 是在变相的 给吴传雄休息时间 吴传雄说道 好吧 总之 大家休息 我就休息 大家工作 我就要工作 我也是三队的一员 我不能搞特殊 再说 咱们是兄弟 是朋友 冯哥的事情 就是我们大家的事情 又过了两天 每天上午 冯四带着人 去四处 找四个小包工头 过去的太久了 城市发展太快 城市周围内的建筑 更是建了拆 拆了建 越来越多的人 都开始吃建筑 这一行的饭 稍微有点头脑的人 都成为了小包工头 再加上建筑这一行 小包工头 大多都是投机取巧 今年有钱赚 就带着工人去 明年没钱 就只能干别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 很多从事这一行的人 干了两年之后 都换了工作 冯四要找的 这四个小包工头 是十二年前的 小包工头 更是无处可找 修房子的工人 换了一批又一批 小包工头 如雨后春损 也是多不胜数 不了解这一行的 还不知道啊 现在冯四了解 发现干这一行的人 都是快餐式的生活 快餐式的合作 吃饭 工作 睡觉 天天重复 行业变化也大 建筑工地的跨度也大 新人层出不穷 谁还记得十二年前的事情呢 整整两天的时间 冯四跑了十几个工地现场 可惜都没有找到四个包工头中的任意人 这让冯四感到很是绝望啊 豪猪也很是烦恼啊 哎呀 咱们这样查 不知道要查到什么时候 不过呀 颜开副不是说四个小包工头中 有一个叫王红英的包工头 他家就是住在江城的吗 咱这样查不到 不如给老李打个电话 老李认识的人比较多 人卖光 让他去查 或许会容易一些呀 冯四摇摇头 也是说道 嫂子 现在正在医院 这个时候打扰老李 会显得不太厚道啊 老李不是说了吗 嫂子住院是三高问题 这是长期的饮食造成的 想要康复 也需要很长时间 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康复的 而且现在嫂子 已经在医院住了六天 该做的检查 前期该做的 也应该都做了 现在呀 估计就只需要调养了 你打个电话给老李 应该没事的 冯四想了想 豪猪说得不错呀 不打个电话问问 怎么知道医院那边的情况呢 正想打个电话过去 李世海的电话 便先一步打了过来 喂 老李 你打电话 什么事啊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605集 现邪 冯四觉得 老李打电话呀 肯定是有事情 不然 老李不会无缘无故地给自己打电话 过不其然 老李在医院里慌张说道 冯四 刘柔出事了 刘柔出事了 你快来医院吧 刘柔这个名字 如果老李不提 估计啊 冯四自己 也是快忘记了 毕竟呢 这几天太忙了 老李提到刘柔的名字 冯四 冯四又想起刘柔 想起了刘柔 赶走无尽的场面 心中又是一阵疼啊 这几日 每晚 冯四都会梦见无尽 刘柔的行为 对冯四来说 无疑是残忍的 冯四是深吸了一口气呀 没好气地说道 老李 现在 刘柔已经不是 我们三队的队员了 他的事情 我不想过问 另外 我有件事情 希望你能帮忙 李世海不等冯四 把电话说完 便抢着说道 冯四 别说你的事了 唉 刘柔被人捅了 他被人捅了十几刀 现在浑身是血 你快带兄弟们过来吧 等会儿医院的血裤 还不知道 有没有刘柔的配情 要是没有 那可就糟了 冯四啊 也是猛地瞪大了眼睛 说道 什么 刘柔被人捅了这么多 是啊 你快点过来吧 带着人过来 豪猪问发生什么事 冯四愣了两秒 心中想着 刘柔曾经的好 也是很是内疚啊 急忙将事情说了一下 随后呢 赶紧和豪猪和吴传雄 去楼下 开车去医院 在去往医院的路上 豪猪给副队长 打了一个电话 说了医院 可能没有血清的事情 傅灵东接到电话之后 也是很惊讶呀 随后 叫上了一队和二队的人 一起来到医院 果不其然 医生说 刘柔是稀有的RHB型血 医院的血库里 没有对应的血性 必须呢 要马上找人抽血 病人现在 已经失血过多 如果不尽快输血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呢 傅灵东说道 医生 我们这里五十几个人 里面一定有RHB型 先验一验血型就知道了 医生站在走廊上 看了一眼 摘下口罩 也是说道 RHB型血 是很稀有的 一千人里 未必有一个 就算有 如果现在临时抽血 验血型 也是来不及的了 冯四冲上前 抓住医生的胸膛 也是问道 到底 到底什么情况 如果有血 肯定能救 我的意思是 让你们大家 互相问一问 看看有没有人是 如果是 立刻开始抽血 可以缓解伤者的情况 剩下的人 再去检查血型 冯四 你忘了 你就是RHB型 你的血型 老胡的血型 都和刘柔的一样 你们都是啊 哎 对啊 冯四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说道 医生 先抽我的血 可以 你确定 你就是RHB型吗 是的医生 拜托了 拜托了 冯四跟着医生 进入了抽血室 拿出了鞋带 抬头看了冯四一眼 说道 病人现在 是严重缺血 必须要尽快 输血才能够救他 一次正常抽血 是200到400毫升 就算给你最多抽400毫升 也不能缓解病人的病情 现在 我必须问你 你愿意抽多少血 给病人 冯四变得很是紧张啊 也是开始自言自语 唉 不能让他死 他的父亲是英雄 不能让他死啊 情急之下 冯四回想起了 刘柔的身世 医生知道 冯四紧张 倒是没有怪他的意思啊 反倒是推了推眼镜框 也是继续说道 不不不 让我们抽光你的血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是说 可能会多抽一点血 不过嘛 多抽血 会给你身体带来损伤 所以 我想问问 你 愿不愿意抽血 愿意 不管多少 别再犹豫了 抽吧 那我先抽800毫升 然后 看看你身体情况 不 800毫升太少了 直接抽1200毫升 医生抬头 看了冯四一眼 明白冯四的心情 也是点点头 说道 好 没问题 随后 医生将针管 插在冯四的血管上面 红色的血液 也是流了出来 流到了血带里面 三分钟的样子 抽了冯四 1200毫升的血液 一般人 是不允许抽血 超过400毫升的 鲜血就是这个量了 抽血超过20% 就会出现脉搏加快 血压下降等情况 冯四直接抽取了1200毫升 就算冯四身体里面的血容量 达到了5000毫升 这个抽血量 也远远超过了20% 不过 因为冯四是特种兵的缘故 身体素质强 所以 抽完血之后啊 冯四也只不过 使脸色和嘴唇有些发白 走路有些不稳 也是不算太严重 冯四能够自己走出抽血式 外面 豪猪等人看见冯四出来 也是急忙上前 将冯四给扶住 傅令东说道 唉 你快去那边 坐下休息 众人将冯四扶到了长椅处 几个人坐下之后 冯四抓住了豪猪的衣服 豪猪低头看了一眼 也是说道 你放心吧 我已经给胡副局长打过电话了 他马上就来 冯四也是吃力地吞了吞口水 对豪猪到了一些呀 十分钟之后 胡庆帮还没有来 医生从手术室里走出来 也是说道 你们的人到了吗 哎呀 傅令东急忙走过去 抓住医生的手 说道 医生 现在病人的情况怎么样了 输血之后 病人暂时解除了危险 不过 现在病人身体里 仍旧缺血 已经演变成了 贫血性的休克 如果半个小时之内 不能给病人输入血液 病人会很危险的 冯四 也是支撑着站了起来 我来 抽我的血吧 我知道你的身体强壮 不过 你已经抽了1200毫升 如果再抽血 你的身体 也会出现情况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我建议 你还是不要抽血 豪猪扶着冯四坐下 也是心疼地说道 你懂懂吧 半个小时之内 老胡一定会赶过来 到时候 让老胡抽血 救流肉就行了 冯四很想再抽血 救流肉啊 可是毕竟已经抽了 1200毫升的血 冯四的身体再翘 也是站不稳了 只能等 这一等呢 就是20分钟 胡庆帮还是没有到啊 豪猪给胡庆帮打电话 说是在桥上堵车了 他骑着摩托车过来 大概需要20分钟 这也是来不及了 冯四也是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想要再抽他的血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零六集 全员震怒 一声是皱丑眉 也是泯泯嘴啊 虽然他很不想抽冯四的血 他早已经为冯四的毅力 感到震撼 正常人现血 一次不会超过四百毫升 可是冯四却一次抽出了一千二百毫升 而且还没有晕到 还能够保持正常的思维意识 确实是太强患了 虽然再抽血 可能会给冯四带来一些身体上的损害 但是这也比让刘柔死掉好啊 因此呢 医生没有犹豫 直接带着冯四进入抽血室 也是开始抽血 这一次 医生抽了八百毫升 医生抽完之后 惊奇地发现 冯四竟然还能勉强支撑 没有昏厥 不由产生的敬佩之情啊 医生带着鞋带去了病房 这下 冯四是真的走不动了 豪猪和傅令东两人联手 将冯四 抬出了抽血室 刚一出来 冯四也就晕了过去 梦里 冯四梦见的刘柔 画面跑得飞快 初见刘柔时啊 刘柔的冷傲 后来的相处 那个任性的夜晚 那个吻 共成那双通红的眼 墓碑前 那个痛哭的刘柔 冯四感觉 自己心在痛啊 冯四双手胡乱抓着 突然 抓住了一个人的手 耳边传来了胡庆帮的声音 冯四 放心吧 刘柔没事了 听见声音 冯四是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啊 眨了眨眼 模糊的视线 也是变得清晰起来 胡庆帮 也是出现在冯四的眼前 冯四说道 老胡 老胡 是你 是你 是我 放心吧 胡庆帮抓住了冯四的手 冯四环视一圈 说道 这是哪 病房 我怎么会在病房呢 胡庆帮也是抿嘴说道 你忘了 你抽了两千毫升的血液 给刘柔献血 你严重失血呀 不过 我来的时候 医生说刘柔已经不需要血了 你晕倒需要输血 所以呢 我给你输了八千毫升的血 多谢 刘柔没事吧 没事 人已经抢救过来了 手术很成功 冯四挣扎着 香药从床上爬起来 胡庆帮急忙按住冯四 也是劝阻说道 别 你别起来了 医生说了 你的身体还很弱 需要躺下休息呀 胡庆帮是叹了口气呀 红着眼说道 这次都怪我不好 你说 我怎么就不能早一点到医院呢 你也太胡来了 如果出现意外 你恐怕早就死了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胡庆帮感觉自己心里 也是酸酸的 一直以来 胡庆帮都像严格高强度的训练风似 因为胡庆帮忘不掉 那些死在边境的战友 胡庆帮做出的所有努力 都是希望能够将冯四培养出来 让他加入魔鬼训练营 成为战友们的骄傲 也算是替他们完成一个心愿 胡庆帮呢 也是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可是 他却忘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呢 刚才医生下达病危通知 那一刻 冯四才明白 自己 也是 自己的战友 冯四呢 也有着和自己过命交情 如果冯四死了 胡庆帮 会怪罪自己 一辈子 不过 好在冯四抢救了过来 老天有眼啊 总算没有收走冯四的生命啊 冯四看着胡庆帮偷偷地抹眼泪 也是吃笑一声 老胡 你哭什么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哭得像一个小女人一样呢 你这样 要是被人看见 那像个什么样 好了 你醒过来就好 好好地在这住几天 我出去让豪猪进来 这几天呢 就让豪猪陪着你 工作上的事情啊 你就别管了 胡庆帮是抹掉眼泪 说完话 拍了拍冯四的手 便走了出去 过了会儿 豪猪是进来了 哎呦冯四 好些了吧 好多了 我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帮我把书页管拔下来 不行啊 医生说了 你这种情况 至少要休息三天啊 半天 两天 两天总行了吧 必须半天 一天 最少也得一天行吧 成交 晚上 豪猪帮冯四 办理了出院手续 带冯四来到了 重症监护室 透过房门上的玻璃 冯四朝里面是看了一眼 心里呢 也是让刘柔放心 他自己 一定会找到凶手 东风汽车在马路上 飞驰而坐呀 豪猪坐在驾驶室里 控制着方向盘 不时扭头 看向冯四一眼 冯四将脑袋 靠在座椅上 有些无奈地说道 你看我干什么 你看 咱们说的一天 这才不过半天的时间 就出来 哎呀 冯四啊 我怎么感觉 你有些说话不算数呢 没办法 谁让你心软呢 现在嘛 出院手续也办了 难道说 你要把我送回去不成 我算是扶那里了 不过嘛 我答应你回去 已经是违背了老胡的命令 所以到家之后 你不能查案 只能在家给我休息 知道了吧 没问题 我很累呀 回去之后 想好好睡一觉 回到家 冯四呢 也是倒在床上 便睡了过去 豪猪掏出手机 拨打了老胡的电话 跟老胡说明了 冯四的情况 老胡叹了口气呀 也是说道 唉 我知道 他就是这个性格 算了 随他去吧 行 这事 也就这样吧 咱们不多说了 不过 另外一件事 你查到消息了吗 什么事 刘柔是被谁捅的 为什么对方会这么狠心 要捅他十几刀 胡敬邦是犹豫了一会儿 也是说道 刘柔 好像已经不是你们三队的人了吧 我想 我会派人去调查 这事 你们就不用管了 豪忠呢 也是直接顶了回去 谁说刘柔不是我们三队的人 他就是我们三队的人 现在 我怀疑是有人要故意报复我们三队 所以 凶手才会捅了刘柔 这是对我们三队的严重挑衅 我们三队 绝对不会手软 必须要补惜一切代价 抓捕凶手 严惩凶手 让他知道 我们三队的厉害 你激动什么 这不是激动 现在 我们整个三队的人 都已经因为刘柔的事情 而震怒了 甚至连原本就在杜蜜月的赵大宝 也在得到消息之后 在明天早上 会赶回江城 这次的重创 已经让我们三队全员震怒 现在 我们已经自动组建了调查小组 这个事 必须一查到底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607集 模糊的监控视频 第二天早上 冯四醒来时 豪猪已经准备好了牛奶和鸡蛋 冯四咬了一口面包 感觉呢 胃痛较辣呀 放下面包 也是强撑着喝了一口牛奶 随便急说道 豪猪 刘柔那里 你有眉目了吗 豪猪将一份文件 递到封寺面前 也是说道 打盖的事情经过 已经知道了 这是老胡昨晚连夜 发给我的资料 我打印出来了 你看看吧 说说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柔是在一栋办公楼里遇刺的 不过刘柔遇刺的事情 有些奇怪 他不是突然遇刺 而是吗 跟着凶手到了办公室之后 才被遇刺的 逢四周梅 这么说 刘柔是在跟踪凶手之后 被凶手发现才刺伤的 刘柔为什么跟踪这个人 这个事情 现在还没有人知道 不过刘柔遇刺的地方 有监控视频 资料呢 已经传到你的电脑上了 你把电脑打开 看一看就知道了 逢四呢 也将笔记本电脑 放在桌上 五秒开机之后 找到了豪猪发来的视频 点开视频之后 可以看见刘柔 戴着一个口罩 长得高瘦高瘦 刘柔就是在跟踪他 这个人呢 在进入监控画面之后 故意呢 也是停留在原地玩手机 随后四处张望 像是没有连接上WiFi 找到了 并将刘柔的手机 也是递了过去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凶手同时掏出了一个喷雾剂 朝着刘柔的口鼻 也是喷了两下 顿时 刘柔失去了神志 身子摇晃两下 就被胸口推到墙上 随即 凶手拿出一把匕首 冲着刘柔的腹部 也就是一顿乱捅啊 前后竟然捅了二十刀 等刘柔倒地之后 凶手呢 将匕首扔到了垃圾桶里 完全一副没事人的样子 平淡地走出了监控视频 视频到这里 就结束了 冯四亲眼看见刘柔被捅 心中啊 也是很难受啊 砰的一巴掌 拍在了办公桌上 扭头看向豪主 既然是办公大楼 应该还有别的监控吧 调查到这个凶手的身份了吗 哎呦 奇怪呀 就奇怪在这儿 其他的监控视频里 凶手始终戴着一个鸭舌帽 看不到五官的特征 而凶手在痛了刘柔之后 就像是人间蒸发一样啊 再也没有出现在办公大楼的 任何一个监控视频里 没有再出现 任何一个监控视频里 难道是易容了吗 很有可能啊 凶手可能是准备好了易容道具 在捅了刘柔之后 便进入了厕所 在厕所易容成另一个人 然后离开了办公大楼 冯四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视频 说道 凶手的身体特征很明显 他很瘦 就算是易容之后 也应该能从身形上看出 再仔细找找 其他的监控视频 没用的 案发之后 这个案子直接交给了 一队的周正军处理 周正军带着人 第一时间去查看了现场 哎呀 调取了监控 因为呢 办公楼里面 进出的人员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办公楼也大部分都是身材销售的人 人来人往 完完全全分辨不出 哪一个人是凶手 现在的线索 也只有这么多了 冯四直接拍桌子也是站了起来 愤怒地说道 什么叫分辨不出 哪个人是凶手 一个办公大厦而已 在同一个时段进出的 不过是数百人 周正军他到底什么意思 因为太过激动 冯四的身子也是摇晃了两下 护着额头也是坐了下去 好主事急忙上前许问 冯四 你没事吧 哎 我就是太激动了 休息一会儿 那就好了 你不用激动 原本我也觉得周正军 可能并不愿意去查这个案子 可是当我看到监控视频的时候 我放弃了想法 唉 不过嘛 大宝和传雄还在认真的对比 我相信 很快就能拿出一个结果的 大宝回来了 对呀 刘柔毕竟是我们三队的成员 这次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大宝肯定是要回来 现在 我们三队的几个人 已经凝聚到了一起 甚至就连一向不愿意查案的老李 也参与了进来 发誓 一定要抓到凶手 冯四掏出手机 也是说道 好吧 我先给大宝打个电话 过去问问 电话响了两声 对方是很快便接了电话呀 随即 电话里面 传来了赵大宝的声音 喂 冯哥 你的身体好些了吗 冯四应了一声 说道 好了不少 我没有想到啊 这件事会让你 冯四感觉到有些惭愧 赵大宝不等冯四把话说完 便抢之说道 冯哥 你不用觉得愧疚 这是我们三队所有成员的事情 一天 柔姐对我不错 这次啊 有人感动柔姐 我绝对不会放过她 而且这次的事情 已经传遍了整个江城 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副队长 让咱们三队接手这个案子 也是 一定要尽快破案啊 冯四心里一阵莫名的感动 也是说道 唉 多谢了 不用谢 我在这里遇到麻烦了 我跟你说一下 监控视频的画面 并不是很清晰 甚至只能勉强分辨出五官 看不出一个人的具体相貌 我和传雄试的所有办法 也没能让监控画面变得清晰 因此 我们找不出嫌疑人 这样 我先把视频发到你的电脑里 你先看看吧 电话那边 赵大宝说了话 随即传来了敲击键盘的声音 冯四呢 也是在电脑上 成功地显示了文件的传输速度 不到半分钟 便传到了冯四的电脑 冯四将视频点开看了一下 果然 画面中啊 人来人往 虽然监控距离也是并不算远 但是人影嘛 确实显得很模糊 确实如同赵大宝所说的 只能勉强分辨出武官 根本无法分辨出相貌 亲眼看见视频 焚似也是很恼怒啊 知道自己错怪周整军了 心里隐隐有些愧疚啊 电话里传来了赵大宝的声音 风哥 视频你收到了吧 啊 收到了 而且 我已经看了 人影确实太过模糊了 哎 只能够勉强分辨出武官啊 这样的监控视频 根本就不可能分辨出凶手嘛 不过 办公大楼里 应该有很多的监控视频 难道 所有的监控视频都一样吗 冯四是不死心啊 因为办公大楼里 不可能只有一两处的监控视频 冯四呢 想要调查所有的监控视频 赵大宝在电话那边说道 唉 是的 所有的监控视频 画面都是这样 不过 原本的监控视频 都能看清 好像是 突然出了某些故障 突然出了故障 风色暗响 怎么可能呢 早不出故障 晚不出故障 偏偏在这个时候出故障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608集 干扰装置 是啊 赵大宝 赵大宝说道 赵大宝说道 不管是什么原因 总之就是突然出了故障 凶手似乎随身携带了能够干扰电流的工具 要不然 就是办公楼的电流 在这段时间内出现了不平稳的现象 但是这么巧的事情 却不太可能发生啊 冯四听懂的赵大宝的意思 办公楼的电流供应应该是平稳的 整个江城 每天都有工人去检查线路 所以如果是真的出现了问题 应该是很快就能解决 甚至是提前发现 提前通知 第二天 某个区域会断电 电工呢 会替换老旧的电路 江城的常住人口 超过五百万 现在人们的生活 已经离不开电能 生产和生活 也是都离不开了 对于这样一个 拥有庞大人口的城市 电力供应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电路嘛 也是几乎不可能自己出问题 排除这个可能 剩下的就只有最后一个可能 凶手确实是携带了 影响电路的东西 而且凶手影响的 还是办公大楼的电力系统 每一层呢 都有一个开关 当然 在底楼 也确实有一个总开关 不过嘛 凶手动手的楼层 在七楼 从七楼下去 不管是走楼梯 亦或是坐电梯 也是都有监控 现在呢 一楼梯的监控摄影响的监控摄像头 拍到它的踪迹 这也是可以说明一点 凶手使用的 对电流进行干扰的 很可能是一个无线装置 并非是一个需要借助开关的辅助装置 冯四脑子里 也是想了一遍 并没有想到一种可以不通过连接 就影响整个电力供应的系统 于是 上网搜索了一下 也没有找到类似的装置啊 这让冯四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凶手 可能是使用自己发明的一个装置 冯四赶紧用电脑 也是联系了吴传雄 两人视频聊了天 冯四在视频中 询问了吴传雄 有没有这样不需要插头 无限的就可以影响电流的装置 或者说 有没有可能 是真的存在呢 吴传雄也是推了推眼镜矿啊 说道 哟 电能和磁能是相互转化的 所以 只要弄一个强磁场 靠近电流 电流就会明显受到影响 你能研究出一个类似的装置吗 可以 大概多久 如果从现在开始做 最晚明天早上 应该能够做出来 冯四说道 好吧 那你现在 停下手里的工作 赶紧去做这样一个装置 关闭视频聊天 冯四让豪猪开车 带自己去案发现场的办公大楼 吴传雄说 装置是要靠近电流 如果凶手将这个装置拿走之后 监控视频中的画面 就会恢复正常 可是 监控视频的画面 却是一直模糊的 这就说明 凶手是把这个装置 放置在了办公大楼 某个别人看不到的位置 凶手进入办公大楼 虽然办公大楼有着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铺面 人员之间可能不是相互认识 但是呢 至少在同一间公司的职员 是相互认识的 所以凶手不可能进入任何一家公司的房间内 因为 只要他进去 就会被发现 因此凶手只能把这个装置 放在办公楼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是厕所 可能是藏在了抽水马桶的盖子里面 冯司和豪猪 直接来到了七楼的厕所 找遍了每一个隔间 大概呢 找了所有抽水马桶的盖子 可是最后 并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装置啊 怎么会呢 难道说 凶手带着装置 到了别的楼层厕所去了吗 冯司呢 是当局者迷 豪猪说道 不可能啊 凶手离开七楼 也需要进入监控范围之内 所以凶手应该是 在七楼的监控视频 模糊之后才离开的 可是 如果是这样 那为什么七楼的厕所里 没有找到凶手放置的装置呢 这个 我想到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 是凶手出去之后啊 换了衣服 换了时间 再来带走了装置 第二种 是凶手出去之后 叫了别人回来 帮忙带走了装置 冯司是瞬间回过神啊 懂了豪猪的意思 一拳头冬的砸在了厕所的隔板上 也是生气的说道 盖司 豪猪是安抚说道 哎呀 你不用急 小心身体 你还没有康复呢 这个案子 迟早会有结果 不过 这次的对手 也是非比寻常 咱们先回去吧 过两天 刘柔醒过来之后 问问他 能够得到一些 有意义的线索 冯司握紧拳头 也是说道 我现在 一分一秒也等不了 我恨不得 凶手立刻马上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打得他满地着牙 冯司重重的一拳头 砸在了门板上 厚主说道 我真是不明白了 你到底是喜欢吴静 还是喜欢刘柔 怎么 现在刘柔出事了 你终于反应过来 你心里喜欢的人 是刘柔了吗 不 我喜欢的人是吴静 刘柔是我的队员 他是我的朋友 凶手的行径 不仅是对刘柔的侮辱 也是对三队的侮辱 好主事动了动嘴唇 本想直接说出冯司的心思 告诉冯司 你这就是喜欢刘柔的表现 但是转念一想 有些事情 自己说明也是并不是好事 不如就让事态 也是慢慢发展下去吧 熬猪现在 也养成了不强求的心态 如果两个人能够在一起 那自然最好 如果不能够在一起 那也只是天意吧 回到家 冯司对凶手 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分析 刘柔应该不是第一天 跟踪这个凶手了 不然 如果只是一次跟踪 凶手背包里 又怎么会同时准备好 捅人的刀 和干扰电流的装置呢 而且 凶手在捅刘柔的时候 并没有任何犹豫 证明 他是早有计划 而且 这个凶手可能早就调查过刘柔了 因为 不知道刘柔功夫好的人 第一眼会认为 刘柔是个弱女子 凶手如果把刘柔当成弱女子 他就不可能提前使用盆武器 冯司是越想越奇怪啊 因为凶手携带的东西 他 对警察的了解 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罪犯 冯司有种感觉 这次 痛伤流柔的凶手 可能是大有来头 不过究竟是什么来头 这个呀 也没人知道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609集 刘柔的委屈 整整两天的时间 凶手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没有再出现 躺在医院里的刘柔 这个时候 也苏醒了过来 冯司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呀 很是兴奋 赶紧开车 带着豪猪 来到了医院 在病房 冯司见到了苏醒的刘柔 刘柔看着冯司 双眼泛红 冯司不愿意在刘柔面前 提起自己救她的事情 现在呢 冯司满心惦记着凶手 有股莫名其妙的感觉 冯司特别想早点抓住凶手 于是说道 哎对了 刘柔 那天你被捅的时候 有没有仔细看过 凶手到底是什么特征 而且 还有 你不是第一次跟踪凶手了吧 你还在什么地方跟踪过他 都说说吧 刘柔是双眼泛红 心中一酸 扭头看向了一遍 冯司说道 刘柔 你怎么了 我在问你话呢 你听见了吗 其实 刘柔心里 又何尝没有听见冯司的话呢 不过 刘柔心里 总觉得酸酸的 本来刘柔以为 冯司愿意为了自己舍弃生命 也要抽鞋给自己 这足以说明 冯司心里 是爱自己的 是关心自己的 冯司喜欢自己 案发之后 冯司所做的一切事情 也都是为了自己 刘柔甚至觉得 这件事情之后啊 冯司真的可以和自己走到一起了 自己身体有一半的血液 都是冯司的 这让刘柔很感动 也是特别的感动啊 刘柔有着不错的医学知识 知道正常人 如果抽四百毫升的血 就是最多的了 冯司先后两次 一共抽了两千毫升 刘柔幻想过了 这或许是一件 让自己终生都不会忘记的事情 老了 掉了牙 还可以和冯司 谈论当年的这件事情 可是现在 冯司轻描淡写的 也是一代而过 这让刘柔的期待 也是落了空啊 心中呢 也是难免委屈 有时候 一个人一肚子滑 只想对另一个人说 没有这个人 他宁愿是一言不发呀 刘柔现在的心情 也就是这样 眼泪流了出来 刘柔抬手 将眼泪磨掉 也是 冯司皱着眉头啊 刘柔 你怎么了 我问你话 你为什么不回答 你知不知道 这个案子有多重要 好主看出了刘柔的心思 敏嘴说道 冯司 你别吵 刘柔现在 刚醒过来 状态不好 你让他多休息一会儿 这样吧 你先出去 我跟刘柔聊一聊 行 那你跟他聊 记得问重点的事情 这个案子 还得查呀 说完话 冯司呢 便往外面走 如果是别的队员受了伤 冯司肯定会跌跌不休 询问当时的情况 可是 这次受伤的人 是刘柔 冯司看见刘柔那怯弱的眼神 心中一疼 也是不愿再伤害刘柔 便爽快地答应了 冯司离开病房之后 好猪说道 柔姐 冯姑已经走了 你也回去吧 我累了 这 柔柔 柔姐 案子的事情 你看 我累了 以后再说吧 刘柔说完话 侧身背对着豪猪 让豪猪觉得呀 也很是无奈呀 只好转身走出病房 外面的走廊上 冯司已经点上一支烟 抽了两口 说道 哎 怎么了 刘柔说什么了吗 咱们回去吧 柔姐现在心情不太好 今天 就先这样吧 哎 不是 这个案子这么严重 怎么能由着她的性子来呢 豪猪是无奈地说道啊 她不愿意说 那有什么办法 走吧 有些事情 强求不来 说完 豪猪也不停留 迈着步子 朝电梯走去了 冯司 也是回头 看了病房一眼 是追了上去 豪猪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 有些事情强求不来 你不觉得 刚才柔姐 对你问话的时候 她对你有那种意思吗 我 我查案 我和她之间 没有什么关系 绝世就是掩世 我不说了 她不愿意查 我还就不查她这个案子呢 咱们自己 宝华诗藏诗案 都还没线索 走走走 回去 赵大宝和吴传雄 询问刘柔的情况 冯司直接说道 她很好 别管她 咱们查咱们自己的案子 冯司拿着一份资料 给了赵大宝 说道 你去看看吧 等你看完之后 咱们再一起商量商量 这个案子 到底应该怎么办 赵大宝接过 逢四帝来的资料 也是低头看了几眼 哭着脸说道 这 风哥 咱们真不查柔姐的案子了 这个案子 上面下的死命令 一定要尽快侦破 要不 这桩悬案 咱们先放放吧 吴传雄也是说道 是啊 风哥 柔姐的案子 很重要 凶手敢对柔姐下手 这是对我们三对 说大一点 就是对我们整个公安局的挑衅 如果不能将尽快抓捕归案 这个案子的影响 会越来越大 咱们三对的名声 也就丢尽了 风四抿了抿嘴 坐在办公桌上 双手抱胸 也是并不说话 好主看了风四一眼 冲着赵大宝和吴传雄说道 雄了雄了 你们都别说了 就这事 也是不能怪风四 刘柔今天心情不好 唉 我和冯瑟去问她 案发时候到底是什么情况 刘柔死活不肯说 你们说 受害者不愿意讲述当时的情况 咱们手里的资料有极少 这个案子 怎么差 吴传雄是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柔姐平时不是这个性格 柔姐平时的性格是直爽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难道是冯哥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惹怒了柔姐吗 我说了不该说的话 好主 你说 我说什么了吗 哎呀 算了 可能 今天柔姐的心情 也是确实不好啊 咱们今天不去找她 明天再去找柔姐 到时候大宝传雄 你们去找柔姐 我和冯瑟就不去了 行 没问题 吴传雄说道 赵大宝也是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说道 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 明天去见到柔姐 我一定让她说出 当时案发的情况 说起来 我也很奇怪啊 柔姐为什么会跟踪那个男人呢 第二天 赵大宝和吴传雄 也是去了一趟医院 回来之后啊 两人都是一副 无精打采的样子 风刺也是说道 哎怎么样 刘柔说什么了吗 赵大宝和吴传雄 是对视一眼 两人是同时摇头啊 随即赵大宝说道 没有啊 柔姐说了 这个事情 他自己 也是知道该怎么解决 冯四惊讶地说道 你们说什么 我没听错吧 这个案子 他自己解决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一世纪 二分之一的人生 是啊 赵大宝是抿了抿嘴 有气无力地说道 不管我怎么劝 柔姐都说 他自己会查这个案子 而且柔姐 还让我给冯哥你带句话呀 冯四心中 本来就窝火 这一会儿听到 刘柔还有话要跟自己说 也是往后后退了两步啊 双手插腰 说道 他说什么 赵大宝扭头看向吴传雄 吴传雄也是点点头 说道 还是我来说吧 冯哥 柔姐说 她的事情 不用你管 现在 她已经不是三堆的人了 这是她的私事 冯四是猛地一拍桌子 生气地说道 她到底是想怎么样 这么大的案子 她自己去查 我看这个刘柔是疯了 她是不是忘了 是谁救了她 这明显是个刑事案件 难道她不明白吗 对 我是喜欢查案 就算是感谢 我给她书写 那也至少应该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吴传雄眼睛一亮 也是说道 冯哥 我忘了说 柔姐其实挺感谢你的 她说 她感谢你 给她书写 这是她身体的 二分之一的血液 也是 你给了她 二分之一的人生啊 行了 别说了 我出去一趟 你们继续找线索 玉碧 走出办公室 也是 静止来到了厕所间 关上门 抹掉了眼泪 拨打了刘柔的电话 电话一响 刘柔接了电话 冯四本来是心里着急啊 但是听到了刘柔的声音之后 有种生气的感觉 全都消失了 也只剩下心酸了 好一会儿 冯四控制住情绪 说道 刘柔 刘柔 怎么样才肯告诉我 关于这个案子的事情啊 你知道 这个案子上面已经下了死命令 必须尽早破案 不能再拖了 刘柔不等冯四说完 便抢着说道 只是因为上面的命令 那倒没有别的原因吗 什么意思 好 刘柔说道 如果我对你来说 真的只是一个陌生人 你可能会为了我 抽两千毫升的血吗 听了这话 冯四脑袋里是嗡的一声啊 刘柔的话 已经说得很露骨了 冯四动了动嘴唇 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下去 如果不拒绝 自己怎么能不拒绝呢 难道要再找一个借口 提到吴静 提到吴静 能有用吗 冯四心里知道刘柔的性格 所以 知道不管怎么说 刘柔都不可能善罢甘休 她就是想要在自己的心里 保留一个位置 冯四是一句话没说 直接挂掉了电话 随后 拉黑了刘柔的电话 从这一刻开始 冯四知道 自己不能从刘柔这里 获取任何线索了 冯四也是握紧了拳头 心中暗想 大不了 我自己去查 我就不相信找不到线索 回到办公室 豪猪 赵大宝 吴传雄 三个人都没有说话 大家已经恢复了平静啊 所有人都像是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 继续在自己的办公桌前 查资料 一天的时间 也是匆匆而过 晚上回到家 冯四在电脑上 反复地查看 关于案发现场的资料 晚上九点 冯四是心力交瘁地 握通了李世海的电话 也是说道 喂 老李吗 是我冯四 这么晚了 有什么急事啊 那个 老李 如果你查到线索 能不能告诉我 而且 只告诉我一个人 电话那边 传来了李世海的笑声 李世海知道 冯四是个大方的人 并不是一个抠门 为李世图 贪图名利的人 以往的功劳啊 都是让别人得的 这次 怎么就突然这么说了呢 李世海说道 头一次啊 冯四 怎么 你也被这个案子 给拦住了吗 我 听见冯四的声音 李世海 李世海也是瞬间的 明白了过来啊 好好好 我明白了 如果查到线索 我第一个告诉你 而且保证 不告诉别人 行吧 冯四觉得自己这一招啊 有些卑鄙 但是 现在正是自己和刘柔 冷战的时候 刘柔结束冷战的条件 就是让冯四主动承认 喜欢自己 可是冯四心里 虽然对刘柔有情感 但是无论如何 也是不愿意说出来啊 人呢 本来就是一个多情的动物 冯四毫不否认 自己对吴静啊 和对刘柔 也是都有感情 但是 这其实 就是一个岔路 如果是以前 冯四觉得自己还有选择的余地 可是现在嘛 和吴静的几次纠缠之后 冯四觉得 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第一次呢 对吴静负责 第二次 对刘柔负责 刘柔呢 可以遇上更好的 吴静 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第二天中午 李世海给冯四发来短信 凶手的背包 是阿米牌子的 整个江城 只有一家阿米背包 就在 滨江区 而且根据李世海的调查 在七天之前 确实有一个男人 到店里 买走了一款 阿米背包 因为阿米背包的商店里有监控 李世海说 一定也是拍下了凶手的模样 如果冯四想要了解相关线索 可以去阿米背包 调取相关的监控 没有任何犹豫啊 冯四是当即叫上豪猪 两人一起开车 来到了滨江区的阿米商店 跟店主主动交流之后 冯四和豪猪 也是调取了监控视频 画面之中 凶手付钱时 拉下了口罩 冯四第一次看清 对方的脸具体是什么样啊 那是一张看起来 如同白面狐狸一样 白皙 帅气的脸 不过冯四此时看见 却是恨得牙痒痒痒啊 回到警局 冯四将对方的照片 输入了公安系统 利用脸部信息搜索 最后却并没有搜索到 相关的信息 豪猪质疑 哎 这个照片 收纳了江城所有常住人口的面目信息 里面居然找不到这个人 难道这个人是境外人员吗 冯四解释说道 就算不是常住人口 那也只能说明对方可能并不是江城的人 而是外地人 华夏那么大 这个人到底是从哪来的 还不确定啊 吴传雄说道 既然凶手去阿米商店买过背包 那么阿米商店应该和他交流过 能不能听出凶手是哪里的口音呢 冯四赞赏地看了吴传雄一眼 也是摇头说道 没有信息 店主说凶手当时使用的 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听不出他的口音 因此无法判断凶手是哪里人呐 哎呀 这就麻烦了 现在这可怎么办呐 查看天网的情况 时间到回凶手购买阿米背包的那一天吧 在办公大楼里 凶手就躲避了监控 其他地方 凶手应该也会想办法 躲避天网的监控吧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611集 江岸小区 冯四摇头说道 未必 如果这个人 有意要躲避监控 那就不可能摘下口罩 而且不可能在监控下去买背包 冯四也犹豫了 因为如果用一个正常人的认识 去看这件事 很快呢 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情况 凶手在作案的时候 考虑得很充分 可是在作案之前 他却没有注意到监控视频的问题 给人一种错觉 凶手似乎只以为办公大楼有监控 而在其他的地方都没有监控视频 这个情况和上次的东营特种兵 佐藤阿杰一样 他们对华夏的认知 还停留在二战时期 其实 这也是东营培养特种兵的一个弊端 他们为了让特种兵听从自己的话 所以故意给特种兵 灌输了很多错误的知识 以前 冯四在边境地区执行任务的时候 曾经抓获一个东营特种兵 他对华夏的认识 就是贫穷 落后 完全不知道如今的华夏呀 已经不是以前落后的那个样子了 相反 现在的华夏已经腾飞了起来 互联网普及之后 监控摄像头也普及了 有了互联网之后 监控摄像头 也有很多地方是都有了 这些监控 让犯罪也是无法遁形啊 越想 冯四心里也就是越奇怪 总觉得 豪主似乎在无意之间也是说中了 这次痛伤刘柔的 是一个境外人员 不过嘛 冯四又觉得奇怪 刘柔为什么要跟踪这个人呢 按照凶手这副打扮 他走在大街上 也不会被人多看两眼 刘柔现在也没有在三对查案 他手里没案子 跟踪别人干什么 思来想去 冯四的眼睛里 也是一亮啊 不 刘柔手里还有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 就是当年 他父亲的案子 难道说这个人 和当年杀死刘柔的父亲那个人 有什么关系吗 刘柔的父亲 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当年 刘柔不过是个孩子 现在呀 也已经长大成人了 而且这次的凶手 看起来年纪 也就在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十几年前 估计和刘柔一般的 一个小孩子 怎么可能是杀人凶手呢 因此 冯四是越想越奇怪呀 无传熊手指 在键盘上飞快地敲打了一针 也是听下说道 风哥 天王找到凶手的踪迹了 冯四凑过去一看 监控画面之中 凶手从阿米商店里出来 背着背包 扭头看向了两边 脉步朝着前面的十字路口 也是走了过去 画面播放到这里 冯四急忙说道 哎 等一等 暂停 无传熊按下了暂停键 回头看向冯四 说道 风哥 怎么了 你回放一下 我再看看 电脑屏幕上 画面定格在了凶手 查看时间的刹那 随即 风四说道 现在 马上把画面放大 看一看他手腕上 到底是什么手表 胡传熊市照做之后啊 画面被放到了最大 凶手的手腕上 出现了一个 游行手表 游行手表 看见手表的一刹那呀 风四的脑海中闪过一个画面 三河口码头发现 尸骸的案子 那个跟尸骸一体被包裹在不明黑瓶子中 那个瓶子里面 有着和这个一模一样的 游行手表 这个游行手表 似乎是某种身份的象征啊 风四眼睛一亮 暗想 难道这次统伤刘柔的人 也真的是境外的间谍人员吗 间谍 可是 这跟柔柔的父亲 有什么关系呢 胡传熊见到风四发愣 也是提醒说道 哎 风哥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你又先追踪一下 看一看 能不能找到凶手的住处 我到楼上去一趟 风四直接来到胡庆邦的办公室 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胡庆邦也是皱眉说道啊 仅仅是因为一枚游行手表 所以你就觉得 这次的案子 也是境外间谍干的吗 不是 这种幽形手表 市面上没有 而且当年凶手 在杀死张成之后 将他的尸体埋葬起来 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他不可能把它装到瓶子里 一起埋起来呀 回想起凶手使用装置 改变整栋办公楼电流的事情 风四也是更为肯定自己的想法 这次统伤刘柔的人 就是一个间谍 长期活跃在江城的间谍 也是不少 不过一般情况下 被抓的间谍 只是那些窃取国家机密的间谍 观察环境 人流量 以及治安状况的间谍 也有不少 这些在国内都是公开的 而且每个人都能看到实际情况 所以间谍观察的 也是正常的现象 只不过 大家平时没有注意这种情况 间谍不一样啊 他们非常在意这方面的各种情况 考虑的远远不是常人所见的那么简单 间谍考虑的情况 并非只用于战争 他们同样可以根据考察情况 来确定一些战前的必备行动 比如 考察江城行真的办案能力 如果江城行真的办案能力糟糕 他们大肆可以在江城发展地下势力 乃至毒脉 从江城运输毒品 去华夏附近的任意一个城市 这种毒脉的发展 是极为迅速的 而且必将对国内的一部分人 产生极大的影响 所以冯斯才会如此肯定 这次统伤刘柔的 就是一个间谍 不过胡请邦是并不相信的 你总说是间谍 真有那么多间谍 你抓一个回来 给我看看 这么说 你的意思是 这个案子可以继续查了 对 必须继续查 现在 报社已经报道了 刘柔被捅伤的消息 整个江城都为之轰动啊 如果不能尽快找出凶手 唉 可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啊 知道了 既然如此 那就交给我吧 冯斯说完 便起身离开了 胡请邦的办公室 其实 冯斯到胡请邦办公室来 就是想要说明一下情况 因为间谍的事情 它不仅仅是一个案子那么简单 不过嘛 既然胡请邦已经表明了态度 冯斯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其实 冯斯的心里 比谁都想清楚 将凶手给揪出来 毕竟冯斯无法否认的事实 是心中对刘柔的感情还在 冯斯没看一次案发现场的视频 心里就会低血一次 这种无法用语言的痛苦 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甚至 就连冯斯本人 也是很拒绝这个痛苦 不过嘛 感情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事关刘柔 冯斯没有办法 也是视若无睹 回到局里 吴传雄也是兴奋的说道啊 冯克 查到了 这个人住在江岸小区 21栋13楼2号房间 冯斯眉头一皱 说道 这么容易 会不会有诈呀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612集 拆弹 吴传雄说道 啊 很难说 毕竟 凶手在办公大楼 作案的时候 都很谨慎 按理说 不可能这么容易 就让我们知道他的住处 豪猪看了吴传雄一眼 目光落到了冯斯的身上 摸了摸鼻子 也是说道 我倒是觉得 这个问题 不是咱们考虑的 毕竟 咱们只有这一条线索 要我说呀 关它是个什么情况 咱们先去看看再说 在这说再多的 也是没有用啊 对 你说的不错 走吧 豪猪 你跟我去一趟 冯斯带着豪猪 一起开车来到了江南小区 找到了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小罗 一起上楼 咚咚咚 小罗敲了敲门 请问 有人在吗 喊了好几声 屋子里仍旧没有传出声音 冯斯和豪猪对视一眼 豪猪将小罗推到了一旁 说道 哎呀 不管那么多了 破门进去 豪猪飞起一脚 踹向房门 这一脚的力道 也是极大呀 伴随着咚的一声响 房门被踹开了 豪猪和冯斯拿着手枪 也是冲进了房间 阳台上传来声音 冯斯是扭头看去 两个衣着暴露的女人 被绑在了椅子上 纱布蒙住了他们的眼睛 豪猪将几个房间看了一遍 走回来说道 房间里没有别人了 冯斯和豪猪 走向那两个 被绑在阳台上的女人 豪猪检查了一下 说道 糟了 冯斯 一字腿上绑着的是定时炸弹 让我来看看 冯斯低头检查了一下炸弹 看着上面的时间 现在只剩下两分钟了 糟了 凶手刚才一定就在附近 看见咱们进屋 他才遥控打开了定时炸弹 是吗 刷的一声 豪猪拉开窗帘 朝着外面看了一眼 只见一辆白色的越野车 也是开了出去 冯斯记住了越野车的车牌号 也是回头说道 哎哟 追吗 你有法子 拆炸弹吧 让我试试吧 现在 冯斯眼前 出现了两条线 一条是蓝色的线 一条是红色的线 这种定时炸弹 冯斯见过很多 知道其中一条是电源线 另一条 是引爆线 如果剪断了电源线 炸弹带来的危机 就会被接触 可是如果剪断了引爆线 炸弹就会直接爆炸 将拆炸弹的人 炸得粉身碎骨 这种炸弹的制作 也是方便简单 而且使用起来 也很便利 所以曾经一度地出现在边境地区 不过冯斯虽然建得多 但是这种炸弹 蓝色的线和红色的线 都有可能是引爆线 所以现在摆在冯斯面前的 同样也是二分之一的可能 生或者死 就在一面之间 想清楚了吗 豪猪担忧地问道 冯斯抹掉额头上的汗水 冲着豪猪说道 你们两人快后退 上开 时间不多了 交给我来处理就行了 快走 豪猪知道现在时间不多 如果继续留在这里 可能会给冯斯带来压力 所以只能带着小罗 远远地退到了门口 豪猪说道 冯斯 我相信你 拆除这种定时炸弹 在边境区域有一个办法 用小刀轻轻割开两条线的表皮 看一眼包裹在里面的 是白线还是铜线 白线是引爆线 铜丝则是电路线 不过因为这两条线都很细 所以想要在拨开表面的同时 保证不伤到里面的白线 也是非常困难 冯斯看了一眼时间 只剩下一分钟了 从腰间掏出钥匙 打开了钥匙串上的水果刀 冲着两个女人说道 你们别怕 我是来救你们的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里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记好了 你们一定不要动 不然 会很危险 看见两人点头 冯斯松了一口气 这会儿再看时间 已经只剩下最后的45秒 其实 45秒也已经够了 毕竟两根线 蓝线和红线 里面只有一根是电路线 另一根是引爆线 所以 只要削开任意的一根线 如果是铜线 那就直接剪断 如果是白线 那就直接剪断另外一条线 冯斯在心里安慰自己 一定要冷静 随后 用左手扶着蓝色的线 右手拿着水果刀 轻轻地在蓝线上面滑动 冯斯的动作很轻 这么细的蓝色线 如同发丝一样 如果用力 肯定直接就削断了 所以力量 也是尽可能的小一些 也会很保险 一次又一次 冯斯呢 冯斯呢 也是削了十几次 每一次平均用两秒的时间 十几次算下来 终于有了效果 可以看见蓝线内部包裹的 正是白色的引爆线 这时候 还剩下最后十秒钟 冯斯抬头抹掉了额头上的冷汗 也是逼逼逼 水果刀挑着红色的线 下一秒 用力各断 电子显示屏上的倒数计时 也在一瞬间之内 消失了踪影 钉石炸弹的危机解除 冯斯叫豪猪和小罗进来 给两个女人松了绑 随后 豪猪站在阳台 去朝外面眺望了一眼 叹气地说道 哎哟 这一会儿的功夫 恐怕早就走远了 我们是追不上了 追不上 就不用追了 先把这两个女人带回公安局 询问一番 或许能够从他们嘴里 问出一些事情啊 冯斯和豪猪带着两人 回到公安局 本以为可以问出一些事情啊 可是两人的供词都是一样的 他们是在网上和对方认识 凶手呢 自称叫坤哥 答应两人 只要两人愿意为自己提供幸福物 他们就一人给他们五百块钱 可能是因为害怕呀 这两个女人对自己的行为 是供认不讳 随后呢 他们被带了下去 冯斯也是叹气地说道啊 唉 我早该想到 凶手肯定考虑过咱们救下这两个女人的情况 所以 他不可能把自己的信息 泄露给这两个女人啊 唉呦 算了 已经不错了 毕竟咱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唉 对了 你不是记住凶手的车牌号了吗 当时是记下了 不过 你不是拆炸弹吗 我心里为你着急 你时间给忘了 唉 你小子 不能上点心吗 这是人之常情好吧 你一着急 你也得忘 没办法 我还是觉得 要是能够想一个办法缩减拆除定时炸弹的时间就好了 你说的对啊 目前 就这种B2定时炸弹 最容易生产 使用方便 流通广泛 以后难免会遭遇同样的炸弹危险 甭子扭头看向吴传雄 也是说道 传雄 你能不能想个办法 研发出一种可以对付B2炸弹的装置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613集 昆哥的电话 吴传雄的脑袋 从电脑旁边伸了过来 看了冯四一眼 也是说道 风哥 B2定时炸弹是吗 对 就是B2定时炸弹 好嘞 让我查查看 按了一下回车键 B2定时炸弹的详细信息出现在眼前 吴传雄仔细认真地看了起来 冯四本来只是一句抱怨 看着吴传雄 一直专注地在电脑前研究B2定时炸弹 也是急忙说道 传雄 我只是说说而已 太难了 我看 还是算了吧 没事 反正我本来也对科技研究很有兴趣 我仔细看看吧 或许 能够找到一个对付B2定时炸弹的办法 冯四不再多说 豪猪却说道 哦呦 对了冯四 现在凶手已经逃走了 下一步 应该怎么办 冯四想了想 说道 凶手应该就是一个东营间谍 间谍和特种兵不一样 这一点 我差点忘了 间谍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搜集情报 任何一个情报 都值得被收集对象的现实情况相关联 所以这个间谍呢 肯定是了解华夏现在的发展 而且这个人 应该知道上次左腾和阿杰被抓的事情 他知道 我们会默认所有东营特种兵 都对华夏有着不正确的认识 这家伙正是利用咱们思维上的弱点 狠狠给咱们摆了一刀啊 如果是这样 这个间谍知道大街上四处都有监控 他还主动暴露 这是在故意嘲讽咱们吗 嘲讽 倒是算不上 这个间谍的目的 很有可能是希望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结合三河口码头发现尸体的情况来看 东营的间谍 这应该是想测试一下 咱们江城刑警大队队员的办案能力啊 有完没完 这样很有意思吗 你抱怨也没用 东营一直没有放弃对华夏的图谋 江城是这么重要的城市 死通八达 如果在江城能建立一个贩毒据点 那么对于他们建设毒脉来说 就太容易了 而且毒品本身也是最容易麻痹人意志的东西 如果只是通过一般的办法 东营可能在未来五十年之内 不敢对华夏动手 但是嘛 如果使用毒品成功地在华夏建立去毒脉 最多只需要十年 东营必然会再次发动对华夏的攻击 豪猪是抱怨说道啊 有完没完啊 到底想怎么样啊 冯四拍了拍豪猪的肩膀 也是说道 有些事情啊 总得有人去做 不是你我 那也是别人啊 豪猪连忙点了点头 懂了冯四话中的意思 第二天早上 当冯四和豪猪来到办公室的时候 吴传雄已经到了 冯四和豪猪对视一眼 两人是都笑了起来啊 豪猪走到吴传雄的办公桌前 也是说道 传雄 孙方这才刚生孩子 你不在家守着老婆孩子 你来这么早干什么 欧传雄说道 没事 孙方很支持我的工作 而且 我在公安局的工作 拿到的工资 比我在建筑工地上 给人打杂要高多了 孙方也希望 我能够为警局出一份力啊 对了 昨天你们说的话 我记下了 回去之后 我仔细地研究过了 本来没死路啊 不过 后来又突然想到了 对付这种B2炸弹 其实很简单 我制造出了一个工具 豪哥 你和冯哥看看吧 吴传雄打开了 办公桌的抽屉 从其中拿出了一个 类似钳子的东西 放在桌上 豪猪拿起来仔细看了看 也是吃笑说道啊 传雄 这就是你所谓的 能够对付B2炸弹的发明吗 对 这就是我的发明 冯四从豪猪手里 接过钳子 也是说道 这就是个塑料钳子 甚至 根本就不算是一个钳子 除了前面这里 有两块强磁铁 整个钳子 都是塑料的 根本就不可能承受卧力 除了在加重物的时候 可以用强磁片 将重物夹住 其他的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 冯四其实不想说 胡传雄的不好 正巧 这几天查不到案呢 也是很郁闷 冯四就抱怨了几句 胡传雄呢 也没有因为冯四的话 而生气 翻倒是一笑 结果冯四递来的钳子 也是说道 风哥 你不知道 这个钳子最有意义的地方 就是在前面 这两片强磁铁上 我的灵感 是来自上次 你让我发明的电流干扰装置 磁和电 是可以互相干扰的 根据这个原理 可以干扰电流 定时炸弹上有两根线 一根里面藏着白色的绝缘引爆线 一根呢 则是藏着连通电话的铜丝线 电路能够连通 证明铜丝线上有电流流过 既然如此 人为的制造出一个电子厂去干扰电流 定时炸弹显示器上的数字 就会因为电流的改变 而发生明暗变化 如此一来 就能够判断出哪一条是电流线 哪一条是绝缘的白色引爆线 听了吴传雄的解释 冯四是双眼发亮啊 说道 天呐 你真是太聪明了 你的想法是对的 有了这个工具啊 以后拆弹 完全可以控制在十秒之内啊 话音刚落 冯四的手机响了 打来的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冯四接通了电话 放到耳边 说道 喂 电话那边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 对方说道 冯四 曾经的雪狼 你好 冯四是心中一动啊 自己在边境执行任务的时候 代号是一个机密 回到江城之后啊 知道雪狼代号的 也不过只有豪朱和胡庆邦两人 这人竟然知道自己的代号 他到底是谁 难道他是飞龙派来杀自己的人吗 想到飞龙 冯四觉得很奇怪啊 自从上次猎鹰被杀之后 飞龙也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派人到华夏来收拾自己了 你到底是谁 我是飞龙的人 对方在电话里 也是很得意的说道啊 其实 按照你的智慧 昨天 你完全可以抓到我 只是可惜啊 你为了救那两个妓女 放弃追我 他们的命 有我的命之前吗 冯四一听这话 顿时明白了对方的身份 他并不是飞龙的人 他是来自东营的间谍 那个自称自己是坤哥的男人 冯四是深吸一口气啊 说道 华夏人人平等 每个人到这里来 都是一样的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我劝你最好投案自首 不然 等我们抓到你 你就没办法解情了 其实 冯四这样说话 是有自己的目的的 下一秒 坤哥便上当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一十四集 前科 电话里 坤哥暴怒说道 够了 什么人人平等 这跟我没关系 我只为自己服务 你们 都是垃圾 走着瞧吧 嘟嘟嘟 坤哥是掐断了电话 冯四将手机 放到眼前 是看了一看啊 松了一口气 冲着吴传雄说道 传雄 赶紧查一查资料 最近几年 有没有抓到过 东营的间谍 吴传雄是应了一声 手指在键盘上 也是飞快地敲击起来 其实 冯四刚才之所以 提到投案自首 以及减刑 目的就是为了试探坤哥 看看他是不是 曾经被抓入狱过 道理很简单 因为通常间谍 去执行任务之前 他们会首先 接受严格的训练 其中包括 被抓之后 被盘问 究竟该如何回答 间谍做的 就是动脑子的事情 在这一方面 思维训练也是达到极致 所以 当一个间谍被抓之后 他肯定会咬死不松口 一直在审讯室耗着 这个时候 投案自首 减刑等词语 就是警方说过最多的话了 可能在审讯室 坤哥可以咬死不松口 毕竟呢 他知道自己是在监狱 如果自己被抓了 有这个认知 可是 现在却不一样啊 坤哥是主动打电话过来的 言语之中 也无不炫耀之意 人在无意识 以及得意的时候 都会无意之中 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 坤哥就是这样啊 冯四只是小小的设了一个套 就套出了坤哥的话 冯四是想了想 嘴角勾起 忍不住小声地骂了一句 两分钟之后 从吴传雄电脑桌前抬起头 也是看向冯四 说道 坤哥 查到了 五年前 有个叫东野浩尔的间谍 被抓住了 他在监狱关了一年半 后来 东营人来交涉 带走了东野浩尔 五年前 冯四是皱起了眉头 其实 按照冯四的猜想 这个东野浩尔看起来 不过是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他的间谍案 应该是在三年之内 可惜没想到啊 竟然是五年之前的事情 五年之前 东野浩尔还不到二十岁 这么小就做了间谍 看来这家伙的实力 也是不容消失啊 冯四急忙说道 你赶紧查一查 这个东野浩尔的资料 胡传雄按了鼠标 说道 风哥 查到了 不过 这些资料看起来 就像是人为伪造的一样 一点都不真实 冯四凑到电脑前 仔细地看了看 东野浩尔的资料 这在资料显示上 东野浩尔的资料 也是很普通啊 从小一直到大学 甚至在两年之前大学毕业 参加了东营的国企工作 风四说道 看来我们还是小看了这个东野浩尔 按照道理来说 如果东野浩尔交代了他作为间谍的事实 他的个人信息肯定会被记录下来 但是东野浩尔的个人信息 竟然和百科上介绍的是一模一样的 这还说明一件事啊 东野浩尔被抓之后 一直没有说出关于他自己的事情 审问间谍的都是心理专家 很能把控一个人的心理 可是整整一年半时间都没有问出线索 可见得这个东野浩尔不是一般人哪 不过逢四同时也觉得奇怪啊 华夏有能力的人不少 审问间谍的高手也是比比皆失 他是用了什么办法隐藏了自己的信息呢 风哥 现在怎么办 冯四翻出了刚才东野浩尔 给自己打电话时候的电话号码 说道 你马上查一下这个电话号码 看看能不能定位追踪到东野浩尔的位置 嗯 好 吴传雄也是飞快地操作起来 过了半分钟 抬起头 扶了扶眼镜 也是说道 风哥 我已经定位到东野浩尔的位置了 他现在就在上次捅伤流柔的办公大楼 72号办公大楼 他去那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是他在那里藏了什么东西 下一秒 冯四的手机响了 竟然又是东野浩尔打来的 冯四接通了电话 喂 冯四 你不是喜欢当英雄吗 现在我绑架了一个办公室的二十几个人 你要是真有本事 你来救他们 我给你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之后 如果你还没到 每过一分钟 我就杀一个人 电话是咔嚓一声的挂断了 冯四还想说什么呀 可是 东野浩尔已经挂了 随即 东野浩尔发来一个视频 冯四立马将视频文件打开 只见二十几个人蹲在地上 一把黑色的上了消音器的手枪 在众人身上是扫了一圈 然后瞄指了一个胖子的大腿 砰的一枪 胖子的大腿顿时流出了鲜血呀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冯四急忙说道 大宝 快 你去跟副队长说 七十二号办公大楼出大事了 有劫匪结识了二十几个人质 让他赶紧想办法 豪猪 快 跟我走 冯四和豪猪也是快速下楼 开车直奔二十七号大楼 到了办公大楼呢 冯四掏出手机 赶紧给冬野浩二打了个电话过去 冯四说道 我已经到楼下了 你在哪 别杀人 我马上就来 冬野浩二说道 我在十五楼 你快上来吧 还有三分钟 如果三分钟之内 你不能出现在我面前 那我就杀第一个人 好 你别杀人 我这就上来 挂掉电话 冯四说道 豪猪 你负责疏散人群 我先上去 哎呦我说 你一个人熊吗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 冯四一路小跑 跑进了办公大楼 来到了电梯旁 这时候 电梯还在七楼 冯四是用力的按了几下呀 电梯仍旧在一格一格的下降 一分钟之后呢 电梯到了地楼 冯四上了电梯 人群也挤了进来 冯四很想让他们下去 可是人太多了 冯四现在说话 只会浪费更多的时间 现在只剩下三分钟的时间 冯四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浪费了 丁 好在电梯很快合成了 不过似乎是上天的作弄 每上一层 电梯就会停一下 等到了十五楼 也经用了两分半的时间 电梯开门的一瞬间 冯四像发了疯的一样冲了出去 来到了冬夜号二 电话所提到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大门开着 冯四举着双手跑进去一看呢 里面空无一人 冯四将双手举过头顶 环视一圈 急忙掏出手机 正准备给冬夜号二打电话 冬夜号二已经先一步打了的电话 喂 冬夜号二 我到了 你在哪里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615集 狂暴的冬夜号二 算你小子准时 不过 你以为我真会在那个办公室等你吗 你放心 你在规定时间内 到了我指定的区域 算是完成了我的任务 所以 我不会杀人 冯四松了一口气 心里疑惑了起来 说道 那你现在在哪 任志呢 我在天台 任志也在这 你上来吧 挂上电话 冯四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来到天台 推开天台门的一瞬间 一把枪 递在了自己太阳穴上 耳边传来了冬夜号二的声音 别动 冯四正视前方 看着二十几个人质蹲在那里 所有人 都是双手抱头 慢慢地 举起了双手 说道 我来了 现在 你可以用我当人质 你放了他们吧 放了他们 你以为我是白痴吗 冬夜号二说道 你雪狼的拳脚功夫 可不是盖的呀 前一个月 甚至连飞龙手下的风云人物猎鹰 都被你一拳头打晕了过去 我这皮包骨头 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一点力气也没有的平常人 怎么可能跟你比吗 冯四抓住机会 也是说道 你可以跟我比 不然 我也不会站在这里 你也 不可以拿着枪 不可以拿着枪 指着我的头啊 东野号二是得意的一笑 拿枪的手 也是用力地戳了一下 冯四的头顶 说道 不错 我就是要跟你比脑子 现在 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你的脑子是猪脑子 没法子跟我比 冯四很是惊讶呀 冬野号二竟然如此的狂妄自打 虽然不知道冬野号二 是不是故意装出来的 不过嘛 这正是冯四 可以抓住机会的地方 也是急忙说道 对 我是猪脑子 没办法跟你比 哈哈 痛快 往前走两步 快 走两步 冯四往前走了两步 冬野号二松了手 一脚踹在冯四的屁股上 冯四整个人 是往前一跌呀 冬野号二说道 你们大家看一看 这是在你们江城赫赫有名的冯四警官 他不是号称办案能手吗 今天 我就让你们看看 他是怎么屈服在我手下的 冯四看着冬野号二得意呀 故意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也是缩了缩脖子 说道 你想让我怎么样 冬野号二是仰头大笑 说道 我的要求很简单 只要 不等冬野号二把话说完 冯四是飞起一脚 将冬野号二手里的手枪给踹飞了出去 随即身子在半空之中旋转三百六十度 以冬野号二的胸口作为支点 一脚踹在了冬野号二的侧脸之上 这一脚的力道不轻啊 竟直将冬野号二也是踹得单膝跪地呀 半个身子是歪斜下去 几乎贴到了地面 下一秒 冯四拿出手铐 靠住了冬野号二的一只手 冬野号二拉开衣服 露出腹部绑着的炸弹 也是说道 来呀 你再敢动我一下试试 要死 咱们一起死 冯四是急忙松手啊 后退两步 也是惊讶地说道 你竟然 在自己身体上捧了炸弹 哼 不然呢 你以为呢 冬野号二也是伸出手 说道 钥匙 给我 冯四是犹豫了 冬野号二瞪眼 往前挤走了两步 说道 钥匙给我 不然 我现在就引爆炸弹 咱们同归于尽 别 我给你就是了 冯四将手铐的钥匙 递给了冬野号二 下一秒 冬野号二拿着钥匙 打开手铐 直接将手铐 砸在了冯四的脸上 也是说道 你找死 手铐 也是弹落在地上 冯四的脸上 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印记 身手摸了摸 疼得冯四啊 也是急忙将手给拿开 不过 冬野号二心中的愤怒 并没有就此结束啊 他截下了腰间皮带 抡起来 也是朝着冯四的脸上 是砸了过去 只听啪的一声 硬生生的皮带 打在了冯四的脸上 你怎么不躲 冯四低着头 并没有说话 眼下的情况 冯四知道 自己只能忍受了 也是不能够还受 不然 要是惹怒了冬野号二吗 他一怒之下 引爆炸弹 恐怕天台上所有人 都要死在这里 大丈夫能居能伸 冯四忍了 不管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这二十几个人质 冯四心里都觉得值了 只听啪 冬野号二又是一皮鞭子 砸在了冯四的脸上 前前后后 冬野号二砸了冯四啊 也是十几皮鞭 冯四的脸已经破了皮 血水渗了出来 浑身上下 也出现了数道血槽 血水染红了衣服 终于 冬野号二累了 呼得喘了喘粗气 也是说道 很好 站在这里不要动 冬野号二走到一旁 捡起了刚才被冯四 踢到地上的手枪 回身子 瞄准了一个人质的头部 冯四心里一急 说道 你干什么 人质都吓哭了 浑身颤抖 冬野号二笑了 用枪抵了抵人质的头 说道 你求他 只要他同意 我就放了你 就在人质 露出痛苦 击除表情的时候 冬野号二扣动了扳机 子弹打入了人质的头部 顿时 人质没有任何动作 也是跪倒在了地上 随即 趴在冯四的面前 人质的血液 从脑袋里流了出来 也是 染红了一片的地面 冯四低头一看 瞪大了眼睛 说道 你干什么 他是无辜的 你凭什么杀人 凭什么 要怪就怪你刚才那一脚 如果你不反抗 他也不会有事 可是你太自以为是了 是你害死了他 你是不是以为 你可以阻止我 你以为杀了猎鹰 灭了老K 在边境区域 有了响亮的名声 就可以和我作对 可以轻易地打败我吗 我告诉你 这世上 没人是我冬野号二的对手 只听啪 冬野号二将手中的枪扔到地上 将皮鞭从左手换到右手 扬起皮鞭 也是啪的一声 重重地抽打在冯四的脸上 怒骂说道 雪狼 你服不服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616集 服不服 冯四抿了抿嘴 脸上的血水流到了嘴唇上 冯四将血水喷了出去 因为身上有着军人的傲气 并没有说话 冬野号二是冷横一声 杨起手中的皮鞭 也是啪的一声 又打在了冯四的脸上 腰牙说道 我再问你一次 你服不服 虽然脸已经破了皮 虽然很痛 但是冯四却并没有一丝一毫 想要认输的念头 很简单 因为他是一个军人 作为一个军人 又怎么能轻易地低头呢 冬野号二给了冯四五六鞭子 冯四呢 只是紧闭了嘴唇 一句话也没说 而他的脸 早已经被鲜血染红 冬野号二是彻底怒了 他瞪着通红的双眼 八腔瞄准了一个人质 他似乎知道 除了同胞的血 已经没有办法 让一个华夏军人屈服 他愤怒地说道 你服不服 你不说话 我现在就打死他 冯四看了冬野号二一眼 目光落在了人质身上 说道 服 看着我 我让你看着我说话 冯四看向了冬野号二 这时候 冬野号二胸口剧烈地欺负 他说道 我再问你一遍 你服不服 冯四抿了抿嘴 作为军人 不屈的意志和精神 是属于他的荣耀 也是信念 不过现在啊 冯四愿意放下这一切 去救人质 吐了一口血水 说道 我服 冬野号二狂野地笑了 说道 很好 现在 你给我把外套脱下来 冯四脱下外套 里面的白色衬衫 已经被鲜血染红 冬野号二扬起手中的皮鞭 重重地打在冯四的身上 也是吼叫道 现在给我跳舞 扭动你的身体 快 动起来 为了人质的安全 冯四不得不扭动身子 在冬野号二的要求之下 跳起了一段极为别扭 极为难看的舞蹈 不过作为欣赏着的冬野号二啊 确实一直哈哈大笑 似乎对冯四的舞蹈 很是满意啊 冬野号二掏出手机 开启了视频录像 录下了逢死尴尬的表情 也是得意的说道 什么华夏卧虎藏龙 什么江城有雪狼 你们这些胆小怕事的家伙 我这不是做到了吗 现在我就把视频发出去 看你们华夏人 怎么评价你们自己的警察 话音刚落 天台门被推开 以周正军为主的五六个刑警冲了进来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手枪 大家都瞄准了冬野号二 放下你的手枪 周正军喊了一句 一队的队员也跟着喊了起来 冯四急忙说道 别开枪 冬野号二身上有炸弹 你们一开枪 我们所有人都得死 周正军扭头看向冯四 说道 他身上有炸弹吗 你以为 我会让你们抓到我吗 冬野号二敞开衣服 露出了腹部挂着的一排炸弹 骆中军说道 糟了队长 现在怎么办 别着急 会有办法 至少现在 他还不敢引爆炸弹 冬野号二 你要是引爆炸弹 你也一样会死 死叫死 我一个人换你们一群人的命 值了 住手 这时候 天台入口处 传来了胡庆帮的声音 冯四牛头看去 只见没有穿戴任何装备的胡庆帮 竟直从外面走了进来 说道 冬野号二 如果你就这么死了 那可是真不值 我一个人换你们几十个人 有什么不值 当然 你要是用人数来比较 你确实很值 不过人做事 总要有个理由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冬野军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我当然是为了冬营 就算死了 我也是冬营的骄傲 可能有些话不中听 我说了 你可别冲动 冬野 我对你倒是有些了解 你的家庭真可悲 你崇拜你的爷爷和你的父亲 因为他们都是冬营的骄傲 但是很可惜呀 你们冬营的骄傲 似乎有些不守规矩呀 你一直以为你父亲和你母亲 他们生下了你 可是后来 你了解到 你是你母亲和你父亲朋友的孩子 哦 当然 你父亲的朋友 也是一个冬营的骄傲 我不仅知道这些 我还知道 你的妻子中川惠子和任思通 这个人竟然就是你的上司 而你的孩子居然也是他的血脉 冬野军 你的家庭可真是可悲呀 你说 你这样做 值不值 冬野浩尔举起了手中的枪 瞄准了胡青帮 下一秒 只听彭的一声 一声枪响 众人是惊叫起来 然而胡青帮却微笑地站在那里 并没有出事 冬野浩尔瞪大眼睛倒下了 众人朝着对面的大楼看去 胡国林手里拿着狙击枪 站在那里 冲众人挥了挥手 胡青帮深吸一口气呀 行了 叫人过来处理一下现场 留两个人在这里守着 其余人 收工 冯四和豪猪跟着胡青帮下楼 刚从一楼电梯里走出来 大楼的地下室突然传来了砰的一声爆炸 胡青帮周梅说道 地下室有炸弹吗 冯四眼睛一亮啊 这才想起在楼顶冬野浩尔说的话 他说他在地下室安装了炸弹 冯四飞快地朝着地下室的入口跑去 豪猪和胡青帮带着一众人 赶紧跟了上去 众人来到地下室 冯四说道 快 大家分散检查一下 炸弹在什么地方 前前后后 总共有七个位置传来了声音 算上前面爆炸的那个 总共是八个炸弹 冯四是欢视了一圈 掏出了吴传雄发明的感应手前 虽然还没有试过感应手前的实际效果 但是 想要在几分钟之内拆除七个炸弹 除了感应手前能够节省时间之外 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冯四硬着头皮 在心中暗暗说道 试试吧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 第617集 地下室的炸弹 冯四冲着众人喊道 现在 大家听我说 不要害怕 只要按照顺序来 七个炸弹都能拆除 现在 少于两分钟时间的爆一声 不会儿 有三道声音报告 总共三个位置 冯四说道 很好 大家记住 少于两分钟爆一次 少于一分钟 再爆一次 最后 只剩三十秒 再最后爆一次 爆完就要走 明白了吗 豪猪口着脸说道 哎呀 现在这里有七个炸弹 大家也没带防暴工具 怎么拆炸弹呢 不用着急 我有办法 说完 冯四朝着最近的一个人跑了过去 拿出了感应手前 试探了一下红线 发现显示屏上的倒计时 没有任何变化 因为心中不确认啊 冯四又试的是蓝色的线 看见显示屏上的倒计时 也是忽隐忽现 冯四知道 这呢 应该就是电源线了 拿起小刀 冯四犹豫了一会儿 直接将蓝色的线给剪断 显示屏上的数字 在一瞬间消失 冯四摸掉了额头上的冷汗 这时候 另外的两个两分钟内的炸弹 已经通报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了 冯四赶紧过去 用感应手前试探 成功剪断了两个定时炸弹的电源线 剩下的四个 也已经进入了一分钟倒计时 冯四剪断了两个炸弹的电源线 这时候 最后两个炸弹 最短的一个 只剩下30秒钟的倒计时 冯四抬头一看 两个炸弹之间 至少有20米的距离 如果自己切断一个炸弹 再跑过去拆掉剩下最后一个炸弹 肯定已经来不及 到时候必然会爆炸 无法再拆除 豪猪看出了冯四的心思 冯四和豪猪不知道配合多少次了 彼此之间早已兴有灵犀 现在冯四当然知道豪猪的意思 点点头 把腿便朝着距离近的一些炸弹跑了过去 花了15秒 冯四成功拆除了炸弹 随即起身用力将感应钳子 朝着十几米外的豪猪抛了过去 感应钳子落到地上 豪猪捡起钳子 最后急忙蹲下 开始行动 数秒之后 冯四听到了定时炸弹 最后十秒嗶嗶嗶的响声 冯四心里慌张 也是正要说话 呼地想起豪猪现在正在关键时刻 他需要冷静地思考 现在啊 什么都不对他说 也是最有帮助 突然 炸弹的倒计时一下子停了 豪猪抹掉额头上的冷汗 站起身子回头看向众人 也是说道 哎哟 笑死我了 还差最后一秒就爆炸了 众人一听这话 都怂了一口气 在场的十几个人 刚才没有一个人是轻松的 大家都紧绷着神经 现在炸弹彻底拆除 众人心口压着的大石头 也才终于放下来 大家彼此看向彼此 心里都有一种 劫后余声的感觉 也不知道是谁 先笑了一声 随后 其余的人 也跟着笑了起来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沉浸在了 感动的氛围之中 随后啊 几个人是不由自主地 将豪猪举了起来 抛向半空 危急解除 刘柔的案子 也算是结了 豪猪开车送冯四 到医院包扎伤口 楼上的刘柔 听说冯四受伤 从楼上跑下来 看见冯四脸上缠着纱布 也是 哭泣了起来 冯四以为刘柔 只是从赵大宝 或者吴传雄那里 听说的情况 心里断定 他们知道的情况啊 太过于细致末节 因此呢 也是故意强撑着硬气 也是说别大惊小怪了 刘柔呢 看起来什么都知道 拿出手机 冯四是愣住了 回想起在天台的时候 冬野号二 确实将自己被打的视频 发到了网上 不过这个角度拍摄的 不是冬野号二的角度 看起来 似乎是人质的拍摄角度 刘柔呢 也是哽咽地 推了冯四一把 骂完便转身走了 一边走一边抹泪呀 豪猪刚才去上厕所 回来看见刘柔离开 也是说道 哦哟 怎么了 你又惹她生气了 我看到 你是自己脑子有毛病 这么好的机会 你竟然给错过了 你说 如果刘柔心里没有你 她会关心你吗 冯四摇头 动了动嘴唇 想要说话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现在呀 冯四已经彻底地爱上了吴静 刘柔的感情 冯四觉得确实应该放下了 以前在边境特种部队 冯四的感情经历很少 有些稚嫩 现在回到国内 经历了一些事情 在感情方面 冯四已经成长了很多 冯四知道 自己对刘柔的感情 应该放下了 其实 冯四很早就知道 心里对刘柔的感情 确实应该放下 至少 从共同回来开始 就已经有了这个念头 可是感情的事情 根本就不允许冯四自己选择 这不像是执行任务 或是有目的地去做某件事 感情的事情 坚持着情绪 以前 冯四执行任务 可以很果断 但是感情的事情 冯四真的无法控制自己 冯四只能期待 吴静早点回来 两天之后 冯四身上的伤 也是耗了个七七八八 只是脸上还有一些疤痕 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才能恢复 冯四提前结束了胡庆帮 给自己开的五天假期 来到公安局 冯四直接去了胡庆帮的办公室 坐下说道 老胡 刘柔的事情 我想 你得给我一个解释啊 刘柔的案子 不是已经结了吗 吴国林用狙击枪射杀了东阳浩尔 这个事情 您也亲眼看到了 怎么 还有什么事吗 你少跟我装算 你和我都知道 如果没有原因 刘柔不会去跟踪东野浩尔 刘柔之所以跟踪东野浩尔 肯定是因为刘柔父亲的案子 东野浩尔是一个线索 东野浩尔手上带着的一个 和三河口码头果实案中瓶子一模一样的U型电子表 这些都是线索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 第618集 老民工 杨德 胡庆帮发愣看着冯四 不断地摇晃脑袋 晕了晕了 冯四 我觉得你思考问题的方式 有点问题啊 你说冬野浩尔的事情跟刘柔父亲的案子有关 我就觉得不太可能 你居然还说三河口码头的事情 真是乱谈琴啊 哎不是 冬野浩尔手上戴着的U型手表 和三河口码头挖出来瓶子里装的U型手表 是同一种手表 这难道不是线索吗 行了 我明白你的事情 不过除了这个事情 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 那么你就先出去吧 行 那咱们就不谈刘柔的事情了 这次就谈间谍的事情 东营号二被击毙了 这件事情肯定会引起东营方面的注意 到时候 东营人很可能会再次排除间谍来到江城 进行第二次考察 这次来 他们的考察就是针对咱们刑警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知道 我正想跟你说 网上关于你的视频 我已经叫人删除 消息的传播已经停止了 另外呢 根据我手里的情报 东营号二这次了 是擅自做主 这是他的个人行为 分析他的一生 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他的身世 他的孩子 所有的一切和他本人无关 只有做间谍学到的知识 这是他人生中唯一值得骄傲的东西 他想证明自己 他想证明给谁看呢 他的行动有意义吗 不错 你说的很对 东营号二的行为没有任何意义 甚至和他痛恨的东西完全相反 可是你忘了当初教官说的话吗 一个人的思维意识是有限度的 他做什么事情 取决于他知道了和了解到什么事情 东营号二回到华夏就是这个原因 个人行为 你的意思是 不用考虑东营号二事件 带来的后续影响吗 对 你不用考虑 回去查你自己的案子就行了 你这样做 很不负责 你知道吗 我做事向来很负责 我想 你应该是在为刘柔着想吧 冯四心里知道 再说下去啊 胡庆邦肯定还会跟自己谈起牛肉 直接转身便走 离开了胡庆邦的办公室 出来之后换了个场景 冯四松了一口气 紧绷的神经也放松了 这时候再想想刚刚胡庆邦说的话 似乎也有些道理啊 东营号二当年就曾经因为间谍罪被抓捕 在监狱里待了一年半呢 也没说出任何事情 这么厉害的人 如果他是为了执行第二次间谍任务 根本就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暴露自己 东营号二统伤流柔的时候 已经彻底疯狂了 而他所做的一切 确实如同胡庆邦所说 是他的个人行为 东营号二想要证明自己 冯四将手搭在栏杆上 抿了抿嘴 回想起自己刚才冲动的表现 或许胡庆邦说的并没有错呀 自己确实过分地在意牛肉了 回到办公室 冯四便继续疯狂地查起了当年 宝华寺的藏尸案 下午 冯四正在网络上翻找线索的时候 赵大宝接起了座机电话 挂了电话 赵大宝扭头看向冯四 风哥 有个好消息 怎么了 风哥 刚才接线员来了一个电话 他说一个老民工 知道我们在调查 当年宝华寺的藏尸案的事情 因为当年 他就是负责气墙堆砌的工人 他想等会儿过来找我们 跟我们聊一聊当年的事情 有这种事 他要真能来就太好了 能来 接线员说 老民工也是听说 冯哥你是个好警察 这才愿意过来帮忙 以前 冯四就构想过这种场面 调动全城市民 一起来打击黑恶犯罪 现在看来确实是奏效了 如果让冯四一个地方 接着一个地方去找 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现在好了 名声在外 老民工一听说冯四的名声 也是主动来提供线索了 半个小时之后呢 一个五十多岁 自称叫杨德的老民工 来到三队办公室 杨德自我介绍之后 冯四请他坐下 亲自给杨德放了一杯水 杨德将水杯放在桌上 老人家本来就是农民 做人实在 也不绕湾子 很快就对冯四说道 我就直说了吧 这个事情 我为什么要主动来找你们呢 因为我也觉得它奇怪呀 当年宝华寺藏尸案的那面墙 就是有我和另一个 叫罗明的人 一起砌注的 我记得当时在砌注的时候 罗明突然说有事情 要请假回去 他是下午走的 临走之前 他跟人去吃饭 我想着这两个人的活 我一个人着什么急呢 当时我就没急着砌墙 晚上和公酒啊 去喝了二两小酒 回来到头就睡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看见墙已经砌了 一米二的高度了 心里愧疚 以为是昨晚那 罗明临走前砌的墙 罗明这人不愿意占人便宜 我就把剩下的半层 也一起砌住了 好主问道 哎这么说 死者的尸体 是罗明砌住进墙体里的吗 不是 我记得砌完墙后的第二天呢 罗明回来跟我说谢谢 他感谢我砌了一面墙 还说剩下的一面 就由他来砌 我想了想 当时以为不是罗明 就是别的工人 砌墙砌错了位置 帮我们把工作做了 现在啊 罗明又说 他砌剩下一面墙 这便宜啊 我是白占了 还卖给别人一个面子 多好啊 所以呢 也不怕你们笑话 我这人啊 就爱占点小便宜 我就没说 直到后来 发现墙里藏尸 那时候 我已经没在宝华四气墙 而是去了别的地方啊 冯四点点头 也是说道 建筑行业流动 确实很大呀 不过 您能不能试着回想一下 当时可能是谁替您气的墙呢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藏 第619集 去找雷洪 我来呢 就是想说这事 我记得当年修建宝华寺的时候 有两个人 和我们一起分工砌筑的同一房间的垂直两面墙 我和罗明一组 还有一组是吗 一个叫雷洪 一个叫张德民 而且他们两人都是江城本地人 我以前还到他们家去过呢 诶 是吗 那您现在能不能带我去找一下他们 我们不知道路 找到人呢 也是方便查案呢 好好好 我带你们去 走吧 冯四和豪猪开车 按照杨德说的 先来到了滨江区雷洪的家 在雷洪家里 他们见到了雷洪的老婆 看见穿着警服 雷洪老婆吓得赶紧放下手里的一盆花 从院子里走了出来 双手放在围裙上 也是紧张地说道 警察同志 您找雷洪有什么事情吗 杨德说道 雷洪家的 你还认识我吗 我不认识你啊 老大爷 你可别讹人啊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不是 你误会我了 我并没有讹人的意思 十二年前 我跟着雷洪到你家来 跟你吃过酒 你忘了吗 十二年前 十几年前的事情 谁还记得住啊 我记不住了 我也不知道 你是不是和我家雷洪见过面呢 同志 这老头是不是犯了啥事 你们带他来 认同伙来了 哎呀 嫂子 你别多虑 这么杨叔啊 什么都没做 他是知道 我们在查十二年前 宝华寺的一桩案子 所以呢 故意到警局来 给我们提供线索 现在呀 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线索 雷洪十二年前 也参与了宝华寺的修建工程 所以呢 我们让杨叔带我们来问一问 哎呀 这样啊 怎么 十二年前宝华寺的案子 还没查出来吗 哎呀 你们早说嘛 走 我带你们去找雷洪 哎 这两年呢 建筑行业不太景气 上哪儿啊 都赚不到钱 这两个月包公头 也没给他打电话 雷洪又懒 不愿意去找工作 这几天 就一直在街对面的 茶铺子里面打牌 哎呀 这人也是啊 日子都快过得不走了 还有闲心打牌呢 雷洪老婆就抱怨了起来 冯四也没注意听 跟着雷洪老婆过了马路 几个人一起来到了茶铺子里面 雷洪老婆双手插腰 站在茶铺子门口 是环视一圈 目光锁定在了靠近墙壁的一桌麻将 一个穿着格子短袖的男人 正背对着我们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少妇 耳饼 男人打出了一张耳饼 随即说道 二饼 张小妹 你要吗 张小妹眼睛一亮 上半个身子 往后移了十公分的距离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牌 随即眼睛一亮 说道 哎呦 二饼啊 清一色 糊了 我要啊 谢谢红哥 张小妹伸出白皙的手 便要去桌上 去捡那张二饼的麻将 格子山男人 抓住二饼 也是微笑着说道啊 张小妹 这二饼可不是这么容易就给你了呀 扑斥一声 豪猪忍不住笑了起来 雷红老婆扭头看了豪猪一眼 连已经弃成了竹竿色 也是力声喝倒 雷红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居然敢背着老娘 在外面供引别的女人 雷红吓得身子是一斗啊 回头看了过来 看见了他们 刷的一下 也是豁然战气 老婆 你听我解释 解释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雷红和他老婆绕着桌子 是转了起来 雷红看着他老婆现在的模样啊 也是吓得说不出话呀 一脸恐惧的模样 两人绕着桌子 是转了一圈 雷红把腿朝着冯四和豪猪 这里跑了过来 到了面前 冯四挡住去路 也是说道 你就是雷红吧 你认识我 快 我老婆来了 你先让一让 有什么事情 咱们以后再说 雷红像是突然反应了过来 看向冯四 随即后退两步 看了看冯四身上的制服 也是说道 你是警察 不错 我们是想来了解一下 十二年前 宝华寺藏尸案的事情 杨德脸上露出笑容 冲着雷红说道 雷红 你还记得我吗 你是 杨师傅 这时候 雷红的老婆冲了上来 豪猪急忙上前拦住了她 劝说了一阵 这才平息的下来 几个人一道回到了雷红的家 雷红搬出凳子 在院子里坐着 随后 冯四便开始问了起来 当年建造宝华寺的时候 你参与到了其中 是吗 对 当年我确实参与到了宝华寺建造的工程 而且我和杨师傅 我们是触及同一个屋子 他和罗明呢 是改平墙面 我和张德民改测墙面 大家平时也都是朋友 经常在一起喝酒吃饭 那么当初弃墙的时候 你和张德民有没有错误的 将杨德和罗明需要弃柱的墙体 当成是自己需要弃柱的墙体 跑去弃柱呢 哎 警官 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就算是晚上施工 工地上也有探照灯 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不是黑灯瞎火拿着砖头就弃墙 弃墙啊 其实也讲究艺术 如果不好好弃啊 墙体可能歪斜 甚至可能检查不合格 如果是这样 那就需要拆了 重新弃柱啊 这个我知道 不过你再好好想一想 有没有可能是喝醉酒之后 弃了墙呢 哎呀不可能吧 我以前在工地 也确实喝醉过几次 但是一般都是没有工作 或者是喝醉了 就进屋躺下 直接睡觉这种情况 我从来没有喝醉酒 还跑去气墙啊 没有这种情况 你没有 那你的搭档 张德民呢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 第六百二十集 排除嫌疑 雷红看着豪猪愣了两秒 随即一笑 说道 哎 警官 这就更不可能了 我记得那会儿 我和张德民的关系特别好 每次喝酒啊 我都和他一起 他任务做他大哥 那时候他酒量不行 他这人实在 以前跟着工地上的老师傅 学气墙 就一心一意地学 后来学会了 就只会干活 他干了好几年 也还是个小工 后来遇到我 他跟我诉苦啊 我一问呢 就说你小子连酒都不会喝 怎么拉关系啊 哦呀 行行行 我说雷叔啊 你曾经的光辉岁月 就不用多说了 重点讲一讲 张德民到底 可不可能喝醉酒去弃墙 我觉得 喝醉酒弃墙 最有可能了 你们本来分工明确 如果不是喝醉酒 怎么可能跑去帮别人弃墙呢 欧州的想法 和冯四一样 冯四也觉得 张德民可能是喝醉了 去帮杨德弃的墙 不过没想到啊 雷红却毫不犹豫地摇头说道 哎呀不可能 张德民的酒量太小了 每次我和他一起喝酒 不到二两 他就先躺下了 都是我把他送回宫棚 让他睡觉 喝醉了还能弃墙 那至少也得有半斤到一斤的酒量啊 冯四一下子反应过来 点头说道 这倒也是 哎对了杨叔 你还记得弃墙当天的详细情况吗 当时你和罗明 雷红和张德民都在干什么 其实冯四的目的很简单 因为一个人想要说谎很容易 可是如果一个人说谎 一个人说实话 那么就很容易看出破绽 如果雷红说谎 那么就证明他确实很有嫌疑 正是因为如此 冯四想要让杨德和雷红 回忆当时的情况 对比看一看 两个人说的有没有出入 因此来判断 雷红有没有说谎 最后 在将近一个小时的叙述之后 冯四发现 杨德和雷红说的当天的情况 细节都几乎一致 不过因为他们两人 平时在两个不同的小组 因此一天之内啊 共同的时间还是比较少的 因此 还是有很大一块是空缺的 白天墙体没有砌注 到了第二天早上 就砌注了一米二 因此 凶手藏尸的时间 就在晚上 杨德那晚喝醉 罗明请假回家 雷红和张德民晚上 也喝醉了酒 回到宫棚就睡了 雷红说 有人可以给他作证 那晚 他和张德民一起回到宫棚 两人都醉了 也是睡了过去 这个可以给雷红证明的人 叫秦杰 是雷红的老朋友 以前一起读书 读了初中之后啊 就一起去工地工作 不过呀 最近秦杰去外省工地搞建筑去了 暂时找不到人 不过雷红手机里 保存了秦杰的电话号码 雷红掏出手机 直接给秦杰打电话了过去 开启了扩音 说明了情况之后 冯四接过手机 只听秦杰在电话里说 他可以证明雷红和张德民那晚 确实喝醉酒 一回到宫棚 倒头就睡了 他俩连鸡都不敢杀 怎么可能杀人呢 他向冯四保证 他俩绝对干净 挂断电话 冯四拿出资料 也是翻查了起来 豪猪看了一会儿 也是正没说到 你吵什么 我记得这资料上 没有关于雷红和张德民 他们几人的记载 杨德书也没有 可是 这个案子这么重要 怎么可能没有记录呢 冯四怀疑 自己看漏了资料 不过这段时间来 这本资料早已经被冯四 给翻查了不知道多少次 里面的各种线索 已经被完全读取和记忆了 因此冯四的怀疑 让自己本能地产生了抵触 不过冯四还是强忍着 翻完了整本资料 确实也如同冯四想的一样啊 上面并没有记录杨德 罗明 雷红 张德民几人的事情 冯四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豪猪说道 会不会是因为当初调查 这个案子的警察 最先就问过这个事情了 工友们都能给他们证明 因此 这个案子啊 就怀疑不到他们四个人的身上了 豪猪说的话呀 也不是没有道理 毕竟在工地上工作的人 基本一天24小时 都待在工地 根本就没有离开 大家互相都知道 所以这事啊 根本就不可能怀疑到工地人的身上 冯四想了一会儿 忽然想到刚才秦杰在电话里那番话 雷红和张德民 都是连鸡都不敢杀的人 这样一来 如果工友们都这么说了 他们的嫌疑 必然很快就被排除了 警方也不会在他们身上多下功夫 最后呢 冯四和豪猪 只好记下雷红的口供 离开了雷红家 直接去了张德民家 雷红和张德民算是好朋友了 临走 雷红说张德民这几天也在家 没去找工作 因此 冯四和豪猪很容易地见到了张德民 冯四说明了来意 张德民吓得摸了摸脑袋 愣在那里 紧张地说道 冯警官 你们怀疑我呀 我 我不可能杀人 我怎么可能 我就是一个老实人 怎么可能去干这种事情 冯四礼貌地拍了拍张德民的肩膀 夜市说道 放心 你没做过 就不用怕 我们不会冤枉好人 坐下之后 冯四询问了张德民当年的情况 因为当时参加了宝华寺建设工程 所以张德民对那件事情 也是记忆有心的 人一辈子 遇不上几件大事 宝华寺藏尸案 对于一个普通的民工 张德民来说 就是一个大案子 一件大事啊 他肯定记得住 这么多年了 也一直没忘 冯四一问 他也没有犹豫 直接一股脑地将当年的事情说了出来 张德民说话的速度很快 基本没有停留 这种情况 冯四以前在边境特种兵训练营 听教官讲过 说谎是一个高级语言程序啊 他需要大脑参与 计算和思考 因此说谎的人 在说谎的时候 他的话必然是断断续续的 或者提前编造一个谎言 但是这种谎言一端都比较短 因为事情发生是有各种可能的 他的谎言不可能将所有的可能都考虑到内 只要随便问他几个问题 如果一直都很快没有断 那就证明是真话 如果中途停顿了 这就很明显是在说谎 作为特种兵 不可能和一般的普通人一样 要等到对方明显说出对或者错 必须要抢先判断对方话 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 边境地区贩毒的人员不少 他们手里有枪 若是听到一个错误的谎言 最后的可能就是葬送性命 这种错误失误 在边境是不允许出现的 冯四听张德民说话很快 而且他说的和雷洪都吻合 因此冯四断定 张德民和雷洪都没有作案的嫌疑 如果张德民和雷洪都没有作案嫌疑 杨德又主动找上门来 那么作案的人会不会是罗明呢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621集 罗家村 冯四摸着下巴 仔细想了想 杨德 罗明 雷洪 张德民四个人之中 最特殊的就是罗明 因为其余三人在案发的时候都在工作 偏偏只有罗明请假离开了工地 根据杨德 雷洪和张德民的交代 封四得知罗明也是江城本地人 不过他的家住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上 从张德民家里出来 天色已经擦黑 不过冯四却并没有休息的意思 在取得杨德的同意之后 冯四直接驱车带着豪猪和杨德出城 来到了罗明的家乡 罗家村 冯四等人到达罗家村的时候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罗家村的人都是一些老实的村民 平时都在家里种地 闲下来就打打麻将喝喝茶 平时也没什么娱乐节目 就说说这家人的趣事 那家人的趣事 实在是闲得无聊啊 这天是刚黑下来 大伙见警车开进了村子 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 前面看见警察的人中 就有好事者 飞跑回去通知别人 一个传一个 不一会儿的功夫 整个村子的人都出来了 大家围着警车 是这儿看看 那儿看看 都很好奇 警察为什么会来到 这个宁静的小乡村 冯四豪猪杨德三人下车之后 罗家村的村长 罗建国已经来了 主动伸手和冯四握手 随后学问说道 警察同志 你们到我罗家村来干什么 是不是有人犯事了 罗大宝 冯四正准备摇头 忽然听见罗建国嘴里 蹦出罗大宝三个字 顿时一愣 也是说道 罗大宝是谁 他也犯事了 罗建国说道 罗大宝是罗明的儿子 这小子 平时游手好闲 吃喝玩乐 没钱了就跑去偷别人的钱 所以我猜呀 是他又犯了事 本来冯四啊 只是随意的一问 没想到罗大宝竟然是罗明的儿子 这一下子就敲出一条大雨 冯四直接说道 哦 村长 我们这次来 就是来找这个罗明 你能带我们去罗明家吗 你们找罗明 他在外面犯事了吗 其实也不是犯事 我们只是在调查一桩案子 这个罗明啊 可能跟以前的一桩案子有关 所以我们来找罗明问一下 看看他知不知道当年案子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知道了 罗明是个证人 对吧 还有 你们要查的 不会是十二年前 宝华寺的那桩藏尸案吧 诶 罗村长 你知道当年宝华寺的案子 知道 不仅我一个人知道 我们全村子的人都知道 冯四心中已沉 本来以为罗建国作为村长 应该是整个罗家村 比较先进的个人 他肯定会看书读报 所以了解十二年前的案子 也很正常 不过现在 冯四一听罗建国 说整个罗家村都知道当年的案子 顿时觉得有些奇怪呀 当年 案子发生在江城城内 按照道理来说 就算传出城 那也不可能让一个远在城外的小村子 家喻户晓啊 而且十二年前 普通的居民 也不是每家每户都普及了电视 农村就更不可能了 这样的事情 怎么知道这个案子的呢 熬猪看出了冯四的想法 也是碰了破冯四的胳膊 说道 可能当年这个案子 确实闹得挺大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 冯四摇了摇头 如果说宝华寺藏尸案发生到现在呀 确实有可能轰动整个江城 不过这个案子发生在十二年前 那个时候消息闭塞 根本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 所以这个案子不可能传得这么远啊 让整个罗家村都家喻呼啸 正当冯四脑子里不断设想的时候 罗建国说道 当年这个案子闹得大不大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这个案子跟罗明有关 罗明是死者罗林娘家的一个远房二叔啊 哎 村长 你说罗明跟死者罗林有亲戚关系 罗建国的这句话 如同惊雷一样 在冯四耳边乍响 冯四怎么也不敢相信啊 罗明竟然跟罗林有亲戚关系 两个原因 第一是本能的觉得不可能 第二是出于对资料的尊重 而觉得不可能 因为资料上并没有记载 罗明是罗林二叔这个线索 甚至资料上 根本没有罗明这个人的名字 按理来说 如果是罗明是罗林的亲戚 那么这条线呢 肯定会被当成重要线索 也是不可能轻易放过 因此冯四也很是怀疑 说道 村长 你说罗明是罗林娘家的二叔 这是真的吗 是啊 我骗你干什么 这就是真的 那一阵子啊 我们整个村子的人都知道 罗明的侄女死了 那为什么 当初查案的时候 没有这条线索的记录呢 罗建国一脸茫然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警察 这话给了冯四一记闷棍 不过呢 也确实将冯四给敲醒了过来 其实 这个案子的情况很简单 罗明家住在城外 而且 他是罗林娘家的远房二叔 罗林在城里出事 太远了 就算是放到现在啊 一个案子突然发生 死者死了 现场记录和查找线索 也不可能说先去把死者所有亲戚关系都调查一遍 查清楚之后 再做决断 所以当时的老前辈没有查到罗明 就是罗林二叔的事情 这个可以理解 不过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本来冯四觉得 在这个案子之中 罗明最可疑 现在又查到罗明是罗林二叔的线索 罗明的身份就更加可疑了 毕竟 蔡文杰和罗林在外面 并没有仇家 如果真是遇到人要杀他们 那也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是劫财 第二是取他们的器官 可是实际的情况 是两人的皮肤都很完整 排除了取出器官的可能 其次 两人的衣服里也是都有钱 手机也在包里 证明不是劫财 两样都不是 所以不太可能是被不认识的人杀的 不过冯四拿到资料的时候 上面并没有说罗明是罗林娘家的远房二叔 因此罗明的身份 只被定义成了契砖公 契砖公的身份和二叔的身份 那可不一样啊 契砖公可以一辈子跟罗林没有半点的关系 但是二叔却不一样 既然是亲戚 就算是远房亲戚 那也是有多次见面的机会的 因此两人可能早就发生过矛盾 后来罗明趁着罗林和蔡文杰私奔 起了杀心 杀了两人 想到这里啊 冯四觉得这个案子应该可以结了 不过很快 冯四又遇到一个问题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622集 吴传雄的疑问 冯四说道 罗村长 您带我们去罗明家吧 我可以带你们去罗明家 不过 罗明他现在人不在家 在外省打工 在柳城 什么 罗明在柳城打工 他这几年一直都在外面 没有回来 村委会有他的资料 如果你们要 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找找看 拿到罗明的电话号码 以及身份证号码 冯四等人回到警局 已经天黑了 只有一队的几个人 在职业班 冯四进入办公室 在公安系统里 输入罗明的个人信息 找到了罗明的资料 发现罗明最后一次 使用身份证 是在五天以前 地点 就在柳城的宾馆 确定了罗明就在柳城 冯四觉得时机不错 豪猪柔柔太阳穴 也是说道 柳城和江城之间的距离 可不近 2000公里 而且现在 咱们还没有找到充足的证据 证明罗明就是杀死罗林 和蔡文杰的凶手 所以我看呐 这事不用急 现在已经下班了 咱们先回去休息 养足了精神 明早再来想办法 冯四心里也知道 豪猪说的不错呀 现在确实还没有证据 证明罗明就是凶手 柳城又远在尖利之外 现在想太多 确实有些急功近利呀 关了电脑 冯四算是放松了一些 开车带着豪猪回到了家 豪猪下楼在超市里 买了凉菜和烤鸭回来 毕竟大家都饿了 这时候再去做菜呀 已经晚了 豪猪只好买来一些凉菜 回来倒在盘子里 电饭包里的饭一好 马上就可以开始吃饭 炎热的夏日 晚上也是热气逼人 豪猪干脆从冰箱里拿出了一打啤酒 取出两瓶 先开了一瓶递给冯四 随后啊 又开了一瓶 放在自己的眼前 冯四和豪猪对视一眼 两人是同时红了眼呢 随即又同时笑了起来 互相望着对方的眼睛里 也是充满苦涩 那段岁月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战友情 是一个军人 无法忘怀的事情啊 冯四拿起一罐啤酒 仰头喝个金光 随后呢 又拿起筷子夹菜 自古自的吃了起来 豪猪也没多说话 拿出手机 向他老婆发送了视频聊天请求 冯四听着豪猪和他老婆聊天 刚夹到嘴边的烤鸭 又给放下了 豪猪问道 哎 你干什么 你怎么不吃了 冯四固则轻松 你吃吧 我吃饱了 回到房间 关上门 世界终于静了下来 拉了凳子 冯四独自坐在窗边 看着窗外江城繁华的夜景 一边喝酒 一边回想自己和吴景曾经的日子 当初 冯四记得最早开始的时候 自己其实根本就不喜欢吴景 甚至因为吴景有些针对刘柔 自己心里还隐隐有些讨厌吴景 不过现在回想起当初的事情 冯四心里很后悔啊 当初 吴景和刘柔同样都喜欢周正军 可是两人的结果却迥然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刘柔和吴景相比 至少他曾经得到过周正军 但是吴景却不一样啊 吴景不仅没有得到周正军 他还要忍受李海的死 刘柔和吴景比起来 他幸福太多了 刘柔喜欢周正军 他就勇敢地向周正军表白 就算被拒绝 他也死缠烂打 冯四永远也忘不了在贡城的那个傍晚 自己和吴景坐在天台上 一边看着日落 一边喝酒的场景 吴景的不幸是沉重的 一个从小和他一起长大 一心一意追求他的离开 最后也因他而死 吴景心中藏着对周正军的喜欢 结果却被周正军和刘柔一起联手撮合自己和吴景 向来也是真可笑啊 命运的操控之下 根本就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不会变心 甚至就连自己也一样 喜欢刘柔 喜欢吴景 最后一直到现在啊 心里一半喜欢刘柔 一半喜欢吴景 不是想对不起吴景 也不想伤害刘柔 这个潜在的选择 冯四直到现在也无法面对 不知道该去如何面对 只是在一直逃避 一直逃避啊 第二天 简单吃了一些早餐 两人就开车来到警局 冯四将自己和豪猪 昨天查到的线索 告诉赵大宝和吴传雄 两人在听完之后 都觉得冯四的推理很有道理 不过吴传雄很快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风哥 如果这个案子 真如你所说 凶手杀害了死者 第一不是为了死者身上的器官 第二不是为了死者身上的钱 那么很容易推断出 这是一个情杀案 既然是情杀案 警方肯定会调查 蔡文杰和罗林两人的家庭环境 按理来说 这个案子应该很容易就查出来 为什么还会成为一桩悬案呢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623集 罗林的父亲 冯四看了吴传雄一眼 心里知道吴传雄说的话很有道理 一般情况下 警察在接受一个案子之后 肯定会充分分析这个案子 到底是个什么类型的案子 通过检查尸体 同时向周围群众了解情况 大致可以将问题分成三种情况 第一种 未材杀人 第二种 情感问题 第三种 个人矛盾 这个案子最初的判断 是死者的皮肤没有伤口 包里的手机和财物都在 所以排除了未材杀人 同时两人的朋友关系都很纯净 也就排除了情感问题 同样呢 因为两个人的关系都很清白 平时与人为善 没有得罪人 因此个人矛盾问题 也是不存在的 因此当年警方啊 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 才会无从下手 最终变成了一桩悬案 正是因为案子定不了刑 所以才会变成一个悬案 但是如果按照自己所说 案子能够定刑 立马就会变得简单多了 因为冯四知道 吴传雄的反复询问 也是很合逻辑啊 冯四深吸一口气 也是说道 这个案子 其实难点就在这里 我可以很负责地说 罗明是凶手这个事情 我确实没有很大的把握 不过这是目前为止 我们找到的最有指向性的一个线索 我有百分之六十的把握 罗明就是直接或者间接杀害 蔡文杰和罗林的凶手 那风哥 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理由呢 首先 罗明是罗林家远房的二叔 不管怎么样 两人是有亲戚关系 并非是陌生人 因此接触的时间也比较多 其次案发之后啊 尸体被藏在宝华四男那面墙体之中 当时启注强体四人中的杨德 罗明是一组的 雷洪 张德民是一组的 现在我已经调查了雷洪和张德民 联合杨德 根据三个人的资料 我发现三个人都没有说谎 因为如果其中一人说谎 那么当时的情况就会对不上号 这一点 我想不用我多说吧 赵大宝摸着下巴说道 风哥 你的意思是 排除了杨德 雷洪 张德民三人 所以最后啊 就是罗明有嫌疑了 冯四看了赵大宝一眼 抬手在赵大宝脑袋上敲了一下 也是说道 没这么简单 大宝 你这家伙是不是结了婚呢 被杏儿宠坏 脑子嗅抖了 办案怎么可能这么武断呢 当时的情况 是雷鸣请假 先一步回家 杨德和人喝酒 喝醉的酒啊 回来倒头就睡了 第二天发现墙体 已经往上弃住了一名二 本来怀疑是罗明弃的墙 结果罗明回来却说不是他弃的墙 杨德怀疑是雷洪和张德民 他们那一组人弃的墙 可是我们经过调查 发现并不是他们两人弃的墙 所以弃强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罗明 其实也就是说 罗明在藏尸的时候突然请假 以及罗明跟罗林的特殊亲戚关系 这两点来判断 罗明有很大的嫌疑啊 确实就和豪主说的一样 你们还有疑问吗 没有了 毕竟这是目前最有指向性的一个线索 但是问题是罗明现在并不在家 他在两千公里之外的流程 我们现在也没有罗明就是凶手的证据 跨越两千公里去抓人也是不可能的 风哥 你准备怎么办 这也是我想说的 咱们现在肯定不能跨越两千公里 去找罗明寻查线索 不过嘛 如果罗明是这个案子的嫌疑人 他杀蔡文杰和罗林 因为情感问题 那么曾经罗明和罗林之间必然发生过一些事情 正所谓家丑不能外养 因此有些事情我们可能并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罗林家 以及罗林家的亲戚去调查一下 或许能够查到一些线索和证据啊 这个问题 昨晚冯四就想过了 罗明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杀罗林 必然是有内情 家丑不可外养 只不过现在罗林已经死了 如果再去找罗林的父母 他们知道罗明可能就是凶手 或许就不会再有所保留地 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 冯四吩咐说道 传兄 你现在进入公安系统查一下 看看罗林家的住址 查查罗林父母的信息和电话号码 几分钟之后 在得到罗林父母的住址之后 冯四和豪猪开车前往 路上 豪猪拨打了罗林父亲 罗兵的电话 电话响了两声之后 里面传来罗兵的声音 豪猪郑重地说道 哎罗先生 我们是槟城公安局的 有件事情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挂上电话 豪猪扭头看向冯四 说道 已经说过了 罗兵现在正在家里 我们直接过去就行了 冯四会议 一脚油门 汽车飞驰了起来 二十分钟之后 冯四和豪猪开车来到了百花小区 停号车 上楼 敲了敲房门 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 也是过来打开了房门 冯四说道 您就是罗兵先生吧 你们两位 就是冯警官和扎警官了是吧 快请进来坐走吧 谢谢 哎对了罗先生 刚才在电话里你应该知道我们的来意了吧 知道 这件事我可一直没有忘记啊 必定是我的女儿 她就这样平白无故地给人害死了 要是不能给她沉冤昭雪 我这个做父亲的 我得愧疚一辈子 罗先生 你不用着急 事情呢 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这件案子啊 我们现在正在查 只要您能给我们提供线索 相信 很快您的女儿 就能沉冤昭雪了 有什么想问的 你们二位就尽管问吧 只要我知道的 我都告诉你们 哦 我听说 罗林母亲的娘家 有个远房的二叔 这个人 叫罗明 您认识吗 罗明 我不认识 秀方的娘家 我去的不多 他家的亲戚啊 我都认不去 这个罗明 我不认识 这 那您的妻子呢 现在 能叫她出来 跟我们见一面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二十四集 罗宾的反常 罗宾看了冯四一眼 默默起身 进入了房间 过了会儿呢 手里抱着一个女人的遗像 走了出来 冯四和豪主是豁然起身啊 两人都感到震惊不已 在回去的路上 冯四看着前面的路况 回忆起刚才在罗宾家的情况 豪主拨打了一个手机号码 手机贴在耳朵边是听了听 随即吃笑了一声 冯四不解 你在笑什么 豪主按下了扩音键 你听一听 只听到电话里说 您所拨打的电话号码 是空号 冯四愣了两秒钟 回过神来 也是说道 哎 你变态啊 这个时候 居然打罗林母亲的电话 哎呀 倒一个又怎么了 没准能打通呢 你这个电话呀 是准备要打到天上去吗 没准还是地狱呢 打到地狱 你不怕罗林的母亲 晚上来找你呀 我记得 陈毅将军写过一首诗 此去全台昭旧部 金旗十万斩阎罗 咱们为国为民 做的呀 都是大公无私的事情 就算真的到了下面 元王爷不也得给咱们好脸色看呢 他要是不给咱们好脸色看 是非不分 占了他阎罗 那又如何呀 你呀 也就是嘴皮子厉害了 查案就不行了 哎 谁说我不行了 我刚才发现一个线索 你可能就不知道 什么线索 我不知道 其实 就是刚才在罗冰家的时候 我发现罗冰很奇怪 你不觉得他奇怪吗 就是刚才我们在问罗冰的时候 照理来说 他老婆已经死了 问他的时候呢 他应该直接说自己老婆已经死了 咱们就可以从这个问题上跳过去 可是罗冰却不说话 而是直接将屋里 把他老婆的遗像拿了出来 你不觉得 这很奇怪吗 这难道不是表达了他老婆已经死了吗 这有什么不特 哦呀不是 我总感觉呀 我总感觉罗冰这样 有点脱了裤子放屁 但是又觉得不太像 总之啊 我也说不上来 好猪说的不错呀 罗冰确实可以直接说出他老婆已经死了 这样就可以避免尴尬 可是罗冰把遗照给拿了出来 当时那冷冰冰的表情 确实像是在竭力地抵抗着什么事情 他是恨自己和好猪 还是在恨他已经死去的老婆呢 罗冰对他老婆确实没有什么好感 毕竟他老婆已经死了 冯四越想越觉得罗冰是在针对自己和好猪 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要将自己和好猪赶走 曾经的案子啊 他似乎并不再想去谈起了 罗冰的行为和他说的话 竟然存在明显相反的情况 冯四记得刚去的时候 罗冰谈到自己的女儿 他表示很想替自己女儿沉冤昭雪 自己和好猪在罗冰家的时候 也没有任何出格的举动 按照道理来说 罗冰是没理由针对自己和好猪的 可他就是在针对自己和好猪 或者说 他是有意地回避曾经的事情 难道罗冰心里还藏着什么秘密 正是因为不想说出这个秘密 罗冰才会做出这样反常的举动 这个秘密明显跟罗林有关 虽然罗冰表面上说不认识罗明 可是实际上罗冰应该是认识罗明的 甚至罗冰可能本就知道当年案子的实际情况 虽然这样去想 似乎显得有些过分 毕竟当年蔡文杰和罗林死后 蔡家和罗家两家人都哭得很伤心 更何况罗冰还是罗林的亲生父亲 正所谓虎毒不食子 难道说罗林的亲父亲还会害他吗 冯四心里一紧 忽然想起老乌杀人案 那个情侣之中的女大学生的父亲 在他死后火化他的尸体 带着骨灰匆匆离开江城的事情 无疑是给整个案子增加了难度啊 但也证明了一点 那就是重男轻女 女大学生的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因此这个女大学生的死 并没有引起他父母的过多关注 本就是一场凶杀案 可是女大学生的父母 却只想早早火化尸骨 然后带着骨灰回去 世上确实没有不爱自己儿女的父母 不过嘛 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 重男轻女的思想 这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啊 这次 宝华寺藏尸案的资料 冯四其实早就在脑子里 也是滚瓜烂熟的寄透了 罗林家里除了他之外啊 还有一个弟弟 也就是说 罗林并非是罗冰的独生女 可能也是 罗冰不愿意再谈起 当年事情的重要原因了 回到公安局 冯四进入公安系统 调查到了罗林弟弟 罗宏远的资料 这个人只有高中文化水平 现在正在江城的天然气公司工作 冯四直接联系了天然气公司 电话里得到回复 确实有这个人 冯四于是带着豪猪 当即前往天然气公司 因为冯四提前说过 最好是不要打扰罗宏远 因此天然气公司的负责人张经理 带着冯四和豪猪 来到罗宏远办公室的时候 罗宏远并不知道 仍旧是低头在对照着表格上的资料 罗宏远 哎 经理 什么事 罗宏远说着话 仍旧低头看着表格 也是并没有抬头 你出来一下 有两位警官 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罗宏远是听见声音 这才抬起头 朝着站在门口的冯四几人 也是看了过来 看见冯四啊 罗宏远是急忙站起身走了过来 看了张经理一眼 也是客气地说道 哎 冯四官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你可是咱们江城的模范刑警啊 你是我的偶像啊 可以给你握个手吗 当然可以 冯四从容地伸出了手 罗宏远抓住冯四的手 也是很激动地摇晃了两下 冯四脸上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啊 也是说道 罗宏远同志啊 咱们借一步说话 罗宏远跟着冯四 一起来到张经理的办公室 冯四就直接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 罗宏远听完之后双眼泛红 夜市说道 好 我没想到 我姐姐的案子 警方还会查 冯警官 你问吧 只要我知道的事情 我一定通通告诉你们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625集 罗林的弟弟 冯四开门见山地说道 首先 你姐姐和蔡文杰 是因为什么事情在一起 后来又是因为什么原因 要一起私奔的呢 罗宏远说道 他们是在学校里认识 并成为恋人的 本来呀 他们挺甜蜜的 可是后来 他们的事情被两家人知道了 不管是蔡家 还是我们罗家 两家人都不同意 他们两人在一起 甚至啊 还差点因为这个事情 打起来 侯朱接着问道 哎呀那后来呢 他们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 要一起私奔的呢 当时 蔡文杰和我姐姐的事情 闹得很大 我爸和蔡文杰的爸爸 互相骂对方 没有管好自己的孩子 因为我爸没文化呀 蔡文杰的爸爸 说我爸教育失败 做人差劲 我爸回来之后很生气呀 就把我姐姐关在的房间里 让我姐姐好好反省反省 后来呀 我爸出去打牌 我姐姐翻窗跳了出来 他跟蔡文杰 也是一起逃走了 从小到大 姐姐对我最好 警官 无论怎样 我希望你能找到凶手 还我姐姐一个清白呀 没问题 请你控制一下情绪 毕竟咱们的谈话呀 还要继续下去 如果你始终沉浸在回忆里 无法自拔 咱们的谈话就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 你懂我的意思吧 好 我知道了 继续问题 当时你姐姐和蔡文杰离家出走 是两人商量好的 还是临时决定的 应该是临时决定的 我姐姐从屋子里逃出来之后 抱着蔡文杰哭 说她再也不想待在这个家里 希望蔡文杰能够带着她离开 还问蔡文杰爱不爱她 嗯 继续 你姐姐和蔡文杰私奔之后 你爸和你妈是在大概几小时之后反应过来的呢 我爸回来就知道了 很激动啊 他当时就要去找我姐姐 还说只要把姐姐找回来 就要用铁链把姐姐锁在房间里面 我爸那会儿太生气了 他已经不把我姐姐当人看了 他只把我姐姐当成他撒气的宠物 哎呀 我妈当时听了 他 冯四和豪猪对视一眼 也是说道 哎 等一下 你说你爸当时是要去把你姐姐找回来 他会用铁链将你姐姐锁起来 这些都是你自己想的 还是你爸曾经就真的说过这样的话 这都是我爸亲口说的 他说我姐姐不是个带伴的 白痒了 你父亲呢 这是因为太生气了 所以才这样说 还是平时对你姐姐就不好 我爸平时对我姐姐就不好 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啊 我妈听了就很生气 她就和我爸吵架 熟落我爸不是人 我爸很生气啊 他一直待在屋子里没有出来 后来第二天中午 姐姐和蔡文杰都没有回来 电话也打不通 我妈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赶紧叫我爸出去找人啊 可是接连找了好几天 也没有找到我姐姐的人啊 你妈和你爸吵架的时候 说过什么话 你现在还记得吗 冯四觉得 罗冰有问题 所以很想知道 罗冰和他老婆吵架的时候 到底说了什么 罗红元点头说道 那是我妈和我爸吵得最厉害的一次 我想我这辈子也不会忘了 我妈说我爸 蔡家人看不起咱们家 还不是因为我爸没本事吗 赚不到钱不能给两个孩子好的生活 我爸很生气啊 反过来骂我妈 我爸说我妈肚子不争气 如果第一个生的就是我 我们家的日子恐怕早比蔡家又好了 我妈很生气啊 就说女儿还不是你的孩子 难道是别人家的孩子吗 那是你的骨肉啊 冯四听罗宏远说文 心里对罗家的情况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罗冰心里确实是恨罗林的 他不把罗林当成自己的女儿看 因此呢 罗林在罗冰家生活其实是极其的痛苦 他一定很早就有了想要逃离罗家的想法 不然也不会在学校就和蔡文杰有了私定终身的想法 点了点头 冯四是问道 很好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姐姐常回你母亲的娘家吗 对 父亲偏爱我 母亲就偏爱姐姐 其实啊 母亲每次回娘家也想带我回去 可是父亲却并不太愿意让我去 因为父亲怕我去了就不回来了 有几次父亲外出不在家 母亲带我回娘家 结果在娘家刚待几天 父亲就找来了 本来呢 我们打算在娘家住半个月 父亲一来 我们就只住三天就回来了 你喜欢待在你母亲的娘家吗 啊 这个跟案件有关系吗 哦呦 我刚才说错了 我的意思其实是想问问 你的母亲希望你待在娘家吗 现在想想 当时的母亲其实很想让我待在娘家 可是母亲也没办法让我待在娘家 因为父亲不愿意让我去哪 后来呢 我能体会父亲 也就没怎么去了 那你对你母亲娘家的亲戚 也都熟悉吗 认识的不太多 就是有一个远房的二叔 有点印象 我姐姐死的前一年 我和母亲姐姐一起回到外婆家 当时认识了二叔 姐姐和他呢 也是谈得很来 后来父亲来了 强行将我带了回去 别的亲戚啊 因为知道我父亲的性格 他们都怕我父亲 不太跟我玩 所以不太清楚 远房的二叔 冯四和豪猪是对视了一眼 说道 这个远房二叔叫什么名字 二叔叫罗明 他和我们一个姓 冯四一顿 果然是这个罗明 他果然曾经和罗林见过面 而且看起来 罗明和罗林待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少 那么这个罗明会不会就是杀死罗林和蔡文杰的凶手呢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二十六集 演戏 后来冯四又问了罗宏远一些关于罗明和母亲娘家的事情 罗宏远对他母亲的娘家 记忆也是并不太深啊 很是模糊 母亲死后呢 罗宏远更是不让罗宏远回去母亲娘家 直到现在 罗宏远总共去了也不过三次 因此冯四和豪猪并不能从罗宏远这里问到关于罗林外婆家的事情 从天然气公司出来 冯四松了一口气 脸上竟然出奇地有了一丝笑容 豪猪兴奋地说道 我要暖躲呀 好几天没看见你笑了 我平时没笑 还是你眼睛瞎了 看不见呢 哎呀不是 你忘了 咱们当了那么多年的特种兵 看人先看眼 这几天你虽然脸上在笑 可是那也只是皮笑肉不笑 你的眼神显得很是疲惫呀 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你眼里含笑啊 行了 今天确实有所收获 至少咱们知道罗明和罗林曾经确实见过面呢 而且曾经在罗林出世前有一个暑假 两人有着一段比较长时间的接触 我看这个悬案很快就会破了 是吗 可我怎么总觉得哪儿好像有点问题呢 哪有问题啊 可能是刚才在里面听罗宏远说罗兵虐待罗林的事情 我总觉得罗兵才像是杀死罗林的凶手啊 冯四愣了两秒 脑子里冒出一个疑问 这个案子会不会是罗兵和罗明一起联手杀死了罗林呢 这个想法刚冒出来不到五分钟 就被冯四给否决了 毕竟罗兵和罗明立场不同 罗兵是代表罗宏远父亲这一边的人 罗明是罗宏远家的远房二叔 他代表的是罗宏远母亲这一边的人 碰巧呢 罗兵和他老婆关系不太好 甚至是敌对 当然了 原因是因为罗兵重男轻女的思想 以及他和蔡家的矛盾 你的猜想错了 哎 为什么呀 走吧 先上车 路上我再慢慢告诉你 冯四和豪猪上车 东风汽车在柏油马路上是飞驰而过 冯四一边开车 一边解释 豪猪听完点点头 也是说道 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 但是我总觉得 这个案子跟罗宾也有关系 至于是什么关系 我也说不出来 冯四牛头看了豪猪一眼 心里很能理解豪猪 毕竟不管是先前上门找罗宾谈当年的事情 还是当年跟罗宏远谈当年的事情 两者都能或明或暗地表现出 罗宾对罗林的嫌弃 这和资料上说的第二现场 罗林的父亲 罗宾哭泣不成声 也是完全相反 很显然 当年看见罗林的尸体 罗宾的痛哭是伪装出来的 他是假装哭泣 虽然怀疑一个父亲 在自己女儿尸体面前装哭 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 罗宾当年确实是在装哭 罗宾一直在虐待罗林 罗林跟蔡文杰私奔之后 他心里也是极度的愤怒 罗林的死 如果他真的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过 在那种愤怒的情绪之下 罗宾应该是一种麻木的状态 罗宾肯定不会嚎啕大哭 顶多是红着眼睛 掉两滴眼泪 罗宾的行为和他当时的心态也是恰恰相反 这也就是说明罗宾是在演戏 可为什么要演戏呢 如果他什么都没有做过 为什么要演呢 可是冯四又觉得 也是很奇怪啊 冯四心里认定凶手就是罗明 因为当时弃柱强体的四人中 杨德 雷洪 张德民 三人都被排除嫌疑 最后只剩下了罗明一人 虽然还有别的弃柱功 但是罗明的嫌疑特别大 当天 罗明请假 就是为了演示 同时 罗明也是罗林母亲娘家的远房亲戚 同时呢 罗明在罗林死前的一年 暑假里面 和罗林在罗林母亲家的娘家 也是见过呀 这些信息 都让冯四几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就是罗明 可是冯四现在呀 一推理又发现 罗宾的行为很反常 他痛恨他的女儿 虐待他的女儿 根本就没把他的女儿当成人看 后来 他的女儿死了 这种变态 他应该觉得很高兴才对 怎么会嚎啕大哭呢 冯四接触过太多的人格变态的人了 发现了一个规则 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 如果他长时间从事一个事情 后来 就算他被所有人都背叛了 他也会从事以前做的那个事情 东野号二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他生在东营 他为东营服务 可惜他的生父 他的妻子 甚至他的孩子 他在东营的一切都背叛了他 按理来说 他应该痛恨东营太队 可是他到华下来 却依然为了东营的邪恶势力 在做这事情啊 以前 他以东营为荣 后来 他发现所有的一切都背叛了他 竟然还是以东营为荣 教官说过了这种情况 人的思维受到限制 铁匠铺的铁匠打了半辈子的铁 以后呢 他儿子有钱了 能让他过上好日子了 他还是会继续打铁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打铁 已经在铁匠的思维里 是根深蒂固了 根据这种情况 冯四反过来推罗宾 这个人有着极重的重男轻女的思想 他从罗林从小的时候 就开始虐待罗林 这个思维一直扎根在他的脑子里 所以他是痛恨罗林的 所以呢 罗林死后 他也不可能回悟 也不可能伤心 因此毫无疑问 罗宾是装酷的 这也就是说 当年发现蔡文杰和罗林的尸体 罗宾是有事情藏在心里的 这个事情 很有可能就是罗林和蔡文杰的死 具体是什么原因 罗宾会不会参加了杀害罗林和蔡文杰的阴谋呢 这样一想 案子又变得更为诡异了 不过大概可以理清一条线索 罗宾对宝华寺工地并不熟悉 他不是一个建筑工人 砌墙更不会了 因此罗宾不可能将蔡文杰和罗林尸体藏在墙里 藏尸的这个人就是罗明 那么罗宾和罗明肯定是合伙杀人藏尸 这次的谋杀案两个人都有份 不过现在啊 问题的关键就是确定罗明和罗林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 其次就是罗宾和罗明这两个对立的人 怎么走到一起合伙杀人的呢 冯四觉得想要找到线索 就必须要去罗林外婆家了解情况 因此回到公安局之后 冯四进入公安系统 先是查到了罗林母亲的信息 然后通过罗林母亲 查到了罗林外婆的信息 罗林的外婆叫张秀琴 今年已经有七十多岁了 冯四和豪猪商量 张奶奶年纪大了 这次啊 就不要惊动张奶奶了 直接去找罗林的舅舅曹建文 了解情况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627章 包裹自己的人 冯四在公安系统上 查询到了曹建文的资料 随即拨打了曹建文的电话号码 电话响了一会儿 曹建文接了电话 说道 喂 哪位啊 冯四高声说道 曹先生 我们是公安局的 现在啊 正在调查一起案子 希望您能配合我们调查 曹建文也是顿时急的 冯四也是告诉他 不要紧张 主要是谈一谈 12年前 宝华寺藏尸案的事情 电话那边 曹建文突然沉默了 好一会儿呢 这才激动地说道 真的吗 这都过去20年了 你们公安局还查这个案子 恐怕这个案子早就查不到凶手了 现在查还有意义吗 冯四按压住脾气 叶石说道 您放心吧 只要立了案呢 不管放了多久 我们都一定会查 请您相信我们 正义虽然会迟到 但是却永远不会缺席 电话那边 曹建文也是激动地说道啊 哎呀 罗琳那女娃可怜哪 我希望你们警察同志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给查出来呀 行 我们正想找你了解一下资料 请问您现在有时间吗 啊 有有有 你们来吧 我在家呢 挂掉电话 冯四和豪猪开车出了江城 来到了曹家村 刚到村口便看见了曹建文 他已经在那里等了 双眼同红 一副殷切的模样 看着村里通往外面的百游马路啊 车子停在了村口 里面都是比较狭窄的道路 冯四和豪猪只能下车步行 跟在曹建文身后也是一起往里走啊 沿路有村民看见曹建文就问怎么了 曹建文也是哽咽的摇头 说道 林丫头的事 警察来找我问事啊 头发花白的大娘一听这话 她惊讶地叫道 啊 林丫头不是在十二年前就已经死了吗 这案子警察还管吗 豪猪回头看了老大娘 置地有声地说道 管 大娘 这个案子 我们一定会管 一定会抓到凶手 给大家一个交代 众人也是纷纷地说了起来 甚至有几个年长的老人 还流下了眼泪 冯四觉得很是奇怪啊 按理说 罗林已经死了十二年 十二年的时间 沧海变桑田 什么都变了 为什么这些村民还会记得罗林呢 后来经过询问呢 冯四这才知道 罗林是个勤劳 又爱帮助人的小姑娘 以前呢 罗林的母亲经常带她回娘家 每次回来 她都和村里的人也是特别亲切呀 今天帮帮这个 明天帮帮那个 大家心里都很喜欢这个女娃 原本以为罗林长大以后 也会嫁一个好人家 可是没想到啊 却遇到了这种事情 正如村民们所说 罗林就是曹家村的快乐小精灵 她的快乐感染了很多人 罗林已经成为了和曹家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她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脑子里 十二年前 罗林出了事 村子里的人都很伤心呢 现在虽然过去了十二年 但是村里的人呢 也是一个都没有忘记呀 冯四没想到啊 一个人做好事 可以感染这么多的人 心里很是惊讶 同时也被村民们的热情给感染 当即说道 大家放心 我们保证 还罗林的清白 抓住凶手 严惩凶手 随后 在众多村民的簇拥之下 冯四和豪猪来到了曹建文家 曹建文搬来了凳子 大家坐到一起 曹建文红着眼说道 警察统治 你有什么要问的 你就问吧 只要我知道的 我都告诉你 好 首先呢 我想知道 罗兵和曹芳的感情好吗 罗兵经常和曹芳一起回娘家吗 哎呀 罗兵和曹芳的关系不好啊 罗兵重男轻女的思想很重 曹芳回到家 不止一次地向我诉苦 罗林那时候 也很喜欢回外婆家 不太愿意回到城里 但是啊 他还是说他喜欢爸爸 他能够理解爸爸 这也就是说 罗兵并不常来 只是罗林和曹芳经常回到娘家 罗洪远也不常来吗 不常来 洪远那孩子啊 心也善 只不过呀 罗兵怕孩子在我们农村吃苦 所以他不太让孩子到农村来 而且罗兵的性格也很暴躁啊 他一回来 也不看场合 他就跟曹芳吵架 满嘴都是 他多么多么厉害 供养了两个孩子 其实我知道 他是城里人 他就是瞧不起我们农村人 所以 你对罗冰的态度呢 唉 曹芳能够找到这个男人 那也是他的命啊 当时孩子都长大了 曹芳也说 他供养两个孩子 肩膀上的压力大呀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曹芳都能体谅他 我这个做哥哥的 总不可能还说埋怨别人吧 不常接触吗 对 不常接触 村里人都知道我妹妹嫁给了一个暴躁的男人 他们都喜欢罗林 不过呀 都不喜欢罗冰 冯四点头 再一次啊 在曹建文的这里 验证了罗宏远的话 罗冰确实和曹芳的梁家人 也是处得不好啊 冯四在笔记本上打了个心 随后说道 那么 我听说呀 罗林外婆家有个远逢二叔叫罗明 是不是这个人 其实冯四知道肯定是有罗明这个人 只不过冯四还想再验证一下 毕竟这一点确实很重要啊 曹建文点头说道 罗明 确实 他是罗林的二叔 冯四继续说道 根据我们得到的线索 这个罗明在罗林出世前的一年的时间 还到曹家村来过 而且在这里 和罗林接触过 对吧 曹建文抬头看天 想了想 也是点头说道 啊对 罗明那个暑假确实来了 七八月份 建筑工地上 也没什么工作 他也乐得清闲 就到曹家村来看一看 碰巧那个时候 罗林也回娘家来玩了 他们确实是接触了一段时间 关系好吗 关系嘛 说也奇怪 刚开始的时候 罗林这丫头跟谁都亲 跟他二叔罗明也亲 可是后来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他似乎有些害怕罗明 见面呢 也总是躲着罗明 至于是什么原因嘛 谁也不知道 冯四有些疑惑地说道 谁也不知道嘛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二十八集 罗明逃走 嗯 曹建文点头 若有所思地回想了一会儿 说道 确实 是没什么人知道 当时罗林对罗明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转变 不过我也单独问过他们两人 罗林说他没有想要躲避罗明 不过他做的事情 给我的感觉呀 就是他确实是在躲避罗明 毕竟前后的差别也是太大了 欧珠以为说道 那么罗林前后到底有什么具体变化 刚开始罗林来的时候 他对所有人都很热情 罗明来了 他也对罗明热情 一口一个二叔 后来每次看到罗明 他都是低头绕着走 本来我还以为罗明欺负了罗林 可是我一问罗明啊 说他没欺负过罗林 罗林也说自己没事 哎 真是奇怪 冯四听曹建文这么说呀 心里肯定罗林和罗明之间 必然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是环视了一圈 看了看村民 说道 有没有人知道罗林和罗明之间到底是什么情况 村民是你看我 我看你 大家都没有说话呀 欧珠说道 这罗林的情绪应该是很明显呢 这么大的情绪变化 当时你这个做舅舅的 没有认真想过是为什么吗 警官 你还真别说 这个事情啊 我还真就没有多想 为什么呢 我记得那个暑假 有一天罗林和罗明去村口的石井里打水 罗林掉到了水里 罗林这丫头 不会游泳 最后还是罗明跳到石井里 把她给救上来 按理来说呀 这个罗明是罗林的救命恩人 他要是真的想害罗林 恐怕他就不会救罗林了 所以这事啊 我当时觉得可能是罗林自己的问题 毕竟呢 女人的心思多变 也就没多管 回去的路上 豪猪看着窗脉的稻田 也是皱着眉头说道啊 哦呦 冯四 你刚才听见曹建文说的吗 罗明居然还救过罗林 难道 罗明不是凶手 当时气强的 是另外的气助攻吗 冯四没有说话 不过脑子里 却已经将豪猪的话 给想了一遍 脑子里浮现出了 当年宝华寺的施工图 发现其中两个不同的建筑物之间 距离比较远 最短的也有十几米 一个气助攻走错自己施工的位置 如果只有几米远还有可能 十几米远 也是根本就不可能啊 气强的肯定是四个人中的一个人 三个人都排除了嫌疑 所以罗明的嫌疑最大 甚至可以肯定 罗明就是凶手之一啊 如果说呢 别的气助攻 故意要把尸体藏到罗明所气助的墙体里面 这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罗明和杨德当时气助的房子 是位于宝华寺比较靠近中心的位置 四周还有其他的工程 如果这个气助攻真将尸体 气助到别人的工作墙里 他肯定会找一个靠近建筑边缘地带的墙体 这样啊 他的运势距离最短 而且不会有人发现他 跑到中间位置去弃墙 别人一眼就能看出 他不是那个墙面上的工作者 死来想去啊 逢四肯定一件事情 罗明肯定是杀人凶手 不过罗明是通过什么方式和罗兵取得联系 两人为何会联合杀人 这都是一个问题 不过现在 既然罗明肯定是凶手 那么先去将罗明抓捕归案 估计应该就能从罗明的嘴里 套出一些线索 有了更多的线索 这个案子也就变得更加轻松容易了 逢四将自己的想法告诉豪猪 得到了豪猪的认可 回局之后呢 冯四直接让吴传雄先查一查罗明在柳城的位置 随后去了副队长的办公室 请教副队长联系柳城公安局 对罗明实施抓捕 副队长打过电话之后 下午三点 冯四来到副领东的办公室 副领东说道 我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罗明已经得到消息 逃走了 罗明是什么时候逃走的 柳城公安局那边人 派去罗明住的地方查看过了 发现罗明应该是早上逃走的 他的包公头说 罗明早上上班接了一个电话 说家里出了点事 他必须要赶回去处理 他当时很着急呀 跟包公头打了一个招呼 然后就直接走了 包公头当时也没有多管 所以不知道罗明具体去了哪 冯四从副领东办公室出来 脸色很是难看哪 原本冯四还打算 先抓捕罗明 通过审讯罗明来获得一些线索 可是 没想到罗明竟然已经得到消息逃走了 罗明人间蒸发 使得这个案子又变得困难了几分 冯四回到办公室将这件事情告诉豪朱 赵大宝 吴传雄 三人都觉得很意外呀 不过吴传雄很快地反应过来 说道 其实 这是坏事 也是一件好事 首先 罗明逃走 证明他必然就是凶手之一 其次呢 有人通知他这件事情 证明今天见过的人里面 就有罗明的同伙 冯四和首说道 你说得很对呀 根据我的推测嘛 这个案子的凶手 应该就是罗兵和罗明两个人 不过我很好奇 罗兵到底是怎么跟罗明联手的 他们之间本来是敌对的 让两个敌对的人走到一起 共同作案 这其中必然牵扯着两个惊人的秘密啊 哦呀 冯四 会不会是罗明对罗林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哎呀 所以 半个小时之后 冯四一脚踹开房门 拿着手枪冲进了罗兵甲 直接将罗兵反手给压在了地上 给他戴上了手铐 罗兵挣扎着说道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罗兵 你被捕了 你和罗明联手杀死了蔡文杰和罗林 现在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 你跟我走一趟吧 胡说 我根本就不认识罗明 我和他没什么来往 再说 罗林是我的女儿 我怎么可能杀死我自己的女儿呢 你根本就没有把罗林当成是你的女儿 你只是一直虐待她 你们没有证据 你们不能抓我 冯四将一张从电话公司查到的号码流水 也是丢到了罗兵的面前 说道 你要证据是吗 罗明逃走前的最后一个电话 是你打给他的 你还说你不认识罗明吗 罗兵疯狂地将地上的流水单捡了起来 也是仔细地看了看 突然像是发疯了一样 疯狂地将流水单撕成碎片 也是说道 不可能 这件事就 我和罗明做得天衣无缝 这都过去了十二年 你们怎么可能查到这个案子呢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二十九集 恶人罗兵 冯四说道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罗兵 你亲手杀了你自己的女儿 你被捕了 这会儿 冯四的话音刚落 罗兵竟然失声痛哭了起来 豪猪看了冯四一眼 目光落到了罗兵的身上 也是说道 你后悔了吗 早知今日何必当出望 我不后悔 就算让我再杀她一次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杀了她 你还有脸说出这种话 你有没有想过 罗林是你的女儿 她不是我的女儿 她就是一个脱油瓶 没有她 我们罗家早就过上好日子了 我们家的生活 早就比蔡家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我也不会那么辛苦 也不会那么痛苦 冯四和豪猪对视一眼 随后将罗兵带回了公安局 因为事情已经败露 罗兵就将事情也全都给讲了出来 这是他藏在心里十二年的秘密了 十二年前 他不曾和人说过这件事 现在他终于可以放下了 回想起当年亲手杀死罗林的那一幕 罗兵竟然没有丝毫的愧疚 他的脸上 甚至浮现出了猙獰的笑容 哼 我生了这么一个便宜货 以后只能被人玩 你们以为罗明为什么会愿意帮我杀了他 答案很简单 因为罗明非礼的他 这件事情被我知道了 我当时因为罗林和蔡文杰的事情 心里非常生气 我就想 我生了一个便宜货 我供养你 让你读书 让你吃饭 我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 几乎你却和仇家的男人在一起 你想活活把我气死 你还要私奔 我杀了你们 看你们怎么私奔 罗冰的表情是越来越紧张啊 罗林似乎又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他是那样仇恨自己的女儿 最后的疑点解开了 罗明曾经非礼了罗林 这件事情被罗冰抓住 成为了一个把柄 罗冰要谢 最后两个人一起动手 杀了蔡文杰和罗林 制造了这次宝华寺的藏尸案 这件案子已经过去了十二年 本来罗冰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啊 不会有人插到自己头上 可是没想到罚网灰灰 他还是没能逃得过去 下午五点半 柳城传来了好消息 柳城公安局 已经在火车站抓住了罗冰 一天之后 罗冰随着几十个电信诈骗犯 坐飞机回到了江城 审讯室里 逢死说道 你知不知道 杀人是要被判死刑的 知道 罗冰说道 可是当时的情况下 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如果我帮罗冰杀了蔡文杰和罗林 罗冰就会去告我强奸他的女儿 我一样要坐牢 我查过了 你犯下的强奸罪 算是比较轻的 顶多只会判你三年 可是你杀了两个人 而且手段恶劣 杀人藏尸 必然是死刑 你看起来不过四十出头 就算你只能活到六十岁 往后还有二十年的时间 因为强奸坐牢 顶多只会占据你生命中短暂的三年时间 难道三年和二十年 有得比吗 罗冰一听冯四的话呀 也是彻底崩溃了 哽咽着哭了起来 他说他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就想不要去坐牢 脑子一热呢 就和罗冰联手 杀死了蔡文杰和罗林 从审讯室出来 豪猪叹气说道 哎呦 太傻了 本来可以活命 结果现在连命都丢了 冯四说道 这就是大多数走上犯罪道路的罪犯们 他们的共同心理 不肯证实自己的错误 有错不改 错上加错 也是变本加利呀 最后 只能走向犯罪的深渊呢 恭喜你啊 你又破了一个悬案啊 谢谢 如果有一天 吴静真的回来了 吴静和刘柔 你觉得你到底会选谁 你心里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吗 以前呢 我可能还会犹豫 不过现在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心里只有一个答案 那就是吴静 刘柔她很好 可是她的生活和经历跟我不一样 她没有经历过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 她喜欢周正军 她就去追周正军 她喜欢我 她就追我 看上去像个小孩子啊 而吴静不同 最初的时候 我和吴静 我们都是被迫去接触 吴静的经历更成熟 我觉得 她也更适合我呀 好吧 你不管如何选择 我都祝福你呀 晚上 冯四在房间不停地坐着俯卧撑 虽然已经和吴静约定 荣立一等功 她就会回来 但是冯四啊 却始终忘不了战友们的心愿 所以冯四下定决心 自己不仅要和吴静在一起 同时自己也要不断锻炼身体 争取有朝一日 不用加入魔鬼训练营 也能超过魔鬼特种兵 当冯四做俯卧撑 坐到1080个的时候 床头柜上的手机响了 冯四拿起手机一看 竟然是刘柔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也传来刘柔的声音 冯四 听说你又破获了一个悬案 当案室里只剩下最后一桩悬案了 只要破了这最后一个悬案 你的无尽就会回来了 谢谢了 冯四冷冷地说道 冯四本想用温柔些的语气和刘柔说话 可是冯四发现不管是谁提到无尽 自己可能都会给几分面子 唯独轮到刘柔的时候 冯四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630集冰冷的感谢 这两个看似平淡的字 给刘柔极大的打击 电话里 刘柔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继续说道 那 那就恭喜你吧 谢谢 冯四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仍旧同样是两个字日 也是说出了口 电话里 刘柔再次沉默了 好一会儿呢 也是说道 好吧 如果没什么事 那我就挂了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休息了 诶 等一等 有件事情 我想问一问你 希望你如实回答我 上次捅你那个人 我看监控 你跟踪过他 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让你跟踪他 你能告诉我吗 没有任何回答 刘柔便已经挂上电话 冯四回想起刚才刘柔那番话呀 也是忽然反应过来 刘柔肯定以为自己是想跟他谈感情的事情 可是自己谈的却是案子的事情 冯四心里后悔又内疚啊 但是转而又觉得很是恰当 这样挺好的 如果让自己主动地跟刘柔 替自己和吴静的事情 冯四觉得自己会受不了 现在自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已经相当于拒绝了刘柔一次 或许这次之后啊 刘柔就会主动放弃了吧 终于 当冯四坐到两千三百二十个俯卧撑的时候 终于筋疲力尽了 瘫倒在床上 浑身的衣服也早就被汗水打湿了 冯四休息了一会儿 冲进厕所 也是冲了个凉 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房间 倒在床上 也是沉沉地睡去的 后来不知道多久 一道声音在耳边响起 冯四 起床了 哎呀 有人来看你了 有人来看我 谁啊 苏瑶 苏瑶 冯四脸上露出笑容 急忙翻身起来 拿起外套快速地往身上穿 一边穿 也是一边说道 哎 他怎么来了 而且这么早 不会天没亮就赶来了吧 是啊 你怎么知道 你们两个人心灵相通吗 我问过苏瑶了 人家说怕来晚了 咱们已经去上班了 看我 我有什么好看的 哎呀 这个苏瑶也真是的 他自己的工作不做 跑来看我吗 苏瑶听说你抓捕犯人的时候受了伤 所以他想过来看看你 你说是冬夜浩尔吗 应该是吧 当时冬夜浩尔拍的视频 虽然没有传到网上 但是人质拍的视频传到了网络上 后来虽然老胡也给相关方面施加压力 删除了视频 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苏瑶还是知道这个事了 好吧 既然来了 那我马上出去跟他见个面 你去买三份早餐回来 等会儿吃了饭 咱们开车送他去饭店 别让他再知道了 然后咱们再去公安局 冯四穿好衣服也是走了出去 此时苏瑶正坐在客厅 低着头双脸发红 一副局促的模样 毕竟这是两个大男人的家 客厅里确实太脏了 到处都是垃圾 桌上还放着好几个空的啤酒瓶 女孩子都是比较细心的 苏瑶感觉自己大早上冒昧前来 确实有些唐突 至少也应该先通知一声 心里感觉挺不好意思的 冯四看了苏瑶一眼 明白了苏瑶的心思 抬手将桌上的几个空酒瓶 给拿了开 抽了几张餐厅纸 将桌子擦了擦 夜市说道 抱歉 不好意思啊 让你见笑了 没事 我知道 可能是我来得太唐突了 哎呀没有 怎么会呢 你什么时候来 我都欢迎你 哎对了 你这次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其实也没有什么事 我就是听说 你在抓捕犯人的时候受伤了 我妈妈说 冯警官帮助了我们一家人 所以啊 一定要我过来 哎对了 这是我买的营养品 你补补身子 哎呀放心 我没事 谢谢你的好意 那要是没事 我就先走了 饭店那边赶时间 哎等一下 我和豪猪开车送你吧 他下去买早餐了 很快就回来 话音刚落 豪猪便提着三份早餐回来了 说道 哎呀回来了 苏瑶 一起吃饭吧 送苏瑶去了饭店 风思转了个弯 豪猪坐在副驾驶上 拿起油条是用力地咬了一口 也是说道 哎呦这个苏瑶真是太客气了 吃个油条都细嚼慢咽 一次一小口 害得我都不好意思在他面前吃东西了 你是谁 你是豪猪啊 什么美食山珍海外到了你的面前 你不吃狼吞虎咽呢 你才狼吞虎咽 我虽然吃得多 但我也是有吃相的好不好 砰 只听这时一声枪响 汽车开始大话 风思说道 糟糕 随即一脚踩下了刹车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631集 车胎爆了 汽车在马路上转了120度 随即停了下来 风思和豪猪赶紧打开车门 下车查看情况 发现左前胎的车胎已经爆了 风思和豪猪同时回头 朝着身后干净的路面看了过去 不应该呀 这路面看上去很干净 没有碎玻璃 小铁钉 怎么车胎就爆了呢 风思走到左轮车前 也是蹲下查看车胎的情况 只是看了一眼 便拉着豪猪 也是说道 快 蹲下 哎 怎么了 你看 这轮胎上面的洞 哎哟 这是子弹击中之后留下的洞马 不错 这证明刚才有人朝咱们开枪了 这个人很可能就在附近 随时可能再次朝咱们开枪 注意观察 他在那里 说完 豪猪猛地站了起来 朝着道路旁边的树林跑去 风思见状 也是急忙跟上 两个人跑到道路旁边的时候 那人已经完全不见了踪影 该死 让他跑了 哎 豪猪 别生气 生气也没什么用 那个人长什么模样 我没看清 他蒙着脸 不过 我看他的眼神 应该是一个亚洲人 亚洲人 风思有些担忧啊 哎呦 对了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我好好想一想 刚才咱们下车的时候 身体至少暴露在他的视野里超过半分钟 如果他真的要杀我们 恐怕早就动手了 可是事实上 他却并没有这么做 难道这人 真的是东营派来考察我们江城刑警查案能力的人 东营的敌对势力 难道又有动作了 应该是这样了 东营浩尔一死啊 消息传了回去 现在 他们应该开始第二个计划了 想要测试我们刑警的办案能力 哎呦 岂有此理 以为我们怕他吗 信不信呢 我今天就把他抓回来 好了 别乱说话了 赶紧打电话叫拖车 处理了汽车的事情 冯四和豪猪打车来到公安局 两人到公安局的时候 已经晚了半个小时了 赵大宝见两人进入公安局 也是急忙站起身说道 哎 冯哥 你终于来了 副队长刚才来过了 他让我通知你一声 来了呢 就赶快去办公室找他 冯四带着豪猪一起上楼 来到了副领东的办公室 站在门口 冯四说道 等会儿 先让副领东说他的事 然后咱们再说咱们的事 懂吗 哎呦好吧 听你的就是了 先让副领东说他的事 然后咱们再说 很好 放松 不要紧张 深呼吸 冯四推开门 先一步进入办公室 豪猪也跟着进了办公室 副领东放下手里的笔 抬头 一看来人是冯四啊 脸上堆笑说道 冯四啊 你来得正好 我正想找你说一件事呢 我本来打算主动给你送过去 不过既然你来了 那你就拿去吧 这是当案室里的最后一份悬案资料 你自己好好看看吧 副队长 还有别的事情吗 没有了 你们下去吧 记得努力 早点破案 我就早点给冯四 申报一等功 没事了 是吧 你没事了 我还有件事要说 今天早上 我和豪猪被人偷袭了 偷袭 随后 豪猪花了两分钟的时间 将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 也是说了一遍 副领东听完周美啊 你的意思是 这是他们想要通过测试咱们办案的能力 来估计刑警大队的办案效率 以此来决定 他们在江城建立独卖的方法吗 这很明显的 你也知道 不用我再说一次了吧 我的想法跟豪猪一样 今天早上遇到的事情 已经很明显了 东野号二一小时啊 东营的坏蛋们就开始计划了 这次啊 我看咱们的对手 不会轻易放过我们 所以呢 我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而且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要查 而且要一查到底的地步 一查到底 如果是在以前 东野号二还活着的时候 我们或许有两条选择 第一 暂时不动手 暗中观察 第二 一查到底 将所有跟这个计划有关的东营 罪犯全部抓起来 副队长 现在不能这样了 敌人已经找上门来了 这次啊 甚至主动打爆了我的汽车轮胎 如果再做一代币 恐怕下次 就直接打爆我的脑袋了 你的意思是 从现在开始 彻查所有东营人 你以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 那怎么办 你别着急 胡副队长 已经叫了线人出去打探线索 估计再过一段时间呢 就能查到在江城活动的境外人员 尤其是东营人的情况 到了那个时候再动手 我想肯定会更有效果 两人对视一眼 两人都不是贪生怕死的人啊 只是这次的问题 确实已经到了不得不处理的地步 不过既然胡庆帮有安排 那么冯四和豪主也就放心了 好吧 冯四抿了抿嘴 说道 回去了 哎等等 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也有必要跟你说一说 冯四皱眉说道 什么事情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三十二集 心酸 傅领东有些犹豫啊 昨天 我去医院看过刘柔了 医生说刘柔恢复得很好 我想刘柔出院的时候 你看你能不能一起去陪着他 好好休息一天 副队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 哎 你这个人 行我知道 你喜欢吴静 你努力查案 是为了荣获一等功 然后 吴静就会回来看你 就算以后你和吴静结了婚 难道出门 就不能再看到别的女人了吗 哎呀 算了 冯四 副队长说的对啊 你喜欢吴静没人管你 不过嘛 刘柔他再怎么说 也是咱们的队友啊 唉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其实 我也该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啊 不过 没人要再逼你和刘柔在一起 我只是希望 你能关心关心你的队友啊 知道了 我会去的 冯四 冯四 尝出了一口气 像是泄掉了一身的疲惫 摇了摇头 扭头看了豪猪一眼 没有说话 快步朝这三队的办公室走去 其实冯四心里 并不是因为副队长 有想要让自己 和刘柔在一起的心愿而生气啊 冯四是因为 哎 吴静觉得不值得 同样是公安局曾经的队员 凭什么所有人都向着刘柔 吴静明明是受伤最深的一个人 想到吴静那凄楚的眼神 冯四不由一阵心酸 不过案子 还是要继续查 回到办公室呢 冯四将资料 分发给了赵大宝 胡传雄 豪猪几人 自己留了一份 也是坐下翻看了起来 这一桩悬案的名字 叫722 肾脏盗窃案 案发的时间也在十几年前 而且这是一个典型的 连环盗窃案 从第一名女性受害者 到第六名男性受害者 前前后后 凶手一共摘除了六个受害者的双肾 这六个人 还全部都是各不相同 互不认识 没有任何交集的六个人 豪猪猪没说到啊 六个互相不认识 没有任何交集的人 你们难道没看出来吗 六个彼此不认识 没有任何交集的人 被割了双肾 在十几年前 那时候盗窃肾脏的团伙还不少 这六个受害者生活都没有交集 当年查案子的老前辈 是怎么回事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把这六个人背到肾脏的案子 归类成了一个案子 豪哥 你把档案读完再看看吧 其实 是有共同点的 冯四刚才已经将资料看了一遍 知道这六个人的共同点在哪 虽然 他们平时互相不认识 生活也没有任何交集 不过凶手在作案之后啊 在死者脸上割了一刀 留了同一个标记 如果只是这样 也可能是别的作案嫌疑人模仿凶手 在去身之后 故意在死者脸上割一刀 但是当年的老前辈 也不是生油的灯啊 发现问题之后 紧来了法医 经过详细的辨别 最后发现 六名死者身上的伤口 是同一个人留下的 这个凶手应该也是一个学医的 而且对人体很有研究 解剖手法很专业 而且取肾这种手术啊 确实也不是一般的手术 可以比拟 肾脏取下来 要保持完整 保持活性 各种专业的操作 也是少不了啊 因此 资料上对凶手的最终判定 这个人 应该是一个有着极高医学本领的人 而且这个人人格变态 有着轻度的神经分裂 不然他也不会在每个受害者的脸上 割一刀啊 冯四看公安系统案件库里 有不少的案子 是关于医生 或是高级医学院的学生的案子 冯四总结过 这些医生或者学生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每天 有很重的学习任务 需要看很多的医书 做很多的笔记 这样会使得他们心情很压抑 另外呢 他们还有解剖课 血腥的解剖 只会让这些学生的心情 更加压抑 现在呀 做医生的压力真的非常大呀 冯四之所以会关心这一类案子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这一类的案子 凶手是医生 或者医学院的学生 他们背了很多医书 思维很严谨 因此作案的手段 比一般的普通犯罪者 要高明很多 看一个这类案子 比看三个别的案子 所获的经验都多 因此这些在常人看来 难以理解 难以看懂的案子 在冯四看来 却是格外有意思啊 特种兵研究的东西很多 像是边境特种兵 这种一等的优秀兵种 研究的东西更多 这种案子在一个一等特种兵的眼睛里看来 其实不过只能算是一个普通的案子 没有什么好奇的 也是新奇的事情 当然 这也需要反复地练习 看几百份上千份的案子之后 才能够练出来的本领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绝非一朝一夕就能练成 因此呢 想要做一个特种兵 也是不容易的 至少需要坚定的意志 以及持之以恒的恒心 资料上虽然对凶手 有了个大概的定型 确定了凶手的类别 知道凶手啊 可能是个医学博士 但是尽管如此 资料上却并没有查到 任何关于凶手的线索 甚至就连凶手的大概外形 也没有一个介绍 而六个受害者中三个女性 都是在警察到达之后 仍旧存活 只是后期等待别人捐赠肾脏 迟迟没有等到渗源 时间消耗完了 才会死去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三十三集 祸香正汽水 风刺分析了一下 六个死者之中 三个是男人 三个是女人 三个男人都是在死后 才被人发现 而三个女人 都是在死前被人发现 而且身子都被浸泡在冰水之中 大大的缓解了他们的疼痛 女人和男人不一样啊 男人可以晚上一个人出门 可是女人却很少晚上一个人出门 就算真是一个人出门 那也就是到酒吧 KTV 这种人多的地方 因为死者比较多 一次也不可能全部分析 因此 冯死从性别分类 首先将男人和女人区别分开 专门分析女人的死亡情况 其实冯死这样分析 也是很有道理的 男人 可以一个人去很多地方 女人却不行啊 因此凶手选择女人 作为作案的对象 那么在女人被害前的一段时间 应该会有人看见 而且这次的案子 三个女人都是在宾馆的浴室被发现 三个女人都喝了酒 而且根据三个女人交代的线索 她们昏迷之前都是在酒吧喝酒 后来什么都不知道了 其实 从十几年前开始 江城就流行起了一种 从宝岛传到大陆的一夜听 叫做捡尸 具体指的就是女人在喝酒的时候 把酒喝醉 倒在酒吧门口 男人就去挑女人 带着女人一起去宾馆开房 第二天早上 女人醒来之后 两人再各自离开 虽然捡尸是有损道德 如果女方醒来之后 状告男方 男方同样也构成犯罪 随后会被判刑 但是这样的事情 在十几年前还没有明文规定的时候 仍旧在流行 因此根据三个受害女人的解释 当案发的时候 她们应该是被剪尸了 正是因为被剪尸 所以她们根本就不知道 带她们离开酒吧的凶手 到底是谁 所以这也就造成 没人知道凶手资料的情况 毕竟三个女人是在喝醉之后被人剪尸 三个男人 完全可以是在无人的地方 被凶手杀害 十几年前也没有监控 因此这个案子 最后也就落得没人知道凶手的资料 没有监控 虽然当时警方也有去过受害者喝醉的酒吧 前去询问情况 不过因为酒吧夜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受害者呢 只不过是人群之中的一员 也是太过普通 因此酒吧的工作人员都没有记忆啊 所以这个案子 除了受害者身上留下的痕迹之外 警方没能从别的地方找到任何的线索 冯斯仔细看了看资料 上面提到三个女性受害者 在被割肾之前 疑似曾经受到过性侵犯 不过呢 因为受害者的身体和体内上 并没有留下体液和明显的痕迹 被侵犯也只是三个女性受害者自己的猜测 有没有发生过这个事啊 也是不得而知啊 看了关于三个女性受害者的介绍之后 冯斯立马就反映过来 这个案子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案子 首先 是线索的缺陷 其次呢 就是凶手既然敢连续作案六起 手法老练 可以断定凶手是有目的的作案 不过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困住了冯斯 这时候 豪猪将资料看了一遍 抬起头来 喂 冯斯啊 我把这个案子看了一遍 发现一个无法判断的地方 你说 这个案子是单人作案 还是多人作案啊 冯斯看了豪猪一眼 但却并没有说话呀 因为这个问题 也是冯斯心中想的那个问题 这个案子到底是单人作案 还是团伙作案呢 如果是团伙作案 按照道理说 他们大可以一次带走两个到三个喝醉酒的女人 这样呢 一次就能取到四到六个人 只要作案两次 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数量 这样啊 作案次数上 还不容易被警方发现 既然如此 那为何会一次只找一个受害者 单独作案呢 如果是单人作案 三个男性死者之中 除了一个身材偏瘦之外 剩下的另外两个男性 都是身体强壮的肌肉男 一个学医的医学博士 因为学医跟学别的东西不一样啊 需要往里面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因此学医的医生 大都是轻瘦的人 或者是吃肉之后身体发福的人 这两类人 有个明显的特点 就是身子虚 力量肯定不如男性死者的力道大 因此如果是单人作案 凶手在作案的时候 是如何控制受害者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风四想了想 再次将三个男性死者的资料 也是看了一遍 法医对三个人的身体进行检索 最后发现 死者生前都曾喝过酒 而且只是喝过酒 除了酒精之外 身体也没有检测出任何别的东西 而且酒精浓度也不高 死者在生前并没有被凶手使用过 诸如迷药一类的东西迷倒 凶手应该是在杀死死者之后 迅速地取出了死者体内 肾脏的器官 既然如此 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凶手 只是在死者醉酒之后 才动手杀人 并非是使用民药等药品之后 才动手杀人 而且根据检查报告来看 直接让受害者死亡的条件 并不是死者腰部的两道伤口 而是窒息 三个死者的脖子上都有明显的勒痕 毫无疑问 这就是致命上 凶手仅仅是在死者醉酒的情况下 用绳子勒死的受害者 仔细一想 如果这是一个单人作案 凶手面对一个酒疯子 而且他 给予酒疯子的也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一般人喝了酒就会发飙 撒狂 凶手独自面对一个肌肉男 最后成功地杀死肌肉男的可能性 也是并不大 更何况 法医检测出酒精含量并不高 这也就是说明 受害者在死前 未必就喝醉了酒 甚至根据数据来看 更为清晰地表达是 受害者身体当时的酒精含量 不超过75毫克每百毫升 这只能算是轻度醉酒 就算是测酒驾 也不能算是酒驾呀 因此 逢四判断 这应该是一起多人作案 在说了原因之后啊 赵大宝 吴川雄 都纷纷表示赞同 不过向来没有注意的豪猪 却表示不能够赞同啊 豪猪也是说道 75毫克每百毫升 也算是喝了酒了 虽然不能算是酒驾呀 可是你知道死者的酒量如何 如果死者是喝一杯就醉了呢 吴川雄翘了 夜市说道 豪哥 你这就是常识的问题了 你知道吗 酒驾 吃榴莲 吃荔枝 甚至喝一只货香正汽水 路上遇到交警 都有可能查出来是酒驾 榴莲和荔枝没能量 你可能不大概知道能有多少 一只货香正汽水呀 你总知道量应该有多大了吧 豪猪愣了一下 说道 我听说 现在货香正汽也都出来了 你还喝货香正汽水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三十四集 团伙作案 冯四推了薅珠一下 说道 喂喂喂 说正事 你怎么扯到货香正汽水上去了 哦哟 明明是传雄先提到货香正汽水 我这才说的呀 你推我干嘛 豪哥 其实你知道现在呀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在赚钱 孙芳在家带孩子 我们的经济条件不太好 货香正汽水的价格 比货香正汽的价格便宜 而且效果也可以 所以呢 我们平时就用货香正汽水 豪叔朝着吴传雄 比了一个OK的手势 冯四长输一口气呀 既然这样 那你应该明白了吧 三个男性受害者 在被凶手勒死之前 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喝酒 他们的大脑啊 仍旧保持清醒 哦呀知道了 这样就可以推断出 是团伙作案了 对吧 是 这应该就是一个团伙作案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凶手 会选择一个个的杀掉受害者 而不是一次处理两人 或者三个人 这样作案次数少 留下的线索也就少 他们就更容易得手 也不容易被查到啊 你跟我想的一样啊 我刚才也在分析这个问题 六个个案 看上去跟单人作案的手法很像 可是这个案子明显是多人作案 因为根据死者死亡现场的照片可以看出 三个男性死者中两个都是肌肉性 一个正常的医学博士 不可能徒手勒死肌肉男 会不会是因为生意问题啊 这些犯罪分子 隔人身上的肾脏 无非就是为了拿到黑市上去卖呀 会不会是因为黑市上 没有多少人去卖 没有那么多金主 所以这个团伙分别作案 每次都是在接了生意之后 才去寻找对象的 资料上说得很清楚啊 六个死者 三个男人 三个女人 其中三个女人被割刃的时间 最短的相差只有一天 最长的相差三天 这么短的时间连续作案 只有一个可能啊 那就是凶手 事先就踩过点 了解过受害者的情况 因为凶手希望完美的作案 不留下线索 所以呢 他们花钱踩点的时间 绝对不可能只有一两天啊 吴传雄看了冯四一眼 皱眉深思了一会儿 说道 那也就是说 就算凶手是在黑市上 找到了买家在动手 那他也完全可以 同时杀两个女人 甚至可以同时杀三个女人吗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事实上啊 却并不是如此 凶手像是按照某种规律一样 一个接一个 割了六个受害者的肾脏啊 这案子 要是那么容易查 他就不会变成一个悬案了 这案子确实不好查呀 哎 风哥 你说有没有可能 这是凶手故意制造出来的假象呢 希望迷惑我们 让我们不知道 这个案子到底是多人作案 还是单人作案 这是凶手的一个手段呢 冯四否定说道 这基本不可能 古人有句谚语啊 叫做言多必失 说话和作事一样 两件案子 可以查到的线索 肯定比一件案子要多 这次的凶手 很明显是个高智商的犯罪啊 所以不可能不懂这个道理 哎呀 为什么 他要重复六次去杀人 而不是一次就解决呢 这个问题啊 如果你去问别人 你可能得不到答案 但是嘛 你问我 我想我可以给你一个答案啊 川雄 你知道吗 我给你们分析一遍啊 首先 我们从受害者自身的生活环境来看 六个不同的受害者 他们的工作中完全没有交集 不在同一个学校 不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曾经没有见过面 也是互相不认识 而且每个人的生活 也都是不一样的 凶手挑选他们 应该是随机挑选 而且就像是豪猪说的一样 他是为了钱 并不是因为跟谁有仇 这明显是为了钱 割别人的肾脏 然后拿到黑市上去换钱 正是 那我们能不能从受害者的身上 找到原因呢 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点 我们只能从这个 可能是医学博士的凶手身上 找到原因 那么既然是为了钱 也不是仇杀 他为什么会在每个受害者的脸上 划一刀呢 会不会是他神经分裂 故意要去这样做呢 或者他觉得这个世界 太多人说谎话 他讨厌他们的脸 你说的虽然有道理 但是却也没有道理 对于一个医学博士来说 他有着高明的医术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赚钱的行业有很多 但是最不缺钱的就是医生 既然凶手不缺钱 那么他应该不会跟人计较 太多鸡毛蒜皮的事情 相反 他会将自己很多时间 用来看书 学习书上的理论 人呢 从一件事情太长时间 就会变得 对这件事情产生感情 比如一个人喜欢做饭 他就会对厨房 对锅铲产生兴趣 一个人喜欢钓鱼 他就会对鱼竿特别感兴趣 再比如 一个人喜欢打拳击 他就会对拳套感兴趣 我懂了 风哥 你的意思是 凶手之所以会在每个受害者的脸上划一刀 原因是 他喜欢手术刀 喜欢用刀划破人体皮肤吗 就是这样 赵大宝说道 可是 这个六次单独作案 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更好理解了 从事件 你从事一件事情 从事的久了 就会了解到相关的规律 因而 会严格按照规律来执行 凶手之所以分为六次作案 可能是因为 凶手有着很强的自律性 他以此为好 这种重复做手术的优越感 和对案子的把控 让凶手感到舒服啊 听众朋友们 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635集 金河的母亲 豪猪拿着水杯走了回来 说道 我去 还有这种操作 杀人 也能让他觉得如此快乐吗 确实如此 这就好像 一个特别 爱穿衣打扮的人 他会乐于在你面前 不断地试穿 一件又一件的衣服 甚至可以 将动作做得很优雅 很慢 豪猪挠了挠头发 说道 这 不跟我老婆逛街一样嘛 这可急死人了 冯思回道 所以 我猜测 这个医学博士 应该就是 多人作案团伙里头的头目 如果他只是一个负责 割肾的医生 真正负责操作这件事的 是个黑心商人 那么 他可能会一次 割几个人的肾 绝对不会 像医学博士一样 一次 只割一个人的肾脏 赵大宝 疑问道 这案里说 会去犯罪的人 性格都是比较暴躁的 而且 人也比较粗鲁 这个医学博士 一个人 面对好几个这样的人 他是 怎么把他们号召起来的呢 这些亡命之徒 又是 从哪里找来的呢 这次 换冯四承诺了 赵大宝说的 确实是一个问题 而且 暂时找不到答案 毕竟这个案子的线索太少了 冯四 也只能 靠推理找出一些线索 吴传雄补充道 这个案子 会不会是个 很有钱的黑帮头目 得了肾病 他很相信这个医学博士 所以 他会叫自己的手下 跟着这个医学博士一起 去帮他物色肾源 甭死不同意 这也不可能 如果真有这样的人 他顶多 需要两个肾 多余的肾都不需要 可是 这个案子 凶手却割了六个人 总共 十二个肾长 赵大宝说道 不对啊 风哥 你刚才说 医学博士不缺钱 那么 既然不缺 那他为什么 还要去冒险 干这种事呢 冯四解释道 一个人有钱之后 钱在他的眼里 不过 就是一个数字 也不会在乎钱 而是 会更在乎 跟他从事的职业相关的事情 另外 凶手可能 有一些 精神分裂的问题 豪猪建议道 哎 咱们这样推理 推理来推理去 只是 咱们自己的想法 我看了 最好的办法 还是要走访一趟 寻找死者家属 问问他们当年的情况 有了线索之后 咱们再推理 这样 还不容易出错 我看看 冯四仔细地 将六个受害者的资料 看了一遍 选出了其中一个 叫金河的女受害者说道 那咱们 就先去找这个 金河的受害者父母 了解情况吧 金河家 就在冰江去 我记得那一篇 是很早修剪起来的 老师签著 现在 仍旧在使用 金河的父母 应该还没有搬迁 可以去看看 豪猪先给金河的母亲 打了电话 在说明了情况之后 金河的母亲表示 自己现在就在家 她在电话里 说话的时候 情绪很是激动 豪猪安慰了她一阵 随后挂掉了电话 半个小时之后 冯四和豪猪 开车来到了 金河家所在的 老式建筑的小区 上楼敲门之后 金河的母亲 很快便来开了门 冯四 看见她红着眼 安慰说道 阿姨 没事 请你相信我们警察的 办案能力 只要找到线索 我们一定 会还金河一个清白 谢谢你们 金河的事情 我也知道很奇怪 一点线索都没有 我女儿就这样死了 这可怎么办呀 金河的母亲 情绪很是激动 她说着说着 情绪便再次的 无法控制 流出了眼泪 冯四和豪猪 安慰了她一阵 十分钟之后 才勉强地恢复了正常 冯四拿出了笔记本 说道 阿姨 当年金河出事的那几天 你有发现 她有什么奇怪的举动吗 金河的母亲 摇头说道 都怪我 太放任她了 那几年 我忙工作 她学习不好 希望去酒吧玩 后来 也不归宿 我说了她几次 她跟我吵 然后 就是把自己反锁在房间 有一次 她还割腕威胁我们 后来 我就再也不敢管她了 都怪我太任性的 谁想到 她没几个月就出事了 豪猪抽了两张纸 进地过去说道 阿姨 您把眼泪擦一擦吧 没事 都过去了 金河母亲 恢复正常之后 冯四继续问道 当年案发的时候 金河有没有跟您说过 当晚发生的事情 具体是怎样 冯四查过资料 活人在没有双肾之后 在医院接受透析治疗 还可以活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 金河在医院 还跟她的母亲 待了一个月的时间 因此 冯四想问问看 金河会不会说了一些 资料上没有记载的内容 金河母亲 抽气着说道 她说 她当晚喝醉了 就什么也并不知道了 等到她醒过来的时候 人 已经光着身子 呆在浴缸里了 两边的肋骨处 出现了两道伤口 金河母亲 再次轻声抽气了起来 冯四等待了两分钟 等到金河母亲 恢复正常之后 继续进一步说道 除此之外呢 金河 还说过什么话吗 金河母亲想了想 抬头 看了冯四一眼 似乎有些犹豫 郝周说道 阿姨 您放心 我们不会把 金河的私人事情 说出去的 但是 我们必须要完整地了解 整个事情的经过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得到更多的线索 最后 也才可能破案 还给金河一个清白 希望 您能明白我们的难处 金河母亲 想了两分钟 点头说道 好 金河已经不在了 我就告诉你们也无妨 当初 金河跟我说 他那晚喝醉酒 出了酒吧就吐了 吐得一塌糊涂 不过 他并没有完全失去知情 他看见一个 高瘦高瘦的男人 找他走了过来 扶住了他 嘴里说着好话 要送他回家 他闻到 那个人衣服上 有一股很难闻的 消毒水气味 本想拒绝 结果站不稳 就扑倒在他的身上 后来 就晕了过去 防似一顿 这可是资料上 没有的线索 赶紧记了下来说道 衣服上 有消毒水的气味 高瘦高瘦的身材 当时 金河 还看到别的东西了吗 比如说 这个人的相貌 脸型 戴没戴眼镜 金河的母亲说道 啊 我想起来了 那个人 戴着一副眼镜 其他的 就不知道了 冯四记下了线索之后 又问了一些别的 在确定 从金河母亲这里 得不到更多的线索之后 冯四和豪猪 离开了小区 车上 豪猪看了一眼笔记本 扭头看向了窗外 看着不断后退的行道术 笑着说道 挺好 至少咱们现在 可以肯定 凶手 应该就是一个医生 只有医院 才需要消毒 不然 这凶手身上 怎么可能会有 消毒水的气味呢 你说是不是 嗯 冯四点头 随即又说道 不过 我的心里 有个疑问 你能回答我吗 豪猪笑着说道 什么疑问啊 第六百三十六集 刘柔出院了 不过 我的心里 有个疑问 你能回答我吗 豪猪笑着说道 什么疑问啊 冯四 重没说道 我的疑问就是 这明明 是一件凶杀案 刚才 在金河母亲家 你也看到 金河的母亲 气不成声 按理说 咱们查这个案子 心情也该压抑才对 可是 你为什么 还能笑得出来呢 你是狼心狗肺吗 不 不是 豪猪笑着 摆了摆手说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这个案子 我没有觉得好笑 我只是忍不住 想笑而已 呼的 冯四闻到了一股 很奇怪的臭味 有点像豆腐的气味 讽刺皱眉一挑 扭头看向了豪猪 憋着气说道 你 你放屁了 豪猪憋红了脸 忍不住狂笑了 起来说道 抱歉 我刚才没忍住 放了一个屁 这就是你刚才 发笑的原因 你为什么不早说 放屁这种事情 本就隐晦 我怎么好意思 告诉你呢 变态 冯四骂了一句 开了车窗 好在 汽车在高速行驶 这外面的风 不断地灌进汽车 豪猪释放的 那股浓郁的气味 很快地就被风 给吹散了 豪猪扭头 看了一眼 车窗外的行道树 说道 你说 如果咱们 一直都不去查 他们会怎么办 会不会 再次主动出击 必然会这样 不过 现在咱们 也查不到什么线索 因此 咱们现在 只能 以不变 应万变 要是真撞到 咱们手里 那也不能放过他们 回到公安局 在楼梯上 豪猪说道 哦 还有件事 差点就给忘了 明天啊 刘柔出院 我记得 你答应过副队长 明天要去 见刘柔出院 去吧去吧 副队长 让你提醒我的是吗 其实 我说这话 也不全是 副队长的意思 毕竟 刘柔确实 也是咱们的队友 曾经的队友 现在已经不是了 可是 行了 如果你想给刘柔说情 那就不用说了 在这个问题上 没得谈 豪猪知道 冯四就是一个固执的性子 只好 闭嘴不再说话 第二天一大早 副领东 开了一辆车 冯四和豪猪开一辆车 赵大宝 吴传雄 开了一辆车 整个三队 除了李世海 一直在医院之外 所有人都一起出发 去接刘柔这个 曾经的队友出院 虽然 冯四很不想承认 但是 不可否认的事情是 刘柔确实是 三队的队员 这一点 大家的心里都没有忘记 刘柔现在只不过 是暂时外派出去而已 所有人 都只不过是在等待一个时机 等待 冯四回心转意之后 同意刘柔调回来 到了医院 傅领东 献上了准备好的一束花 伸手说道 刘柔同志 身体 恢复得怎么样了 刘柔捋了捋头发 笑着说道 恢复得很好了 其实 你们也不用来 我自己就能回去 在家休息两天 就能去上班了 是吗 你可别这么说 你看 大家都来了 傅领东说完 就闪到了一边 赵大宝 吴传雄 豪猪都站了出来 柔姐 身体好些了吧 柔姐 我们想你了 刘柔眼睛一红 目光在三人身上扫过 说道 好 我也想大家了 简单地聊了一会儿 豪猪说道 哎 行了行了哈 刀宝 传雄 你们俩 帮柔姐把东西 拿到车上去 咱们先上车 走走走 豪猪话音刚落 大家就像是提前说好了一样 纷纷转身 便往外走 冯四也想跟着转身离开 傅领东 凑到冯四的耳边 小声说道 你留下说两句 随后 傅领东 推了冯四一把 自己快步地往外走了 冯四在原地愣了一下 回转身子 看向了柔柔 柔柔抿了抿嘴 低下了头 向来脾气火爆 如同女汉子的他 竟然会在 见到冯四之后 露出女人娇羞的一面 低下了头 你 有什么 想对我说的吗 冯四冷笑了一声 往前走了两步 说道 当然有 恭喜你 今天出院了 摸个手吧 刘柔脸上的笑容僵重 做出了一副 茫然的样子 随即抿了抿嘴 恢复了女汉子的表情 伸出手 和冯四握了握手 说道 谢谢 不客气 冯四回答了一声 平淡地往回抽手 可是这时 冯四却发现 自己的手 抽不出来 刘柔仍旧用力地握着她的手 冯四惊讶地抬头 看了看刘柔 说道 怎么 很有事 刘柔说道 我听副队长说 你已经拿到了 最后一桩悬案了 怎么样 查到线索了吗 查到了一点 可以松手了吗 对不起 没关系 冯四收回手 转身便往外走 一边走一边说道 回去休息两天 等你的身体好些之后 就去你的岗位上坚守 现在 城市人口越来越多 交情也很缺少 能够指挥一个人流量大的路口 使得路口竟然有序地通行 那也是一种本事 刘柔看着冯四的后背 虽然知道 冯四这话 是故意说给自己听的 但不知为何 心里却产生了一股 强烈的 不舍的感觉 最后 这种不舍 变成了心酸 回想着这个 曾经深爱着自己的男人 为自己做的事情 刘柔的眼眶红了 冯四走在前面 并没有听见 身后传来刘柔的声音 停下脚步 等了一会儿 回头看时 正好发现 刘柔低着头 在偷偷地抹泪 冯四转身便走 不想让刘柔感到尴尬 众人将刘柔送回家之后 开车回到了警局 傅领东直接让冯四跟着她 去了她的办公室 在办公室里 傅领东对冯四说道 那个 冯四啊 刘柔的情绪很抑郁 我看 要不 今天下午 你请半天假 你去陪陪她 行吗 凭什么 这次就和上次一样 刘柔父亲的事情 你也知道 她很早就没了父亲 她父亲 是个英雄 冯四一听这话 顿时心里一酸 怒火顿时熄灭 名嘴说道 或许 你说得对 刘柔现在 确实很需要人照顾 但是 为什么一定是我呢 对不对 既然你这样说了 那我就不强求了 我另外 找别的人去 傅领东没再坚持 直接让冯四离开了办公室 冯四回到三队办公室 坐下之后 努力让自己翻开最后一床悬案的资料 可是 就算翻看到了最后 发现自己也是完全没有心情去看资料 只能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 冯四在等 傅领东的传唤 冯四很想知道 傅领东会让谁去找看柳柔 结果 一直等到了下午下班 豪猪 大宝 吴传雄 三人全部都在办公室 一个人也没有出去 冯四心里暗想 难道 傅领东 派一队 或者二队的人去了 第六百三十七集 豪猪的风骚 难道 傅领东 派一队 或者二队的人去了 傍晚 回到家 冯四站在阳台上 眺望夕阳下的美丽的罗江 脑子里 想着无尽的模样 豪猪从冰箱里 拿出了两瓶啤酒出来 走到阳台上 递了一瓶啤酒给冯四 说道 怎么了 心情不好 冯四摇了摇头 用牙摇掉了啤酒瓶的盖子 随后 就仰头便咕噜咕噜地喝了几大口 豪猪看了一眼 豪猪看了一眼 夕阳下的罗江 叹了口气 呼得 吃笑了一声 扭头看向了冯四 打趣说道 哼 你看着我女朋友干什么呀 你小子 别不怀好意啊 我告诉你 你可别打我女朋友的主意 你的女朋友 冯四看着豪猪 随即 收回视线 看向了罗江 反应过来笑着说道 哼 你不说 我倒是忘了 你小子 一次喝醉酒之后 把罗江当成是你的女朋友 这我还记得 冯四忍不住笑出声来 豪猪说道 你笑什么 很好笑吗 没什么 我就是想到 你上次喝醉了酒 还对着罗江 饮食作对呢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 古代的大诗人 李白 杜甫 尤其是李白 冯四特别喜欢用夸张的手法 你虽然没有李白的风采 你的肚子里 也没太有李白的墨水 哎哎哎 豪猪不乐意地说道 行了 你损我损的还不够啊 咱就是 跟大诗人李白相比 咱也有自己的优点 是不是 是是是 冯四笑着说道 你和李白一样 你有李白 甚至超过李白的风骚 而且重点 就在骚字上 李白要是现在还活着 恐怕 他也不敢把罗江 称呼为他的女朋友 你小子 一个有夫之夫 脑子里每天不务正业 居然还想着泡妞 这么大的一条罗江 你一个人独自拥有 你说 你是不是很风嫂 你说 你是不是 连你自己是谁都忘了 冯四狂笑了起来 豪猪看着冯四 愣了一会儿说道 你小子 没喝几瓶啊 怎么这么多废话 你怎么了 不会 是有新事了吧 冯四狂笑着摇头说道 没事 没事 我就是觉得好笑 你让我笑一会儿啊 其实 冯四之所以会狂笑 是因为他的心理压力太大 感情的压力 暗子的压力 双重压力压在冯四的身上 这已经让冯四感觉自己快要喘不过气了 大笑能够发现冯四心中的苦闷 冯四一边笑 一边提着啤酒朝着房间走去 随后 砰的一声 关上了房门 瘫坐在了地上 仰头咕噜咕噜的一口气 将剩下的大半瓶的啤酒都给喝了下去 咚咚咚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冯四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很好 我去做饭 等会儿叫你吃饭啊 豪猪说完便走了 冯四一个人靠在门上 手中的啤酒瓶滚落到了一旁 这时候 酷包里的手机响 冯四将手机掏出来 一看 来电显示是苏瑶的电话 苏瑶 冯四平静的心情接了起来 笑声说道 喂 苏瑶 冰城大侠 你还好吧 挺好的 怎么了 是不是有事 我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可以吗 当然可以 你想说什么 你就说吧 我听着呢 好吧 其实 我挺感谢你 以前 我在游乐场工作的时候被人排挤 你知道吗 当时 我最害怕的不是被人排挤 我最害怕丢掉那份工作 因为妈妈坐在轮椅上没有办法工作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打工 需要经济来源 忽然 苏瑶抽气了起来 风四 急忙安慰道 没关系 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对了 你在成二哥饭店里 没受欺负吧 他们对你怎么样 没给你穿小鞋吧 你有什么委屈 你就尽管告诉我 只要他们敢给你穿小鞋 我回头 就去找我那个老战友 我倒要问问他 是什么意思 不 没有 在饭店里做服务员 老板和同事们对我都挺好的 在这里 我很好 其实 我一直想跟你说 我在游乐场的工作 我被保安排挤 已经不是一次 你看见的那一次 是最严重的一次 我只是想站在那里 当你离开之后 我再走出保安室 可是 没有想到 他们会那样对我 不用哭了 至少 现在好了 不是吗 冰城大侠 你是我的大恩人 你永远是我心中的英雄 冯四笑了 英雄这两个字 他已经很久没有再听见了 从边境回来之后 就没有过了吧 这时候的冯四觉得 自己根本就受不起英雄这两个字 想了想到 行了 没事 只要你在饭店好好工作 我保证 你可以一直拥有这份工作 谢谢你 冰城大侠 就这样 还有没有别的事 松尤犹豫了一会儿说道 没有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说到这儿了 你应该 刚下班回家吧 工作一天也累了 好好休息休息吧 嗯 晚安 冰城大侠 苏瑶挂断了电话 冯四愣了两秒 直到手机里的声音播报结束 冯四才回过神 留恋的低头看了一眼 手机上苏瑶的电话号码 其实 不管是和吴静 还是和刘柔通电话 冯四脑子里都想的太多 相反 只有苏瑶 冯四和苏瑶通电话的时候 会感到格外的轻松 这是一种 很平淡的感觉 冯四想着 脑子里浮现出了 苏瑶冲自己笑的模样 渐渐的 冯四发觉自己似乎喜欢上了苏瑶 急忙摇头 冯四在心中告诉自己 苏瑶之所以会单纯 那是因为他刚进入社会不久 自己在苏瑶的心里 不过是一个大叔的身份 时间久了 苏瑶以后也会变得成熟 自己得控制自己心中 产生的这种喜欢苏瑶的感觉 半个小时后 房间外面传来了豪猪的声音 冯四 吃饭了 哼 来了 冯四打开门走了出去 第二天一大早 冯四和豪猪吃了早饭 便开车去了公安局 开始着手研究 这最后的一种悬案 可是一连三天的时间 冯四和豪猪走访了 除了金河之外的 另外的五位死者家属 可惜 除了两个女性受害者的父母说 他们在受害之前 可能遭遇到性侵之外 两人没有再得到任何的信息 第四天早上 傅领东来到了三队的办公室门口 敲了敲说道 大家听我说 我有一件好事要宣布 好事 豪猪说道 什么好事啊 第六百三十八集 柳柔请客 大家听我说 我有一件好事要宣布 好事 豪猪说话的时候 有意无意地看了冯四一眼 本来冯四没有注意傅领东 豪猪的眼神让他顿时紧缺了起来 大家的好事 可能就是冯四最不想看到的好事 冯四看向了傅领东 无论如何 冯四无法接受现在把流肉调回来 如果傅领东说的是这个事情 那么冯四会毫不犹豫地拒绝 并且必须当着整个三队所有人的面表明自己的态度 傅领东特意看了冯四一眼 发现冯四也在看着自己的时候 傅领东似乎想到了什么 灰心一笑 说道 看来大家都很关心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 三天前 刘柔不是出院了吗 这两天 她恢复得很好 刘柔呢 她很感谢大家对她的关心 所以 她决定 今天晚上 请大家吃饭 好啊 嘿嘿 这可是一件好事呢 冯四松了一口气 不过 随即又再次地紧张了起来 今晚 刘柔请吃饭 自己是去还是不去呢 冯四在心里告诉自己不要去 可是转念一想 毕竟是曾经的队友 而且刘柔的父亲是一个英雄 这一点让冯四心中深有感触 以前在边境区域的时候 冯四的战友们也曾被称为英雄 虽然大家或多或少都得到了不少的奖章 可是 所有人都明白 所有的奖章都没有 那些生活在边境区域百姓的笑脸 更让人心鼓舞 那一个个竖起的大拇指 那一声声英雄 那一道道永远离开的背影 冯四感觉 自己对英雄人物是有特别情怀的 因为对刘柔父亲的尊重 心中不由得也对刘柔有了爱恋 冯四的耳边响起了刘柔的声音 父亲说 他的爸妈 以前就是在一起暗子之中 被劫匪杀害 他从小就是一个孤儿 他知道 做孤儿的那种孤寂 所以 当他开枪打死毒贩 救下那两个孩子的时候 他觉得 就算是死在毒贩手里 他也认了 不可否认 有些人从生下来就带着使命 走过一遭的路 不愿意别人重蹈覆辙 赵大宝举手说道 喂 副队长 今晚的聚会 可以带老婆吗 吴传雄冲着赵大宝一笑说道 大宝哥 我也正想问这个问题呢 副领东得意的道 可以可以 对了 差点忘记告诉你们了 刘柔特别跟我强调过 今晚的聚会 你们有老婆的 就把老婆都带上 另外 他希望 所有 每一个三队的成员 都不要缺席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 刘柔和冯丝之间的关系 早已经刻板地 映入了大家的脑子里 豪猪 吴传雄 赵大宝三人 同时扭头看向了冯丝 冯丝尴尬一笑 你们 看我干什么 我当然会去 别用那种眼神看我 我又不欠你们钱 副领东走后 冯丝继续整理着这几天 通过走坊收集到的细小的资料 拼凑在一起 仔细看了一遍 现在可以确定的事情 基本上有以下几点 第一 凶手肯定是医学博士 身材瘦高 而且戴着眼镜 第二 凶手在隔三个女人的肾脏之前 曾经和他们发生过关系 第三 这是一个团伙作案 最少人数是两人 冯丝看了一眼自己 列出来的线索 脑子里飞速打转 根据这三条线索 反推凶手的各种情况 通过第一条 冯丝就想 凶手既然是个医学博士 可不可以从学医的博士档案里去找呢 或许可以找到这个医学博士的档案 不过 冯丝转念一想 这也不太可能 十二年前的档案根本就查不到 没有地方可以查 而且凶手很有可能在作案之后 就转移到了别的城市 全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可能 如果真的要调查 那就只能调查全国所有医学博士的档案 可是 读书读到博士水平 基本上都要带眼镜 辨识度低 而且 博士的人数太多了 数都数不过来 想要在全国的博士档案里找出凶手 这无疑是大海捞针 那么 第二条呢 凶手在歌声之前 曾经和三个女人发生过关系 这可以得出什么线索呢 凶手好色 完事之后 凶手在三个女人的脸上 同一个位置画了一刀 这会不会是因为凶手曾经受过女人的欺骗 所以他这是出于一个报复心理呢 冯司一下子就想到了 曾经跨越江城和滨江两个城市的桑拿女被杀案 凶手以前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普通人 后来凶手发现自己是地头蛇的孙儿之后 爱情和家庭的破灭让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假的 他想要去找女人 他想要去找女人 仅仅通过自己的本事去找女人 希望一个女人能够真正的爱上自己 凶手希望证明 这个世上真的存在爱情 可惜 最后他杀光了那几个他选中的桑拿女 冯司总觉得这两个案子似乎有共通之处 不过仔细一想又觉得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 那个案子凶手是为了寻找爱情 这个案子凶手和受害者的肾脏是为了换钱 或者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某个计划 毕竟一个医学博士想要赚钱并不困难 因此他并不缺钱 对于一个读书读了很多 知道很多道理和规则的医学博士来说 因为长期的压抑 他很有可能想要通过自己所学到的知识 来给自己找一些刺激的事情来做 所以这一次的歌声案 会不会是这个医学博士 一个想给自己寻找刺激的计划呢 冯司仔细想一想 觉得这种设想不是不可能 不过最多只有一半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案子凶手并不是单独作案 凶手还有同伙 一个人的计划就算是再完美 只要被另外一个人知道了就很容易被泄露出去 歌声案到今天已经有12年了 可是打探了几天 冯司仍旧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这个案子的消息 心里很是疑惑 而且是几个不同的相互矛盾的疑惑 首先 一个人不可能长久的隐藏某个秘密 就像是曾经有一个案子 杀人犯前头喝醉酒 说出了自己曾经杀过人的事情 就算这个医学博士能够保守秘密 他的同伙也不可能保守秘密 其次 凶手聪明到不留下线索 他就选择了多人作案 这是不是一种错误呢 难道凶手不怕被充满 如果凶手想要完成一个刺激的杀人计划 那么他完全可以自己一个人行动 只要他选择的对象都是女人就行 不必要 非得选择男人 这样对凶手来说 计划只有他自己知道保险很多 最后 凶手会不会是在和同伙一同作案之后 在设法杀了同伙呢 这样就和这个案子一直没有线索是同步的 可是如果这样 凶手不如从一开始就不找同伙 那么到底凶手杀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第六百三十九集 老李的节操 可是 如果这样 凶手不如从一开始就不找同伙 那么 到底凶手杀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凶手为什么一定要杀三个男人三个女人呢 凶手不是为了钱 为了刺激 他完全可以止杀女人 这样就不会有同伙 同伙也就不会拖累自己 凶手 凶手越想越想不通 脑子也越来越乱 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死胡同 急忙摇摇摇头 站起来喝了一杯水 豪猪看着他 脑子里想着这几日冯四每天都在没日没夜的查案 心疼说道 冯四 不用太累 想不出来可以慢慢想 再说 咱们还有一个王牌没有使用呢 王牌 冯四扭头看向了豪猪说道 谁 豪猪一笑说道 还能是谁啊 当然是老李啊 虽然这老李吧 他呀比较滑头 但是 人家这查案的实力 可不比我们任何一个人差 每次查案 关键时刻咱们找不到线索 最后都是老李出马 查到了重要的线索 我们这才根据重要线索破案 所以 你们发现没有 咱们好像都小瞧了老李了 呃 吴传雄和赵大宝同时点头 吴传雄说 是 咱们三队 还真是缺不了老李书 赵大宝也说道 我看哪 老李是好刀用在刀刃上 他见事情多了 看淡了 平时呀 就想躲起来清静 豪猪笑道 哼 是啊 老李何许人也 再过几个月 就要退休过清醒日子了 头发花白一大把 早就已经 看淡了名利 准备要清静 平淡的养老了 冯四拿着水杯 走了过来说道 你们就别吹了 老李 就是个实实在在的人 你们把他吹的 你们把他吹的 像是 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感觉他就像是 中奖得到了五百万 马上就会拿出来捐献 做社会福利事业一样 谁说他不会名利了 你们没看见吗 查个案 一听奖金 跑得比谁都快呢 豪猪点头说道 哎 老李确实是贪图名利 不过 他有气节 老李的气节 冯四推了豪猪的脑袋一下 笑着骂道 哼 行了行了 赶紧做事 你就知道吹牛 时间很快的来到了傍晚 下班之后 除了冯四三队的所有人 都到了楼下 豪猪看了一眼时间 说道 哎 这个冯四也是 他怎么还不下来 赵大宝有些窘道 要不 我上去看看 豪猪急忙摆手说道 不不不 你不要上去 解铃还需系铃人 冯四自己 要是过不去这道坎 谁来帮他也没用 吴传雄复合道 是啊 想想风哥 他其实也挺为难 以前喜欢刘柔 后来爱上了吴静 谁想到 到了贡城 柔姐又追了过去 豪猪的手机响了 掏出来一看 刘柔打来的电话 急忙放在耳边 喂 柔姐 什么事啊 电话里 传来了刘柔召结的声音 豪猪 你们来了吗 豪猪抬头朝着楼上 看了一眼说道 呃 这个 我们可能要晚点才能到 你先订好桌子啊 没关系 什么情况 嘿 冯四还在楼上上厕所 这都快二十分钟了 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不过 他答应过 一定会去 呃 我想 他应该不会失约吧 呃 知道了 挂了 牛柔挂了电话 随即 翻出电话部里 李诗海的电话 打了过去 五分钟之后 冯四在厕所的隔间里 抽完了第三只眼 李诗海的电话 打了进来 冯四低头看了一眼 来电显示 有些不解 这时候 老李打了电话 干什么呀 难道 是刘柔 想了一下 冯四还是接起了电话 放到耳边说道 喂 老李 什么事 冯四 你今晚来不来 我 我知道了 谢谢 你帮我 本来 冯四还无法下定决心 不过 李诗海的电话打进来 冯四知道 自己必须要决定 下面 豪主他们还在等着自己 不能再让他们等待了 不过 冯四话还没有说完 李诗海便将冯四的话 给打断了 说道 你听我说啊 你不是一直很想知道 刘柔为什么要跟踪冬野号二吗 刚才 刘柔给我打电话 他说 如果今晚你去参加聚会 他就会把自己跟踪冬野号二的原因告诉你 当然 去或者不去 还是你自己拿主意 不过呀 作为你的朋友 我还是劝你一句 去吧 就算不能够和刘柔有进一步的发展 吃顿饭也没什么 毕竟 你要是不去 刘柔 肯定会尴尬呀 好 我知道了 老李 谢谢你 我去 挂上电话 冯四走出了厕所 快步下楼 在跟豪猪等人见面之后 大家一起上车 冯四回头看了一眼 坐在后排的吴传雄和赵大宝说道 我去 你们不是有自己的车吗 怎么都上了我的车 赵大宝和吴传雄对视了一眼 两人含笑不说话 豪猪说道 我让他们上来的 刚才 你让我们等了你二十几分钟 可把我们急死了 今晚 我们准备开怀畅饮 你也知道 喝酒不能开车 不过 大家都知道 你肯定 喝不下去 所以 喝完酒之后 你就负责开车 把他们俩送回去 啥 冯四惊讶地说道 你们早就安排好了 行 我让你们等我半个小时 确实不够意思 那今晚 我就不喝酒 等你们喝个痛快 再开车 把你们送回去 哈哈 赵大宝和吴传雄两人都笑了 两人对视一眼 赵大宝开口道 冯哥 豪主跟你开玩笑呢 不用你送 一会儿 馨儿和孙芳回来 喝醉酒了 他们会送我们回去的 冯四有些担心地说道 他们两个女人 方便吗 没问题的冯哥 放心吧 随后 冯四开车来到了 新华饭店 在饭店门口 冯四看见了刘柔 傅领东和老李也在门口 他们先到了一步 傅领东正在和老李说话 问他怎么没有把老婆带过来 老李说道 哎 不行啊 我老婆现在高血压 还在医院躺着呢 我就是出来吃个饭 吃完 我还得回去呢 嫂子 还没好啊 老李说道 哎 老毛病了 每次 医生让他 不要吃油炸食品 他偏偏喜欢吃油炸的食品 自己做菜 油也放多了 你说 这高血压 能不复乏吗 你也可以 劝劝沈子呀 这医生都说了 那就最好不要吃了 哎 没用啊 我一劝 他就不跟我说话 这么多年了 还是哪个老脾气 牛柔看见冯四 只是看了一眼 便转移视线 下一秒 目光落到了 豪猪的身上 走上前 笑着说道 来了呀 冯四在一旁等着 直到刘柔 让几人都进来 门口只剩下 冯四和刘柔两人的时候 冯四说道 按照你的约定 我来了 安子的事情 现在 你可以告诉我了吧 第六百四十集 以茶代酒 按照你的约定 我来了 安子的事情 现在 你可以告诉我了吧 刘柔冲着冯四一笑 说道 现在 宴会还没有开始 你急什么 是不是 只要我立刻告诉你 你马上就会离开 冯四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容 明了明嘴道 我手里的悬案 还没有线索 所以 不行 如果你今晚 不留下来吃饭 我是不会告诉你原因的 请你 也为我想一想 如果你走了 我一个人 怎么面对所有人 冯四心里 感到了一阵的烦躁 说道 我们之间 我知道 我们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冯四很惊讶地 看着刘柔 没有想到 刘柔居然 会这样直接地回答自己 这么一来 自己准备好的一套说辞 也就没有了用不知地 冯四只能咽了一口唾沫 说道 那好吧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先进去了 刘柔做了个请的手势 说道 里面请吧 冯四往里走了两步 呼得想到了什么 回头看向了刘柔 说道 你不进去吗 刘柔平淡地说道 不急 你先进去吧 等杏儿和孙芳来了 一起进去 冯四愣了两秒 脑子里产生了一个错觉 好像自己和刘柔之间 本来就没什么 好像自己对一件 本来就不存在的事情 感到为难 陷入了一种自我的挣扎之中 还挺好笑 冯四快步地朝着里面走去 而在冯四消失在转角之后 刘柔失落地 朝着冯四离开的地方 看了一眼 随即收回了视线 几分钟之后 一辆出租车 停在了饭店门口 车门打开 杏儿和抱着孩子的孙芳 从车上走了下来 孩子一直在哭 孙芳有些尴尬地说道 这孩子 我本来不想带他来的 谁知道他一直哭 没办法 这孩子认人 我就把他带来了 刘柔笑着说道 没关系 我最喜欢孩子了 来来来 让我抱抱孩子 之后 刘柔将孙芳 在墙堡中的女儿 接了过去 抱在手里 轻轻地摇动 拍着被子 说道 乖 不哭啊 刘柔刚说了两句 孙芳的女儿竟然就停止了哭泣 孙芳眼前一亮说道 真是神奇了 在家的时候 不管谁抱他 他奶奶抱他都哭 就只让我一个人抱他 现在遇到了你 他也让你抱 竟然就不哭了 刘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道 哼 可能 我和这孩子有缘吧 是啊 我也这么觉得 你可能 真的跟我孩子有缘分 孙芳将头发 从额头捋到了耳后 说道 诶 不如这样吧 我让我女儿 认你当干妈 好吗 杏儿给了车钱 轰的一声 出租车开走了 杏儿说道 不行呀 刘柔还没有结婚呢 她怎么能当你女儿的干妈呢 你就是要认干妈 那也得认一个结了婚的女人 懂吗 孙芳早就和杏儿成为了好姐妹 这会儿听杏儿这么一说 急忙朝着杏儿递了个眼色 说道 行啊 那就等刘柔和冯四结婚之后 我再让我女儿 拜她做干妈 这样不就行了吗 刘柔 加油啊 刘柔脸上一热 呵呵地笑了两声 虽然并没有再说话 不过 她却用一种 看宝贝一样的眼神 盯在了怀中 正处在 强宝之中的阴暗 声化一个不小心 就搅了她的轻梦 走吧 进去了 三个女人 笑着走进了饭店 上楼 进入包间之后 大家正坐着聊天 看见刘柔带了两人进来 吴传雄和赵大宝同时站了起来 两人招手道 老婆 这里 大家笑着坐下 傅领东开始环视一圈 莫数了一下人数 说道 啊 行了 现在人都到齐了吧 刘柔 可以开始了 好 服务员走了出来 过了一会儿 外面的服务员 站成了一排 依次走了进来 将手里的菜 放到了桌上 其实啊 刘柔定的菜 早就已经做好了 只是在等着上菜了 因此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一整张大桌子 就被摆满了菜肴 傅领东 看着一桌 丰盛的菜肴 脸上露出了 欣喜的表情 说道 哦 刘柔 你这次可真大方啊 刘柔 开了一瓶五粮液 以此给几人 满声说道 怎么说呢 这次 在生死边缘 走了一回 我忽然发现 其实钱财 不过是生外之物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人活一辈子 就图个开心 再说 大家都是我 刘柔的朋友 能够请大家吃饭 是我刘柔的荣幸 来来来 大家一起喝一杯 众人拿起杯子 站了起来 冯四 却仍旧坐在那里 豪猪 踹了冯四的凳子一脚 小声说道 冯四 快点 冯四拿起了茶杯 站了起来说道 等会儿我还要开车 我就不喝酒了 我以茶代酒 来 大家一起喝一杯 柔姐 早日康复 柔姐 早日康复 喝 大家没有计较 冯四以茶代酒的事情 笑着祝贺了一番 随即同时举杯喝了一口 坐下之后 刘柔还没有说话 猴猪就急不可耐地 搓了搓手 笑着说道 嘿嘿 终于可以吃到大餐了 柔柔 我 大宝传雄 我们三人 准备今晚 好好喝一会 他们都不喜欢喝白酒 能不能 让服务员 拿点啤酒过来 当然可以 没问题 柔柔打了个响指 服务员推门进来 刘柔在服务员的耳边 说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 一箱啤酒被拿了进来 喝 喝 大家开开心心地吃喝了起来 气氛很是活跃 这和冯四原本想的所有人 都劝自己的场面完全不同 这也使得 冯四心中的压力减轻了不少 一番吃喝之后 傅领东看了看时间 提出要先走 这顿饭 毕竟已经吃喝了将近一个小时 傅领东已经很够意思了 刘柔点点头 站起来说道 傅队长 要不 我送你吧 哎 别别别 傅领东夹着工蚊包 刚才喝了几杯白酒 满脸通红 人也有些微醉 回头看了冯四一眼说道 还是 赶紧说你的正事吧 先走了 刘柔看了冯四一眼 冯四却装作并没有听见傅领东的话 仍然低着头 再夹着菜吃着 过了一会儿 劳里也吃好了 他拿着保温筒 给他老婆夹了满满的一桶菜 笑着跟刘柔打了招呼 也走了 随后又过了半个小时 豪猪 赵大宝 吴传雄三人都喝醉了 在送走了赵大宝和杏尔 吴传雄和孙芳之后 冯四将豪猪扶上了汽车 随即 回头看向了刘柔 说道 现在 按照约定 你总可以 告诉我了吧 第六百四十一集 现在 按照约定 你总可以 告诉我了吧 快乐 总是不知时光 匆匆而过 刘柔抿了抿嘴 脑子里想起了 以前 每天陪在冯四身边的日子 想着以前 冯四为自己的付出 鼻子一酸 点点头 红着眼睛说道 哼 可以了 其实 我跟踪冬野浩二是因为 他和我父亲的案子有关系 冯四眼睛一亮 原本冯四便觉得 刘柔跟踪冬野浩二 是跟他父亲的案子有关系 现在看来 冯四的猜测并没有错 不过 这一个模糊的概念 并不能给冯四提供更多的线索 因此 冯四继续问道 你怎么知道 冬野浩二和你父亲的案子有关系 要知道 你父亲死的时候 冬野浩二 可能只是一个孩子年初中的学生 是 刘柔眼里含着泪水 一半是为了他的父亲 一半是为了他自己的爱情 说道 我知道 冬野浩二 不可能是杀死我父亲的凶手 不过 他一定和杀死我父亲的凶手有关系 为什么这么肯定 刘柔抬头看向了冯四 眨了眨眼睛 眼泪流了出来 刘柔抬手 抹掉了眼泪说道 对不起 我想到我父亲 没关系 我知道你一直很想查出你父亲的案子 刘柔捂住了口鼻说道 其实 因为冬野浩二手上 戴着的那个 U型电子手表 三合口码头藏尸的案子 我意外地 在电视上看到了 我看到了那个U型电子手表 后来 我通过了好处 了解到 这个案子 跟东营的敌人有关系 所以 中途停止了 我就开始关注每一个出现在我眼前的东营人 知道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冬野浩二 冯四大概明白了整个过程了 说道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 查到冬野浩二这个人的 刘柔凝视着冯四说道 如果我说 我和冬野浩二是偶遇 你会相信吗 偶遇 冯四转过身 朝着汽车走去 夜风吹过 刘柔站在原地 看着冯四的背影 虽然刘柔心里清楚 不管是傅领东 还是三队的队员们 大家都能接受自己调回三队的事情 可是 如果冯四不同意 自己调回去也不会开心 按照傅领东给自己出的主意 今晚可以替调回三队的事情 可是 有些事情 毕竟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刘柔心里很清楚 现在还没到时候 如果自己现在提出调回去 冯四肯定会反对 这次聚会 也会闹得不愉快 爱一个人 就是希望她过得好 刘柔觉得 曾经的自己亏欠了冯四太多 而且 如果不是自己 执意要去共乘 冯四和吴静 恐怕已经走到了一起 正是因为 自己的出现阻止了 冯四和吴静的附和 所以 冯四才会这样恨自己 刘柔心里 一点也不恨冯四 反倒是看着 冯四现在消瘦黯然的模样 心中犯算 甚至 不知道多少个不免疫 刘柔躺在床上 看着黑漆漆的环境 心中不断设想 自己还有资格 跟冯四谈爱情吗 或许 已经没有了 这个时候 冯四已经走到了汽车旁 呼的 冯四回转身子 看向刘柔说道 对了 刘柔 有件事情 我想我必须跟你说一下 冬赢豪尔死后 冬赢的敌对势力 已经找到江城来了 可能在江城建立毒脉 格外重要 因此 他们想要探测江城 刑警的查案能力 上次 我从苏瑶去上班 汽车的轮台 便是被他们给打爆了 现在 他们有可能就在你我周围 随时可能对我们动手 你千万要小心 刘柔的脸上 挤出了一丝笑容 说道 冯四转身开车 带着豪主回家 刘柔看着冯四的东风汽车 消失在街角 说回视线 朝着自己的车走了过去 那是一辆 作为交警配备的摩托车 骑上摩托车 刘柔戴上头盔 轰的一声 骑着摩托车 便朝着家的方向赶去 这时候 另一遍 一个密集的密室之内 吴勇守在电脑桌前 忽的 所有电脑画面 都变成了一个黑鹰图案 糟糕 吴勇顿时打起了精神 这种画面的出现 必然是发生了重大的事情 随即 画面上出现了一段监控视频 正是刘柔骑着摩托车 吹着夜风走在回家路上的画面 画面 持续播放着 随即 画面减小了一号 在视频旁边出现了一个人物的头像 这个人 不是别人 正是 冯思 啊 冯思 刘柔骑着摩托车 在夜路上狂奔着 突的 摩托车的轮胎 砰的一声就爆了 车胎被扎了 刘柔的摩托车瞬间倾倒 尽管刘柔的反应极快 当即踩下了刹车 但是 灾难 还是无法避免 摩托车倾斜 贴近地面 铁壳和地面摩擦 冒出了一连串的火花 随即 砰 摩托车和地面撞击到了一起 刘柔也在这个时候松了手 摔在了地上 身子和地面摩擦 转了两圈 衣服被磨破 皮肤也破了 不过 好在 撞击地面的时候 摩托车简厉 刘柔并没有受到重伤 摩托车 仍旧在飞驰 旋转着撞向了路面 在接连几次装击之后 彻底散架 刘柔却在这个时候 奇迹般地捂着自己 顺鞋的胳膊慢慢站了起来 这时候 从马路两边 涌出七八个手里拿着钢管的男人 刘柔惊讶地环视了一圈 说道 你们 是你们在马路上 放了钉子 你们想干什么 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 手里拿着一根钢管 站在了柳柔的背后 趁着柳柔不注意 一钢管砸在了柳柔的后脑勺上 柳柔来不及反应 双眼一翻 便昏了过去 西装男手里拿着钢管 正要冲着柳柔的头部再次砸下去 一只手突然出现 抓住了西装男的手臂 说道 北斗军 现在还不能杀他 我们又用他 来又不封死 北斗面容猙獰地看向前方 咬牙说道 封死 墨镜男吹了一个口哨 几个人将柳柔扶了起来 带着柳柔一起开车来到了星红大厦 因为这是一栋东营人投资修建的大厦 北斗等人拥有完全自由的通行权利 几个人带着昏迷的柳柔坐电梯上了天台 在天台上一辆直升飞机已经停在这里了 墨镜男扶了扶眼镜 说道 北斗军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杀了冯四 然后带冯四的尸体 回东营 解剖保存 你有问题吗 北斗不容质疑地看了墨镜男一眼 墨镜男立马说道 没问题 我这是随便论问 北斗阳手 啪的一巴掌 打在了墨镜男的脸上 说道 赶快 现在 立马给冯四打电话 告诉他 他心爱的女人 在我们手上 第六百四十二集 八方之远 你有问题吗 北斗不容质疑地看了墨镜男一眼 墨镜男立马说道 没问题 我这是随便论问 北斗阳手 啪的一巴掌 打在了墨镜男的脸上 说道 赶快 现在 立马给冯四打电话 告诉他 他心爱的女人 在我们手上 眼镜男挨了一巴掌 身子往外一偏 捂着脸 亮强地跌走了两步 不过 他却并没有半点怨言 而是当即立正 占了个标准的君子 冲着北斗低头说道 嗨 当即掏出手机 拨打了冯四的电话 此时 冯四已经到家 刚把喝得烂醉 如泥的蚝猪放到床上 擦掉额头上的汗水 正想来到冰箱里 拿一瓶冰冻汽水 手机便响了起来 冯四掏出手机 一看是陌生电话 眉头一皱 却还是接了电话放到耳边 说道 喂 请问是哪位 冯四 你心爱的女人刘柔 在我们手里 献你二十分钟之内 到红星大厦天台来 不然 你就别想再见到 你心爱的女人了 冯四脑子里 汪的一声 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说道 你说什么 刘柔在你们手里 是的 快行动吧 我只给你二十分钟 喂 喂 不等冯四说话 墨景男已经挂掉了电话 冯四抿了抿嘴 脑子里飞速打转 知道这应该是东营来的人 他们想要用刘柔当诱 而让自己过去 现在 想要让豪主醒来 几乎是不可能了 队里其他人也都喝了酒 没可能帮忙 况且 只有二十分钟 看来 只能自己一个人去了 短短不到五秒的时间 冯四便下定了决心 拿上扔在沙发上的外套 冯四快速地下楼 上车 发动汽车 常人需要两三分钟 才能倒车离开校区 冯四却只用了不到三十秒 便冲出了校区 星红大厦 冯四去过几次 心里知道路 距离自己的家也不远 十五分钟之后 冯四的车停在了 星红大厦门口 随即冯四下车 飞奔进了大厦 天台上 一个替北岛放哨的小弟 回头看向北岛说道 北岛军 冯四来了 北岛吃笑了一声 牛头看向了墨井南说道 我脑子里刚才突然又有了一个新的主意 我要活捉逢四 带他回东营 让东营最好的医生将他活体解剖 将他的骨骼完整地保存下来 墨井南子身子一振 说道 北岛军 这样做 恐怕不行啊 这个冯四以前在边境的时候 有个绰号 叫雪狼 自从上次 雪狼带队 捣毁了飞龙的老巢之后 雪狼的名声大气 虽然他现在回到了国内 可是飞龙派到江城的老七 猎鹰等等最后都死在了他的手里 甚至前一段时间 雪狼在拱城 击杀了边境军火商老K 现在 雪狼的名声 早已经震动边境 他有这样的名声 就有这样的实力 咱们 打个伏计 杀了雪狼 带他的尸体回去 也是一样 哈 北岛一巴掌打在了墨井南的侧脸上 生气说道 伏计算什么 正是因为雪狼名声震动边境 我才要亲手将他生擒带回东营 你让我伏计杀了他 这事传出去 别人会怎么看我北岛 这 墨井南委婉道 北岛君 咱们不用在刑事上客套 咱们种实际 只要能杀了封死 其余的事情都好说 不 义藤君 你记住 尊严和人格 比性命还要重要 我北岛 绝不能 做让人吃笑的事情 可是 这个时候 站在天台路口放哨的小弟 扭头 从着北岛说道 北岛君 冯思上来了 让他进来吧 话音刚落 只听喷的一声 天台门被一脚踹开 冯思从外面进来 别动 别动 五六个小弟 同时拔出枪对准了冯思 其实 冯思这一个举动 也只是为了试探 这次叫自己来的人 到底是不是东赢来的敌人 看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很可能也受过特种兵训练 既然是特种兵 那么 他们必然露出马脚 一个军人和一个普通人 拔枪的姿势 速度 动作都是不同的 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冯思故意制造出大的动静 就是想看一看这一群人的身手 现在 看见五六个小弟 整齐划一的偷枪动作 冯思心里 也已经毫不犹豫地 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北岛 用枪瞄准了倒在地上 已经晕过去的刘柔说道 冯思 你最好别动 不然 我马上开枪打死他 好 我认输 冯思没有选择 举起了双手 北岛 朝着墨庆男递了个眼色 之后 墨庆男朝着冯思走了过去 摸了摸冯思的身体 转身 看向北岛说道 北岛君 没有代价 冯思 你很聪明 冯思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说道 多谢 你也不笨 两人互相凝视着对方 墨庆男看了眼北岛 正而 看向了冯思 并不理解 两人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不过 冯思和北岛都议会了 冯思知道 这次刘柔被挟持 自己就算到了天台 但也不一定是处于弱势 带枪去 岂不是白白的去给别人送枪 因此 冯思并没有带枪 北岛也看出了冯思的用意 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冯思 你想救你心爱的女人吗 冯思扭头看了刘柔一眼 说道 你错了 她并不是我心爱的女人 她只是我的一个同事 我并不喜欢她 嘿嘿 北岛冷横了一声说道 你以为 我会相信你的鬼话 你们华夏人 个个自私自利 从不肯为别人努力 如果 这个女人不是你深爱的女人 恐怕 你根本就不会过来 呵 冯思笑了 说道 你看遍华夏人了 我们华夏人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自私自利 这样说吧 我们 有个俗语 叫一方有难八方之远 你们东营呢 有吗 一方有难 八方之远 我们华夏 有这样的精神文化 这是你们这些 走树一样的东营人 无法体会到的 一个小弟 听了冯思的话 直接上前一脚 踹在了冯思的肚子上 冯思捂着肚子弯了腰 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嘿 北岛冷横说道 冯思 你说话 嘴里最好给我放干净一点 冯思憋了一口气忍了一会儿 等到腹部不是太痛苦之后 缓缓地直起身子 说道 北岛 我现在 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来到这里了 你能不能 先放了我的同事 北岛扭头 看了昏迷过去的刘柔说道 你以为 我会放了他 冯思赶紧插开话题说道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找我来 总不能没有目的吧 第六百四十三集 北岛的条件 北岛缓缓缓地抬起了手中的枪道 我的目的 就是杀了你 现在 你的死期到了 其实 北岛这样做的目的 无非也是想 吓一下冯思 因为 北岛很好奇 这个代号叫雪狼的人 是不是 真如暗网上所说 拥有着 超过猎鹰的智慧和实力 如果 冯思真的不肯求饶 他心里也会佩服冯思的契机 不过 如果冯思求饶 北岛会马上失去对冯思的兴趣 那么 北岛会毫不犹豫地一枪打死他 因此 北岛觉得 一个人没有人格和尊严的敌人 不值得自己尊敬 既然如此 那么冯思最后被带回东营 他到底是活的人 和死的尸体没有什么差别 北岛心里 给冯思的犹豫时间是三十秒 只要超过三十秒 冯思仍旧没有说话 那么 北岛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因为 一个聪明人 不会需要三十秒那么长的时间 去思考一个问题 不过 出乎北岛的预料 冯思并没有用三十秒那么长的时间 去思考该如何和北岛继续下面的谈话 冯思只用了一秒 脸上便浮现出了笑容 接着说道 你不会杀我 你确定我不会杀你 我确定 不然 你现在就可以开枪 说着话 冯思朝着北岛走了过去 冯思刚往前走了两步 立马就有五把枪瞄准了自己的脑袋和心脏 冯思只好停了下来 散开 北岛收起枪 脸上勉强地挤出了一丝笑容 说道 你很聪明 我带你来 并不是想要杀你 只是 想要跟你做一笔交易 交易 什么交易 我听说 你的功夫不错 我想要跟你打一场 如果你赢了 我可以让你带走你心爱的女人 蜂色脸上露出了不屑的笑容说道 那如果我输了呢 如果你输了 我就带你回东营 让全东营最好的医学专家 给你做活体解剖 让你的骨骼 永远留在东营 黄丝脸上的笑容凝固 说道 听上去 你似乎是在践踏我的人格和尊严 是吗 哼 北党目光一寒说道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这个世界上 只有强者才配谈尊严 弱者 没有资格 你说得很对 不过 我如何才能保证 你会说话算话呢 如果我侥幸剩了你 你一怒之下 直接开枪杀了我和我的同事 怎么办 这是我的事情 你没有权利知道 冯四耸了耸肩膀说道 听上去 这似乎是一个很不公平的游戏 北岛冷冷说道 这不是游戏 这是我北岛 和你雪狼之间的比拼 我要躲下 你在暗王的排名 冯四看北岛两侧太阳穴 清金暴几 知道再这样说下去 可能会惹怒的 故意轻松一笑说道 那么 来吧 好 北岛将手枪扔在地上 墨镜难看的冯四一眼 急忙上前说道 北岛军 你不能 义藤军 请你尊重我的选择 不管是为了东营 还是为了我自己 我都要和雪狼一战 冯四以前并不知道 东营有北岛这人 不过 义藤却是知道的 这个义藤 生性狡猾 北岛看起来很好对付 不过 这个义藤就不一样了 冯四脑子里飞速地打转 希望找到一个两拳之策 胜 北岛可能会顾全面子 但是义藤绝不会让自己带刘柔走 败 北岛更不会让自己走 因此 不管是胜 或者败 冯四都没有逃走的机会 那么 到底该怎么办呢 正当冯四认真思考的时候 星红大厦楼下 一辆黑色越野车 开进了星红大厦的地下停车库 停好车 吴勇打开了笔记本电脑 敲了两下键盘 电脑屏幕上 一个3D的大厦顶楼模型出现 吴勇拖动模型从各个方面仔细地看了一遍 摸了摸 戴在耳朵上的蓝牙耳机说道 告诉我 此时天台的信息 很快 笔记本电脑上出现了 红绿 两种颜色的光点 绿色的有两点 一个标注了冯四 一个标注了柳柔 红色的光点有八个 其中分别标注了北岛 一堂党人的位置信息 北岛 吴勇冷恨了一声说道 想不到东莹 竟能派这个家伙过来 看来 这次是下了大半仙 不过 如果北岛在华夏落网 恐怕东莹那边 就要后悔了 吴勇嘴角勾起 心里已经有了七成的把握 秃的 吱吱两声 电脑画面出现了雪花 原本的模型消失了 啊 怎么了 吴勇心里一急 拍了拍电脑 说道 喂 奇怪 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状况 突然 画面恢复了正常 一个穿着军装的中年男人 看着吴勇 说道 吴勇 这次北岛的出现 你不能参与 为什么 对方都是危险的敌人 如果一网打尽 咱们的收获可不小 屏幕之中 中年男人 犹豫了两秒 说道 因为 你推荐冯斯加入魔鬼训练营的文件 已经成递给上级看了 这次 当是一个考验吧 若是冯斯不能一个人解决这次的问题 那么 他就失去了加入魔鬼训练营的资格 这 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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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斯便会直接 怕死 根本就不可能有机会进入魔鬼训练营 虽然吴勇当初听了胡庆邦的建议之后 也是对冯斯保持看不起的态度 并不认为冯斯可以加入魔鬼训练营 但是 现在 吴勇在观察过冯斯一段时间之后 立马就被冯斯给吸引住了 冯斯身上 有一个别人都无法比的东西 那就是 倔强 不管别人怎么说 只要是冯斯认定的事情 那就一定要去做 虽然 倔强 在一般人看来 也可能是固执 但是 对于一个高智商的人来说 倔强就是一种精神 旁人所考虑的各种所谓的固执 那在高智商的人看来 这是一个低级错误 当倔强成为一种精神 他就会变成顽强 甚至 只要是运用得当 吴勇相信 冯斯可以起到将熊熊一窝的作用 这是吴勇对冯斯最高的期待 不过现在 已经没有人可以帮助冯斯了 虽然这有些残酷 但是 这还是在国内 在国外 还有更多残酷的事情 如果冯斯无法自己解决这类事情 以后 他也就无法真正的成长 电话画面关闭之后 吴勇毫不犹豫的 就驾驶越野车 驶离了 星红大厦的地下停车场 第644集 冯斯对决北岛 电话画面关闭之后 吴勇毫不犹豫的 就驾驶越野车 驶离了星红大厦的地下停车场 啪 吴勇合上了笔记本电脑 说道 只要冯斯 能通过上级的考察 后面的事情 就不用我来管了 现在一切 都只能靠他自己了 如果冯斯 能够被成功选上 这里面的人 自然有办法 让冯斯进入魔鬼训练营 这样一来 自己只需要在岗位上 再坚守三年 等到冯斯出来就可以离开江城 获得自由了 吴勇 嘴角勾起 毕竟 相比于国内的事情 吴勇更喜欢追捕国际大逃犯 不为别的 就因为 这些人的生活很有趣 吴勇的所有癖好之中 有一个癖好 那就是 研究不同人的生活方式 这可能 是在魔鬼训练营之中 完成训练之后 养成的一种习惯 好比 学会知识之后 用知识 去验证一些事情 原本很枯燥的事情 在懂得了一些知识之后 反倒会觉得很有趣味 黑色的越野车 消失在了夜幕之中 天台上 冯斯和北岛 相对而立 北岛 活动了一下手指关节 发出了 咔咔咔的响声 嘴角浮现出了 一丝邪性 拧了拧脖子 同样发出 咔咔咔的响声 说道 冯斯 准备好了吗 如果 是在边境特种兵训练营 遇到这样的对手 冯斯会毫不犹豫地骂一句 驴蛋 不过 现在不一样 站在自己对面的人 是北岛 此时此刻 自己和刘柔的性命 都在北岛一个人的手里 而且 刚才看北岛 对伊藤的态度 似乎 伊藤是完全会服从北岛的 所以 如果自己能够战胜北岛 那么未必 就不能带刘柔离开这里 而且 这看来 也是现在 唯一能够使用的办法了 冯斯要讨好北岛 但是 同时 也要战胜北岛 如同 要骂一个人 同时 也要让他不仅不生气 反倒会觉得高兴 这是一门艺术 也是一门功夫 碰巧 冯斯学过 很简单 只需要投其所好 骂北岛自以为是 自己厉害的长处就行 哼 冯斯冷横了一声 故意装作了一副 冷漠的模样 说道 看来 你的确很厉害 不过 我未必会输给你 北岛笑了 脸上 邪笑声唐说道 现在说那么多干什么 打一架不就知道了吗 好 对了 记住你的承诺 再说一遍 一堂 录像 冯斯照说了一遍 北岛也照说了一遍 在等待一堂 确定已经录下之后 北岛 飞起一脚 就踹向了冯斯 冯斯 飞速后退 可还是被北岛 给揣成了腹部 故意捂着肚子 做出了一副痛苦的表情 北岛摸了摸鼻子 说道 我还以为 你真是像 暗王上说的一样 很有本事 现在看来 你其实 不过是一个 无能的废物 不过 从今天开始 你雪狼的名声 就会被从暗王上除掉了 暗王上有一个规则 不管多强 只要死掉 就会直接除名 哪怕排名第一 也没有用处 道理很简单 因为 这是一个活着的人 才能参加的游戏 这在那些 亡命之徒的眼里 只是一个刺激的游戏 冯斯愤怒地 瞪了北岛一眼说道 胜负未定 你未必 就能战胜我 其实 只是通过刚才的那一脚 冯斯就大概了解了 北岛的实力 北岛的实力 大概和飞龙的手下 老七差不多 不能算是高手 只能算是 二三线的水平 不过 冯斯不能拆穿北岛 因为这一次的胜利 绝对不能轻松 北岛往前快走两步 随即又是抬脚 一脚就踹响了冯斯 冯斯急忙闪躲 躲过了北岛的攻击 说道 难道 你就只会出脚吗 诺夫 那就让你看看 我手上的本事 北岛迅速出手 挥舞着力抓 就朝着冯斯抓了过来 冯斯定睛一看 竟然是猴拳 猴拳 那你来试试 我这只螳螂吧 说着话 冯斯拉了一个马步 嗯 北岛眯着眼睛说道 你也会这样的功夫 怎么可能 这明明 是我们东营的 秘籍武擎功 你怎么可能也会 啊 冯斯一听这话 顿时有种 如坠云雾中的感觉 北岛用的 明明就是 华夏的猴拳 什么时候 就变成了 东营的秘迹 居然还起了名字 叫武擎功 为什么不叫武擎戏呢 北岛似乎 也感觉到不对劲 脸色一冷说道 管不了那么多了 来吧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来吧 冯斯嘴里大喝了一声 就跟着冲了上去 毕竟 以前研究过猴拳 冯斯心中对猴拳 有着一定的了解 现在看到 北岛耍猴拳 冯斯见招拆招 躲过了北岛的猴拳 一记螳螂拳 就打在了北岛的胸口 北岛急忙后退 低头看了自己的胸口一眼 随即 双目之中爆发出了怒火 再次朝着冯斯飞冲了过去 冯斯挡住了北岛的攻击 双眼一零 差不多了 可以动手了 冯斯闪电般的出手 抱住了北岛的腰肢 快速地往前冲了几步 随即 用力一翻身 两人同时落地打滚 来回滚了几拳 因为冯斯的心思在滚上面 手臂抱住北岛用力 北岛趁机挥动拳头 砸了冯斯的鼻子两拳 很快 冯斯的鼻子便流血出来 起回来了 冯斯抱起 一个翻身将北岛压在了身下 挥动手中的拳头 用力砸在了北岛的脸上 一拳又一拳 接连砸了三拳 随即掐住了北岛的脖子 鼻血滴落在了北岛的侧脸上 说道 你服不服 北岛露出了宁笑 说道 不服 冯斯又打了北岛一拳 说道 服不服 不服 服不服 不服 接连打了三拳 冯斯用眼角的余光注意到 小弟们的反应不太正常 心里怕出声 急忙站起来 将北岛从地上拉起来 问道 我再问你一次 你服不服 我不服 砰 冯斯一记飞腿 将北岛踹飞了出去 普通 一声倒在了地上 冯斯正要上前 五把手枪同时瞄准了自己 冯斯只好举起双手 说道 这是你们北岛军提出的要求 你们 想违抗北岛军的命令吗 放开他 后退 伊藤扶起北岛 北岛第一句话 便是指挥所有小弟后退 小弟们看向了伊藤 伊藤苦着脸看向了北岛 说道 北岛军 我让你们后退 听见没有 小弟们这才纷纷推开 北岛推开了伊藤 摇晃着走了两步 冲着冯斯说道 再来 我没输 北岛军 你已经输了 好 摆在你手里 我北岛也认了 听见这句话 冲斯松了一口气 心里暗响 好不容易演了一场戏 总算是成功 说道 那么 现在 我可以带着我的同事离开了吗 第六百四十五集 爱情与复仇的选择 听见这句话 冲斯松了一口气 心里暗响 好不容易演了一场戏 总算是成功了 说道 那么 现在 我可以带着我的同事离开了吗 北岛耸了耸肩膀说道 当然可以 毕竟 我答应过你 北岛军 伊藤着急着说道 北岛扭头看了伊藤一眼说道 别废话 赶紧过去把刘柔弄醒 让冲斯带走他 哼 伊藤跺了跺脚 走到刘柔的面前 蹲下身 拧开了一瓶矿泉水 倒在了刘柔的脸上 不一会儿的功夫 刘柔甩动脸上的水 逼了口气 醒了过来 睁大眼睛 便大口大口地 喘着气 说道 我这是 在哪儿 刘柔 冲斯叫了一声 冲斯 刘柔豁然站起 朝着冲斯走了过去 环视了一圈说道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记得 冲斯替刘柔 拿掉了脸上的一片残叶 说道 行了 有什么疑问 回去再说 走吧 冲斯拉着刘柔转身便走 走了几步 北岛朝着伊藤招了招手 伊藤会议 逃出了一把枪 朝着北岛递了过去 这个时候 刘柔正好回头 看向了北岛 北岛一下子就愣住 脸上露出了笑容 随即 接过了伊藤递过来的手枪 微笑着 取下弹夹 一颗接着一颗的 往外弹射出子弹 一颗 两颗 三颗 直到第五颗 北岛抬起头 看向刘柔说道 这枪还不错 冲斯也回头 看向了北岛 说道 北岛军 你不会 言而无信吧 北岛抿了抿嘴 说道 好吧 我给你们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一分钟的时间 给我离开这里 不然 我现在就杀了你们 说着话 北岛露出了本性 上好了弹夹瞄准了冲斯 好 我们马上就走 冲斯拉住刘柔的手 说道 刘柔 快走 刘柔用力地挣脱了冲斯 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一样 一步一步地朝着北岛走去 冲斯赶紧上前拉住了 刘柔说道 你疯了 别过去 说着话 冲斯顺着刘柔的视线看去 意外地发现 刘柔并没有再看北岛手里的枪 刘柔的目光 落在了北岛手腕U型手表上面 顿时 冲斯心里一个疙瘩 似乎明白了什么 刘柔红着眼睛说道 十六年前 你是不是 杀过一个华夏警察 嗯 北岛低头 看了一眼 手腕上的手表 正没说道 你知道 我杀过警察 刘柔浑身震动说道 曾经 我的父亲被人害死 他的死亡现场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U型手表 那个人 那个人 是不是你 一疼凑到了北岛的耳边 小声地说了几句 北岛随即换了一副笑容 说道 哦 我想起来了 你也姓刘 那个警察也姓刘 如果我没猜错 你应该是那个警察的女儿吧 这仇人相见 分外的眼红 刘柔瞪大了眼睛 不顾一切地朝着北岛 就冲了过去 揪住北岛胸口的衣服 哽咽着说道 你为什么 为什么杀我父亲 你凭什么杀他 他是一个人民好警察 你凭什么杀他 北岛耸了耸肩膀说道 杀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如果你不想死 就赶紧走 不然 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 杀我 你杀我呀 你来呀 一疼看了一眼 手表说道 还剩下最后二十秒 如果二十秒内再不离开 你们将失去 离开的机会 冯四心里一疙瘩 冲上前 抱住了刘柔的脑袋 凑上前 吻了刘柔一口 刘柔顿时睁大了眼睛 冯四急忙说道 你放心 我保证早晚有一天 我一定会替你父亲报仇 刘柔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咱们现在赶紧走 就算是为了我 好吗 刘柔扭头看了北岛一眼 红着眼看向了冯四 满眼的妻仇 此时的柳柔 再一次面对爱情和复仇的选择 同样 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爱情 说道 你会娶我吗 我可以做你的妻子吗 冯四眼睛一黄说道 会的 我很荣幸 走吧 好 刘柔温柔地笑了 一堂说道 只剩最后十秒钟了 十 九 快走 冯四拉着柳柔便走 只要能够走出天台门便能够逃走 而此时 冯四和柳柔距离天台门不过几步之遥 三秒之后 冯四便拉着柳柔走到了天台门口 他妈的 你以为我真的会放过你们吗 砰 小心 一声枪响传来 冯四猛地回头 只见柳柔身子往后一倒 右手从腰间掏枪的位置垂落 北岛一枪打中了柳柔的额头 轻壳之间 柳柔丧命 妈的 居然打死了一个废物 冯四看着柳柔瞪大的眼睛 脑子里嗡的一声 悲愤的用力 往前一推柳柔的身体便要冲过去 这时候 砰砰砰 接连数枪都打了过来 全部都打在柳柔的身上 冯四瞬间反应过来 赶紧怀抱柳柔的腰肢 拖着柳柔下了天台 反手砰的一声 将天台门合上 插上门栓 随后转身将柳柔背了起来 快速地朝着楼下跑去 此时 柳柔已经死了 冯四却仍旧沉浸在刚才的氛围里 嘴里不停地说道 柳柔 柳柔你坚持住 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 坚持住 一边说话 眼泪一边束束地流了下来 你好 我叫柳柔 请多指教 冯哥 这个案子你有线索了吗 柳柔的声音在耳边回荡 冯四背着柳柔从楼顶快跑下楼 到了二楼的时候 已经能够听见外面传来的警报声 在来的路上 冯四已经跟胡庆邦打了电话 这时候已经过去了好几分钟了 胡庆邦在这个时候已经拉响警报 其实这是在提醒对方 公安局的人已经到了 有了这个提醒 这群人就会害怕 他们就不会动冯四和柳柔 妄图将两个人当作人质 当然 这只是胡庆邦一个人的想法 当冯四背着柳柔的尸体 跑到星红大厦外的空地盛时 冯四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 双手抱头 失声痛哭了起来 柳柔 柳柔 胡庆邦看见柳柔的尸体 心中也是一阵骇然 随即内疚和痛苦的感觉传来 多好的女孩啊 竟然就这样死了 你放心 我保证早晚有一天 我一定会替你父亲报仇 刚才说过的话 此时在冯四耳边响起 冯四痛苦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抢过一个警员手里的冲锋枪 拔腿便要往大厦里冲 胡庆邦拦住了冯四说道 你干什么 现在里面很危险 你别过去 滚开 冯四已经没有更多的语言 不顾一切地推开了胡庆邦 拔腿便往大厦里面冲了进去 胡庆邦知道冯四此时肯定是怒不可遏 急忙喝倒 快 狄小队 跟上冯四 此时的冯四脑子里早就已经忘记了生死 只有一个对刘柔的承诺 无论如何 他也要为刘柔报仇 要为刘柔的父亲报仇 此时的冯四脑子里早就已经忘记了生死 只有一个对刘柔的承诺 无论如何 他也要为刘柔报仇 要为刘柔的父亲报仇 冯四一边跑 脑子里便一直想着曾经和刘柔的种种往事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此时的冯四 眼前是一片模糊 虽然什么也看不清 但却仍旧在奔跑 回到国内第一次 这种痛苦的感觉 是冯四回到国内之后的第一次 上一次是在边境时 一个战友为了掩护自己被毒贩打死 那个时候 冯四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什么都没有 只有杀掉飞龙的这个念头 在边境的时候 冯四发过誓 以后再也不会让自己再感受到这种痛苦 冯四宁可自己死 也绝不让自己身边的兄弟朋友死去 这一次 北岛杀了刘柔 彻底地点燃了冯四 此时的冯四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他一定要杀了北岛 冯四冲进了大楼梯街 里面传来了两个小弟的声音 冯四二话不说 抬起手中的冲锋枪 就瞄准了上方 一阵扫射 快走 他说里有枪 那两个小弟发疯一样地往上跑 冯四冒掉眼泪 像是一条疯狗一样 不停地往上追 嘴里喝道 我一定要杀了你们 后面一小队的成员跟着冯四追到了十三楼 周正军从后面一个飞扑将冯四压住 柳柔已经走了 你这样盲目行动很危险 你没有防弹衣 没有防弹头盔 砰 冯四一拳头砸在了周正军的侧脸上 用力地将他推开 怒吼道 柳柔死了 他以前那么喜欢你 你为什么不答应他 你为什么不答应他 冯四扔掉了手中的冲锋枪 冲上前 双手在周正军的腹部快速地吹打起来 随着一阵的狂吼连锤打了二十几拳 冯四的拳头伸出了血水 推了两步 周正军身子一跌 蹲了下去 周队 周队 第一小队的队员纷纷上前去参扶周正军 冯四不顾拳头上的血水 一把从地上抓起了冲锋枪 抬头透过楼梯景一看 两只手先后出现在了护栏上 而且他们到天台的距离已经很近 冯四知道现在再去追肯定晚了 忍不住心中的狂怒抬起冲锋枪 枪口朝上对着上方的护栏 就是一阵猛烈的射击 一个小弟突然传来了一声惨叫 另一个小弟说道 你怎么了 我的手 我的手受伤了 快走 冻鹰狗 我杀了你们 冯四继续往上爬 周正军急忙到 快 等人上去 拦住冯四 冯四在楼梯上飞奔 听见身后传来了脚步声 急忙加快了脚步 很快便冲到了天台门外面 这个时候天台门已经被从里面给关上了 冯四完全不顾天台上的小弟手里有枪 冲上去一脚踹在了天台门上 咚的一声 天台门传来了巨响 开门 冯四喊了一声 正要踹第二脚 突然 后面第一小队的成员已经冲了上来 两人一左一右的将冯四给夹住 硬拽了回来 这一下子让冯四飞起了一脚落空 冯四不断的挣扎 说道 你们干什么 给我放开 手机已经走了 冯四听见柔姐这两个字 冯四顿时狂怒了起来 不断的挣扎 两个人根本就不是冯四的对手 很快 冯四便挣脱了两人 不过 冯四还没来得及踹第二脚 楼上又有两人冲了上来 四人将冯四团团围住 说道 你把他们都交给我们 我们保证 给你一个合理的交代 你别再闹了 冷静一点 冯四瞪眼 伸手指着众人 环石一圈说道 你们 你们都是刑警大队的人吧 刘柔和我的关系 你们都知道吧 他现在死了 他是为我而死的 你们不让我动手 你们让我冷静 我怎么可能冷静 冯四直接一记飞腿 踹在了说话的那人 随后另外方向上来的三个人 同时朝着冯四发起了攻击 此时的冯四已经彻底的失去了理智 虽然看这些平时一个刑警大队的警员 他们也是从警察学校毕业 可是他们的训练程度 跟冯四比起来实在是差太远了 因此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冯四便轻易地放倒了四人 天台之上传来了直升机螺旋桨挥动的声音 冯四来不及休息 扭头看向了天台门 随即便拔腿冲了过去 一脚踹在了天台门上 随后飞退两步 再次冲上前 又是一脚踹在了天台门上面 冯四的每一脚都用尽了全力 这也使得原本平整的天台门 这时候竟然凹陷了 门上那一大片区域的铁片 竟然都凹陷出了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糊涂 冯四咬牙 眼睛血红 后退五步 狂吼着整个人飞上了半空 借用全身之力飞踹到了天台门上 随即只听见哐的一声 整个天台门和门框脱落 如同铁板一般 竟然就那样硬生生地倒了下去 没有任何的提前观察 冯四直接飞身跳上了天台 直升飞机已经飞到了半空 冯四急忙冲着直升飞机的下面 抬起手上的冲锋枪 对着直升机就疯狂地扫射 子弹打完了 直升飞机 悬停在半空摇晃了两下 恢复了平静 随即朝着远方飞去 啪 冯四用力地将冲锋枪扔到了地上 扑通一声 面朝着直升机飞走的方向跪了下来 举起双手 啊 狂怒地吼叫了出来 这个时候 一只被血水染红的侧手 突然从后面伸了出来 拎住了冯四的脖子 此时的冯四已经精疲力竭 根本无法扳开对方的手 而对方夺藏在冯四的身后 冯四手脚也用不上力 只能保持着被对方勾勒住脖子的姿势 可恶 都是你 如果不是你 我就不会被扔在这里 是你害了我 我要伤了你 说着话 这个被子弹打伤手的小弟 从包里摸出了一把弹簧刀 大的一声 将弹簧刀给弹了开 刀光一闪 便朝着冯四的脖子上割去 棒 一记枪响 这最后的一个东营坏蛋倒在了地上 冯四大口大口喘了两口粗气 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周政军弯腰 一手捂着肚子站在那里 脸色很苍白 冯四看了周政军一眼 说道 谢谢 周队 你没事吧 一个抱着冲锋枪的警员走了上来 冯四努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走过去 一把抢过了警员手里的冲锋枪 说道 里面还有多少发子弹 第六百四十七集 两天没合眼 周队 你没事吧 一个抱着冲锋枪的警员走了上来 冲四努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走过去 一把抢过了警员手里的冲锋枪 说道 里面还有多少发子弹 警员害怕地看了冲四一眼 随即目光落到了周政军的身上 周政军正色道 告诉他 他永远是我们的冯哥 警员说道 冲哥 这冲锋枪里面 还有四十五发子弹 好 冲四没有再多说一个字 直接从警员的手里 抢过了冲锋枪 随即 转身朝着尸体走去 警员说道 你要干什么 周政军伸出一只手 阻止警员继续说话 说道 别问那么多 让他发泄吧 冲四瞄准了尸体的脑袋 愤怒无比 嘴里狂吼着 清洗了四十五发子弹 但都没有打向尸体 你该死 你该死 打光了所有的子弹 冲四心中 却仍旧不解气地 一直狂吼着 胡青帮赶来时 见到这一幕 怒吼道 简直是胡闹 来人 赶紧给我把他拉开 两个人架起冲四就走 冲四却一直控制不了自己 冲四 冷静 我无法冷静 你不是我 你不会懂 冲四吼着 随即双眼一翻 身子往后倒去 赶紧把他扶起来 胡青帮叫了一声 掏出手机 拨打了一个电话 你不是说 你会保证 冲四的安全吗 什么意思 难道出事了 两天之后 吴勇顺着地下通道 来到了地下赴二楼 打开了眼前的铁门 此时 屋子里的凳子上 坐着一个人 这个人 就是冲四 他在这里一坐 就是两天的时间 四十八小时之内 冲四的脑子里 不断地涌现出 北岛开枪 打死刘柔的画面 北岛 从第一天开始 就没有打算 放过自己和刘柔 当时 如果不是刘柔 替自己挡了子弹 这死的人 就不会是刘柔 而是自己 该死的人 是自己 自己的命是刘柔救的 刘柔给了自己一条命 无论如何 北岛必须死 两天没有合眼 冲四豁然起身 抬头看向了北岛 说道 怎么样 查到北岛的消息了吗 吴勇拿出了一盒 用特殊烟草制作的 带有镇定作用的香烟 打开烟盒抽了一支 递给冲四 说道 抽吗 不抽 冲四的眼里闪过了一道凶光 两天一来 冲四的脑子里 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杀北岛 为刘柔报仇 除此之外 任何不相关的事情 对冲四来说 都是阻碍 包括吴勇的好意 冲四揪住了 吴勇胸口的衣服 把他拉到了自己面前 冷冷说道 回答我 查到了吗 吴勇毫不慌张地将香烟放回了烟盒里 最后将烟盒放在了桌子上 做完这一切 这才抬头看向了冲四 此时 吴勇和冲四之间 只有不到十厘米的距离 吴勇看着冲四的眼睛 看着这个愤怒的男人说道 我的确 吴勇超到了北岛的消息 不过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的一个 好消息 两天的等待 冲四早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那就是北岛离开华夏 不过 就算北岛离开华夏 就算找遍全球 冲四也不会放过他 一定会将他找出来 无马分尸 吴勇耸了总肩膀说道 坏消息就是 北岛已经离开了华夏 回到了冲营 好消息呢 好消息就是 我们魔鬼训练营 有人在冲营 如果你愿意去冲营报仇 他们可以为你提供帮助 不过 暗杀北岛的整个过程 都只能用你一个人来完成 他们只能起到辅助你的作用 至于能不能成功 那就全凭你自己的本事了 好 我愿意去 什么时候去 吴勇耸 你真愿意去东营 找北岛报仇 因为东营是北岛的国家 北岛在国际上便久付盛名 在他自己的国家名声更大 而且北岛和军部有关系 经常注入胜流社会的场所 曾经北岛在一次醉酒之后 强上了东营的一个银行家的老婆 这个银行家拥有的财富 足以让他在世界富豪排行榜上 占据一席之地 不过 即便他有这样的势力 最后 这件事情 也是只能不了了之 由此可见 北岛在东营的势力之强大 吴勇本以为 这次魔鬼训练营的计划会取消 因为 冯斯不可能会去东营 只能等到下一次 北岛从东营出来之后再动手 可是 吴勇没想到 冯斯竟然直接同意 要去东营暗杀北岛 东营对于冯斯来说 就是狼窝 可是 冯斯却浑然不怕 这让吴勇觉得 冯斯这是余用 心里不由地为冯斯捏了一把汗 因为 这一次的任务 吴勇也不知道 忠心在哪 可能 忠心在东营 冯斯伤了北岛 可以获得上级的认可 亦或者 冯斯上飞机的那一刻 就会失去机会 这一辈子 不可能再加入魔鬼训练营 不过 这已经不是自己需要考虑的事情 自己只要将上级的话带到就是了 吴勇说道 这次 如果你的计划不成功 你会死在东营 而你的计划若是成功 回到华夏之后 要想保命 你只有一条选择 那就是加入 魔鬼训练营 只有躲在魔鬼训练营里面 你才能躲过东营敌人的追杀 而这个世界 至少是一年 冯斯补充道 我有一个要求 如果我死在东营 能不能将我的尸体运和花下 让我和刘柔 埋葬在一起 没问题 对了 吴勁就在外面 你要是想见他 我现在就让他进来 冯斯想也不想 便摇头说道 不用了 以后我也不想再见到吴勁 请你帮我告诉吴勁 这辈子 就算我冯斯对不起他了 可是 什么时候出发 今天下午 不过在动手之前 你需要睡一觉 你已经两天都没有睡觉了 我知道 可是 对不起 我现在根本没有心情睡觉 我睡不着 吴勁打了一个响指 一个戴着口罩的医生走了进来 吴勁说道 我找了医生 他能让你睡一觉 如果你想为刘若报仇 我想 你必须要睡一觉 行吗 第六百四十八集 老猫 吴勁打了一个响指 一个戴着口罩的医生走了进来 吴勁说道 我找了医生 他能让你睡一觉 如果你想为刘若报仇 我想 你必须要睡一觉 行吗 吴勁看着冯斯 这其实是最后的一个考验 刘若的死带给冯斯太大的打击 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天 但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这种愤怒是不可能消散的 如果冯斯失去了理智 那么让他去东营复仇的计划 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毕竟一个失去理智的人 他绝不会听旁人的言语 既然如此 那又何必为了他一个人 冒这么大的风险呢 冯斯抬起头 认真地看了吴勁一眼 随即 拉起自己的手袖 伸出右手说道 来吧 嗯 吴勁点了点头 冲着医生说道 动手吧 医生给冯斯注射了PR试剂 看着针筒被推到了底部 冯斯冲着乌勇说道 这是什么 话还没有说完 冯斯双眼一翻 便睡了过去 PR试剂 是最强效的 带有镇定作用的安眠剂 这是国际组织研发的 为在战场上 有紧张情绪 无法入睡的士兵设计的药品 PR试剂对人体无害 打上一针可以睡六到九个小时 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 不同的身体素质的 被注射者的 会在六到九个小时之间 逐渐地醒来 吴勇扶着冯斯 拍了拍手 随即 两个戴着口罩的男人 推着一辆单价车出现了 他们将冯斯放在了车上 推了出去 随后 几次轮换之后 冯斯被送到了一个 秘密基地的直升飞机上面 飞机上的人员下来 给冯斯抬了上去 随后 关闭舱门 直升飞机的螺旋桨 开始迅速地转动了起来 很快 飞机起飞 四个小时之后 飞出了华夏 五个半小时 正当直升机 飞到东营上空的时候 冯斯 醒了过来 你醒了 竟然比记录最早的六个小时 还要提前半个小时 小子 你的身体素质还真不错啊 冯斯从地板上坐了起来 在直升机巨大的轰鸣声之中 看向了坐在对面的男人 呼得愣了两秒 回过神来说 我 你是谁 咱们这是 在去东营吗 啊 现在已经到了东营的上空 我叫老猫 我也是摸过训练营的一员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啊 谢谢 冯斯和老猫握了握手 前面传来了飞行员的声音 老猫 已经到达了指定区域了 现在就下去吗 老猫点头说道 啊 现在就下去吧 直升飞机 停放在了一个隐蔽的树林之中的停机坪上 刚停完 螺旋桨还在转动 老猫便推了冯斯一把 两人先后跳下了直升飞机 随即 老猫宠着飞行员说道 行吧 你快走吧 飞行员驾驶着直升飞机再次起飞 随后消失在了天际 老猫扭头看向了冯斯 还没说话 冯斯便抢着说道 什么时候动手 老猫嘴角勾起说道 你别急啊 计划已经布置好了 跟我来吧 随后 冯斯跟着老猫 从一个隐蔽的入口 进入了地下室 走过狭长的涌道 视野突然就变得开阔了起来 老猫回头看了冯斯一眼 他并没有从冯斯眼里 看到一丝惊讶的表情 这让已经习惯了 从新人眼里看到了 震静 兴奋神色的老猫 感到很不舒服 老猫心里 隐隐有一种错觉 这个冯斯 不简单 不说话时 看上去很平常 不过一旦出手 瞬间就能置人于死地 那凝重的眼神 不悲不喜 却透着一股子 说不出的杀气 老猫不由的背后发凉 这使得他不愿意 再跟冯斯多待一秒钟 急忙带着冯斯 走到一个会议室面前 咚咚咚敲了两下 里面传来了声音 进来 老猫推开房门 随即回头冲着冯斯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谢谢 冯斯礼貌地朝着老猫 行了一礼 最后便进入了会议室 抬头一看 会议室里这个时候 已经有十二个人 坐在那里等了 一个男人站了起来 冲着冯斯一笑 说道 你的位置在那边 过去吧 冯斯看了一眼 长桌的尾部 低头说了一声谢谢 随即快步地走了过去 坐在了位置上面 刚坐下 冯斯正对面 坐在桌子前端的男人 便开口说道了 你就是冯斯吧 是 以前 你在边境特种兵训练营带过 代号叫雪狼 曾经击杀飞龙替身 后来回国之后 又去贡城击杀了 边境军火商老K 对吧 是 很好 男人点了点头 随即将面前的一个文件夹 推给了他说道 你的资料 我们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现在 你只需要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便可以开始这次的计划 不过 如果你回答错了 你已经失去这次暗杀北岛的机会 所以 你一定要慎重 不过 我只给你十秒钟的时间 在我的问题说完之后 如果十秒之内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或者是回答错误 那么对不起 你将 失去这次机会 懂我的意思了吗 好 那我开始了 男人 双手 十指交叉 放在了桌上 做出了一幅 很是放松的姿态 说道 我想问问你 刘柔和吴静 你到底喜欢谁 作为一个军人 你应该知道 做事得果断 如果你喜欢刘柔 或者是喜欢吴静 为什么 你迟迟不敢从他们之中 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否则 如果当初 你就提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你觉得 刘柔的死 是不是可以避免 虽然男人的问题 如同一把尖刀刺中了 冯四的心脏 这让冯四很不舒服 毕竟 已经发生的事情 已经无法悔改 不过 冯四却只是抬起头 平淡地看了男人一眼 随即便毫不犹豫地说道 对不起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你过问 男人笑了 随即 坐在两侧桌旁的十一个人 也同时笑了 所有人都用一种 看待弱智的表情 看待风刺 男人低头 看了一眼手表 说道 你还有五秒钟 如果你拒绝回答 那么对不起 我想 你已经失去了这次 暗杀北岛的机会 对不起 我再说一次 不需要你们来过问 如果你们不愿意 为我提供帮助 我现在就可以走 冯四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 朝着门口走去 当冯四走到门口 拉开房门的一瞬间 屋子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冯四回头看向男人 周梅说道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男人说道 恭喜你 你通过了 对了 忘了告诉你 我叫紫术 我是櫻花计划的一员 这些都是我的队友 我们都是从魔鬼训练营出来的毕业生 越是强悍的人 说起话来就越平淡 竟然只称呼自己为毕业生 冯四皱起眉头说道 银花计划 什么计划 毕业统